别人被选入宫都是装扮的花枝招展 可我却故意将脸弄得接近毁容 更是几度想撞死在墙上 所有人都以为我不想入宫 却没人知道我其实比谁都想 我所做的一切全都在我的掌控当中 甚至我私底下练习过无数次要用什么角度面对皇上 眨眼的频率是多少 哭要真的哭 而且还不能丑 眼泪要从眼角还是眼尾落下 以及错气的时候要用什么腔调才能听起来惹人心疼 我把这一切都嫁祸给家母和长姐 放在平时我的这种行为父亲根本充耳不闻 但是入宫的圣旨以下 他本想靠着我这张足以魅惑天下男人的脸而升官发财 而如今我这副模样怕是在难以得宠 一怒之下就将他们娘俩打了个半死 我深知只有入宫这一条路 才可以让我彻底摆脱张家这个人间炼狱 让我替自己枉死的生母报仇 当初我眼睁睁地看着生母被他们活活地打死 而父亲自始至终都是袖手旁观 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一个道理 男人要有权 女人手中更给握有实权 不然就算被人随意打死 也只当是见命一条无人问津罢了 所以我要做的就是那个亲手掌鞭的人 夜晚我跑到关押他们母子的柴房 两鞭子狠狠地抽在了僵尸母女的脸上 他们疼得几乎要晕死过去 贱人 这一切都是你算计我们母女俩 话落我又是一鞭子抽了上去 比起他们这些年对我的羞辱 比起我生母的惨死 这几鞭子远远不够 若不是新入宫的秀女母家不能带丧 今天我就送他们俩上路 不过不打紧 自我入宫之后 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将是朝着我吐了口血痰 你为了陷害我们 把自己的脸折腾成这副鬼样子 明日入宫你定是不能成宠了 宫里从来都不缺好看的女子 你是庶出女人 起朝从来没有过庶出女风飞的先例 你便做个答应等着老死宫中吧 话落我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 非为我入宫就是要斗垮所有后废 俘获皇帝 夺得皇后奉位 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子 不然去做什么 去给旁人做饭吗 我能忍你们这么些年 你们便该知道 我为了得到我想要的能做到哪班 话落我拍拍手扬长而去 第二天我顺利入宫 与我同时抵达的还有其他三位女子 她们都是贵人和常在 在这里面我的位分最低 比贵人最会来事 令自己的贴身婢女 取了几钉银子给了引路公公 我才入宫 许多事还不懂规矩 日后还望顺公公能多提点提点 小顺子收了银子 笑得嘴角都咧了起来 小主聪明伶俐又生的好看 自然是能得皇上垂帘的 随后肖长寨和刘长寨 也都各自给了利好 我细不可查的眉毛一挑 然后又一脸的不知所措 顺公公 我入宫也没带什么钱银 说着便取下了一枚银耳垂 这个您拿着 往后也请您多多关照 可小顺子却是白白手 连银耳垂碰都没碰 就谢绝了我的好意 阴阳怪气 说了我一番走了之后 又引得李贵人 他们善向连连 我羞的脸红 低着头走到一旁的角落里坐下 我的随身比女云山 忍不住开口 小主 咱们入宫前老爷 明明给了咱们二百两文银 您刚才为什么 不随着他们一起 给那个公公银油水 我淡淡的低声说了句 他没命拿 云山刚想追问 就听见电脉 传来了小顺子的惨叫声 奴才知错了 娘娘饶命 众人寻声望去 见小顺子被扣押跪在地上 方才他收下的那些利好 从怀中掉出来撒了一地 而在他面前 正立着一名身材高挑婀娜 身着酱红色 押金纹衫衣的华贵女子 皇上在前朝政治贪官 你们还敢将手爪子 伸向后宫 你方才是哪只手 接下的利好钱 立在一旁的一名宫女开口 回颖妃娘娘 是右手 那就把她的右手剁了 然后打发去新者库服役 李贵人 他们和我一样 都是年方十六的小女娃 哪里见过这样的血腥之士 再加上小顺子的利好 确实是他们给的 于是乎颖妃 还没走到他们面前 他们就已经吓得浑身打颤 颖妃凌厉的目光 迅速扫了他们眼活笑 瞧瞧这一个个的 方才还有说有笑的 这会儿是怎么了 化落目光很自然地落在了 站在角落里的我身上 彼此一瞬地对视空气 如胶凝柱 这是我第一次感慨于一个女人的气场 颖妃仿佛一眼就能将我看穿 我很清楚地知道 能在宫里面混到妃卫的女人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我屈膝下去 做足了万府里的礼数 颖妃落座于上首位 半赏才让我们起身 本该是皇上召见你们 但皇后娘娘心急复发 皇上下了潮就赶去了凤凰宫 便让本宫来见你们 却没想到见了这么一出好戏 眼见他动怒 包括我在内的四人齐齐跪地 颖妃娘娘息怒 贫妾知错了 接着颖妃又叹了一口气 本宫明白 你们入了宫无亲无故的 是想着在宫里活到一些 也好多个人帮衬 人之常情的事 本宫不会怪你们 但若用错了法子走错了路 连累的可就是你们的母家了 比贵人磕头磕得最响亮 连连成娘娘教训的事 我自然也没闲着 旁人说什么 我跟着说就是了 颖妃见状倒觉得奇怪 张答应 你并没有给她立好 为何你也要跟着一起认错 我功声回话 贫妾没有给顺公公立好 不是因为贫妾不想给 而是贫妾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虽说顺公公没有收下贫妾的立好 但贫妾确实动了歪心思 颖妃娘娘教训的是 贫妾错了便是错了 不敢隐瞒错上加错 颖妃似乎对我的回答很是满意 笑着点了点头 而后仰手吩咐众人平身 在回宫的路上 李贵人嘴碎 要我说你还真是糊涂 颖妃娘娘方才都不知道你送礼的事 你倒好 自己主动冒出来认下了 你这样单纯 入了宫怕是连自保都做不到 我一脸的不解 颖妃娘娘刚刚不是已经宽恕了咱们了吗 比贵人压低了声音 你懂什么 颖妃表面上按下此事 实则是拿了咱们的把柄 日后咱们得了圣宠 她多半会拿出此事来要挟咱们 说着还不忘像看傻子一样 瞥了我一眼 瞧你这模样是得不了恩宠了 你当然没有这样的顾虑 我温柔的点头 我不比姐姐容貌家世都好 也不比姐姐聪颖 日后同住一宫 还望姐姐能多关照关照我 不一会儿便把李贵人夸得心花怒放 刚刚踏入店门 云山便将宫门紧紧闭上 然后一脸神秘的将我拉到一旁 小竹 李贵人的话虽然不中听 但也有几分道理 刚才您为何还要上 赶着扔下送礼之事 还有方才奴婢问您 为何不给顺公公送礼 您为何会说他没命拿 我慢条思理的整理着衣袖 方才李贵人 他们给小顺子银子的时候 我瞧见窗户底下立了个宫女 在鬼鬼祟祟往店里窥探 都是新入宫的妃嫔 她有什么好看的 所以那时我便揣测 她可能是皇上 或是别的主子娘娘 派来监视的人 云山更加不解 那小主明明都看见了 为何还要把自己的银坠子 拿下来给顺公公 我微微一笑 宫里面最难缠的 永远都不是正经主子 而是那些个 如同小鬼一样的太监宫女 方才若我猜错了 别人都给她好处而我不给 甚至连个给的动作都没有 日后少不了 要被她在背地里穿小鞋 可我给了她 她自己嫌弃寒酸不要 那这话可就另说了 若是我没有猜错 那么别人都给了我去没给 尹飞定会在众人面前夸奖我一番 她夸了我 李贵人他们就会觉得 我是个有心眼的 哪里还会对我放下戒备 方才李贵人跟我说那番话的时候 全然将我当成了个傻子 这便是我想要的效果 就算尹飞将这件事 告诉了皇上和皇后 四个秀女他们各个有家事 为这么点小事 皇上贩布着得罪他们的母家 法不责重便是这个道理 云山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 竟都在自家小姐的算计之中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脑袋 好戏这才刚刚开始 入宫第二日 所有嫔妃都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一双内勾外 翘的丹凤眼 柔软饱满的朱红唇 翘鼻挺而直 整个人从骨子里 透着一股大气雍容 昨日是你们入宫的大喜日子 原是该依依面圣的 怪就怪本宫身子不中用 心急突发意识 绊住了皇上 你们别往心里去 一旁的云妃 耐不住性子抢先开口 哪里能怪皇后娘娘 昨个咱们轮番市集的时候 都听见了 娘娘你一个劲的劝说 皇上去见新入宫的嫔妃 别让他们受了冷落 对素未蒙面的陈飞心生极恨 她今天也是借着 伺候皇上乏累没有来 皇后听了云妃 这番话也没有阻止 说明皇后心中 对陈飞昨日的行为 也心中不爽 不过她到底是中宫 这些醋话不好 从她口中说出来罢了 片刻后众人各自回宫 我的位分最低 所以也是最后一个离去 只是临走之际 皇后娘娘送了我一盒紫金活血糕 说早晚个取来云面 不出五日脸上的红肿湿疹 便可进退 说好之后我边走边想 今日是我和皇后第一次见面 皇后竟会提前知晓 我脸上的是不服之症 还一早就准备好了 对症下药的药膏送与我 我正思量着 忽然瞧见前面好大的阵仗 一名衣着华贵程度 仅次于皇后的美艳女子 周围足有二三十名工人簇拥着 不难猜想 她便是令整个后宫 都恨得牙痒痒的陈飞 我弯身行礼 凭借答应张氏 见过陈飞娘娘 陈飞粗略瞄了我一眼 然后看向旁边的宫女 在得知我是护国公家的女儿后 才让我起来 你父亲与本宫的父亲 也算有些私交 你虽是庶女 但也不必妄自菲薄 日后得嫌常来本宫宫中 走动走动 少不了能给你讨些好处 后宫最忌讳嫔妃之间 拉帮解派 陈飞能在皇后宫门口附近 将这话公然宣制于口 可见她有多跋扈嚣张 陈飞抛了橄榄枝 但我却不敢接 应了陈飞这话 要皇后知道了 一定会对我有看法 可我若不应 陈飞就站在我面前 眼巴巴盯着我看 前有狼后有虎 我谁都得罪不起 我思绪急速流转 很快就有了主意 我洋装要再度给陈飞俯理下去 然后用胳膊肘碰了一下 云山拿着黄黎木盒的手 陈飞的目光 瞬间被吊在地上的木盒 吸引了过去 皇后宫里出来的东西 一音一物上面 都是印有凤文的 陈飞瞧见凤文后愣了一下 皇后倒是不嫌弃 你只是个小小答应 竟如此看重你 她伸手勾起了我的下巴 冰凉的护甲 几乎要嵌入我的皮肉里 我连忙解释道 皇后娘娘和陈飞娘娘一样 都十分体恤 贫妾等新入宫的秀女 关心贫妾脸上湿枕红疮 害怕如此模样 来日事情下着皇上 故而刻意赏赐给了贫妾 这一盒紫金活血糕 陈飞文言问哼一声 你既收了皇后如此大礼 那就好好受着 说完便大步地离去 直到一个月后 众人见我脸上的红肿 还没有消退 按理说早就该好了才对 事实上皇后送我的东西 我连动都没动 还谎称是自己馋嘴 又吃错了东西 所以一直没好 新入宫的嫔妃都已经事情过了 唯独我还没见到皇上面 最风光的当属李贵人 如此一来后妃争相拉拢她 而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于是我也拿出一副 珍珠耳环前去恭贺 是李贵人打开瞄了一眼 就给扔在了边上 然后从桌子上 取了一副圆润饱满的粉珠耳饰 和我送的那一副一笔 珍珠大了一圈不说 但粉色的珍珠 也要比纯白色的 不知道亮眼多少 我像是没见过好货一样 瞪得眸子浑圆 李贵人看在眼里 愈发得意 这是陈飞娘娘才送来的赏赐 粉珠可是取自东海海棒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接着又炫耀式的 拿出一只皇后娘娘 赏赐的流金花鸟簪子 我微微一笑说道 这簪子是好看 不过相比之下 陈飞娘娘的礼物是好 可她也只是飞味 哪里能比得上皇后娘娘尊贵 她看我一脸懵懂的样子 又拿出一副老道的腔调 开始说叫起来 这一说便是接近半个时辰 我也顺带将她夸成了个 天上有地上无的仙女 回到西片殿后 我便一直在窗户边 盯着李贵人锁住的 东片殿侧门看去 不一会儿 就看见伺候李贵人的脸 鬼鬼祟祟的出了宫去 我嘴角隐隐浮现出一丝笑意 这一个月内李贵人风头正盛 陈飞早就在她身边 安插了眼线 今日我就是为了引她说出 那番点损陈飞抬高皇后的话 以陈飞的跋扈汗度 不用我亲自出手 李贵人的好日子 怕是也没几日了 与此同时永安宫内 陈飞言语间 引着几分怒气 她当真是这么说的 李贵人身边的脸儿 正跪在堂下 奴婢不敢妄言 和她同住的张答应 还劝了她两句 她还明说了日后 要依附皇后娘娘 还说张答应无宠 让以后依附于她 陈飞冷吃一声 一个小小贵人 才入宫几天 就开始拉帮结派了 她喜欢依附皇后 那本宫就随了她的心愿 你去胖静视房 就说李贵人 哦敢风寒不变事情 让他们将她的绿头牌挂起来 再让张九贵去狱前 提醒着姚华公 还有个张答应 入宫以来还从未面过圣 然而激敏一笑 奴婢知道该怎么做 没过两日李贵人 果然染上了风寒 大中午还在太阳底下 上蹦下跳的给泪晕了过去 我熬了周过去看望 听灵儿说是夏日里小主贪凉 入夜的时候用冰用多了 就染上了风寒之症 众所周知 凭非染病是不能事情的 太医说多发汗能好的快血 小主这才非要跑到太阳底下的 我内心冷笑了一声 按到了一句蠢货 李贵人躺在床上看向莲 去通报预前了吗 皇上知道我晕倒了吗 回小主 已经通报了两次了 李贵人长输一口气 不过很快又想起了什么 贵人梳妆打扮好了 也确实让他等来了好消息 小太监来给李贵人报喜 恭喜贵人 鸾铭成恩教已经往姚华宫来的路上了 您快准备着吧 李贵人喜不自胜 定气都赶走了一大半 半住香过后 鸾铭成恩教果然停在了姚华宫门外 李贵人挺直了腰杆 先开教门就要上去 张九贵一把将他拦了下来 小主且慢 今日皇上翻的不是您的牌子 李贵人眼中满是讶异 他指着刚刚那名小太监说道 这题子是才来进食房的 怕是搞错了规矩 然后目光落在一旁看热闹的我身上 张答应大喜 今夜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 我一脸猛然的愣在了原地 一旁的云山听了这消息都欢喜疯了 小主您没听错 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 但很快就又犯了难 张公公 方才那公公传话的时候传错了 我家小主突然听见这消息 还来不及更衣打扮 要不您稍后片刻 张九贵摆了摆手 这事情时深耽误不得 张答应还是别为男奴才了吧 云山觉得自己小主脸上的肿胀 虽然消下去了 但是红枕还在 怎么说也得拿水粉遮一遮 可奈何张九贵摧得紧 李贵人眼睁睁看着我一张 麻子脸上的鸾鸣成恩教 气得手中搅动的眷帕都快扯碎了去 他那张脸去事情 是要吓死皇上吗 吓不吓死皇上不知道 不过是个人都看得出 李贵人现在是快要被气死了 我坐进鸾鸣成恩教后 脸上的猛然之态一扫而空 转而又换做了一脸的淡定自若 校外的张九贵小声说 今日张答应能得这事情的机会 可是陈飞娘娘好不容易帮您争取来的 张答应可得好好珍惜啊 多谢公公告知 我明白娘娘一片好心 自当不辜负娘娘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 进市房的人办事向来滴水不漏 怎么会传错了信 今日这场乌龙分明就是陈飞刻意安排的 一来是要在众人的面前 打了李贵人的脸 二来旨意传错了 我就没有提前天桩更衣的时间 让我素面朝天入了朝阳宫 让皇上瞧见我脸上那些没有遮盖的红疹子 说不定心生厌恶会直接将我给送回去 唱上一出完毕归照 陈飞左算右算 这一局他打压了李贵人 名利给了我机会 按理让我在狱前受辱 可谓是一箭三雕 可料他做梦也想不到 他以为自己螳螂捕蝉起高一招 殊不知看起来被他利用了的我 才是这一局里真正伺机而厚动的黄雀 这是我初次见到自己的丈夫 他坐在暖座上正在批阅奏折 听见我入内的动静 他也并未抬头 如传闻中一样 肖默炎生得俊美无仇 实乃陈宁之貌 英品的比语薛薄的唇 又给他添了几分高不可攀的疏离感 我毕恭毕敬地跪下请安 肖默炎比肩一致 抬头瞥了我一眼让我抬起头回话 我音声抬起头 但却低垂眼帘 眼神闪躲 肖默炎看出了我的紧张不安与局促 同时也看见了我脸上 密密麻麻的红疹子 老在我事情前 他就已经在皇后的口中听说了 说我生的名艳无双娇媚动人 但因为对桃花花粉 不服沾染上了不服之症 所以脸上生了些红疹 虽说脸上的红疹看着骇人 但还是能看出五官底子十分优越 肖默炎的目光 并没有在我的身上多作停留 而是让我起身伺候鼻墨 此时天空中响起了雷声 我沿默的手不禁颤抖了一击 将墨点站出了艳台外 然后我忙取下腰间的帕子 将墨点失去 肖默炎微微侧目 语气冷冰地问了句 害怕 我结巴着回到不怕 甚至声音有些发抖 明显是说了假话 肖默炎也听得出来我在逞强 不过也并没有再度追问 没多久 窗外便响起了细细绿的落雨声 雨越下越大 风亦越吹越激 直到吹开了窗户 湿气和进风一股脑惯了进来 吹落了一本放在桌岸边的奏折 我连忙跑去将凌窗用力合上 而后回身捡起地上的奏折 呈给肖默炎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 肖默炎全程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只是随口念了句诗 一息青雷落万丝 既光浮瓦必参差 可他没料到 耳边竟会想起 一道柔弱的女生回应他 有情少要含春泪 狐狸墙微卧小知 肖默炎眼中闪过一丝心芒 不禁抬眉重新打亮我 因为这是秦官的隐师 没什么名气 嫌少为人知 我眉眸流转娇声道 家父洗毒诗书 贫气而如目染 略通些皮毛 在皇上面前卖弄 抱惹皇上笑话了 这一次两人的距离不足三尺远 肖默炎可以将我看得更清楚 一瓶一簇间 是有那么些魅骨天成的味道 方才我去冒雨关窗的时候 脸颊和病边都沾了雨水 他伸手替我扶去脸颊上的水滴 而我却下意识地后撤了一步 想要躲闪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在肖默炎的手指触碰到我脸颊的那一刻 水滴被他抹去 连同那个位置上的红枕也被晕开了 他将占有颜料的水滋在指尖抹撒着 我见状大惊连忙跪下请罪 肖默炎眼神锐利 低沉的嗓音里 迫着满满的压迫感 你如此做 事不想事情 通隆又是一声响彻云霄的雷鸣 惊得我不受控地打个机灵 我跪在肖默炎面前 瘦弱的身影缩成了一团 眼眶里蕴着的泪水随着睫毛煽动 眼泪便大颗大颗涌落 皇上 贫妾 我说起话来气声明显 像是极力在忍着乌业的腔调 听得人心疼 男人总是会怜向西域的 越是娇弱的女子 便越是能勾起他们的保护欲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 那女子得有足够诱人的姿色 如此哭起来才能离花带雨 而我最不缺的恰巧就是姿色 肖默炎收敛了眼尾的绿色 伸手将我搀扶起来 你别怕 震又不是洪水猛兽 女子好容貌 还不能丑 用什么角度面对着她 眨眼的频率是多少 眼泪要从眼角还是眼尾落下 以及啜气的时候 要用什么腔调 才能听起来惹人心疼 番词种种 我私底下已经练习过无数次 在肖默炎眼里 看着压根就寻不出破绽 这么一哭 哭得她心都乱了 她激进温柔地替我擦去类子 告诉朕 你在怕什么 我半推半就地开了口 贫妾害怕成宠 所以才会动了歪心思 话若肖默炎更加不解 旁人都是害怕不得宠 你却害怕成宠 我神色怅然地说道 贫妾的姨娘当年 就是因为得父亲喜欢 所以招惹了母亲的不待见 贫妾六岁那年 姨娘犯了一点小错 母亲就当着贫妾的面 将姨娘给活活打死了 贫妾害怕成宠 是怕有朝一日 也会落得和姨娘一样的下场 肖默炎听完这番话嘴上 说会护着我 心里却想着 我不是个聪明的 半君如半虎 我的一句话 随时都有可能 断送了父亲的前程 不过比起别的后妃 我的这份不聪明 倒是正宗肖默炎的下怀 后宫中的嫔妃 有哪个不是满腹心思 有时候跟太聪明的人在一起 也是累得慌 只是肖默炎又哪里会知道 我本就巴不得 要将自己的母家拖入地域 让她满门都去给我的生母陪葬 片刻泪水 将我脸上的红枕 冲淡了大半 更显得明艳动人 肖默炎如同哄孩子一样 摸了摸我的脑袋 哭成这样 明日眼睛肿了 要旁人瞧见 还以为是正今夜欺负了你 去洗把脸吧 有正陪着你不用怕 随着脸上的红枕被洗净 露出白皙细嫩的真容来 当皇帝的 见过的美人自然不少 后宫中的那些女子 个个都是美人中的翘楚 饶是如此 肖默炎在看清了我的真实容貌后 还是不免心中震战 按道一句惊为天人 我被她灼热的眼神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脸颊微微泛出红韵来 肖默炎一把将我抱起 放在了龙踏之上 同时食指勾住我腰间的结带 稍一用力 春光便乍现于眼前 随着阵阵雷鸣 柳依细指渐渐用力收紧 夜更深了些 但今夜朝阳宫的公主 却迟迟未曾熄灭 一番云雨之后 肖默炎轻揉着我的乡间 你怕打雷 等雨停了再走吧 你眼人都看得出来 今日这雨一时半会儿 怕是停不了了 眼外之意是想再与我温存一次 她懂节制 甚少有长云美色的时候 宫里那些嫔妃 也就成妃 因为技术实在太好 得过几回一夜 被宠幸两次的殊荣 她原以为我会欣然接受 没想到我就说 嫔妾不能够留下 不然明日肯定会有人议论 今日是嫔妾第一次事情 嫔妾不想太出风头 说这话的时候 肖默炎可以明显感觉到 我郊区的颤动 她觉得或许是姨娘 被打死的那件事 带给我的心里阴影极重 所以才会导致她畏首畏尾 不敢与举半分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的女子 总不至于恃宠而骄 她攥着我的手紧了紧 明日正在唤你来 随后便示意门外的江德顺 送我回去 江德顺一路帮我撑着伞 自己身子湿了个头 立在朝阳公侧门外的张九贵 见着此情此景 先是愣了一下 将我送上了鸾铭承恩教后 把自己的伞挪到了江德顺的头上 哈巴狗一样替她擦拭着身上的水渍 江公公 这怎么还劳您 亲自将张答应给送出来了 怎料江德顺却瞟了他一眼 你这差事当得是愈发好了 等下将张卓送回去后 自个儿到内务佛林板子去 这些狱前的奴才 一个个都活成了人精 助自给一个眼神 他们就能听出话外的意思 别的嫔妃事情都会有专人添妆 而我却是素面朝天被送进朝阳宫的 萧莫言如何能不知道 这是近视房的人在暗中使坏 只是这件事无伤大雅 使坏的人是谁萧莫言懒得追究罢了 哄咄一声巨响 此刻我坐在鸾铭承恩教里 耳听教外闷为不止 脸上却全然不见方才的金句 甚至唇角还隐隐浮现出了一抹笑意 我自幼活在水深火热中 连地狱都不怕 又怎么会怕打雷 此刻摇滑宫中 眼睁睁看着我被抬走的李贵人一夜未眠 他想着以我那样的资质 被抬去事情也是被退货的结局 却料不到等我回来的时候多二更天了 他瞧见我撑着散证准备回西片店 便叫住了我 可他看了我一眼后便瞪大了眼睛 你的脸怎么好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皇上见我脸上红枕不退 刚好有太医来给皇上请平安麦 皇上便让太医顺便给我瞧瞧 太医妙手回春 针灸用药一番红枕镜当真退了 因此耽误了些时辰 这才回来晚了 李贵人听完之后气得牙痒痒 从前李贵人从未将我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随便一个嫔妃成宠的可能性都比我大 但今日看清了我的原貌 一向自信的他也心底暗暗生肚 接着他没好气的道 皇上很喜欢你吧 我微微一笑 哪里比得上姐姐呢 方才太医帮我医治的时候 皇上知道我和姐姐一起住 一个禁问姐姐身体可好些了 还说的嫌要来看望姐姐 我比你先伺候皇上 和皇上的情分自然是你比不得的 说着突然从我手中将雨伞夺了去 我警告你 你不要以为你事情了就能和我平起平坐 你不过是的答应 若是敢狐媚或煮 仔细我告诉皇后娘娘去 说把信信转身回了东天殿 独将我一人晾在雨地里 云山听见吵闹的动静出来后 就见我一人在大雨里站着 回到房中我又突然推开窗户 便有冷风夹带着雨水灌进来 将我再度打湿 云山见状都吓傻了 小主这是做什么呀 这要是感染了风寒可怎么是好 他想要关窗却被我拦住 今日这风寒我必须要得 不光要得我还要发高烧 让自己的身体病垮 云山都急坏了 您今日才成宠 后非病区是不能事情的 小主您这是干嘛呀 我要的不是事情 我要的是皇上的专宠 从皇上让江德顺亲自送我出朝阳宫的那一刻起 我便知道张九贵这顿打湿躲不过去了 为了将功折罪 张九贵必然会从我身上想法则 他知道我得了皇上的宠爱 伙伴会巴巴的去跟皇上说我回宫后的情况 方才我余光披荐宫门外有人影闪动 我便猜测是张九贵在偷看 如果真的是他 要他看见了李贵人如此为难我 将这件事告诉了皇上更好 这样一来明日等我病了 便可以让皇上看看 他的宠爱给我带来了什么 要他自责内疚 若是张九贵什么都没看见也无所谓 今夜皇上要我等雨停了再走 是我非要守着规矩冒雨回来 如此才会生病 云山听罢欲发不解了 可是生病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李贵人不是也感染了风寒 也没见皇上搭理他呀 我冷笑一声 他生病 是他自己蠢 等着瞧吧 好些还在后头呢 经过这一夜的折腾 第二日晨起的时候 宋昭谷不其然染上了风寒 还发了高烧 他出自事情 无论如何 都是要去给皇后请安的 今日请安的时候 仲后非见他脸上红枕进退 虽挂着几分病气 但还是难掩出众的容貌 免不得对他生出了几分戒备来 云飞阴阳怪气地说 宋答应可长得真漂亮呀 如此美貌 只得了他答应的位分 实在是委屈妹妹了 云飞跟着说 你病了这么久 吃了那么些药都好不了 去见了趟皇上 就好利索了 看来朝阳宫的龙器养人 这话果然不假 嗨嗨 宋昭咳了两声 起身恭敬回话 嫔妾久病难遇 全然仰仗各位娘娘悉心照料 姐姐们对嫔妾的好 嫔妾自当铭记于心 永不敢忘 云飞与尹飞各自瞄了她一眼 由她拘着礼 谁也不叫她起来 还是皇后和颜悦色地说了句 都是自家姐妹 请安闲话 没必要动不动就起身行礼 快坐吧 嫔妾多谢皇后娘娘 等送昭落座后 陈飞又说 哎呀 你这一事情 新入宫的嫔妃 算是都得了恩宠了 可真是大喜事 她轻腐并发 微微侧手 似笑非笑地 看向凤座之上的皇后 从前臣妾得宠的时候 皇上十日里有四五日 都是由臣妾在身旁伺候的 那时臣妾记得 皇后娘娘 常劝皇上要与陆君瞻 现在皇后娘娘可高兴了吧 皇后眸色温柔看向她 甜淡一笑 人人有宠 后宫才会少生度物 后宫安宁 则皇上安宁 本宫自然欢喜 臣飞眉尾向上一飞 脸上笑意更甚 是 不过臣妾没记错的话 皇上已经有两三个月 都没有让皇后娘娘事情了吧 也是 皇后娘娘有心急 是做不得那么刺激的事的 此话一出 皇后脸上的笑容立马僵住 淑妃娘娘给皇后娘娘请安 打破尴尬局面的 是门外宫人的这一声通报 宋昭与众人一样 将目光投向了门口 见淑妃穿着宽阔的 眉红色花鸟场衣 一身配饰猪挂繁复华美 左手扶着腰枝 右手护着龙起明显的小腹 旁边还有四个宫人护着 生怕她有个什么闪失 淑妃立在堂下 做事还想给皇后行礼 皇后连忙说 你身子重 这些礼数就都免了吧 清月 快扶你家主子坐下 淑妃落座后含笑道 夏日炎热 有个把月都没来 给皇后娘娘请安了 昨儿个雨下了一夜 今日好容易凉爽起来 臣妾就赶忙来了 皇后道 你有着身子 本宫早就许了你不必来请安 骗你最重礼数 半点都不肯马虎 臣妾对皇后娘娘的尊敬 是打从心底里的 自然半点马虎不得 淑妃说这话的时候 刻意拔高了声调 又像是耀武扬威般 瞥了臣妃一眼 不像有的人 仗着得了几日皇上宠爱 就连尊卑都分不清了 云妃一贯瞧不上 臣妃恃宠而骄 听淑妃打开了话头 她便揭察到 得了几日宠爱又如何 咱们为平为妃的 最重要的 还是要为皇上延绵子嗣 算起来 淑妃姐姐这一胎 应该已经六个月了吧 淑妃俯着小妇 笑着应了一句 是呢 那可更要小心 出入都得注意着 尤其是不敢摔了碰了 云妃说完看向陈妃 笑着问了一句 陈妃 你说是吧 陈妃闻言 顿时拉下了脸色 她瞪了一眼云妃 狠立的眸光 又落在了淑妃的小妇上 眉宇间闪过些许失落 不过很快就又挺直了身板 恢复了平日里 目中无人的模样 冷笑一声道 淑妃这肚子圆滚滚的 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其实宋昭入宫前就知道 后宫中肚子最先传出好消息的 其实是独揽圣宠的陈妃 不过 她时运不济 怀胎六个月的时候 在自己宫门口摔了一跤 好好的孩子就这么没了 听说为了这件事 萧锦衡对她总有亏欠之情 待她身子养好之后 对她的宠爱也更胜从前 而她方才说给淑妃听的那番话 实则也不是什么好话 民间传渡渊得女 渡渐的男 陈妃说淑妃肚子圆滚滚的 实则是在暗讽她 这一胎就算生下来了 也多半是个公主 聊胜于无罢了 淑妃自然听得出她的话外之意 脸上的笑意也随之凝住 陈妃十分不屑地瞥了她一眼 转而慵懒地向皇后扶了一礼 道 皇上邀臣妾共进午膳 怕去晚了单个时辰 便先告退了 说罢也不等皇后准她离去 扭头就走了 真是放肆 云妃看着陈妃的背影 愤愤不平道 陈妃这样没规矩 皇后娘娘也不管管她吗 皇后始终保持着一态端然 唇角挂着浅淡的笑意 不休也不恼 她只当没听见云妃的牢骚 看向淑妃说 新入宫的嫔妃 你都还没见过 今儿个人齐 你也认识认识 这话一出 宋昭和李贵仁他们 便起身向淑妃府里 嫔妾见过淑妃娘娘 娘娘万安 淑妃柔和的目光 一一扫过几人 问道 哪个是李贵仁 李贵仁上前一步道 回淑妃娘娘 嫔妾是贵人李氏 淑妃笑 你送给本宫的野山餐 果真是极好的品相 本宫很是喜欢 李贵仁又深深服役礼 拿言喜色道 娘娘喜欢就好 其实要嫔妾说 娘娘小富威龙 形态不远反顿 多半是个皇子呢 八字没一撇的事 哪就能看出男女了 淑妃虽然嘴上这样说 但见她掩面而笑的模样 也是被李贵仁这一句话 哄得开心 后来 她又一次和萧长在 刘长再闲话了两句 最后轮着宋昭的时候 她脸上的笑容消退了些 盯着她的脸看了半赏才道 宋答应 生得真是好生漂亮 宋昭恭敬回话 嫔妾普柳之姿 如何能与诸位娘娘相较 嗨嗨 接二个请安 她从入内就开始咳嗽 方才陈妃走后 她的咳嗽声就更大了 皇后关切道 你是怎么了 宋昭怯地说 嗨嗨 嫔妾偶感风寒 嗓子干痒难耐 于凤嫁前失疑 还望皇后娘娘莫要怪罪 皇后说 无妨 近来天气多变 大伙也得多注意点才是 众人齐声道 臣 平 妾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皇后见宋昭咳嗽得实在厉害 便道 左右今儿个也没什么事 你身子不适 就早些回宫休息去吧 宋昭怯身下去 惩皇惩恐道 平妾位分最低 请安提前告退 本是不妥之事 奈何这风寒病气是会过人的 平妾私心里也害怕将病气过给了各位娘娘 平妾今日先行告退 择日再来向皇后娘娘请罪 她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任谁也挑不出错漏来 等宋昭躬身退下后 也就只有李贵人和萧长在 小声念叨了她两句 淑妃却对皇后说 这宋答应倒很是懂礼节 且生得也讨喜 为何只得了个答应的未分 怎料皇后还没说话 李贵人却突然插了一句嘴 淑妃娘娘还不知道吧 宋答应 不比咱们在座的姐妹都是嫡出 她是个树出的 树出之人本就上不了台面 能入宫已经是她的福气了 淑妃文言 护着小妇的手略微紧了紧 树出之人永远拿不上台面 李贵人这是顺带 连淑妃腹中未出世的孩子 也给羞辱了 店中气氛略显尴尬 偏李贵人蠢钝 还没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皇后看出了淑妃脸上的不悦 不得已替李贵人解围道 岂是管她什么嫡数之分 最重要的是 能得皇上喜欢 先帝爷的昭定皇后 也是树出 不也受天下臣名爱戴 李贵人 你这话有些过了 李贵人痴癖 神色骤慌 盲倩身下去道 嫔妾一时口不择言 还望皇后娘娘恕罪 皇后命她平身 后妃便也无人跟她计较 但各自心里面又在盘算什么 谁又知道呢 提前远离这场风波的宋昭 出了凤王宫后 也不咳嗽了 几乎是一路小跑着 追上了陈妃的遗仗 陈妃娘娘 行对暂止 陈妃驻足回眸 瞥了宋昭一眼 颇有惊讶道 是你 宋昭迈着岁步上前 冲陈妃深深府里下去 凭借多谢陈妃娘娘提携 昨日宋昭能去世请 整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陈妃暗地里安排的 她原本只是想错 错错李贵人的锐气 想着宋昭那副尊荣 就是送到了狱前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却不想 宋昭竟因祸得福 反而让她攀附上了皇恩 你谢本宫什么 皇后娘娘 不是赏赐给你了紫金活血糕吗 你收了她的好 明知道本宫和她不对付 却还要来谢本宫 宋昭压低了声音说 谁是真心对平妾好 谁是假意敷衍 平妾分得清 平妾入宫一个月 皇后娘娘若有心帮扶平妾 平妾一早就能得见圣言 若不是陈妃娘娘 只怕平妾在这深宫之中 定要长久沉寂下去了 陈妃细细打量着宋昭那张魅谷天成的脸 死心里想着 这女人可长得真好看 好看到让她嫉妒 好看到让她想撕下她的脸皮来 可这女人又实在蠢笨 她出自事情 给皇后请安还没请完 见自己前脚走了 竟敢这般堂而皇之的后脚就跟出来 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出她的心色 她这是急着 把自己的后路都给断了 不过这样也好 后宫里的女人渐渐多了起来 自己身边也是得留几个有用之人了 想到这 陈妃用眼尾的余光描了宋昭一眼 淡淡地说 你不是病了吗 别拘这里了 起来吧 宋昭谢恩起身 听陈妃说 本宫园也不是为了你 实在是本宫瞧不上皇后上 赶着巴结皇上那样子 皇后惯会哄 皇上高兴 自己无宠 就巴不得日日将年轻漂亮的 都送到皇上枕边去 好搏个贤良的名 你前几日脸上红枕不退 皇后显然已经将你当成了弃子 倒是长劝着皇上 去找与你同住的李贵人 本宫也是实在看不下去 才会暗中帮你一把 陈妃的这番话 几分真 几分假 宋昭分得很清楚 不过 既然他都将橄榄枝抛出来了 宋昭也没有不接下的道理 嫔妾多谢陈妃娘娘照服 嫔妾出入宫为无依无靠 若是娘娘不嫌弃 嫔妾愿多去娘娘宫中走动 陪伴伺候在娘娘身侧 这话里面向陈妃投诚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 陈妃闻言 默然私喘了虚余 想着宫中 本就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不方便自己出手去做 总得找一个好控制的爪牙 宋昭就很好 树出的身份 注定了他即便得宠位分 也不会太高 且他能说出这些话 也说明了 他是一个没脑子的人 漂亮 但没有家世 没有脑子 这样的人 最适合被利用 于是 陈妃脸上罕见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说 本宫独居永和宫 平日里 想找个能聊天 姐们的人也没有 你若肯长挨本宫宫中走动走动 也不显得宫廷寂寞 死气沉沉的 本宫自然愿意 宋昭喜不自胜 忙道 娘娘说笑了 皇上圣宠娘娘 娘娘宫中如何会死气沉沉 娘娘不嫌弃 平日出身低微 愿意给平日一个陪伴娘娘的机会 平日十分感激 宫围奉承的话 陈妃听得多了 她没接话查 只淡淡地说 得了 看你病奄奄的样子 就别跟本宫在这封口上号召了 且回去吧 回宫路上 云山一直闷闷地不说话 宋昭看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便问 怎么了 有话就说 云山这才道 小主 您当真决定 依附陈妃娘娘 咱们入宫前都听说了 皇上最宠爱她 她性子 也是出了名的汉毒跋扈 与她相比 奴婢觉得 还是皇后娘娘看起来和善些 最起码不会算计小主 宋昭道 我一个答应 就算被地理依附了她 在明面上 她也不会让我去和皇后叫板 还有 你既说了她汉毒 那她必然会算计有宠之人 我必得先当了她的人为她所用 她才会最后一个算计我 我需要一点时间 先避过她的锋芒 免得我还没在皇上面前站稳脚跟 就先被她给连削带打得当了靶子去 云山想了想 觉得宋昭的话颇有道理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又说 昨儿个皇上不是说了 今天晚上还要照小主事情吗 咱们快些回宫去 吃了要先发一身汗 也让身子好受险 晚上我不去事情 宋昭看着前方的路 面色毫无波澜地 撂下这么一句话 云山压一道 不去 小主是担心皇上知道您病了 会不翻您的牌子 可若皇上真的翻了您的牌子呢 咱们总得提前准备着 宋昭淡然道 我说不去的意思 是不管进食房的人来与不来 我都不会去 晚上进食房的人不来便罢了 他们若是来了 你便去替我传话 就说我染上了风寒发了高烧 害怕将病气过给皇上 不能事情 云山瞪大了眸子说 这如何能成 皇上翻了牌子 就等同于下了圣旨 小主若是不去 这可是抗旨呀 宋昭闻言 似是听了什么极有趣的笑话 轻笑道 这后宫 怕是没人敢违抗皇上的旨意吧 那我便要做第一个 要他记住我 更何况 我这抗旨是出于 对他龙体安康的考量 别的是你不用操心 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入了夜 快到了用晚膳的时辰 进食房的人果然来了 今日亲自领着 联名承恩叫入姚华宫的 还是进食房的总管张九贵 足见萧景衡对宋昭 是真的伤心 云山出门来赢的时候 见张九贵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的 像是屁股挨了板子 云山心想 自家小主果然猜得不错 张九贵定是因为 昨日怠慢了小主 所以才挨了板子 张九贵瞧见云山后 立马笑着上前赢了两步 道 宋主呢 大喜的是 皇上接二个又翻了宋主的牌子 这接连两日被翻牌子 从前可是只有 陈飞娘娘才有的殊荣 听起来是天大的喜事 可云山却满面愁容高兴不起来 公公有所不知 我家小主染上了风寒 如今正发着高烧卧榻不起 小主病着 又害怕将病气过给皇上 故而今日怕是不能事情了 张九贵一听这话 脸色都变了 昨儿个回来的时候 还好端端的 咱就病了 严重吗 可传了太医 云山摇头 小主身子弱 昨日淋了雨 晨起就病倒了 小主不愿张扬 所以不让奴婢传太医 只说喝了姜汤 闷出一身汗就好了 奴婢也劝不进去 张九贵昨天屁股挨了答 现在还疼得厉害 要是让萧景恒知道 宋昭是淋了雨 才会生病 昨天又是他护送宋昭回来的 萧景恒免不了 要将这件事 也算在他头上 那他这脑袋 可就别要了 好在他昨日多了个心眼 宋昭昭回来之后 没有直接走 扒在门缝上瞧了一会儿 似乎看见李贵人和宋昭起了争执 于是他为了将自己摘干净 立马对云山说 昨儿个咱家都瞧见了 是李贵人夺了宋主的伞 叫他立在雨地里淋雨 肯定是这样才让宋主染上了风寒 听了这话 云山心里就有谱了 一切都和宋昭料想的一样 张九贵果然全都看见了 于是他按照宋昭的吩咐说 公公别乱说话 我家小主从未和李贵人起过争执 这个时候 张九贵为了自保 管云山说什么 他都会将李贵人和宋昭起争执 抢走宋昭的雨伞 让宋昭站在雨地里的事 告诉萧景恒 好先撇清自己的干系 张九贵一挥手中浮沉 忙道 昨儿个咱家都看见了 你就别瞒着了 好声伺候着宋主 咱家这就回去将此事告诉皇上 张九贵喉惊地 撂下这句话后 就一瘸一拐地跑了 方才联名承恩教一来 李贵人就巴巴地站在门口观望着 云山和张九贵在宫门口说话的时候 跟摇耳朵似的声音极小 旁人是听不见说了什么的 李贵人只见张九贵走了 还想着是他听说了宋昭得病 所以连忙回去禀报萧景恒 顺便将宋昭的绿头牌给撤下来 毕竟他得风寒的时候 不就被禁食房把绿头牌给撤下来了吗 这可好了 他立在云山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善笑声连连道 怎么 你家小主得了病 还想去试寝 做什么黄粮美梦 云山没打算搭理李贵人 匆匆府里后就要走 怎料李贵人却突然发了性子 抬手就给了云山一耳光 云山捂着烧红的脸颊 看向李贵人 李贵人趾高气昂地拿鼻孔看人 跟在竖出身边的婢子 就是不懂规矩 本宫是贵人 宋昭不过是个答应 本宫跟他说话 他都得毕恭毕敬地 听本宫说完 你算了什么东西 云山心里觉得委屈 可那又能怎么样 后宫的位分和前朝的官贤一样 可不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他再委屈也得受着 不然总会连累送招 李贵人息怒 奴婢知错了 奴婢并非要敷衍贵人 只是我家小主病着 奴婢心里着急 想要赶紧回去伺候 恨风寒而已 又死不了人 今儿个在皇后面前 半柔弱伯同情 做做了一整日还不够吗 李贵人说着 推散了云山一把 声音发狠道 回去告诉你家小主 我最看不惯的 就是装可怜的人 且让他收敛些 滚吧 云山忍着眼泪汗手硬下 回到西偏店门外的时候 盲将勤在眼角的泪水逝去 深呼吸调整着自己的情绪 直到表情看上去无意后 才推门走了进去 他向宋昭回话道 小主 按照您的意思 已经给张公公说了 您猜得不错 昨天夜里公门前一晃的人影 果然是他 宋昭躺在榻上 十分虚弱地点了点头 云山摸了摸他的额头 明显比下午的时候 烧得更厉害了 盲焦急道 小主 要不咱们还是请太医吧 再这样烧下去 也不是办法 宋昭轻描淡写地说 不用咱们去请 太医等下自己就来了 说着觉得有些口渴 看向云山道 你去帮我 你的脸怎么了 他这才注意到 云山的左脸略微有些红肿 像是挨了打 云山盲侧过身去 躲避着宋昭的眼神 支支吾吾道 没 没什么 奴婢就是自己撞了一下 胡说 眼睛长在脑袋上 平地里走路 还能撞了脸 宋昭乌黑的眸子转了转 便问 是李贵人 云山眼见事情瞒不下去 只好将方才在庭院里发生的事 告诉了宋昭 他自居不提自己的委屈 反倒劝宋昭说 小主别往心里去 李贵人就是见不得您受宠 才会说些酸里酸气的话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爱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不会跟条疯狗计较 宋昭轻抚着云山的脸颊 心疼地说 可他不该打你 云山抿唇摇头 奴婢没事的 小主不用担心奴婢 当奴才的哪儿 有不受打不受骂的呢 倒是小主的身子要紧 奴婢去给您倒一盏 温水 润润喉咙骂 倒水回来后 云山将宋昭搀扶起来 宋昭只喝了一小口 便说 李氏入宫一个月 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我本不想对付他 由着他自生自灭就是了 不过 他既自己找死 我何不成全他 他瞥一眼窗外 此刻正是晚膳的时候 工人们正将流水式的吃食 往主店里送 主店住着的是 姚华公的主位姚萍 他喜欢热闹 一般午膳或者晚膳 都让宋昭和李贵人 去他店里一并用膳 宋昭想了想 对云山说 你去告诉姚萍娘娘一声 就说我难受得厉害 又怕摒弃过给他与李贵人 晚膳就不去吃了 顿一顿 又补充了一句 过一刻钟再去 云山心想 其实就算宋昭不去吃饭 姚萍也不会过问他什么 而且 眼瞅着正殿现在就要起膳了 过一刻钟去 怕是姚萍和李贵人都要吃完了 还有走一趟的必要吗 不过 主子既然让他做 就一定有主子的道理 所以 他也没有问 在西片店陪了宋昭一刻钟后 他就去了正殿 果不其然 他来的时候 姚萍和李贵人 已经快用完膳了 云山说 姚萍娘娘万安 李贵人万安 我家小主病得厉害 害怕将病弃过给二位小主 今日便不来和二位小主 共进晚膳了 李贵人闻言冷痴一声道 不来就不来 也没人请他 还把自己当得奖了 可姚萍却心念一尘 宋昭到底是他宫里的人 若他连问都不问候一句 这要是真病出个什么三长两短来 他也免不了要被训斥 于是他假意关怀道 本宫 还以为宋答应都好些了 病得更重了吗 他取过圈帕擦了擦嘴 起身道 本宫去瞧瞧他 姚萍要去看宋昭 李贵人自然不能落下这个看宋昭笑话的好机会 忙不迭也跟着去了 他二人入了西偏殿 姚萍坐在宋昭的踏前 牵着他的手关切道 可怜见得多水灵的姑娘烧成了这样 你怎么也不知会本宫一声 本宫也好 叫人去请太医来给你瞧瞧 嗨嗨 宋昭须着力气半撑起身子来 毕恭毕敬道 多谢姚萍娘娘关怀 凭借身子不碍事 睡一觉便好了 李贵人前两日也得了风寒 从头到尾也没见姚萍问候他一句 心下一响 欲发觉得是宋昭故意再半可怜博同情 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云山 见云山脸上 竟然还录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便更笃定了心中揣测 于是 也不管姚萍还在 便对宋昭发了性子 你装什么装 别人得病你也得病 怎么你得了风寒 就跟得了绝症一样 云山解释道 贵人小主也不好这样说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我家小主从前在家中的时候 就体弱多病 主子说话 哪有你一个奴才插嘴的份儿 李贵人横了云山一眼 打断了他的话后 继续道 你主子就是个庶出的 在家中也不得待见 若说体弱多病的 这不也好端端地活了十几年 怎么在家里能活 入了宫 就风吹不得日晒不得了 姚萍听着李贵人说的话刺耳 少不得劝说两句 同住一个屋檐下 李贵人你说话也别太刻薄了 宋昭见李贵人 隐隐有作罢之事 故意咳嗽了两声 装得更柔弱了 嗨嗨 李姐姐误会我了 我若是无心做了什么事 惹得姐姐不痛快 姐姐只管告诉我 我改就是了 宋昭装的柔弱不能自理 像是下一刻就要咳出血来 李贵人便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骂道 你没完了是吧 真病得要死了 就去传太医 你不叫太医来 不就是怕太医戳穿了 你根本就没这么严重吗 你现在是要半可怜给谁看 你别以为你 皇上驾到 李贵人粗鄙之语才说了一半 就被门外内间的通报声给截断了 宋昭文言心底暗暗发笑 半可怜 当然是要给萧景衡看的 这不 看戏的人这边来了 宋昭是算计好了时辰的 昨天晚上他的表现 让萧景衡十分满意 加上他又是头一个拒绝事情的后妃 萧景衡即便不惦记他的身体 也会出于好奇 来姚华宫一探究竟 朝阳宫到姚华宫 需要多久的绞成 入宫这一个月宋昭早就了然于胸 所以 他才会让云山晚一刻钟 再去姚平的店中通报 他料到了姚平害怕丹泽 所以会来探望他 也料到了李贵仁会跟来责难 更料到了萧景衡赶来的时候 正好能撞见李贵仁撒泼 一切的一切 环环相扣 分毫不差 姚平和李贵仁 慌张向正门的方向府里下去 宋昭也强撑着病驱从床上起来 与他们一同道 嫔妾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福惊安 萧景衡入内后 听宋昭咳嗽了一声 目光便尽数落在了他身上 此刻的宋昭正穿着一身肃静的请衣 阴阴弱弱地去着膝 他本就肤色白皙 加上高烧带来的体热 使得两腮泛起了潮红 似有几分微醺之态 感受到萧景衡的目光向他投来 宋昭身体微微晃动 将孱弱之态做足 单薄病弱又委屈的身影 像极了随波逐流的扶贫 愈发惹人怜惜 萧景衡迈大了步子 走到他身边 牵起了他的手 手怎么这样躺 说着想要摸他的额头 却被宋昭捂着口鼻后退一步 给躲开了 皇上贫妾病区不宜面胜 若将病弃过给了皇上 更是罪过 还请皇上保重龙体 莫要乱说 萧景衡牵着宋昭的手并未松开 反倒暗暗用力 将若柳一般的少女 扯入了自己怀中 他用手背探了探宋昭的额头 发现宋昭烧得厉害 愈发心疼自责起来 一路搀扶着宋昭坐在榻上 而后冲门外唤了一声 姜德顺 却将楚太医给镇叫过来 提及楚太医 宋昭和李贵人 都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只有姚萍文言 心念一己 那楚太医 可是太医院的院判 从来都是只给萧景衡一人看病的 旁人谁能使唤的动他 姚萍心下立马明白了 宋昭在萧景衡心中的地位 一时图个新鲜也好 贪图他年轻貌美也罢 总之此时此刻 宋昭在萧景衡的心中 是要比他和李贵人重的 还游着他们居这里 于是姚萍立马说 萍妾身为姚华宫的主位 没有照顾好宋妹妹是萍妾的失责 请皇上恕罪 为着这点小事 萧景衡当然不会惩罚姚萍 便道 这两日你忙着 给皇后是急 一时疏忽也不怪你 平身吧 才叫姚萍起来 听见宋昭又十分隐忍地咳嗽了两声 萧景衡便亲自取过小岸上的茶盏来 替宋昭添了一盏水滴到嘴边 想咳就咳出来 朕不是外人 喝点水 咸润润嗓子 宋昭又羞又怯地说 多谢皇上 这一切都被还拘着里的李贵人看在眼里 自打萧景衡入内 他便一直拘着李 萧景衡非但没让他起来 甚至连正眼都没有看过他一眼 他心里当然也是委屈的 明明他前几日也感染了风寒 为何萧景衡对他不闻不问 却对一个答应 关怀至此 心下不愈的他 也装腔做事地咳嗽了两声 这一咳嗽 倒当真引起了萧景衡的注意 只不过 他看向李贵人的眼神里 因着几分阴郁 方才张九贵告诉他 昨日宋昭事情后 不知怎地惹了李贵人的不满 罚他在雨地里站了大半个晚上 因此才会沾染上风寒 他是天子 他昨日才与宋昭许诺过 说自己的宠爱 不会带给宋昭任何危险 但今天 他就食言了 如此算来 岂不是李贵人打了他的脸 萧景衡贴了李贵人一眼 语气寡淡道 你的病还没好 李贵人以为萧景衡 就喜欢宋昭那种 装可怜半柔弱的女子 于是便愈发装了起来 回皇上 嗨嗨 萍妾自幼体弱 这风寒七八日了也不见好 嗨嗨 哦 可朕方才听你跟宋答应说话的时候 底气不是还很足吗 萍妾 萍妾没有 宋答应如何会生病 你心里不清楚 萧景衡称怒道 你与宋答应同住一个屋檐下 才刚入宫 你就开始找他的晦气 为女子者如此悍度 可不知你父亲从前在府上 是如何教导你的 李贵人慌忙教区 皇上明见 宋答应染上风寒意识 和萍妾没有关系 不信您问他 宋昭娇弱地抿了抿唇 点头道 萍妾生病是萍妾身子弱 确实和李姐姐没关系 且李姐姐对萍妾一直都 都很好 皇上就别责怪李姐姐了吧 宋昭口中 这番替李贵人开脱的话 在萧景衡听来 不过是因为他心善罢了 于是他仰手打断了宋昭的话 正只相信自己看见的 跟自己听见的 这下李贵人彻底慌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扣手如捣蒜 皇上明见 皇上明见 萍妾真的没有做过 真的没有 方才你不是还说 你并没好权吗 怎么这会子 却能和朕对答如流 一声咳嗽也不见 萧景衡末帝直了直后几 挺拔身姿 欲发彰显帝王威夷 你父亲可是从未告诉过你 欺君网上 罪当如何 这下李贵人连狡辩的余地都没了 毕竟他刚刚是真的在萧景衡面前说了谎 他从小养尊处优 哪里见过天子之威 这会儿 吓得三魂不见七魄 脑袋砸在地上框框作响 一个劲说他知道错了 眼见他额头都磕破了 萧景衡却全无半点怜香西域之情 直到 朕念在你父亲到底是功臣 今日是便对你小成大戒 也好让你长个记性 传朕旨意 即刻将李贵人降位为常在 并罚奉半年 日后 你若再不知收敛 朕只好将你送出宫去 让你父亲亲自教导你 萧景衡给李贵人扣的帽子 是欺君之罪 而不是他欺负宋昭 如此一来 既不会给宋昭 招惹更多的嫉妒 也让这惩罚更名正言顺些 李长在被戴下去的时候 连一句冤枉都不敢说 只能哭着喊一句谢主荣恩 他走后 姚平眼明心亮 知道萧景衡是想和宋昭独处 于是也识相退下了 后来楚太医替宋昭整了脉 开了方子 说他病得不算重 安心休养两日 身体便会健好 等药间来 萧景衡坐在宋昭的床榻旁 亲手伺候他用药 每一池 他都细心吹过 等温度合适了 才递到宋昭嘴边 宋昭含羞带骚 朱唇清起 咽下一口后 秀眉微醋 像得撒娇的小女孩一样说道 好苦的药 萧景衡摸了摸他的额头 良药苦口 听话 等宋昭不情不愿地 将这一碗汤药喝下去后 萧景衡忽而将右手伸到了他的耳边 打了个响指 而后将攥紧的右手挪到宋昭面前 笑着说 猜猜看 是什么 宋昭忽扇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一脸的好奇 什么呀 萧景衡缓缓摊开手掌 只见掌心里不知何时 多出了几颗油纸包裹着的糖豆 宋昭瞧见后 磨光一颤 取来一颗寒在口中 忽而压抑道 是糖莲子 萧景衡说 怕你喝药怕苦 方才让江德顺取了些来 你有咳疾 过于甜腻之物 会加剧症状 这糖莲子甜味适中 且莲子又有清热败火的功效 正想着 此物最适合你 宋昭好吃轻咬 可开糖衣 轻轻咀嚼着被煮过的莲子 被特殊处理过的莲子 本身的苦味得到了很好的中和 可宋昭吃着吃着 却明眸含泪 浸失了睫毛 萧景衡不明所以 替他抹去泪滴 疑惑道 好好的 怎么哭了 宋昭说 小时候姨娘也总做糖莲子给嫔妾吃 嫔妾好久都没有尝过这味道了 一时百感焦急 让皇上看笑话了 萧景衡凝望她的泪眼 心跳略微加快 这女人像是勾魂的油雾 一瓶一醋 都美得惊心动魄 萧景衡心中本就对她有亏欠 她这一哭 更惹她怜爱 便道 李氏 因为朕照你事情而刁难你 是朕没有料到的 朕答应过你 你跟在朕身边 朕绝对不会让人欺辱你 你放心 宋昭点头印下 萧景衡相信皇上 她点头的力度刻意大了些 头上的发迹 本就松松散散地 用一根银簪竖着 一用力 簪子滑落 如铺的青丝便散落下来 发尾的茉莉幽香 铺在萧景衡的鼻下 卷入她的鼻息 她深锈一鼻 揽着宋昭的肩膀说 你头发好香 是茉莉 宋昭抬眉看着她 是 萧景衡喜欢茉莉的香味 用来洗发的灶脚水里 就掺了茉莉之子进去 说话间 她偷偷观察着 萧景衡表情微妙的变化 她知道 萧景衡肯定喜欢茉莉 若不然 花鸟丝的人 也不会一盆一盆的茉莉花 往陈飞宫里送 果不其然 她的这一揣测 又正中了萧景衡的下怀 萧景衡将她拥得更紧了些 鼻尖抵着她的额顶 轻轻抹撒着 正义喜欢 爱妃当真是与正投契 话落 她温柔的唇 在宋昭的额头上 落下了一吻 她的吻慢慢下移 一寸寸侵略着宋昭的脸庞 说实话 宋昭并不抗拒萧景衡 与她亲热 毕竟这个皇帝年轻 俊逸且身材薄鸡微龙 线条清晰流畅 男子好色 女子毅然 谁都有对美好事物 向往的权利 这并不羞耻 只是今日 她必须得拒绝萧景衡 于是乎 在萧景衡的吻 接近疯狂之际 太一方才说过 贫妾风寒之症虽然不重 但病气也是会过给旁人的 若贫妾今日和您亲近 导致您龙体有损 岂非要贫妾日夜难安 宋昭当然知道 在这种男人上头的时候 给她泼一盆冷水 是多么不解风情的一件事 且看萧景衡眉宇间 生出了几分泊怒 便知道她的不顺从 已经引起了萧景衡的不满 萧景衡沉声道 你这是要赶朕走 贫妾不敢 宋昭惶地说 皇上是天子 可皇上也是贫妾的丈夫 贫妾病着 自然希望丈夫 可以陪伴在自己身边 可就是因为 皇上是贫妾的丈夫 贫妾才不能让皇上陪伴贫妾 她低下头 红着脸弱弱地说 皇上关心贫妾 贫妾也关心皇上 贫妾希望皇上一切都好 文言 萧景衡好一阵纳闷 早在她 还是个王爷的时候 对她投怀送抱的美女家人 就不计其数 尚赶着求她宠幸的人 她见得多了 将她拒之门外的人 她还是头一次见到 而且这一晚上 宋昭就已经拒绝了她两次了 这不禁让她对这个女人 更加好奇 又因为私心里 也实在心疼她 还在病着 不忍心让她受累事情 于是无奈叹了一声 道 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 朕改日再来看你 她扶着宋昭躺下 细心替她噎好背脚后 又取了一枚糖帘子给她 再吃颗糖帘子 好好养病 别让朕担心你 明白吗 她亲手将糖帘子 送入宋昭口中 指负在她的薄唇上 轻轻抹撒了一番 宋昭满脸 娇羞地点了点头 看得萧景恒 心里好一阵痒痒 这女人 当真有趣 后来她前脚刚走 云山后脚就进来了 小主 奴婢看皇上走的时候 脸色好像有些不太好 她脸色不好 是因为她没有得到 她想要的东西 顺从她的人多了 我偏要让她尝尝 被拒绝是什么滋味 宋昭物自起身 将口中擒着的糖帘子 吐在了地上 苦日子熬了那么久 我再也不想吃苦了 云山取来一枚蜜剑 递给宋昭 可是小主这样 三番两次地拒绝皇上 就不怕皇上动了怒 再也不来看您了吗 她不会 宋昭冷笑着摇了摇头 你以为男人得不到的东西 会轻易放手不要吗 其实别说男人了 人性便是如此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就越是惦记着 越有权势的男人 就越喜欢征服女人 他们享受的是这个过程 就像是爬山一样 一山还有一山高 你这座山被她爬过去了 她总会见到更高的山 宋昭将蜜剑送入口中 对着明晃晃的烛火 笑得妩媚 而我要做的 就是要她永远都翻不过我这座山 这样她才能念着我 想着我 主动将我想要的东西 递到我面前来 萧景恒是走了 可她心中的那团火 也彻底被宋昭给勾了出来 火撩起来了 在宋昭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自然要去找人灭火 于是宋昭让云山将西颖叫了进来 经过上次宋昭送给西颖断纸那件事后 西颖就对宋昭怕得很 平日里干活不敢再马虎 私下里伺候宋昭的时候 更是不敢出丝毫披露 此刻见了宋昭 她低着头 眼神闪烁 看起来慌张得很 宋昭笑着打句道 你怕什么 我能吃了你吗 把头抬起来 西颖缓缓抬起头 战战兢兢地看着宋昭 笑 小主有何吩咐 宋昭说 明儿个你去给陈飞回话的时候告诉她 就说 今天晚上 皇上本来要留在我这里 但我却一味劝皇上去找她 明白吗 奴婢遵命 西颖点头如捣碎 宋昭则随意挥挥手 把她打翻了下去 云山问 小主怎么知道 皇上今天晚上会去找陈飞 宋昭冷笑着说 他爱找谁就找谁 我一个小小答应 如何能左右得了 她的想法 我这么做 只是想让陈飞知道 我心里是向着她的 这便够了 星号夜深时分 奉鸾宫内请灯火通明 皇后盘坐在暖座上 手中持着针线 正在明黄色的布料上 仔细纹绣着绣样 那是一条栩栩如生的舞爪金龙 龙身上的每一片鳞片 都得用飞针跳刺的手法 反复纹绣七八次 才能有这种在远看时 波光灵灵的质感 可见 为了绣好这条龙 皇后是下了大功夫的 她刺绣时太过专心 连大功女 双弱推门 进来的声音都没听见 皇后娘娘万福 双弱冲皇后扶了扶 顺手取了两盏烛火 来奉在岸前 好让皇后面前的光线 更亮堂些 这针线功夫最耗神 娘娘可得仔细眼睛 皇后含笑点头 手上的动作却并未停下 还有一个月 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 前阵子本宫心急复发耽误了日子 手上功夫更得加快些 双弱道 这寝衣娘娘从除夕过后 就开始着手准备 已经耗费了八个月的功夫了 金龙出云秀养繁复 娘娘又不肯假手于人 奴婢瞧着 实在是心疼 这些是本宫对皇上的一片心意 皇上穿着舒服 本宫心里也欢喜 不觉得辛苦 皇后在勾完了一个寸鞭后问道 你来找本宫有事 回娘娘话 皇上方才将李贵人贬为了偿债 并罚了他半年的俸怒 哦 皇后手上的动作忽而停了下来 他不是停讨皇上喜欢的吗 好端端的 怎么会被贬 双弱道 李长在太过张扬 说话又不够脑子 前儿个请安的时候 得罪了舒飞 心里也没谱 听说这次是犯了弃君之罪 才会被皇上斥责 遇前的人向来嘴紧 具体发生了什么 奴婢也不得而知 皇后神色淡淡 继续忙碌起了手上的针线活 他上回得罪舒飞本宫 还能替他找不两句 但他这次得罪了皇上 本宫也无计可施 且让他自求多福吧 皇后娘娘 皇上来了 门外宫人火急火燎地通报了一声 催出了皇后脸上的喜色 他忙将未秀完的请衣 交给了双弱 让他收着 对镜理了李庄发后 便赶去正殿相迎 来时 萧锦恒刚好踏入殿门 皇后屈膝府里道 皇上万福金安 萧锦恒搭了一把他的小臂 将他搀扶起来 今日身子可好些了 皇后温婉笑道 多谢皇上关怀 已经好多了 他取过紫玉壶来 欲给萧锦恒侦查 却被他拦了一把 朕每次来你宫中 你都忙前忙后的伺候朕 这些差事有下人去做 你是皇后 原不用这般 可皇后却说 无妨 伺候皇上是臣妾的本分 臣妾不敢施了为人妇的本分 说着 自顾自替萧锦恒添了一盏茶 又取了个软和的靠垫 放到了萧锦恒身后 想让他坐得舒服些 做完了这些 又开始吩咐双弱他们 去准备些茶点消食 萧锦恒默默看着他的这些付出 不觉得感动 反而觉得烦躁 皇后太守着嫡妻的规矩了 对外渔妃嫔从容大度 对内于他照顾的无微不至 正因如此 彼此也失了许多夫妻间的情趣 等皇后好容易忙完 落座萧锦恒对面的时候 萧锦恒对他说 方才正将姚华宫的礼事 贬成了常在 罚了他的俸怒 你身为后宫之主 这事儿 朕要知会你一生 后非是不能打探御前消息的 虽然皇后已经提前知道了 李氏被贬为常在的事 但在萧锦恒面前 他还是得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 嗯 皇上不是挺喜欢李氏的 为何突然有此决定 萧锦恒道 他不懂规矩 皇后说 李长在是有些毛躁 但人瞧着 也没什么坏心眼 皇上降了他的位分 也算是严惩了 只是若要罚奉半年 也就意味着整个冬日和年节 李长再都没有阅历 想来日子过得也是辛苦 萧锦恒抬眉看了他一眼 放在小几下面的左手 轻轻抹扎着拇指上的扳指 半晌才到 那皇后以为如何 皇后一贯以贤良世人 做得贤妻 自然也有容忍的哑量 听他说 不如罚奉三个月 小城大戒也便算了 萧锦恒汗手应下 淡淡地回了一句 那便按你说的半 言罢 双若领着工人将萧锦恒奉了上来 这些萧锦恒都是 萧锦恒素日里爱吃的 皇后知晓萧锦恒的喜好 所以这些萧锦恒日日都背着 只要萧锦恒来 他就能第一时间 把他们都盛上来 皇上 这道积司燕耳羹 您上次说觉得何口味 臣妾改良了一下 又添了花椒和竹孙进去 您尝尝看 皇后端起一碗 阴晕着热气的汤羹 奉到了萧锦恒面前 而他却连接都不接 正晚善静的族 这会儿不饿 皇后自己吃吧 你病着 正不讨扰你休息 先走了 说吧拂袖起身 连皇后的词礼都没理会 便走了 双若将尸神的皇后 从冰凉的地面上搀扶起来 小声劝道 皇后娘娘您也是 那里常在得罪了皇上 您何苦 还要开口替他说话 皇后自己也是纳闷 明明他劝着萧锦恒 从轻发落李氏 是在彰显自己的贤良淑德 为何会惹了萧锦恒不遇 可他却忘记了一件事 萧锦恒只告诉他 他将李氏贬为了常在 并罚了他的俸禄 可却并没有告诉他 他罚了李氏多少俸禄 既然他没有说 那皇后 这精准无误的消息 又是从何处得来的 听说昨天夜里 萧锦恒是在永和宫住下的 今日六宫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陈飞比以往来得都要早 他一见到李常在便说 李贵人怎的今日瞧着 气色不大好 说着羊眷无嘴 善笑道 本宫忘了 如今应该叫你李常在才是 要说你也是个有本事的 皇上登基这些年 只听过台后妃未愤的 贬斥后妃 倒还是头一次见 李常在修得面红耳赤 愣在原地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还是皇后为他解围道 人非圣贤 谁人无过 重要的是 知错能改 便为时不晚 李贵人捡着台阶就下 忙说 多谢皇后娘娘替嫔妮 让皇上从轻发落了嫔妾 贫妾不胜感激 入了宫就都是自家姐妹 大伙都想着要彼此帮衬 谁又会落井下石呢 皇后说这话的时候 刻意看了一眼陈飞 陈飞目光里满事不屑 自上而下打量了她一番 吃笑一声后 别过头去不再理会 临近入秋 最近这两日 秋老虎愈发厉害 即便皇后宫中奉满了兵 人一多起来 也是热的人心慌 因此 秦安元不过是走个过场 说不了一刻钟的话 皇后就让大伙各自散了 秦安散去后 宋昭原本是打算回宫休养的 可却在回宫的必经之路上 撞见了陈飞 陈飞性子火烈 也不是个喜欢拐弯抹角的人 见了他就开门见山地问 本宫听说 昨天夜里 是你赶走了皇上 为何 宋昭恭敬道 贫妾前日才侍寝 若是昨日在侍寝 便坏了规矩 一来贫妾深染风寒 不宜侍寝 二来 满宫里 只有陈飞娘娘 有接连事情的福气 贫妾惶恐 也不敢和陈飞娘娘 相提并论 哼 你倒是个识趣的 陈飞眉眼轻挑地 打量了他一番 侧目吩咐道 银箱 把东西给他 银箱上前 递给了宋昭一个锦盒 宋昭将锦盒起开 发现里面放着一对粉猪耳饰 比当日陈飞送给李长寨的那一对 还要饱满圆润 这 这礼物太贵重了 贫妾不敢收 给你你就拿着 你是要在皇上身边伺候的人 穿戴太寒酸可不行 你跟着本宫 往后的好处可不止这些 如此 宋昭才半推半就地 收下了这份厚礼 娘娘盛情难却 贫妾多谢娘娘赏赐 临别之际 陈飞叮嘱宋昭 尽快养好身子 更说他会找机会 安排宋昭去侍寝 他话里面几分真几分 假宋昭懒得去猜 即便他不安排 宋昭也自有本事 让萧景恒对他魂牵梦莹 后来接连有十天左右 宋昭的身子 一直都没有好全 进士房便一直将 他的绿头牌挂了起来 期间萧景恒来看过他一次 不过还是 被他以同样的理由给拒绝了 后来前朝的是忙碌起来 萧景恒也就没再来找他 那几日 除了陈飞之外 萧景恒也再没召见过别的嫔妃 宫里头青天坚有一小官 从前是在宋世成手底下当差的 青天坚负责观测天象 占卜星象 这一日 那小官偷偷摸摸给宋昭递了信 宋主 监政演算出来 今日午夜 京都必然会下一场大雨 宋昭心里便有了数 让云山走一趟进士房 将他痊愈的消息报上去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萧景恒就翻了他的牌子 这一次去世请的宋昭 和之前截然不同了 他化了极精致的妆容 将他五官的优势 发挥到了极致 美艳不可方物 连抬轿的内奸都忍不住 要多看他两眼 更不用说萧景恒 这个血气方当的真男人了 他揽着宋昭 盈盈一握的杨柳妖 贴着他的耳畔 沉声细语 爱妃病了这么些时日 好生让朕惦记 宋昭娇笑道 不知皇上是惦记贫妾的人 还是惦记贫妾的身子 他也不是个不解风情的人 说这话的时候 纤细五谷的手指 顺着萧景恒的衣经 探了进去 指尖轻轻柔柔地 在他薄龙的胸肌上打着绕 素养的感觉 煞食游走全身 将萧景恒探索他的兴趣 勾到了极致 他霸道地将宋昭单手抱起 双双跌落在龙榻之上 开始了一场原始的探秘 事情之时 萧景恒忘乎所以 彼此呼吸交织 汗水肆意挥洒着 已经很久 没有一个女人 给过他这样云里雾里的 极致体验了 从前与后飞云雨过后 他总会很快冷静下来 并对那种事没了兴趣 可对着宋昭 却是截然不同 他平躺在榻上 游着宋昭 宋昭像只温顺的猫一样 钻进他的怀里 而他的手 也揽着他的肩膀 时不时在他骨感明显的锁骨上游异着 只这一次缠绵 就耗费了将近一个时辰的光景 临近子时 是宋昭该回宫的时候了 萧景恒拉着他的手 多陪陪阵 他放下的帝王的身份 在宋昭的柔媚攻势下 这句话听来似 还有几分恳求的意思在 宋昭为难地摇头 刚想拒绝 书弟 窗外传来了一声 响彻云霄的闷雷声 宋昭下意识打了个哆嗦 而萧景恒 则顺势将他 又一把扯入了自己怀中 他双手环抱着宋昭 牢牢地护着他 别怕 正在 青天间观测天象果然极准 这雷声响了没两下 雨水便稀稀利利地落了下来 一位在萧景恒怀中的宋昭 目不转睛地盯着连外语看 神色又惊又怕 不受控地向萧景恒怀中缩了缩 萧景恒在他的额顶前吻一记 柔声道 留下吧 皇上 平切不能 前几日你 不让朕去找你 怕病气过给朕 说你会因此不安 如今外面雷雨交加 你怕打雷 身子又才好 若今日回去再病了 岂不是让朕也不能安心 萧景恒指负拖着宋昭的下巴 缓缓让他转过头来 俊朗的眉眼 就压在宋昭的眼前 每一下鼻息 都能喷洒在他的瓷机之上 他扶手探下去 在宋昭的唇上 落下了滚烫的一吻 继而哑着声音说道 你舍得 让朕不安吗 宋昭的心跳得很快 咚咚声 甚至掩盖过了窗外的雨声 他休急了 回手勾住萧景恒的脖梗 贴近他一寸 再一寸 微微喘息地说道 平切 舍不得 今夜的雷雨 使得宋昭如有神助 继皇后和陈飞之后 他成为了第三个 可以在朝阳宫留宿的嫔妃 这天晚上 萧景恒将他对宋昭 所有的宠爱倾巢而出 才终于历劫睡去 常年来 无论多晚入睡 萧景恒都会在四更天 准时醒过来 而今日他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宋昭竟比他起得还早 此刻正站在不远处的桌案前 忙碌着什么 宋昭背对着他 并没有察觉到他已经醒了 萧景恒也不作声 就这么静静看着 他见宋昭取过他的巢符 平整地扑在桌案上 而后将滚飞的水 倒入一个平底的碗盏之中 用碗底来碾压着巢符上 微小的褶皱 萧景恒好奇道 在做什么 皇上醒了 宋昭回头看向他 娇俏一笑 平切在帮皇上 斩平巢符上的褶皱 从前在家中的时候 母亲总这样帮趁父亲 整理官符 所以平切便有样学样 试一试 宋昭后面还说了什么 但萧景恒 已经没有心思再听了 他的目光 一直落在宋昭那张 美碧无瑕的脸上 皇后和陈飞 都是留宿过他身边的 他也见过他们 晨起后的模样 卸了妆 睡了一夜 即便貌美如陈飞 也是发丝凌乱 油光可见的 多少差了点意思 可宋昭不同 这女人实在是太美了 哪怕是陈起还未洗漱 脸上也不见油光 只能看见 百里透红的好气色 看得人心里痒痒 他从床上坐起 将宋昭换到自己身边来 牵起他的手说 你昨夜伺候朕辛苦 陈起也不多睡一会儿 这些事 让下人们去做就行了 你做 朕心疼 话落 攥着宋昭的手紧了紧 宋昭玩耳摇头 贫妾不觉得辛苦 顿了顿 声音更弱一些说 伺候自己的丈夫 只会觉得心里欢喜 又怎么会辛苦呢 他不止一次 当着萧景衡的面说过 他把她当成了丈夫 而这样的话 本来就是剑阅之语 若大的后宫 即便是皇后 也不敢在私下里 称呼萧景衡为丈夫 可宋昭却敢 偏他这份感 还能讨萧景衡喜欢 男人喜欢自己的女人 识大体 直进退 更喜欢自己的女人 在私底下相处的时候 能有些不一样的情趣 故而 萧景衡非但没有苛责他 反倒还顺着他的话说了下去 你母亲代你父亲如此 你代朕义如此 朕也定不会辜负你这份情意 后来宋昭伺候萧景衡 换好朝服后 一路相送 他到了请殿门口 萧景衡在他的鼻尖上呱了呱 笑得宠密 你事情辛苦 今日可不必去给皇后请安 昨天晚上听你说 你的手艺很好 朕赏武去你宫中用膳 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在糊弄朕 宋昭笑着英试 目送萧景衡上了教年 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后 将在脸上的笑容 才腻了下去 得了恩宠 就不去给皇后请安这件事 只有陈妃这种宠妃 才做得出来 宋昭很清楚 自己如今在萧景衡心中的地位 他对他的好 不过是一时新鲜 往南厅里说 就是见色起一把了 所以 他才不会放肆 越是 在这个结果眼上 他就越要归行举步 不让别人挑出半分错落来 他敢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昨天晚上 萧景衡留宿他在朝阳宫的事 还没有在六宫传开 因此也没人为难他 和从前一样 一堆女人扎堆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再听陈妃呛皇后两句 这请安就算完了 回到姚华宫后 宋昭就开始为了午膳的事做准备 萧景衡喜欢吃什么菜 他一早就已经打探清楚了 但他不能投其所好的太过明显 不然就会让萧景衡怀疑他私下打探圣意 于是 中午他准备了八道菜 其中有两道是萧景衡喜欢的 另外六道 只管捡着自己拿手的做 等菜备好 估摸着萧景衡 差不多是时候要来了 宋昭不忙着接驾 却看着西篇殿堂中的 一张红木桌子 对枝花和西影说 这桌子上面的气都掉了 等下皇上要来 看见了总归不景气 你们把他搬出去 先挪到你们武房里放着 奈何那红木桌子 时心时底 枝花和西影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 摆弄了半天 也只将将把他挪到了寝殿门口 宋昭瞧他们手脚慢了 便说 云山 你同我一起去搭把手 下人干活 哪里有让主子搭把手的盗脸 云山响蓝 可是宋昭已经小跑到了木桌前 扒着桌炎 开始用力向上抬了 和四人之力 才将将能把这红木桌子给抬起来 挪到庭院后 忽闻宫门口的内奸爆了一声 皇上驾到 宋昭一个恍惚 手上泄了力 红木桌砸在地上 将他的小腿磕碰了一下 疼得他蹬时 眼泪就慢了出来 云山他们 围着宋昭问长问短 这一幕 恰好被萧景横瞧见 他忙道 怎么回事 宋昭擦去眼泪 强忍着疼痛解释道 没事皇上 都怪平切一时不小心 这红木桌子有些掉漆 平切害怕您瞧见了不景气 就让他们先挪出去 可桌子太沉了 他们不好挪动 平切就想着搭把手 却不想自己也是个笨手笨脚的 反而伤了自己 夏日群库单薄 萧景横隐隐看见 宋昭小腿处的衣衫 刺透出了血迹 忙将他打横抱起 回了内殿放在榻上 才将裤腿掀开 他看见宋昭白皙光洁的小腿上 被磕出了一枚月牙型的伤痕 心揪着痛了一下 不是才答应了 朕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是偏要朕心疼 那红木桌子那样沉 你一个女子 如何能搬得动 宋昭道摆出了一副 无所谓的模样 还打句说 没事的皇上 只是磕破了一点皮 不碍事 再说了 平切宫里面都是女子 难不成 还能让皇上亲手 帮平切搬桌子不成 萧景横让人取来金窗药 一边亲手 替宋昭上药 一边说 要朕帮你搬也不是不成 只是这道提醒了朕 你身边没有个 能干力气活的宫人在 始终有许多不方便 这样 让内务府挑个能干的内奸 在你身边伺候着 也算有个照应 江德顺听了这话 从旁提醒道 皇上 宋主的位分 只在答应 宫规有定 官女子和答应的身边 是不能有内奸服饰的 萧景横不以为然 随口道 这是不难 你传旨下去 即日起 册封姚华宫的宋答应为常在 此话一出 在场众人皆傻了眼 众人傻眼的原因在于 按照先帝爷的后宫来说 寻常嫔妃的晋升 多半是在一个位分上 无功无故熬得久了 或是母家 在前朝立下大功 又或是但与皇寺有功 才会一跃进封 享尽荣耀 而萧景横要进封宋昭为常在 原因竟然是 想让他身边 多一个伺候的太监 这理由传出去 怕事都没人性 宋昭听了这话 当然惶恐不安 盲推辞道 皇上 嫔妾出入恭维 无功无德 怎能骤然被抬了位分 还请皇上收回成意 莫要折杀嫔妾了吧 萧景横一言不发 专心致志地替宋昭 处理这小腿上的伤处 姜德顺在狱前伺候久了 当然明白萧景横是什么意思 当下就说 奴才领旨 这便走一趟内务府 和近视房报备给他们 后妃只有在风平风飞的时候 是需要皇帝下圣旨 并举行册封礼的 若是寻常的常在 贵人近生 只需要皇帝一句话即可 眼看着姜德顺一溜烟 就跑没了人影 这件事就等同于板上钉钉 再也没了转环的余地 宋昭内心坠坠 手指不停搅动着衣摆 这些紧张的小动作 被萧景横看在眼里 听他极尽温柔地说 你别怕 这是朕的旨意 没人敢说三到四 其实 朕原本主意你一个贵人的位分 你也当得起 但你不喜招摇 所以便先给你一个常在的位分 也好让你不要太为难 他这话说的体面 可细想又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是皇帝 他要想给宋昭一个贵人的位分 哪里需要这么多的考量 说到底 还是宋昭这张脸 对他的诱惑 不足以让他色令之昏 宋昭接着他的话说道 皇上知道的 位分如何 贫妾并不看重 只要皇上心里有贫妾就好 静说胡话 替宋昭上好药后 萧景横十分轻缓地 放下了他的裤腿 朕若是心里不念着你 这大热天的 又何必跑来你宫里 吃上你做的一顿饭 哎呀 宋昭猛地惊呼了一声 拍了拍脑袋 有些气恼道 贫妾都忘了 那鲫鱼汤还在起着灶呢 说着从床上起来 风风火火地 向着小厨房跑了过去 萧景横看他这副 笨蛋美人的模样 觉得十分有趣 不自觉也跟着笑了 你跑慢些 别摔着了 今天这顿午膳 萧景横吃得心满意足 宋昭也是 入宫一个多月 他终于从这个男人身上 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虽然只得了这么一点点 但凡是只要起了个好头 后面的路 就不会太难走 当天夜里 内务府就送来了 伺候宋昭的奴才 这奴才是宋昭点名要来的 名叫小福子 一开始 内务府总管说 安排了很多机灵能干的 推荐给宋昭 宋昭都看不上 还道 皇上抬了我的位分 已经是无上殊荣 我若再要了内务府的人 才来我宫里伺候 多少有些没规矩了 公公介绍些 从前犯过错的罪奴 来我宫中伺候吧 一来也不会招人口舌 二来 我也想给那些犯错之人 内务府总管听了盲说 宋昭有大智慧 便捡了在新者库服役的 罪奴名单来 供宋昭挑选 宋昭随手一指 便要了小福子来 这会儿人立在堂下 毕宫毕竟给宋昭请着安 奴才小福子见过宋常在 常在千岁万福 福寿金安 宋昭还笑道 多年不见 你可还记得我 小福子文言一时情绪激动 竟磨起了眼泪来 二小姐对奴才的好 奴才永生都不敢忘怀 这小福子 其实就是护国公府上 张郎中的弟弟 宋昭答应了张郎中 会将他从新者库捞出来 他心里一直都记着此事 我答应了你兄长会救你出来 往后你 跟在我身边 就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 小福子比张郎中小了十四岁 和宋昭与云山的年纪相仿 他小时候在 护国公府里待过 三个孩童没大没小的 也一起玩过一段时间 这会儿 云山见小福子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上前坐视在他肩上拍了一把 你这蹄子还哭 今儿个是小主大喜的日子 你可别哭出了晦气来 小福子一听这话 连忙将眼泪抹去 又冲着宋昭磕了两个响头 奴才恭贺小主大喜 小主对奴才的好 奴才无以为报 唯有忠心伺候小主 为小主当牛做马 也在所不辞 他这副滑稽模样 逗得宋昭和云山相视一笑 云山插了他一把叫他起来 宋昭则笑意温婉地说 我记得你小时候跟你兄长一样 都有当一者的志向 你那时候才四五岁 已经通晓了许多衣礼 只可惜 后来你家中遭逢变故 不得已将你迈入宫中 也是埋没了人才 小福子说 奴才入宫后 就在太医院打杂 闲暇之余 也翻阅了不少医书 奴才之所以会被罚去新者库 就是因为奴才偷看医书 叫人发现了 不过奴才自问 也有些医书在身上 希望日后能够帮得上小主 也别日后了 我现在就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宋昭命云山 将陈飞送给他的那对粉珠耳环 递给了小福子 你且看看 这耳环可有问题 小福子拿起耳环细茶细咽了一番 道 回小主 这粉珠并无不妥 且这珠子里面是空心的 被灌进去了安息香 那东西一泡千金 用来安息 名神效果是最好的 小主若是多多佩戴此物 对身体也有益处 这耳环是陈飞送给宋昭的 他若是长久不戴 多少会引起陈飞的不满 但宋昭又实在不放心陈飞 这东西也不好拿去给别的太医查验 万一要是谁多嘴 告诉了陈飞 更是后患无穷 今日听小福子如此说 宋昭心里也算有了些谱 但思心里又觉得奇怪 粉珠已经十分珍贵 这里面放着的安息香 更是价值连城 陈飞初次给他送礼 就下了这么大的手笔 实在很难不让人怀疑 他背地里 安得是什么心 宋昭骤然或风常在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六宫 除了宵景横外 各宫后飞也争相给他送了礼来 就连因为他被贬了位分的礼常在 也不例外 他送来了一块品相上乘的臂喜 一改以往傲气凌人的姿态 和和气气地对宋昭说 听说你被封了常在 我心里也十分替你高兴 之前我性子极限 若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 你可别往心里去 宋昭也不跟他计较 笑着说 姐姐用心待我 怎么会有得罪我这么一说呢 我私心里还想着 上回的事 是皇上误会了姐姐 等来日有机会 我一定要跟皇上解释清楚 劝着皇上付了姐姐的位分才好 礼常在说的是场面话 他自然知道 宋昭也是在敷衍他 于是笑着点点头 彼此面子上能过得去也就是了 应付完礼常在没多久 宋昭宫里就迎来了一位贵客 淑妃挺着圆滚的运渡 方一入内就笑着吆喝起来 早就说 妹妹非迟中午 咱们皇上惜美人爱美人 绝不会让你明珠蒙尘 宋昭见他亲自来也是一惊 忙起身相迎 淑妃娘娘怎么亲自来了 芝花西影 快伺候娘娘落座 芝花和西影迎到淑妃身旁 想要掺她一把 但却被淑妃的婢女清月给拦住了 清月一路护着 淑妃坐在了暖座上 又给她后腰垫了个额鱼软垫 全程都不许人和淑妃有接触 生怕一不小心闹出意外来 伤着了自家娘娘的腹中黄四 也是 有了身孕的人 顾虑自然多一些 其实宋昭也是 不想应付她的 毕竟她 要是在自己宫里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可是件头疼事 所以 她也不让人给淑妃上茶 直到 娘娘有着身孕 是不能饮茶的 不知道娘娘喜欢喝些什么饮品 嫔妾也好让下人去准备着 不用 淑妃笑着白白手 太医让本宫平日多走动走动 今儿天气好 便去御花园散了花步 回宫正好路过姚萍这儿 便顺道来看看你 宋昭道 其实本该嫔妾去娘娘宫中拜见才是 只是娘娘有着身孕 皇上说了不好叨扰 所以才耽搁下来 她垂眸看着淑妃的肚子 温婉笑道 有七个月了吧 淑妃点点头 俯着小妇道 差不离了 算着生产之期在十月 十月好 天气也凉下来了 你应该听说过 先帝爷的端妃吧 她在盛下淡玉的八皇子 八皇子胎里过剩体格大些 端妃在生产的时候 撕裂了阴门 因着下人闷热多汗 伤处一直都不见好 最后活活将端妃给熬死了 宋昭霸惊了口茶 没有接话 议论前朝皇妃可是重罪 她可不想给自己找事 淑妃见她不言语 似也意识到了不妥当 连忙转了话风说 瞧本宫 好端端地跟你说这些作甚 清月 快把东西拿给宋长在 清月双手奉给了宋昭一只脆玉不摇 脆玉颜色润泽通透 一丝杂质都没有 颠在手心触及升温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宋昭推托说 这礼物她受不起 淑妃却道 但也不是为了你进风的事 本宫见你第一眼就觉得亲切 只因你生得很像本宫家中的妹妹 本宫自入宫 便没有见过家人了 那日出见你 心里便激动得很 她握住宋昭的手 强迫她将不摇收下 你拿着 只当本宫认你做个妹妹 日后闲暇时 你也常来本宫宫里做作 陪本宫说话姐们可好 她盛情难却 宋昭便确之不公 只得收下了不摇 随便应付了她两句 宋昭懒得理会 淑妃心里在算计什么 总归她说什么 自己当的笑话听着就是了 这一日 从前门可罗雀的摇花宫西偏殿 如今门槛都快被人踏破了去 单时收到的礼物 就足够堆满半间五房了 等应付完了这些牛鬼射声 宋昭让小福子一一查验 他们送来的礼物有没有问题 小福子手脚利索 半个时辰后回来给宋昭回话 回小主 各公主子送来的礼物 皆已查验过 并无不妥之处 宋昭手应下 又多心问了一句 我记得云妃差人送来的是陈丁香露吧 云山道 是的小主 陈丁香露有万香之王的称号 十分难得 宫里面也就是云妃是爱香之人 才得皇上送了他一些 他拿了此物来送给小主 可见也有 想要拉拢小主之心 宋昭从云山的话 里面品出了不对劲来 云山 我记得你有两个精灵的 小巧精致十分好看 你送我一个可好 云山文言 立马面露难色 小主 那是奴婢母亲给奴婢的遗物 别的东西 奴婢都可以给小主 唯独 宋昭清冷一笑 是了 你母亲给你的东西 你自然珍惜 那皇上给云妃的毒一份恩宠 他又怎么舍得分给我 更何况 他还是爱香之人 云山道 小主的意思是 觉得那香有问题 奴才再拿来仔细查验一遍 小福子来去匆匆 从库房里 将陈丁香露找了出来 这一回 当着宋昭的面 小福子用银池将香粉挖出来一小勺 细细查验过后 依旧没有发现不妥 而宋昭却一直将目光 盯在那个放香的檀木盒子上 盒子拿过来 我瞧瞧 小福子将盒子递给他 他用银池剥开上面的香粉 忽而道 你们看 这底层的香粉 是不是比上面的香粉 颜色要稍微深一些 云山和小福子里面凑了上去 呀 还真是 这香粉平日用起来 都是一勺一勺地丢到香炉里 也没人会专门查看 底层和上层的香粉 有什么区别 小福子挖了一勺底层的香粉 将它们摊平再次查验了一番 他发现 底层的香粉 被混进去了一些比较粗的颗粒 将颗粒挑出来仔细查验后 他的脸色立马大变 回小主 这底层的香粉里 被人混进去了少量的婆罗香 宋昭看着桌面上的香粉 冷吃一声 问道 那是什么 有毒吗 小福子解释道 死物无毒 且和香粉一起焚烧 还有调节气血两须的功效 云山纳闷道 无毒 你可别说 云飞大费周章 在陈宁香路里面加了这东西进去 就是为了给小猪补气血 他会这般好心 相比于云山的亚裔 宋昭倒是神色淡淡 你让他接着说 小福子继续道 这婆罗香虽然无毒 却有禁忌 那便是千万不能和安息香混合使用 这两种香料相互克制 分开使用 都是顶好的东西 但若一同使用 则会损害女子的宫体 长久接触会导致女子不孕 或即便有孕 也多半会小产 可恶 云山双手用力钻拳 愤愤不平道 陈飞送的珍珠耳环里面有安息香 云飞送的陈宁香路里面 掺了婆罗香 他们这是连起手来要害小主 让小主即便得宠 也生不出孩子来 他一边说着 一边在庄台梯子里面翻找着 宋昭缓声问他 你找什么呢 奴婢将珍珠耳环也找出来 到时候 拿着他们送的这些东西去找皇上 总得让皇上知道 有人想要害小主 别白费功夫了 宋昭摆摆手 示意他停下来 你没听小夫子说吗 这婆罗香和安息香 都是顶好的东西 只有何在一起用 才会伤人 即便让你 拿着所谓的证据 去了狱前 又能如何 一个是陈飞送的 一个是云飞送的 你觉得谁会相信 堂堂两个非为嫔妃 会为了谋害一个常在 下这样众的心思 云山醋眉摇头 可分明就是他们要害小主 那又如何 别说我没伤着 即便我伤着了 来日东窗事发 陈飞和云飞也能撇清自己的干系 树大招风 是宋昭一早就明白的道理 他也知道 宫里的女人算计人的法子多得是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为着他一个才冒头的常在 陈飞和云飞 竟然会联合起来 送他这么一份大礼 他单手支着下巴 透过窗户 看着高悬于苍穹的好远 难难道 倒是我想不明白了 陈飞和云飞 表面上势成水火 云飞 看起来更像是 依附于皇后多一些 难道说 他们在背地里 早就勾结在一处 所谓的事成水火 不过是在做样子给皇后看 他都想不明白的是 更不用说云山和小福子了 只能撕心里暗道 这往后的日子 他更给打起十分的精神来 否则一个疏忽 只怕遭了灭顶之灾 自己还浑然不绝 今日这件事 宋昭如果说破了 就摆明了 是要得罪陈飞和云飞 所以 他只能按下此事不发作 全当自己是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 他吩咐道 你们将珍珠耳环里面的 安息香取出来 换上寻常的香粉 云飞送来的陈宁香露 咱们宫里也得日日都用 只是小福子你得上点心 将底层混了婆罗香的 那些香粉 剔除出去 记住 这件事只能咱们三个人知晓 枝花和西影 暂且先瞒着 处理好这些事之后 天色已经晚了 鸾鸣成恩教 今日并没有来接宋昭 萧景恒大抵是叫了陈飞去示警 折腾了一整日 宋昭只觉得身心俱疲 简单洗漱了一番后 便准备早早歇下 可才有了睡意之际 忽而听见庭院的正门 被人拍得劈啪作响 这个时候 姚花宫已经下了药 且姚萍也已经歇下了 能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说明肯定是宫里出了什么事 皇后是个病秧子 隔三差五的 就会心急发作 每次她救病复发的时候 后宫的嫔妃 都会轮番去示极 说不定是她又不好了 宋昭想 若是皇后的病又犯了 那么这次是极她 也得跟去 免得落人口实 她趴在窗缝上朝外看着 见识一名面生的小太监 直接闯去了姚萍所住的正殿 进去没多久 昏暗的正殿 就被重新点亮的烛火照得通明 宋昭忙劈起一件外衣 想去查看情况 才从西片殿走出来 就看见姚萍 也步履匆匆地出了正殿 她忙问 姚萍娘娘 发生何事了 姚萍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眉头紧锁地吐出一句 钟翠公出事了 宋昭文言心下一景 钟翠公只住着淑妃一个人 她若出事 那可是比皇后心急复发 还要严重的大事 淑妃娘娘怎么了 具体的事儿 本宫也不太清楚 方才内务府的奴才来报 说是淑妃用完了晚膳之后 就不大舒服 到了夜里休息的时候 突然发作 好像是 见红了 见红 宋昭惊叉不已 捂着嘴惊恐地说 太医院不是一直抱淑妃娘娘 这一胎十分安稳吗 这都七个月了 好端端的 怎么会见红 她表现得十分错愕 但内心却在暗暗庆幸 幸好今天舒妃来找她的时候 她全程都没有给舒妃喝过 吃过任何东西 否则闹出这样的事来 她多少脱不了干系 姚萍道 你问本宫 本宫也糊涂着 如今舒妃的肚子 可是整个后宫最金贵的 盼着别出什么意外才好 两人正说着话 东偏店的李长寨 听见了动静也跟了出来 这大半夜的是怎么了 自打上回萧景衡贬斥了李长寨之后 姚萍就有些懒得搭理他了 只对宋昭说 咱们先去瞧瞧什么情况 李长寨则屁颠屁颠地跟在他们身后 也要去凑个热闹 一行人紧赶慢赶 才到中翠宫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声 完斩被摔碎的翠响 紧接着便听见舒妃在里面歇斯底里的哭喊道 本宫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你怎么能让本宫在这个时候 把孩子打掉 皇上呢 本宫要见皇上 宋昭加快了脚步 跟在姚萍后面 一入内 便看见舒妃床榻前围着三名太医 和若干名工人 一眼望过去 瞧不见舒妃的人 只能听见他害人的哭喊声 宋昭瞥了一眼地上的碎瓷碗 那里面还混着一些汤药的残渣 他一眼就认出了 那药材是牛西 而牛西汤的作用 正是用来滑胎的 这是怎么了 姚萍拨开人群 凑上前去查看情况 宋昭远看着 舒妃的脸色白得吓人 但青色的被褥上 也染满了鲜血 这场景 李长再也看见了 他捂着嘴 凑到宋昭耳边嘀咕了一句 这么多血 那孩子怕是保不住了吧 这孩子当然是保不住了 但凡要是还有一线希望 太医院的人 都不敢将华太药端来给舒妃 眼看着舒妃闹了一会儿 皇后 云妃和尹妃他们 也陆续赶来 舒妃见了皇后 就一个劲地哭 皇后娘娘 他们要害臣妾 他们要臣妾华太 皇后握住舒妃的手 只觉一阵湿热 低眉看了一眼 原是舒妃的掌心 已经染满了鲜血 皇后深吸一口气道 你别怕 有本宫在这儿 没人可以害你 舒妃的肚子 实在疼得厉害 以至于她整个人都在发抖 皇后让云妃和尹妃他们 陪在舒妃身旁 而后将负责 替舒妃保胎的太医叫到一旁 低声问道 什么情况 好端端的 怎么就见了红 那太医也吓得不轻 回 回皇后娘娘 微臣得知消息赶来时 舒妃娘娘的脉象 已有了虚滑之势 且已经见红 腹中皇嗣胎动极弱 只怕是保不住了 胡说 向来端庄沉静的皇后 与此时动了怒 你有几条命 拿皇嗣的事情开玩笑 哪怕还有一线生机 就得想法子医治 她一文言哑口不语 就差跪在地上 给皇后磕两个响头了 她方才说话 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舒妃出血那样厉害 孩子哪里还有保得住的道理 皇上驾到 宋昭寻声望去 见萧锦衡和陈飞 一前一后赶来 众飞福里请安 萧锦衡谁也没搭理 静止走到了舒妃踏前 查看她的情况 陈飞则慢悠悠走到了店内 路过宋昭身旁的时候 打了个哈欠 语气慵懒地问道 她在耍什么幺蛾子 宋昭还未开枪 李长再去抢在她前头 对陈飞说 陈飞娘娘 舒妃娘娘这一胎 怕是保不住了 陈飞闻言明显愣了一下 这才点起脚尖 朝舒妃的方向望了一眼 在看见那满床的血字后 她足下一软 向后一个亮枪 幸好银香跟得紧 忙搀扶了一把 才让她勉强稳住身子 怎 怎会如此 陈飞右手紧紧攥着胸口的衣巾 目光胶着看向正在发狂的舒妃 皇上 他们要害臣妾 他们要害您和臣妾的孩子 舒妃依偎在萧锦衡怀中 哭得肝肠寸断 萧锦衡揽着她的肩膀 看着满床的血迹 眉头猝出了一道沟壑来 她是带着太医院的怨判一道来的 怨判替舒妃把脉后 惶恐不安地跪在了萧锦衡面前 悲怅道 皇上 您节哀 舒妃娘娘腹中皇嗣已经弃绝 若现在不将死胎尽快打掉 任由其留在娘娘腹中 恐怕会危及娘娘的性命 不 我的孩子 舒妃哭的嗓子已经哑了 她喊出的这句话 像是嗓尖沁着血一般 她紧紧地抓着萧锦衡的胳膊 情绪崩溃道 不可能的皇上 咱们的皇儿没事的 没事的 您昨日来看过她 她还在臣妾肚子里踢您呢 怎么会 他们怎么能告诉臣妾 说臣妾的孩子没有了 眼前这一幕 便是心肠在硬的人 也会为之动容 就连一贯嚣张跋扈的臣妃 此刻也被过身去 偷偷抹着眼泪 昔日她怀胎六月 却不慎滑倒小产 那时的她 正如今日的舒妃一般 绝望 无助 觉得头顶上的天 仿佛兜塌了 宋昭偷偷看着萧锦衡 见她右手紧紧攥着 拳头发红 脖梗上的青筋乍现 脸上的表情颇为复杂 愤怒 悲伤 又有对淑妃的几分联系在 可她是皇帝 是天下之主 遇着再大的事 她都必须得冷静沉着 不能表露出任何脆弱的情绪来 宋昭见她只是 和上眼帘没了虚余 便很快整理好情绪 轻抚着淑妃的肩头 沉声道 眼下护好你的身子才最重要 你还年轻 咱们还会有孩子的 不 臣妾就要这个孩子 皇上您救救咱们的孩子吧 淑妃疯魔了 她食指用力抓着萧锦衡的手 指甲都要嵌入肉里去 萧锦衡动作生硬地将她的手挪开 冷着声音吩咐太医道 去给淑妃准备落胎药 最后 送走孩子的汤药 是萧锦衡亲手为淑妃服下的 药效发作得很快 淑妃痛苦不堪 哭喊声震慑人心 她以为在踏前替她催产 萧锦衡与仲后妃 则退到了正殿等候消息 出了这样的大事 钟翠宫的工人们跪了满殿 一个个下得三魂不见七魄 连头也不敢抬 萧锦衡眸光阴力地扫射着众人 不停抹撒着拇指上的扳指 你们是怎么伺候主子的 跪在最前面的清月 磕了两个头 哭着说 自娘娘有孕以来 奴才们一直都尽心尽力伺候着 娘娘身体也一直康健 可今日吃了晚膳之后 娘娘就突然觉得不大舒服 奴婢扶着娘娘回床上小气片刻 已经第一时间让人去传了太医 可太医还没赶来 娘娘就已经见红了 你们晚上都给淑妃吃了什么 皇后问 清月道 娘娘每日的饮食 都是按照太医院和御膳房 连同拟定的菜谱来安排 为怕有何闪失 三个月前就已经不让御膳房送膳 而是在宫中小厨房自己烹调 今日的晚膳 是小米蒸排骨 莴笋炒虾仁 黄金蒜蓉青叶根 青蒸炉鱼和乌鸡人参根 这些都是娘娘夙日里爱吃的菜式 且都是奴婢盯着人做的 应该没有问题 应该 萧锦恒怒拍案 素声道 你家主子和黄色的安危 就凭你一句应该来护着 来人 去把御前的常善内奸给镇叫过来 将今日淑妃晚善的刘样 让他们一一查验 常善的内奸叫做小安子 他来得很快 来时 淑妃晚善的刘样 也已经被端来了正殿 整齐摆放在众人面前 小安子将这五道菜品一一验时 在验到乌鸡人参根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忽而凝重了几分 反复查验了三次后 听他对萧锦恒说 回皇上 这道乌鸡人参根有问题 这里面除了主菜与调料外 还被人掺进去了 分量不轻的五味子 三棱 红花 父子 桃人 以及获紫草 这些都是活血化淤之物 且获紫草还会将他们的药性 最大程度地摧发出来 淑妃娘娘如今怀胎七月 这些东西更是一样都沾不得 此话一出 立马引得在场诸人一片哗然 少不得要稀疏议论两句 宋昭默默站在一旁 观察着萧锦恒的表情 心里也觉得蹊跷 谁不知道 现如今后宫中最金贵的 就要数淑妃那个肚子 这风口浪尖上 竟然还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来暗害他 后来议论声大了些 皇后薄怒道 都给本宫住嘴 说着凤墓横扫清月 说 这些个脏东西是怎么混到淑妃的饮食里去的 这奴婢也不知道 可是这汤庚确实是奴婢 看着工人烹煮的 没有让外人接触过 汤庚所用的食材 乌鸡是御膳房送来的 人参用的是野山餐 清月说着 看向了皇后 就是 就是当日李长在送给皇后娘娘 而皇后娘娘又转送给了淑妃娘娘的 那只野山餐 皇后听了这话 没心处微不可查地猝了一下 李长在更是紧张地搅动着手中的圈爬 萧锦横冷着声音说 去查 乌鸡是一整只炖下锅的 已经无从彻查他本身是否干净 而李长在送来的野山餐 煲汤的时候 只用了三分之一 余下的则拿回了库里存着 江德顺将野山餐取来 交给了小安子和楚院叛一同查验 这一查 立马就发现了端倪 楚院叛将其中一根较粗的人参 根须剪断 众人才发现 这人参的根须 竟然是空心的 楚院叛将根须立起来 立马就有暗红色的粉末 从根须内部被倾倒出来 他查验一番后道 皇上 这些粉末便是由安公公所说的 那几位活血化瘀的药材研磨而成 这下事情立马明了 问题就出在了这野山餐上 煞世间 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李长在 他瞬间慌了神 跪在地上大呼冤枉 皇上明见 皇后娘娘明见 这件事不是嫔妾做的 和嫔妾没有关系 嫔妾和淑妃娘娘无冤无仇 嫔妾为何要做这种事 况且这野山餐 原本是嫔妾要送给皇后娘娘的 只是皇后娘娘用不了 这才转赠给了淑妃娘娘 这突发的是 嫔妾如何能未卜先知 她虽然嘴奔一冲动 但脑子却清醒得很 当日这野山餐 确实是皇后当着众人的面 说要转赠给淑妃的 如此一番解释 倒将她的嫌疑洗脱了不少 众人沉默之际 却听陈妃阴阳怪气地说 满宫里谁不知道皇后娘娘素有心急 不能用人参补气 一篇还故意挑了这东西送 谁知道你是不是一早就盘算好了 皇后娘娘会将此物转赠给淑妃 总归这东西是你送的 你就算说破了天去 也洗不清自己的嫌疑 宋昭听了陈妃这话 暗道一声厉害 不过三言两语 就能将矛头重新扯回李长在身上 便在此时 在内殿帮淑妃滑胎的太医 捧了个盖着红布的托盘出来 阵阵腥臭味从红布底下飘出来 任谁都知道 那里面装着的是什么 太医跪在萧景衡面前 哭着说 皇上节哀 淑妃娘娘替皇上诞育了一名小皇子 只可惜 皇子出生极夭折 就不回来了 萧景衡眉宇之间漫出了悲怆之色 她用力咬着后槽牙 太阳穴秃突突跳着 漫着血丝的毛子 看着吓人 皇后羊眷失泪 白手示意太医将皇子先带下去 而后带着哭腔劝慰萧景衡道 事已至此 皇上也别太伤心了 这件事 趴眉等皇后的话说完 后边的茶盏摔碎在地 仲妃齐齐跪地道 皇上息怒 萧景衡不予理会 压着怒火吩咐道 将得顺 带人去彻查姚华宫 跪在人堆里的宋招 用眼尾的余光扫视着四下 萧景衡的愤怒与悲怆 被她看在眼里 跪在她旁边的李长载 身体抖得厉害 吓得脸上都没了血色 而内情里 也开始断断续续 传出了淑妃的哭声 这后宫向来是吃人的地方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淑妃谨慎成那样 到头来 还不是黄粱一梦 落了一场空欢喜 后来约莫一炷香不到的功夫 将得顺就带着 御前的人折返了回来 而在她手中 也多出了一个淡青色的锦囊 皇上在瑶华宫搜到了此物 厨院判打开锦囊查验了一番 证实了里面的东西 就是害得淑妃今日小产之物 萧景衡拿过锦囊来 将她用力砸在了李长在了脸上 人赃病祸的事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李长在惊恐地看着 落在她面前的锦囊 争冲摇头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李长在会被萧景衡言成之际 将得顺忽而对萧景衡解释道 皇上 这东西确实是从瑶华宫搜出来的 但却不是在李长在所住的东片殿 而是 他目光缓缓落在了宋昭身上 有些为难地说 而是在宋昭在的西片殿找到的 文言 宋昭只觉头皮一阵发麻 耳边嗡鸣声不觉 好啊 竟是你这贱人要害我 李长在呼而发作 抓着宋昭的胳膊 就要扇他耳光 好在云山铺上前拦住李长在 由着他把自己当成了个肉靶子 贱人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李长在越骂越没了分寸 皇后不遇到 疯疯癫癫 成何体统 话若芒是一宫人将李长在拉开 而此刻的宋昭 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不知道 是谁要害他 一时间他也难辨自己的清白 但理智告诉他 他不能慌 这个时候如果慌了 便全都完了 所以 他眼里蓄满了泪水 目光直勾勾的 看向萧景衡 此时的萧景衡眼神冰冷 锐利充斥着帝王的无情与威严 他一步步走到宋昭身前 居高临下地递着他 是不是你 宋昭含泪摇头 平切没有做过 尹飞道 你和淑妃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加害他腹中黄色 还是说 你处心积虑做这些 只是为了打压李常寨 毕竟他一入宫就是贵人 与你同住一屋檐 常听说他明里暗里地给你眼色瞧 所以你才动了要陷害他的歪心子 云飞说 臣妾方才听小安子说 藏在野山餐里面的药粉 有一位陶人 小安子点头应下 云飞猝眉看向宋昭 那便是了 你对桃花花粉不服 自然对陶人也有不服之正 怪不得你入宫前会起了满脸的红疹 原来是偷摸地准备这些个脏东西 粘到了自己身上 才会得了报应 李常在顺着云飞的话继续说 他就是嫉妒我和他一样的出身 我入宫便是贵人 而他不过是个答应 所以才会动了要陷害我的心 可怜了淑妃娘娘和小皇子 糊里糊涂地 竟成了你用来陷害我的棋子 宋昭 你真是好狠毒的心 宋昭听着他们 你一言我一语地将脏水往他身上泼 甚至连他做这件事的动机都帮他想好了 这是巴不得萧景恒大手一挥 直接叫人把他拉出去 斩首示众才好 虽说他暗地里投靠了陈飞 但摊上这样的大事 陈飞明哲保身 才不会替他说好话 不落井下石已经算是给他脸面了 宋昭明白 这一局自己是死是活 靠不了任何人 只能靠自己 他不理闲言碎语 只看着萧景恒问道 皇上觉得 嫔妾会为了争宠 做下这些事吗 他说话的神态语气 皆有几分傲气在 萧景恒神情凝肃 不断抹扎着拇指上的扳指 朕希望不是你 你有什么解释 宋昭跪在地上挺直了腰杆 陈生道 萍妾无法自证清白 也不知道那些脏东西 为何会跑到萍妾的寝殿里去 但萍妾想问一句 若萍妾有心 要不这么大的局来陷害李长寨 那野山餐送到淑妃娘娘宫中 已经一月有余 萍妾为何还要留着那些脏东西 来等着东窗事发被人指证 他见萧景恒的神色缓和了些 便看向李长寨问道 李长寨说 我做这些是为了陷害你 那我既然有这样高明的下毒手段 我为何不直接对你下手 又何必要淤淤回回地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反而对自己不利 李长寨道 你为何要如此做 只有你自己心里头有数 皇上如今证据确凿 宋昭他谋害皇寺 折损皇妃 其罪当诛 还请皇上言诚不黛 面对李长寨的慷慨激昂 萧景恒却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当皇帝的走一步想三步 他怎么会看不出这里面的蹊跷 再者说 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处置了宋昭 他还真有些舍不得 皇后看出了萧景恒的犹豫 知道他肯定不会轻易 就对这件事下结论 既然如此 还不如他先送个人情出去 便说 皇上 臣妾觉得此事颇有疑点 谋害皇寺 可是要牵连九族的重罪 若是不清不楚妄下结论 万一怪错了人断错了案 可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皇后这话说得不错 萧景恒伸手将宋昭 从冰凉的地上搀扶起来 道 朕与你说过 不会让你蒙受不白之冤 你若没做过 朕定会还你一个清白 你可愿相信朕 宋昭看起来委屈极了 他咬着薄唇 将唇瓣染上了血色 嫔妾不知事情为何会变成这般 也不知道是何人要置嫔妾于死地 嫔妾无法自证清白 但嫔妾相信皇上 他抬起眼眸 窦大的眼泪精准夺矿而出 萍妾知道皇上一定会还萍妾一个清白 不过 萍妾也不想让您为难 如今所有的时政都指向萍妾 萍妾愿自寝入狱 待真相大白之日 再以清白身 侍奉在皇上身边 萧景恒看着面前的家人 鼻尖泛红 明眸含泪楚楚可怜 温热的眼泪 大颗大颗滴落在他的手背上 灼烧了他的心 他如何还忍心苛责 便道 朕若将你送入大狱 岂不是先入为主 坐实了你的罪证 含了你的心 这样 你还住在姚华宫 但西偏殿 正会让人下药 你且禁足几日 正会尽快查清事实 还你和淑妃一个公道 宋昭哭着点头 嫔妾多谢皇上 这日的闹剧 到此 才算是暂时画上了休止符 宋昭所住的西偏殿 被人下了药 宫人也不许伺候再测 他一个人斜靠在暖座上 听着庭院里里常在的谩骂声 只当是野狗在乱飞 萧锦衡会还他一个清白 他不能把自己的命 交给一个 才认识的把月 只与自己睡了两觉的男人手里 他得想办法 自己从这泥坑里爬出来 所以 他首先要做的 就是要先捋清楚 这整件事 到底是谁要害的 姜德顺说 那装着脏东西的锦囊 是在他的内寝找到的 他每日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云山都会仔仔细细地 将内寝收拾干净 不可能由着这个锦囊 藏在他宫中 多日也发现不了 所以这个锦囊 肯定是今日才放到他宫中 今日六宫得知了 他禁风常在的消息 几乎整个后宫的嫔妃 都来给他送了礼 这其中以皇后为首 陈妃 云妃和尹妃 都是差遣工人过来送礼的 宋昭只在外殿接见了他们 姚平是清晨在庭院里 见到了宋昭 于是在庭院里 就将礼物送给了他 连西偏殿的外殿 他都没来过 至于惠平 他就是个小孩子心性 也不懂得拉拢人心这一套 所以 压根就没派人来给宋昭送礼 那么 今日进入过内寝的 就只有李常在 肖常在 刘常在 以及淑妃 淑妃这一态怀地向来安稳 且还有两个月 就到了临盆之期 他比谁都紧张自己的孩子 自然不可能为了冤枉宋昭 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 而那野山餐 很明显是在送去淑妃宫里的时候 就已经出了问题了 肖常在和刘常在 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他 思来想去 那么唯一一个有动机 也有条件做这件事的人 就只有李常在 淑妃每日进食的食谱 如果外人 有心要打听的话 也不是什么难食 那野山餐是好东西 淑妃那么在乎自己 腹中黄四 进补的东西 他当然不会放过 所以只要李常在知道 淑妃乃日的膳食 能用得上人参 他便将提前准备好的脏东西 想法子放到宋昭宫中 便可坐实了他的罪名 宋昭阴冷的谋涩 透过临窗的缝隙 看着还在庭院内 掐腰骂骂的李常在 从前倒是小瞧他了 竟能想出这样细巧的法子 来诬陷自己 宋昭拨弄着小机上 摆放的一盆菊花 一半一半将花瓣摘落 待他只剩下光秃秃的花蕊后 唇角泛出冷冽的笑意 属然将它连根拔起 凑到鼻尖清秀一记后 喃喃自语道 看来我得想的法子 让他这朵花 彻底开败了才是 说吧 便将那朵菊花 随手丢进了香炉里坟了 星号后来的两日 御膳房送来的东西 宋昭一口都没吃 原封不动给退了回去 这两日 他只靠喝水 吊着自己的一口气 直到第三日的时候 工人给他送来了一笼包子 他浅尝了一口 立马就尝出了 这是云山的手艺 他知道自己被禁足 云山肯定在外面 急得火烧眉毛 时刻都关注着他的情况 今日这包子 肯定是云山花了大价钱 疏通了关系 才让人将他自己做的东西 送了进来 吃食给宋昭送进去后 西偏店的门 就被重新合上 有两名工人守在门外 不许任何人接近 才过了少请 他们就听见 店内传来碗碟被摔碎的声音 推门进去查看 才见 是宋昭将包子和笼屉 一起摔在了地上 将这些东西拿出去 御膳房的人 就是这样敷衍我的吗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正经小主 皇上都没有降罪于我 他们却敢给我 送这些馊了的吃食来 这是要烟砸谁 这两名工人 只管看守着宋昭 宋昭不愿吃饭 也没人逼着他吃 于是他们便将滚在地上 已经脏了的包子拾起来 退出去后 将包子丢去了干水桶里 而在工人去丢包子的时候 云山就一直在他身后跟着 云山当然觉得奇怪了 他的手艺自家小姐 不会尝不出来 且就算是不想吃了 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脾气 等工人走后 他将包子从干水桶里面 捡了出来 一个个把他们掰开 果然在其中一个包子里面 发现了一张卷起来的字条 字条上只写了两个字 或 云山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但是宋昭在这个时候 传消息给他 必然是事关紧要的大事 宫里面能与他有个商量的 只有小夫子一个 于是他不敢怠慢 急忙去找了小夫子 将字条拿给他看 也不知小主这是什么意思 你快帮我瞧瞧 小夫子盯着那两个字 看了半晌后 忽而问道 淑妃小产 那日你在现场 导致淑妃小产的药物理 你可听他们提及过一位药材 叫做祸子草 云山想了想 点头道 是有说过 有什么特别的吗 小夫子道 那就是了 祸子草 可以将活血化瘀的药物药效 催发到极致 但因为药效单一 所以平日里 能用到他的地方甚少 郎中几乎不会开这位药 给人治病 也就没几个人会去买它 我才来伺候小主 许多是不太清楚 我记得李长在带入宫的 家生奴才 是不是叫做佛 云山用力点头 恍然大悟道 哦 我明白了 所以 小主写的这个福字 就是佛的意思 小夫子说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现在唯一能指证小主谋害淑妃的 就只有那个 在小主内寝里找到的 装有药粉的锦囊 月药房都有取药的记录 所以 那锦囊里面害人的东西 肯定不会 是从宫里面拿的 皇上要想证明小主的清白 肯定也会派人在京都寻访 看看 有没有药方 卖给过谁那些东西 尤其是 或紫草这一味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小主的意思是 让咱们想办法 尽快通知老爷 提前和京都药方的人通气 交给他们 让他们认下 而后在宫里的人 寻查到那间药方时 他们就可以指认出 购买那些活血化瘀的 药材之人是福尔 如此便可以 洗脱小主的嫌疑了 云山实在不是个聪明丫头 但听小福子 说得头头是道 也觉得自家小姐这一次 可能会扭转僵局 心下立刻激动起来 哭着说 得亏了你 若是我一个人 我定是不明白 小主这是什么意思 可要害死小主了 快别哭了 小福子替他抹了一把眼泪 小主如今 能依靠的就只有咱们 还是快些想办法 将消息递出宫去吧 宋昭被禁足的这些日子 萧景衡一次都没有来看过他 他依旧茶饭不思 硬生生将自己扼瘦了一圈 到了被禁足的第六天晚上 临睡前 宋昭听见了一阵敲门声 什么人 宋主 是奴才 宋昭听见是江德顺的声音 心里这便有底了 江公公怎么来了 快请进 江德顺攻身入内 将一个石盒放在了桌案上 他原本脸上是挂着笑意的 却在看清楚了宋昭气须体弱的模样后 脸上的笑意立马凝住 小主何苦这样为难自己 短短几日功夫 人都恶瘦了一圈 这要是让皇上看见 可是要心疼了 宋昭神思悠悠道 我心里担心淑妃娘娘 一想到她遭了那样的事 我就寝食难安 淑妃娘娘如何了 江德顺说 淑妃娘娘遭此横祸 身子要想彻底养好 少说也得三五个月的功夫 这两日 虽说皇上都陪在淑妃娘娘身边 可打心里 也是记挂着小主的 听说小主不吃饭 特意让奴才送了些吃食来 他将食盒打开 宋昭瞧着里面的菜式十分精致 色香味俱全 和前几日送来他宫里的白粥馒头 截然不同 江德顺将石盘一一拿出来 笑着说 这些都是小主喜欢吃的 皇上吩咐御膳房 一定要做得精致可口些 这样小主才好有食欲 看着摆了满满一桌的菜肴 宋昭煞尸红了眼眶 端得是一副 渲然玉气的楚楚可人模样 江德顺压低了声音 继续道 淑妃娘娘小产那件事 其实皇上从头到尾 都没有怀疑过小主半分 为了尽快恢复小主的清誉 皇上让大理寺和刑部两部 联手彻查淑妃娘娘小产一事 如今已经有了眉目 下毒之人 确实另有其人 小主的嫌疑已经洗脱了 只是这件事还得确认清楚 为免打草惊蛇 还得请小主再委屈几日 宋昭文言默默汗手 但心里却觉得可笑 当皇帝的冠会说场面话 萧锦恒彻查这件事 明明是为了替王子的皇嗣报仇 为了还淑妃一个清白 他是怎么好意思 让江德顺亲自走一趟来跟他说 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他的清誉的 再者说 如果萧锦恒真的从头到尾 都没有怀疑过他 他就该在他禁足的第一天 就叫内务府和御膳房的人 好生伺候着 何必等到所谓的真相大白后 才这般惺惺作态 不过宋昭也不把这些事往心上放 反正他也没把萧锦恒当回事 他愿意演戏 他陪着他演就是了 我知道 皇上一定会还我一个公道 我相信皇上 所以我也一直都没有 为了自己的处境担忧过 我就是觉得 淑妃娘娘和小皇子 实在是太可怜了 江德顺眼看他又要哭了 忙说 小主心善 难怪皇上如此爱恋 往后 您禁足期间的吃食 皇上都会让御膳房好生准备着 小主可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您也不想到时候解了禁足 让皇上瞧见您这般憔悴 惹皇上心疼吧 宋昭闽唇汗手 柔声道 多谢公公 也烦请公公 好好照顾皇上 小皇子没了 皇上嘴上不说 可心里定也是难过的 奴才明白 那小主用完膳早些休息 奴才先告退了 这天晚上 宋昭只捡着几道可口的菜 吃了两口 并未贪食 他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吃过饭了 肚子当然饿得很 但他将自己饿瘦了 不就是要给萧景恒看的吗 等过两日真相大白 证明了谋害淑妃的人不是他 他为了此事 又被禁足了这么久 还饿瘦了一圈 哪个男人 看了会不心疼 次日晌午的时候 宋昭正坐在暖座上看书 突然听见李 常在扯着嗓门 在庭院里叫叫嚷嚷的 他少吃两口 又饿不死 一个罪负 矫情什么 宋昭只听见了这一句 很明显 这打人脸的话 是李常在故意说给他听的 而今日送给他的午膳 也晚送来了半个时辰 送饭的工人一进门就忙赔不适 对不住了宋主 方才奴才给您送膳的时候 被李常在叫去了他宫里 帮他搬桌子 这才耽误了 宋昭也不为难他 笑着说 没事 李姐姐的是要紧 倒是你 我前几日心情不好 你给我送膳的时候 我还不领情 要你为难了 奴才伺候小主是应该的 怎会有为难一说 他说着 将饭菜整齐摆放在桌案上 毕恭毕敬道 恭请小主用膳 宋昭看了一眼 已经有些凉了的菜 不动声色地拿起筷子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新号朝阳宫 坐在笼椅上的萧锦衡 身体微微前倾 眉宇间怒色盎然 你接着说 堂下宫师儿立之人 是大理寺卿 他道 微臣走访了京都的药方 发现近两个月 只有祭司堂 卖出去过货子草 按着这条线索查下去 将才入宫的四名小主 以及他们 带入宫中的家生奴才画像 拿给药方的老板伙计 一一辨认 他们对其中一人 有些许印象 说罢将一幅画像 递给江德顺 江德顺瞧了一眼后 双手将其奉上 给萧锦衡的同时 沉声道 皇上 是姚华公李常哉的 家生婢女 叫佛 文言 萧锦衡攥着画像的手 末地收紧钻权 李常哉 他好大的胆子 他将纸团用力甩在地上 天子震怒 吓得满殿奴仆跪了一地 皇上息怒 皇上 出事了皇上 一名小太监 貌貌失失闯了进来 更是触怒了 萧锦衡的龙颜 锅躁什么 皇 皇上 西偏殿的送偿在他 他中毒了 你说什么 萧锦衡震惊且错愕 树然起身问道 把话说清楚了 具体情况 奴才也不太清楚 不过太医已经赶过去了 方才姚华公的工人来报 好像是中了披霜 披霜这两个字 重重地 砸在萧锦衡的胸口 他心间忽而猛烈地颤动了两下 忙百嫁去了姚华公 萧锦衡来得很快 他来实践 宋昭躺在床上昏迷着 忙三步并两步 走到床前握住他的手 向太医问道 情况如何 太医道 回皇上 宋长在所中的是披霜之毒 所幸宋长在十量小 午膳没尽多少 中毒不深 微臣已经给他服用了催吐的药剂 为了将毒素拔除干净 故而给了重鸟 所以宋长在可能还会昏迷上半日 萧锦衡听了这话 悬着的一颗心 才将将放下 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的后宫 看似一池净水 实则暗流涌动 只是这回新人入宫 这些骇人的把戏 竟然都敢摆到明面上来了 他沉淑一口气 压着怒火问道 是谁负责给宋长在宋扇的 宋扇的工人都快吓傻了 赶忙跪地结巴道 是奴才 可奴才也不知道 为何小主会中毒 奴才将膳食从御膳房拿回来后 本是要直接送来给宋长在的 却被李长在硬叫去了他宫中 帮他搬桌子 这才耽误了些时辰 可饭菜也就是凉了点 不可能会 拖下去杖则武时 丢到新者库服役去 萧锦衡冷着声音截断了他的话 很快就有侍卫堵了宫人的嘴 将他拖下去 满殿寂静之时 萧锦衡又问 姚华宫的主子呢 回皇上 姚萍娘娘给皇后娘娘请安婉 就去了尹妃娘娘宫中 至于李长在 这会儿 怕是在武器吧 武器 萧锦衡冷吃一声 动作轻缓 将宋昭的手放回背轻中 椰好背脚 而后到 去把人给朕带过来 这会儿 李长在是真的在武器 他睡觉沉厅不见动静 加上他平常 对奴才们脾气暴躁 非打击骂 就算奴才们知道西片殿闹起来了 也没人敢叫醒他 萧锦衡派来的人将他叫醒后 他得知是萧锦衡要见他 欢喜地一路小跑过来 害怕打扰宋昭休息 萧锦衡让李长在去正殿见他 李长在人未到生先至 捏着嗓子嗲嗲地喊了一句 皇上这个时候 您怎么来了 可他一进门 就察觉到了 气氛不太对劲 萧锦衡端坐上守卫 郡朗的脸上 像是附了一层薄薄的冰 看着瘆人 皇上这是怎么了 李长在走到萧锦衡身边 试探着伸手 想要和他有些肢体接触 却不想 萧锦衡反手 就是一击力道极重的耳光 将他裹倒在地 李长在被扇的眼前一黑 跌在地上半上没回过神来 只用错愕的眼神看着萧锦衡 皇上 你这毒妇 还要害死多少人 李长在一副被蒙在鼓里的模样 木嫩地摇头 贫妾听不懂皇上在说什么 萧锦衡眯着眼睛 是你叫宋扇的工人 去给你抬桌子 送给宋长在的膳食 从御膳房到摇华宫 只在你宫中停留过 那饭菜里的砒霜不是你下的 还会是谁 李长在一脸的不敢置信 邓大眸子反问道 皇上是怀疑萍妾给宋长在下毒 申公敬愿 萍妾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 你连淑妃母子都敢谋害 还有什么事 是你做不出的 萧锦衡的声音陡然拔高 吓得李长在一个机灵 他心下惶恐 又十分不解 这是明明都已经坐实了 是宋昭做的 为什么萧锦衡还会怀疑他 淑妃娘娘和小皇子 是宋长在害死的 不是萍妾 虽然野山餐是萍妾送出去的 可是那里面的脏东西 不是已经在宋长在房中找到了吗 皇上为何还要怀疑萍妾 李长在哭得委屈 却愈发惹恼了萧锦衡 他示意将德顺 将大理寺卿的供词 递给李长在 李长在看后 震惊到无以复加 哭着喊道 不可能的皇上 福尔一直都跟着萍妾 好端端的他 怎么会去京都买货子草 萍妾连货子草 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这是有问题 一定是有人要冤枉萍妾 他将供词紧紧钻在手心 身子深深浮倒下去 以头抢地 请皇上明鉴 福尔如今就在东偏殿 皇上若是不幸的话 可以将他抓去慎行司严刑拷打 萍妾真的没有做过 剑销紧衡连他看都不看一眼 他向前爬了两寸 抓着姜德顺的裤腿祈求道 姜公公 你帮我跟皇上说说情 这事儿真的不是我做的 要不先去姜福尔找过来 先把事情问清楚 姜德顺低眉冷眼看着他 心里满是鄙夷 家生奴才都是自幼伺候自家主子的 按说比谁都要亲近 而李长在为了自保 竟然随口就能说出 要将福尔丢去慎行司严刑拷打这样的话 同为奴才 姜德顺对他能有什么好感 不过该问的话他还是会问 皇上 要不要先将那宫女 押入慎行司训问一番 不用 萧锦衡大手一挥 冷漠道 大理寺和刑部的人 将来龙去卖茶得清清楚楚 还有什么好问的 他看向李长在 眼神里满是嫌恶 你若没有做过亏心事 又为何要急于给宋长在下毒 将其灭口 李长在骤然面对这般变故 一时百口莫辩 只能哭着反复申诉 自己是冤枉的 可是他叫冤的话 在如山的铁证面前 根本就没有丝毫的分量 萧锦衡凝视了他虚愚 摇头道 李家出了 你这样一个毒妇 实在是家门不幸 来人 将福尔拖出去杖毙 至于李长在 他妈撒着拇指上的扳指 默然私存着 但是谋害皇嗣这一条 就已经够诸连李氏的九族了 但李氏的父亲 是何韵总督 在前朝担当要职 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计 萧锦衡也不好僵士作绝 于是道 李氏谋害皇妃 毒杀皇嗣 其罪当诸 朕念在你母家对社稷有功 特网开一面不幸连坐之举 至于你 押入暗牢 明日午时绞刑处死 李长在脸色灯时 血色尽失 扯着嗓子哭喊道 皇上 嫔妾是冤枉的 嫔妾没有做过害人的事 皇上您为何要这般对嫔妾 姜德顺见萧锦衡脸色愈发不好 盲挥动着手中浮沉 令道 还愣着做什么 快些将人带下去 别葬皇上的眼 宋昭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醒过来的 醒来时 他听见不远处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于是微微抬起眼皮 用余光朝着传来声响的方向瞥了一眼 他看见萧锦衡 就坐在不远处的小机前 一边披月奏折 一边守着他 他将目光收回来 透过窗外 看见被夕阳染红的天 想着自己 不过才昏迷了两个时辰 既然要装可怜半柔弱 中毒才昏迷这么点时间 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索性将眼睛重新闭上 又睡了一觉 再次醒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差不多快要接近紫时 萧锦衡仍坐在小机前 他的手肘抵着桌案 左手撑着额头 眼睛微微合上 看着像是睡着了 宋昭看着跳跃的烛火 映在他的脸上 忽明忽暗的朦胧暖光 将他衬得愈发风神俊朗 宫里面的女人那么多 即便是皇后心急发作 萧锦衡也从未守在 他身边这么久过 可见这一次 宋昭给自己下毒的决定 并没有做错 嗨嗨 少女虚弱的咳嗽声 饶醒了浅睡的萧锦衡 他见宋昭醒了 忙起身走到他身旁坐下 满脸疼惜地看着他 可算是醒了 怎么样 觉得哪里不舒坦 宋昭猛猛地摇了摇头 很快眼中心芒一闪 像是想到了什么极可怕的事一样 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扑到了萧锦衡的怀中 双手紧紧环抱着他禁瘦的腰肢 声音发抖地说 皇上 有人要害死平切 不要怕 有阵护着你 没人再敢害你 萧锦衡宽扣的手掌 轻轻扫着宋昭的后背 语气极尽温柔 你中毒不深 太医已经将余毒拔除 不会有大碍 至于害你的人 朕已经下指将他绞杀 此番叫你受委屈了 宋昭依偎在萧锦衡的怀中 深吸了两口气 怯怯若若地问道 是谁要害平切 李氏 萧锦衡下意识将宋昭拥得更紧了些 你饭菜中的披霜 是塌下的 李姐姐 宋昭竖然抬起头 眼神错愕地看着萧锦衡 他为什么要害我 我从没有得罪过他 萧锦衡看着宋昭这张不失粉袋 却依旧明念动人的脸 忍不住用指腹轻轻抹扎着他脸颊嫩滑的肌肤 道 匹肤无罪 怀必其罪 李氏嫉妒你 欲将你除之而后快 所以他 谋害了淑妃母子 意图将此事嫁祸给你 眼见正要彻查此事 便又动了杀心 要杀你灭口 文言 宋昭愣了好半赏 才回过神来 他死死攥着胸口的衣经 又怕又委屈地说 萧锦从未害过李姐姐 他为何要这般对萧锦 且他若瞧不上萧锦 萧锦仨就是了 又为什么要谋害淑妃娘娘 小皇子原本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了 萧锦一想到这事 就觉得心里难受极了 他说自己是语气淡淡 却在提及淑妃母子后 泪水倒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灯使夺矿而出 萧锦恒一边替他擦眼泪 一边宽慰道 不哭了 你身子虚 太过伤心 只会伤着自己 宋昭含泪点头 萧锦多谢皇上还萧锦一个清白 也多谢皇上肯相信萧锦 萧锦恒文言漠然虚愚 只浅浅点头以作回应 他倒也没有多相信宋昭 准确来说 他谁都不信 只相信摆在面前的事实 宋昭这边也是见好就收 没有太矫情 他知道萧锦恒没了孩子 心里也不痛快 反倒安慰起了他 皇上说 萧锦瘦了 您不也是一样 他柔弱无骨的手指 划过萧锦恒的脸颊 心疼道 萧锦知道 皇上为这小皇子的事 心里也不舒坦 萧锦少时听姨娘说 逝去的亲人 总会在不久的 将来和我们再度相见 皇上和淑妃娘娘都还年轻 等淑妃娘娘养好了身子 相信很快就会再度传来好消息 到那个时候 小皇子就会回来和皇上相见了 萧锦恒汗手硬下 握着宋昭的手更紧了些 你也要快些养好身子 别叫朕心疼 明白吗 砰砰砰 门外传来几声极轻的叩门声 姜德顺在门外轻声道 皇上 奴才有事要报 进来回话 姜德顺推门而入 对着萧锦恒和宋昭打了个签 道 回皇上 李氏在暗牢闹得厉害 李大人在得知此事后 也伪人来向皇上敬言 萧锦恒眉心一沉 诉声道 他敬言什么 李大人说 李氏大错注成 恨错难反 是他管教无方 他自请罚奉一年 求皇上开恩 能赐李氏一条全尸 萧锦恒道 你找人回了李恒 他女儿犯下的是 株连九族的重罪 朕不追究 李家已经给足了他脸面 让他好自为之 宋昭从旁听着 萧锦恒即便弃成这样 也没让给江德顺 去给李家回什么重话 说明他心里 也是忌惮李家的 他登基四年 羽翼未封 许多人都是前朝的元老 轻易得罪不得 再加上如今是八月 到了九月秋收 就是曹运的时候 李长在父亲 李恒是河运总督 全国的曹运一事都归他管 这个结果眼上 要是得罪了李恒 他万一新生愿对 办事出些错落 那问题可就大了 萧锦恒是皇帝 他得要面子 即便在忌惮李恒 也不能李恒求什么 他就允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 就得有个人 给他找个台阶下 于是宋昭怯懦道 皇上 李姐姐也是一时错了主意 才会犯下这样的大错 虽然他触犯了 律法其罪当初 但嫔妾到底和他相熟一场 也不想看他 落了个伸手易出的下场 如果可以的话 嫔妾想求皇上 给他保留一份 作为女子最后的颜面 留他一条全尸吧 果然 他这话才说完 萧锦恒就接话了 他害你成这样 你却要原谅他 可是 嫔妾到底也没被他害着 只是可怜了淑妃娘娘 宋昭缓了缓 又说 皇上 其实嫔妾 也想再见他一面 问问他为何要这样对嫔妾 萧锦恒 默然虚一后点头应下 他是欠你一句道歉 罢了 你既替他求情 那朕就格外开恩 赐他自尽 嫔妾多谢皇上 萧锦恒见宋昭 想要起身行礼 芒一把将他按住 你呀 哪儿都好 就是太过善良 善良地让人心疼 说着俯身下去 灼热地吻落在了他的额头上 姜德顺见状也拾去 芒退出去 帮他们带上了宫门 第二天一大早 是小皇子薰氏的头七日 平尾以上的后妃 都随着皇后 去了法华殿烧香祈福 而宋昭 则只身一人去了暗牢 他到门外时 正好遇上了慎行司的奴才 他们是奉旨 来送李氏上路的 几人见了宋昭守着规矩打了个签 宋昭见带头那人手上 捧了个盖着黑布的托盘 于是问道 是给李长寨准备的东西 回小主 是宫里的老三样了 工人将黑布掀开一脚 宋昭看见托盘上并排摆放着白铃 匕首和独酒三样 便说 皇上让我来送送李长寨 东西给我带进去吧 成 要您受累 暗牢的门被起开一条缝 当时有一股霉味 从房间里涌了出来 宋昭微一簇霉 端着托盘信步入内 他看见李长寨 色缩在房间的一脚 他棚头垢面神情恍惚 双脚被钉在墙里的铁链靠住 彼此目光 对上的瞬间 李长寨的情绪忽而变得激动起来 你来了 你没事了 他朝宋昭扑过来 但因为脚铐限制了他的行动 他只能停在距离宋昭半丈远的地方 你去告诉皇上 不是我害你的 真的不是我 嘘 宋昭走到一旁 将托盘放在了桌案上 转身盯着李长在吻耳一笑 是不是你下的毒重要吗 重要的是 皇上认定了 是你要杀我灭口 李长在扯着嗓子辩驳道 真的不是我 我虽然看不上你 但我不会给你下毒 这种事一查就能查出来 我至于这么糊涂吗 宋昭淡淡的汗手 我知道不是你 文言 李长在眼中心芒一闪 他拉着宋昭的胳膊 恳求道 你救救我 你帮我去跟皇上说情 等我脱困了 我不会亏待你的 宋昭冷力的眸光 自上而下打量了他一番 将他的手推开后 朱唇勾起了一击令人发寒的笑意 因为这毒 是我自己给自己下的 李长在一个恍惚 愣在原地瞪着眼睛 睁冲了好一会儿 才将整件事想明白了 是你 没有人接触过你的吃食 宋昕的奴才 虽然来了我宫中 但我压根 就没有碰过那诗盒 你自己给自己下毒 就是为了冤枉我 宋昭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为什么 宋昭含笑打量着他 笑意奄然 自你将货紫草 放到我房中的那一刻起 你不是就已经活腻了吗 既然如此 我送你一程 不过是举手之劳 姐姐不必言谢 李长在歇斯底里道 我没有 我从来都没有 在你房中放过什么货紫草 淑妃小产的事 也不是我做的 他灰暗的眸子 在眼眶中疯狂转动着 忽而周身一领 指尖发颤指着送招 否而不可能去买什么货紫草 这一切都是你 为了洗脱嫌疑不下的局 是你冤枉我 哈哈 宋昭吃笑道 冤枉 你哪里是冤枉的 你敢说 你心里从未想过 要害我 李长在漠然不语 宋昭继续道 你当然想过 只不过你蠢顿如珠 手段拙劣 连害人都害不明白 今日你落得这般田地 怨不得旁人 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蠢 贱人 李长在高声唾骂道 你这个庶出的贱人 你不得好死 宋昭淡定道 我得不得好死 上是未知之数 不过姐姐你 是必然要不得好死了 李长在大口喘着气 强定心神后说 你别得意 皇上怕我行脚刑 行刑前会有刑部的刑官来奸刑 到时候 我会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他 即便死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 哈哈哈哈 宋昭眼唇而笑 回身走到桌案旁坐下 李长在骂道 你个贱人笑什么 有时候我可真是羡慕姐姐 你是嫡出 你父亲带你如真如宝 父女情深羡煞旁人 宋昭柔只落在了覆盖在托盘的黑布上 轻轻游走着 姐姐还不知道吧 你父亲听说 你犯了重罪 被判了绞刑 自请罚奉一年 也要为你留下一条全尸 皇上念在你父亲爱女心切的份上 格外开恩 赐你自尽 话落 他猛地将黑布掀开 李长在看见了托盘里放着的东西 吓得脸色煞白 一边尖叫 一边往墙角躲 宋昭手指 一一划过那几样要人命的东西 摇头叹道 泽泽 这慎行司的奴才也不知道是怎么当差的 皇上明明说了 要赐姐姐一个全尸 这白铃和匕首 都会在姐姐身上留下痕迹 姐姐生得貌美 我又怎么忍心 让姐姐死相争鸣 说着 拿起了那壶毒酒 笑着问李长在 要不就毒酒吧 一口灌下去 便会常穿肚烂 烈火焚心 虽然是痛苦了点 不过能保全姐姐肉身完整 也总是好的 姐姐觉得如何 不 不要 你别过来 我不喝 李长在惊恐呼喊着 巨大的恐惧感 使她的五官扭曲 形同丰富 宋昭步步逼近 直至李长在退到墙角 在无退路之际 才悠然俯下身去 轻轻抚摸着她的脸颊 帮她擦去类子 姐姐怎么抖成这样 是在怕吗 说话间 手掌缓缓移动到了她的面颊处 忽而发力 用虎口擒住她的下颚 迫使她张开嘴来 而后脸上 挂着清浅的笑意 将整壶毒酒 都灌入了李长在的腹中 宋昭松开李长在的一瞬 她惊恐地爬在地上 将手指头塞入口中 按压着猴头 嗨嗨作呕着 将大量的酒水呕了出来 但宫中赐死的毒酒 只要沾上一口 就已回天乏术 她疯狂作呕 直到吐出了一口黑血后 才彻底瘫倒在地上的一滩乌乌里 绝望哀嚎着 她抬眸瞪着宋昭 遍布血丝的双眸 如能是人 宋昭 你这个毒妇 你不得好死 我便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哦 宋昭耸机而笑 一边擦手 一边向暗牢外走去 立在门口时 忽而回头看向李长在 冲她歪头挑眉 道 姐姐好稚气 那妹妹就等着你大显神通的一日 说吧跨步而出 重重合上了暗牢的门 李长在死了 萧锦衡将她从后妃侧路中除名 尸身也发还给了母家 宫里面 就像压根没有存在过这么一号人一样 只是在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少不得听人念叨两句 云飞说 没想到她竟这般歹毒 谋害宋长在也就算了 竟然连淑妃的肚子也不放过 惠平一边吃着糕点一边说 可是我看李姐姐 平常跟咱们有说有笑客客气气的 也不像是坏人呀 你懂什么 尹飞不耐烦地瞥了惠平一眼 忽而又态度一转笑着说 今日的奶堂酥是本宫宫里 做好送来给皇后娘娘的 皇后娘娘拿出来招待大伙 你爱吃的话 等一下让人给你 也带回去先 嘻嘻多谢尹飞姐姐 惠平硬着又吃了一大块 每次来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就属惠平不一样 别人都在说话 偏她一个劲地吃 宋昭日日瞧着 自己不过进宫一个多月 惠平的腰身 看着就又粗了一圈 宫里人人都知道 萧景恒不喜欢太过风鱼的女子 偏后妃们 还尽挑着好吃的给惠平送 这些女人的心思 无外乎就是想在惠平 还没有成宠的时候 把她喂得白白胖胖的 到时候送到萧景恒床前去 只当她是个吉祥物罢了 哪里还会怕她争宠呢 思绪流转间 宋昭忽儿听见尹飞叫了她一声 宋常在 你说你也是 李氏把你害成那样 可本宫听说 你昨日竟还去送了她最后一程 你也不嫌晦气 宋昭略意沉吟 贫妾也只是想问清楚她 为何要那般算计贫妾 那你问清楚了吗 宋昭无奈摇头 她什么也不肯说 只承认了我饭菜里的砒霜是塌下的 到死也不肯承认她 谋害了淑妃母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 偷偷观察着仲厚妃脸上微妙的表情 淑妃小产的事 宋昭留了个心眼 虽然所有表面证据都指向李常在 可只有宋昭自己知道 那些所谓的证据都是她刻意安排的 淑妃小产这件事 无论是不是李常在做的 宋昭未求自保 都必须将李常在往火坑里推 可万一这件事要当真 不是李常在做的 那藏在背后之人的心思有多深 足叫人细思极恐 看了一圈 所有人都神色如常 唯有云妃不耐烦地说了句 大理寺和刑部联手彻查 证据确凿板上钉钉的事 李氏就是嘴再硬 也无济于事 都少说两句吧 皇后手中攥着一串佛珠 俗声道 李氏心术不正 落得这番田地 纯属旧由自取 与人无由 有她这个例子在 日后你们一定要引以为鉴 本宫不想再看到有人动错了歪心思 众后非其声说 臣 平 妾谨尊皇后娘娘教诲 而唯一一道与众人不同的声音 则是从臣妃口中传出来的 皇后欲吓不言 闹出了这样的祸事 怎么反倒 还训斥起了别人 任谁都能听出臣妃说这话 是在故意挑衅皇后 可皇后却不恼她 浑似没有听见一样 自顾自地说道 淑妃身子还没好全 本宫许她好生休养着 这段日子就不必来请安了 她丧子之痛神伤远大于身伤 你们有空啊 也多去她宫里做做 好宽慰 宽慰她 陈妃冷吃一声 细写道 皇后娘娘可真会做人 只是从前那里是 人前人后到处张扬 说她是皇后娘娘的人 现在她做出这种事 很难不让人联想着 这里面有多少 皇后娘娘的心思在 陈妃 你别太过分 云妃听不得陈妃 这样讥讽皇后 当场和她剑拔弩张起来 这后宫里的正经主子 就只有皇后娘娘一人 按说咱们所有人 都是皇后娘娘的人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还想在 后宫拉帮结派不成 陈妃细长的柳叶梅 向上一挑 冷笑道 哎呦 主子还没急 养的狗倒先叫唤起来了 云妃 陈妃物字起身 浅浅打了个哈欠道 臣妾乏了 皇后娘娘继续说叫她们吧 臣妾告退 说着也不行礼 转身扭着纤细的腰枝便走了 云妃冲着她的背影 骂了两句 而后宽慰皇后道 皇后娘娘 您别往心里去 陈妃这样子目无尊卑 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宋昭全程一言不发 看着他们 当着皇后的面眼 这一出好戏 若不是上回 云妃和陈妃联手给她下毒 聪明如她 怕是也看不出来 其实云妃和陈妃 老早就已经暗通款区 表面上陈妃和皇后 是成水火 云妃则处处维护皇后 实际上 云妃也不过是陈妃 安插在皇后身边的 一枚棋子罢了 后来接连好几日 萧景衡都没有翻宋昭的牌子 只在一日午膳的时候 传她去朝阳宫 一同用了膳 云山去静视房打探了一番 回宫时 脸上满是不解 小主猜猜猜看 皇上这几日 都在照谁事情 宋昭闲拨弄着 面前的一盆绿萝 道 还用猜吗 陈妃都五日 没有去给皇后请安了 要不是皇上日日照她 她也不敢做得这样过分 云山道 可是奴婢想不明白 之前皇上冤枉了小主 小主 被被李氏在饭菜里下了毒 按理说 皇上心疼小主 应该多多陪伴才是 就算不来小主这儿 小产的人是淑妃 又不是陈妃 皇上天天照陈妃 是什么意思 宋昭玩耳一笑 随手将绿罗上 掌晃了的枝叶攀折掉 淑妃没了孩子日夜哭啼 只想着她 没了孩子她可怜 却没想过 皇上也没了孩子 她哭个没完 皇上有心思哄她一日两日 总不能哄她一辈子 男人能有多少耐心 这一来二去的 总也有厌烦的时候 男人心情不好 就喜欢找乐子 而陈妃除了没读过书之外 无论是歌喉 武技 还是姚琴琵琶 都是信手拈来 不然 你以为 她是如何得了 这么些年专宠吧 你不会真以为 她没有手段 只是凭着自己的家事 就能在后宫 横行无忌这么多年吧 云山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 忙到 小主也是富有诗书气自华 只是不爱在皇上面前 显露罢了 不如下次小主 见到皇上的时候 也 宋昭抬手截断了云山的话 别人做过的事 我也不会做 即便做得再好 也总会有别人的影子在 她稍顿虚余 用银池挖了一勺香粉 丢入香炉中坟了 而后深吸一口 缥缈腾起的香气 怡然浅笑道 我若要做 只会做旁人 都没有做过的 让旁人去当我的影子 云山盯着宋昭看了半赏 她总觉得 自家小姐 和从前在府上的时候 大不相同了 更漂亮 也更沉稳 你看什么呢 宋昭问 奴婢突然发现 小主平日里 带的那个银簪子 好像好几日都没见到了 宋昭轻抚发迹 淡淡道 许事丢在哪了 云山盲道 那奴婢派人好生找找 那簪子是老爷送给小主的 小主进宫特意带着 说是要留个念想 可不能丢了 不必 宋昭摇摇头 偌大的皇宫 要找个簪子 无异于大海捞针 宫中有丧 凡事都不宜招摇 算了吧 哦 云山努努嘴 那真是可惜了 不过皇上送给小主的赏赐那样多 小主每日不重样地带 也带不过来那宋昭笑了笑 没接他的话 他之所以 要将那个银簪子 带入宫中来 才不是因为 那簪子是宋士成送给他的 他想带入宫来留个念想 他那个爹 死了才好 他哪里有闲情意志思念他 带簪子入宫 全然是因为 那个银簪子的簪头是空的 能藏东西进去 入宫前 宋昭就在簪头里面 藏了少量的皮霜 他早就想好了 等他成宠昭惹旁人妒忌后 就自己给自己下毒 引得萧景衡对他怜惜 只不过李长在眉头眉脑的 偏要自己撞上来 也算是成全了他 第二天 送召给皇后请安完后 和姚萍一道 去看望淑妃 淑妃的情绪还是很低落 来人他也不招呼 只握在踏上怀中 抱着一个 袖着麒麟的小杜兜 那是他亲手 给未出师的小皇子做的 如今杜兜还在 人却没了 姚萍劝了淑妃两句 可以提及小皇子的是 淑妃的眼泪 就像是断了线的珠子 留个不停 两人从淑妃宫里 出来的时候 姚萍小声对宋昭说 也不怪淑妃哭的那样伤心 好好的孩子都七个月了 说没就没 这打击谁能受得住 宋昭七七创创地 应了一句 又问 我听说当年陈妃娘娘 也是怀胎六个月的时候 小产的 好像说是自己 不小心摔了一跤 姚萍嘴角滑过一丝激笑 那都是他自己活该 他察觉到宋昭的眼神 落在他身上 于是盲收敛了笑容 转了画风道 过两日 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 本宫还得去趟思月坊 和教习姑姑练习姚征 你先自己回宫去吧 宋昭屈膝府里 恭送姚萍 自顾回宫后 恰好在宫门口 遇见了云山和小福子 小福子身上灰扑扑的 走起路来一搏一搏 看样子 是被云山一路搀扶回来的 宋昭盲问 这是怎么了 主仆三人一边回宫 一边听云山心有余悸地说 玉花园东南角那儿的假山 上面的山石松洞掉落了下来 险些砸到奴婢 幸好小福子眼疾手快 拉了奴婢一把 奴婢是没事了 可他却崴了脚 宋昭关切地看着小福子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小福子摆摆手 笑着说 比起从前在 心者酷受的苦 崴一下脚 不算什么大事 奴才自己涂点红花油就成 只是这件事 得快些通报给内务府 让他们将假山好好修整修整 别乃日商着了主子 小福子和云山商量着 要快点将这件事通报出去 宋昭想了想 说 后宫的内务所事 皇后娘娘 一应交给了尹妃娘娘负责 你们没头没脑地去通报给了内务府 未免会让尹妃觉得 咱们有阅祖带袍之嫌 总归内务府的人 日日都在宫里巡视 早晚都会发现此事 咱们就只当不知道此事好了 这天晚上 萧锦衡仍旧翻的是陈妃的牌子 只不过入夜后 近视房的张九贵 却亲自来了一趟摇华宫 他笑着给宋昭报喜 要您明个中午去朝阳宫 共进午膳 宋昭笑着应下 有劳公公走这一趟 我知道了 等张九贵走后 宋昭就开始着手准备午膳的事 上回萧锦衡来他这里吃饭的时候 有一道竹笋火腿羹 看起来很合萧锦衡的胃口 于是宋昭便让云山提前准备好食材 明日他做好了 亲自给萧锦衡送去 期间他刻意叮嘱到 汤底要用仙菇 茶树菇 还有虫草吊着 这样仙味足 将菌菇水提前拢出来 再在里面泡些红薯粉丝 提前入味 云山有些摸不着头脑 汤品而已 大多是煮扇用完了 喝上一碗润一润 红薯粉丝最是胀肚子 小主为何要放他 宋昭道 晶莹剔透的浮在上面 只当是点缀而已 皇上吃不吃是皇上的事 你照做便是了 等到第二天午膳时分 宋昭带着这道竹笋火腿羹 去了朝阳宫 果不其然 这道菜颇受萧锦衡喜欢 吃完饭让人给盛了两碗 汤羹鲜莓粉丝入味 掉起蝉虫来了 怎么吃都是意犹未尽的 老祖宗有定下时不过三的规矩 说是若当皇帝的 对哪一道菜钟情 爱吃 多吃 万一被有心人盯上了 在这上面下功夫 意图谋害皇帝 可就不好了 所以一般情况下 后妃都会在这个时候 规劝皇帝 萧锦衡被人劝得多了 在宫人成第三碗的时候 他下意识抬眉看了一眼宋昭 却发现这傻丫头正脱腮看着他 正甜甜地笑着 萧锦衡刮了刮他小巧的鼻头 问道 盯着朕笑什么 宋昭道 嫔妾做的菜 皇上喜欢吃 嫔妾看着心里高兴 萧锦衡闻言场声笑道 朕喜欢你陪在身边 不像皇后有那么多规矩 也不像陈飞有那么多话 只是安安静静吃顿饭 便极好 能不好吗 别人跟他一起吃饭 要么关心他身体 要么出镜百宝 想要讨好他 而宋昭很单纯 他就是单纯的 想让萧锦衡多吃点 等那大半钟的汤羹都下了肚 红薯粉丝一胀肚子 可把萧锦衡撑到了 宋昭伺候他竖了口 皇上睡一会儿吧 午后起身 还得披折子 萧锦衡撑得哪里睡得着 他笑笑说 方才有些瘫嘴了 你陪朕四下走走萧萧时 宋昭点头应试 江德顺从旁静言道 如今御花园的菊花开得极好 皇上可要去瞧瞧 秋来百花杀镜唯有菊花之头爆香 江德顺也只能静言 让萧锦衡去赏菊 不然看什么 看残花败柳开了满地吗 而宫中赏菊最好的去处 正就在御花园东南角的假山后头 萧锦衡出行是有御驾的 还有不计其数的宫人 前护后拥地跟着 可宋昭就只有自己的一双腿 宫里面能成教出行的 那都得是一宫的主位娘娘 她位分还差得远 不过萧锦衡也是念着她的 她牵着宋昭的手来到朝阳宫外时 吩咐张德顺道 去给宋常在备台轿子 宋昭忙道 多谢皇上 只是平切位分低微 实在受不起这般殊荣 朕赏你 你自然受得起 萧锦衡攥着她的手紧了紧 笑着打句道 你若是觉得独自成教招摇 可与朕同城御驾 也好清静些 独自成教被人看见 免不了要落人口实 但若是和萧锦衡同城御驾 只怕传出去 麻烦更大 宋昭今日还有大事要做 于是只得半推半就道 皇上惯会取笑平切 说吧 在姜德顺的指引下 上了一顶二人台的红木轿子 朝阳宫的位置 就处在御花园附近 差不多只赶了半炷香的路 就到了御花园的东南角 等轿子停稳后 萧锦衡掀开了宋昭的轿帘 伸手向她 把手给震 宋昭由着她将自己扶下轿 落地的时候 故意一个踉枪 不着痕迹地扑到了萧锦衡怀里 今日来朝阳宫 轻心打扮了一番的 此刻萧锦衡近距离看着怀中美人 阵阵富裕香气 由宋昭身上散发出来 那味道清新寡淡 像是她自带的体香 却又要比花香更诱人 这几日 都是陈飞陪伴在她身旁 陈飞喜好奢靡 总是浓妆艳抹 身上的香粉味也重 像陈飞那样的打扮 初见总是惊艳的 但相处久了 倒觉得差点意思 像宋昭这样就正好 一而不妖 有妙龄少女的娇俏清澈 也有成熟女子的名念妩媚 宋昭一开始 是无意撞入萧锦衡怀中的 但这会儿 萧锦衡宽阔的手掌 却死死地扣住了她的香肩 不许她挣脱 宋昭低垂眼帘 又密又长的睫毛自然垂下 含羞待扫地说道 皇上 好些人看着呢 哈哈哈哈 萧锦衡最爱看她 这副害羞的模样 趁得她愈发娇嫩 让人忍不住想要吻下去 她托起宋昭的下巴 一寸寸贴近她的唇绊 却在宋昭闭目以为 她要吻上来之际 疏然停下动作 转而凑到她耳畔 用低迷的嗓音说了句 正宠着你 他们愿意看 就叫他们看着 皇上 宋昭娇称着 把头埋在了萧锦衡的怀中 羞的耳朵都红了 她这样的游物 在萧锦衡怀中蹭呀蹭的 有哪个男人能受得了 萧锦衡揽着她的腰肢 带着她就往御花园深处走去 姜德顺带着人才跟上了两步 就听萧锦衡回身冲她说 都在原地候着 不许跟来 姜德顺一听这话立马明白了 看来皇上 今天是想玩点花的 她也识去 立马拦着一众工人 只在远处伺候着 带两个人走远些后 萧锦衡的手 就开始不安分起来 爱妃觉得 此处景色如何 宋昭被她抚摸得有些痒痒 甜哼了一声 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甚好 哦 萧锦衡凑到她的耳畔 轻轻咸着她的耳垂 嗓音低沉抓耳道 可朕觉得 这御花园的风景 却不及爱妃万分之一 说这话的时候 她的手掌 已经附在了宋昭的腰风上 眼看春色 便要显露于眼前 却此时 忽而听身后 有工人惊呼了一声 皇上小心 沉醉于温柔乡的萧锦衡 猛地一领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身后的假山上 有无数的碎石疏然崩落 正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她和宋昭的方向 砸了过来 侍卫们离得太远 想赶过来救驾 是不可能了 千军一发之际 宋昭却突然使足了劲 将萧锦衡一把推开 紧接着一个快步 瘦弱的身子 横在萧锦衡面前 任由崩落的碎石 如雨点般 砸在她的后背上 她忍着痛闷哼了一声 膝盖一软半蹲在地上 被她推开的萧锦衡 立马上前查看情况 可有伤着 宋昭微醋着秀眉摇了摇头 反问了一句 皇上可有伤着 萧锦衡将宋昭搀扶起来 看着她身后散落一地的碎石 里面夹杂了几块个头稍大点的 从家上那么高的地方砸下来 即便是碎石子 砸在人身上 也是急痛的 你怎么这样傻 她目光迎切看着宋昭 眸底的心疼 就快慢了出来 而宋昭却雷若一笑 柔声道 方才欲着显示 贫妾只怕会伤着皇上 便也顾不得许多了 萧锦衡轻抚过宋昭的后背 她的力道很轻 却还是在掌心落下的一瞬 听见宋昭口中轻撕了一声 她眉心一跳 心也跟着揪着疼 还说没事 定是伤着了 姜德顺带着侍卫赶了过来 六神无主道 皇上没伤着吧 萧锦衡沉下脸色 动作轻缓地将宋昭打横抱起 一边朝着玉莲的方向快步走去 一边诉声说 传太医去姚华宫 另外 找出内务府负责修弃假山的工人 一律仗毙 这日后来 宋昭是和萧锦衡一起同城玉莲 回到姚华宫的 一开始 姚平看见御驾来了 还当是萧锦衡来看她 巴巴出门去营 结果才请完安 就看见萧锦衡抱着宋昭 从玉莲里走下来 惊得她更大了双眸一时哑口 太医来得很快 听说宋昭是替萧锦衡挡碎时 被砸伤了背 便说 要仔细替宋昭检查一番 宋昭紧紧攥着衣巾 面露男色地摇着头 皇上 嫔妾真的没事 萧锦衡看出了她的少女心思 也是 她一个姑娘家 哪里好意思让太医看她的后背 她便遣了太医在外殿候着 而后对宋昭说 太医看不得 你总不避讳朕 让朕瞧瞧 萧锦衡关心至极 宋昭只好半推半就地背过身去 由着她脱下了自己的衣衫 薄沙衣被一点点褪去 露出少女娇嫩白皙的后背 与漂亮的蝴蝶骨 再往下歇 便露出了几处颇为显眼的青紫色伤痕 很明显 这些伤痕 便是方才被假山上崩落的碎石杂伤所致 这些伤痕 落入萧锦衡的眼中 在她的心上烫成了洞 她将山衣披在宋昭的肩头上 满眼怜惜地看着她 为何这般傻 宋昭清澈的目光落在萧锦衡的脸上 浅浅笑道 因为皇上是我的夫君呀 要我看着皇上受伤 我舍不得 你心疼朕 朕又何尝不心疼你 你既将朕当作你的夫君 便该由朕护着你才是 这件事对于萧锦衡而言 内心有着很大的触动 她一直都觉得 宋昭娇弱得很 害怕打雷 容易生病 又不懂宫里面那些弯弯绕绕的心计 十分需要人保护 却没想到 正是这样一个女子 竟然会在危难时刻 挺身而出户着她 后来 太医按照萧锦衡描述的伤情 给宋昭配了 上好的活血化鱼药膏来 萧锦衡本是要亲自给宋昭上药的 可宋昭却说 皇上等下 还约了大学士和吏部尚书说是 国事重要 若为了嫔妾这点小事耽搁 可是嫔妾的罪过了 她很自然地从萧锦衡手中拿过了药膏 把她递给了云山 一点小伤而已 让云山帮嫔妾上药就行了 皇上不必挂心 眼看着自己的女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受了伤 萧锦衡私心里是很想留下来陪着宋昭的 但今日 她还有要事 要和吏部尚书商议 确实耽搭不得 于是用力握了握宋昭的手 拍着她的手背说道 你好生僵养着 朕忙完了便来看你 说着俯身下去 在她的额头上落下了一记灼热的吻 后来萧锦衡折返回朝阳宫 接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时候 多少有些心不在焉 她脑海中一直循环重现着宋昭奋不顾身护在她身前的那一幕 又想起她忍痛的表情和后背的伤痕 便愈发心乱如麻 这女人实在是惹人心疼 可感动的劲儿过去了之后 萧锦衡又觉得这件事十分蹊跷 按说正常人遇见突发的危险 出于本能 下意识都会闪避 就连她一个在沙场之上浴血搏杀过 且还有功夫 在身上的人 遇见方才那显示都不能及时做出反应来 那么宋昭作为一个久居深归的女子 她又为何会反应得那么快 除非 她事先就知道 假山之上会有碎石崩落 甚至于这一切都是她自演自导的一出好戏 萧锦衡越想越深 放在龙岸上的右手不停抹扎着拇指上的扳指 表情变得愈发凝重起来 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与萧锦衡说完正事后 便相继退下 江德顺攻身入内向萧锦衡报道 皇上 内务府负责修气假山的工人已经悉数仗毙 内务府总管林天海 这会儿在外头 候着等着请罪 皇上要不要叫她 让她进来 江德顺朝着宫门的方向挥了一记浮尘 守门的工人便将候在门外的林天海请了进来 林天海面色惶恐 步履蹒跚 一进入正殿就跪在了地上 几乎是一路爬到了堂下 冲着萧锦衡连磕了好几个头 直到脑门磕出血了 才颤颤巍巍地说道 奴才罪该万死 今日之事 险些伤着皇上 还请皇上恕罪 萧锦衡眯着眼睛盯着她 你手底下的人都是怎么做事的 皇上息怒 那假山上的观景时 前几日就已经有松动的迹象 奴才已经命人快些去十多了 奈何手底下那些蹄子偷懒 拖了两日 这才险些酿成今日的显示 文言 萧锦衡妈撒班旨的动作一致 早两日便又不妥 林天海惶恐道 是 是 萧锦衡直接轻轻扣记着龙案 发出嘟嘟声来 他不愿相信 今日这一幕 是宋昭对他的算计 可是他不得不去多想 因为一切都发生的 实在太过巧合了 自今年入夏以来 他忙于国政 几乎连御花园都没有踏足过 也就是今日午膳吃的有些称 才会说 要和宋昭一起去御花园散散步 但若不是宋昭送来了那一瓶 和他胃口的汤羹来 一向懂节制的他 又怎么会贪食 再者说 别的后妃 如果为了救他而受了伤 可算是立下了大功 就算是不求赏赐 最起码也会撒娇 求着他留下来陪伴 可宋昭倒好 一听说他要给他上药 就巴巴地赶着他走 萧景衡想起了之前 宋昭在脸上画疹子 半丑的事 眉心微微隆起 心下暗道 难不成这次他后背的伤痕 也是自己画上去的 想到这儿 萧景衡便再也坐不住了 他匆匆赶去姚华宫 不许宫人入内通报 而是只身一人 去了西片殿 立在门外的时候 刚巧听见里面传来攀谈声 便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 小主 您可真是不要命了 幸好那些石头 只是砸到了您的背上 若是砸到了您的脑袋上呢 您是忘了 从前咱们府上的王贵了吗 它不就是夏日爬树沾缠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了下来 后脑勺着地 人当场就没了吗 难道您就不怕 我当然怕呀 可我当时真的顾不了那么多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看着那些碎石 朝皇上砸了过去 我就什么都顾不得了 只想着 不能让皇上受伤 好了好了 你也别撅着嘴不高兴了 我这不是也没事吗 萧锦衡在门外听着 觉得云山说的话 也不无道理 就算这件事 是宋昭的算计 可那碎石砸落 根本就不受人为控制 稍有偏差 就是出人命的大事 心中的怀疑消散了些 他这才推门而入 彼时 宋昭正敞着上身 背对着门口的方向 由着云山给他的后背上摇 见是萧锦衡来了 他连忙取过一件衫衣批上 想要起身给萧锦衡请安 萧锦衡快两步走到暖座前 轻轻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 你有伤在身 别乱动 说完十分自然地 接过了云山手中的药膏来 朕帮你上药 宋昭下意识 将披在身上的衫衣拢紧了些 神色有些不自然地说 皇上 这些粗活 怎能让您亲自来做 平妾 无妨 萧锦衡用指尖勾住衫衣的一脚 一点点将他从宋昭尖头上勾下来 你负伤是为了朕 朕如何还会嫌弃这些 说着 指腹占取了些许药膏 轻轻按在了宋昭后背的伤处 打着圈将药膏化开 萧锦衡指腹的力道逐渐加重 他不像是在上药 倒像是 想要将什么东西 从宋昭的后背蹭掉一样 例如 那一抹抹颜色青子的淤痕 嘶 宋昭轻咬着嘴唇低喘了一声 身体也随他的力道加重 不受控地抖动着 萧锦衡看得很清楚 药膏在淤痕上晕开 并没有带走淤痕的颜色 反倒因为他用力过剩 在淤痕上印出了一道更深的红印子 由此可见 淤痕并非伪造 宋昭舍命护他的心意也不假 萧锦衡短促地呼出一口气 这才停止了对宋昭的怀疑 相反 心底还添了几分对他的愧疚 帮宋昭处理余下淤痕的时候 萧锦衡的动作很轻 一边上药 还一边冲着伤处 轻轻吹拂着 直到彻底将要上完后 他低下头 对着宋昭的后脖梗 前吻了一击 宋昭背对着他 他看不见他此刻脸上的表情 只听他有些傲丧地问了一句 皇上 贫妾的后背很难看吧 乱说 萧锦衡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截断了他的话 温暖的手掌贴在他的后背上 轻轻抹撒着 爱飞生的娇美 便是后背的淤痕 瞧着也像珠红的花瓣一样 只是正看着实在心疼 他的唇从宋昭的预警一路向下 由于在他的乡间之上 继而用低雅的嗓音说 朕日日帮你上药 相信很快便可恢复如初 美欲无瑕 皇上 宋昭声音更弱了些 萧锦衡从后头瞧着 他被挑逗得 似乎耳根子都红了得透 煞事娇俏 可他哪里又知道 此刻 宋昭用最柔软的语气 说着最娇羞的话 可唇角却擒着一丝 运筹帷幄的笑意 像是猎人完美地捕获了上等的猎物 正准备驾柴起火 饱餐一顿 萧锦衡的吻 逐渐由克制变得疯狂 他的手也顺着宋昭的后背 一点点挪移到了他身前的春色上 宋昭显得有些慌乱 柔弱无骨的苏手 扣在了他清金分明的手背上 皇上 嫔妾今日怕是不太方便 话音方落 男人便轻轻捏住了他的脸颊 一点点失利 带动着他 缓缓回过头来 彼此鼻尖相抵 呼吸交织 萧锦衡盯着他脸颊 逐渐泛起的桃粉之色 嘴角勾起玩味的笑意 朕记得你的月事不在这两日 贫切后背的淤痕稍稍按压 就疼得很 只怕好几日都不能平躺了 无妨 萧锦衡凑上前 轻咬了一记他的唇绊 你可在上面 也好 让朕看着你的样子 宋昭修到了极点 整个上半身白皙的皮肤 都透着一层薄红 偏萧锦衡就吃他这一套 他左手紧紧地扣住宋昭的腰肢 让他更贴近自己一寸 忘乎所以地拥吻着 郑处在心头上 却在这时 被敲门声打扰了彼此的 兴致 姜德顺在门外恭声道 皇上 皇后娘娘和陈妃娘娘 听说了今日 您在御花园的显示 这会儿 都各自做了安神补气的汤羹 在朝阳宫候着您 您看着 萧锦衡被当头泼了一头冷水 脸色能好看到哪去 他压着火冲门外喊道 这事儿 是谁多嘴告诉他们的 想也知道 今日萧锦衡抱着宋昭回姚华宫的时候 不正在宫门口 撞见了姚萍吗 可姜德顺 总不能在这个时候 嚼姚萍的是非吧 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他不知道 宋昭偷偷打量着萧锦衡的神色 他兴致来了 当然是不想走的 即便要走 也不耽误他先与宋昭温存一次 可他若是这会儿将人留下了 岂不是等于一下子 就得罪了皇后和陈妃 宋昭又不傻 他要的只是面前 这个男人对他的愧疚 又不是这个男人的身子 于是 他扶在萧锦衡怀中 温顺的像只兔子一样 说 今日之事确实凶险 嫔妾担心您 后宫的姐妹们 定是也担心皇上的 皇上今日 已经陪了嫔妾这么久了 总不好让皇后娘娘 和陈妃娘娘 一直记挂着不是 萧锦衡默了默 道 也罢 今日你也受了惊 朕也不忍心在折腾你 你早些休息好好养伤 明日正下了 早早再来看你 他将宋昭安抚好 看着他睡下后 才意犹未尽地走了 宋昭侧身躺在床上 正要休息 忽而门外 又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敲门声 小主 您歇下了吗 宋昭一听是小福子的声音 坐起身来披了件外衣 进来吧 小福子来时 将一个白瓷药瓶递给了宋昭 这药粉是奴才专门为小主调制的 小主用着身上的淤青 也能散得快些 太医给您开的是金方活泄伞 那样名贵 对才形成的淤痕有奇效 但对已经散开的淤痕 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宋昭将白瓷药瓶放到一旁 神色淡淡地说 你有心了 小福子打了个签 原本已经打算退下了 却在走到门口的时候 又折返回来 面露难色道 小主此番行事实在太过凶险 心伤就换加在一起 实在是遭罪了 宋昭不以为然地笑笑 这戏要是演得不真 如何能骗得过皇上 且我若在皇上面前把戏眼砸了 别说是恩宠 我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小福子道 其实皇上带小主已经很好了 小主实在没必要用自己的身子 去做赌注 宋昭说 你打眼瞧着皇上对谁不好了 皇后和陈飞那么一换 她不是也急着就走了吗 后宫中的女子 哪个没相貌 哪个没家事 以色诗人求来的恩宠 又能有多长久 她晃动着手中的白瓷药瓶 玩耳一笑 倒是挤出瘀痕 就能让皇上以为我舍命救她 换来 她对我的侧目 实在值得 说着忽而抬眸看向小福子 你今日的差事办得不错 碎石崩落的时机瞅得很准 撤手也撤得干干净净 没留下任何证据来 我果然没信错人 今日玉花园的意外 纯属是人为所致 而这一局幕后的操守 唯有宋昭 从前几日 宋昭听云山和小福子说 玉花园东北角的假山 有碎石松洞掉落的迹象时 她便已经开始 盘算起了她的大忌 她得做出点特别的事 给萧锦衡留下深刻的印象 貌美如花 知书达理 琴棋书画样样皆通 这些只是小巧 后非人人都在这些事情上面花心思 人人都能做的事 她再去做 反而泯然众人 所以她决定 她要做萧锦衡的救命恩人 昨日萧锦衡邀她共进午膳 她在那道竹孙火腿羹上 就已经动起了心思 她知道萧锦衡爱喝 还刻意在里面放了容易胀肚子的红薯 粉丝进去 为得就是让萧锦衡 午膳贪食吃撑 让她自己提出想要出去散步萧食 现在是初秋 御花园里的花都开败了 只有御花园东北角种植的一大片菊花 能在秋日里添一抹颜色 宋昭料到了 萧锦衡只要提出想要去散步 姜德顺就会禁言让她去赏菊 所以 她一早就安排萧福子 在御花园东北角的假山后面藏着 只等她和萧锦衡入场后 小福子就瞅准时机 将碎裂的山石推下去 这一场美救英雄 如果不给身上留下点伤痕来 是达不到宋昭想要的想效果的 为保万无一失 她在头一天晚上 就让小福子拿着十块 先在她后背砸出了几处瘀痕来 反正到时候 就算萧锦衡叫御医来给她诊治 伤处在后背上 她也能以女子后背不便示人为由 拒绝御医的医治 萧锦衡又不通医术 她只能看见宋昭的后背 有被砸伤的瘀痕 压根就分辨不出 这瘀痕是才被砸出来的 还是头一天晚上的旧伤 一切的一切 都在她的算计之中一步步差 经此一事 宋昭坚信自己 起码在萧锦衡的心中 是能占据一席之地的 她恍神回忆了一番自己的杰作 脸上的笑意愈发明艳 回过神来 从床边的梯子里 取出了一个四方宽阔的锦衡 交给小福子 这是给你的 你拿着 小福子连忙拒绝 不不不 小主将奴才从心者库救出来 就等同于救了奴才的一条命 奴才一心侍奉小主 怎能要了您的好处 宋昭目光落在锦盒上 挑眉微笑道 你先打开瞧瞧 小福子起开锦盒 发现里面放着的 并不是金银珠宝等俗物 而是整整齐齐的四卷 金方密钥 她将书卷捧在手中 眼睛都亮了 这是高昭的一点 是不传世的真品 小主从哪得来的 送人礼物 当然要投其所好 宋昭需要小福子这样的人 在身边帮衬着 给他的礼物 自是十分上心 我知道你喜欢学医 和你兄长一样都是个医齿 从前你在太医院偷看典籍 被人毒打了一顿 罚去了新者库 往后你跟在我身边 这些一点要多少有多少 也不必藏着掖着 想看就光明正大的看 小福子如获珍宝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喜不自胜道 奴才多谢小主 宋昭搭把手将他搀扶起来 你们跟着我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彼此相互信任便好 这件事你知我知 便是连云山也不要与他说 他胆子小 我怕吓着他 小福子用力汗手 小主放心 奴才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打从这件事之后 萧锦衡和宋昭的关系 便肉眼可见地亲密起来 洛毅不觉得赏赐送来姚华宫 从前比他位分高 给他脸色看得后妃 如今见了他 也都是笑脸相迎 姐姐妹妹地称呼着 和他一起入宫的萧常在 与刘常在 更是拿出了 从前八戒李常在时候的那副嘴脸 剑缝插针地讨好宋昭 至于恩宠 从前一个月里面 陈妃事情的次数能占到后妃事情次数的一半以上 但现在 宋昭已经隐隐有了 可以和他分庭抗礼之事 这天 两个人好巧不巧在御花园碰了个照面 宋昭对着陈妃周全了礼数 陈妃冷着神色白了他一眼 说起话来 阴阳怪气的 你如今最讨皇上欢喜 只怕要不了几日等肚子有了动静 就该册封成贵人了吧 宋昭道 平妾能有今日 全然拜陈妃娘娘所赐 平妾不敢忘怀 皇上代平妾不过是一时新鲜而已 代娘娘才是数年如一日的好 陈妃微眯凤眸 瑞丽的眼神弯在宋昭身上 他看着宋昭耳垂上 佩戴着自己所赠的那对粉珠耳环 悠悠道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 你是个聪明人 刚一入宫 就知道 给自己选一条光明璀璨之路 他一边说 一边拨弄着围纸上的流金护甲 哎呀 想那李氏和你一同入宫 到底也是日日八戒皇后的 结果怎么着 还不是落了个混沌皇城的下场 宋昭点头应试 陈妃继续道 你懂规矩就好 太医说 最近这段日子乃是本宫的喜日 极容易一举得子 所以 本宫得常陪伴在皇上身边 也好为起朝开枝散叶 陈妃绕着宋昭走了一圈 忽而在他正前方驻足 笑意慵懒道 可最近皇上总是想着你 来看本宫的次数 也变少了些 你说 这可如何是好 该来的总会来 宋昭成蒙圣宠 一早就料到了 陈妃会有来找事的一日 不过陈妃对他还算是客气的 也没出手害他 只是话里话外的意思告诉宋昭 让宋昭最近消停点 不要再分了他的宠爱去 宋昭心下早有准备 私存了片刻 道 皇上贪图嫔妾新鲜 他若要来嫔妾 也不好劝他走 不过请陈妃娘娘放心 嫔妾知道该怎么做 陈妃冷笑着瞥了他一眼 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便走了 宋昭看着他气势腾腾离去的背影 眸光逐渐暗淡下去 他是不会让陈妃这么轻易就有孕的 毕竟他入宫 就是要一步步往上爬的 陈妃要是但遇了皇寺 地位只会更加稳固 那么他上位的麻烦就会越多 宋昭呆立在御花园赏了会儿花 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妙计 一个既不用得罪陈妃 还能让萧锦衡这两日 不去他宫中的好法子 萧锦衡昨日说了 今天会来姚华宫用午膳 宋昭回宫后 就和姚萍一同在小厨房里忙碌了起来 宋昭得宠 萧锦衡最近来姚华宫的次数 明显便多了起来 俗话说得好 见面三分情 姚萍是姚华宫的主位 他也总能跟着沾点光 两个人正在小厨房里 有说有笑地忙碌着 云山入内向二人府里道 小主 萧长才又来找您了 宋昭脸上的笑意一致 有些无奈地说 你去告诉他 让他在西片殿稍等我片刻 我等一下就来 理他干什么 姚萍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他从前也不爱与你亲近 如今见你得皇上恩宠 这阵子 倒是日日都来找你 他究竟是来找你的 还是想在你这儿 碰碰运气见到皇上 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宋昭明白 姚萍为何会突然发火 等一下萧锦衡要来用午膳 原本只有姚萍和他能从旁伺候着 要是再加上一个萧长在 到时候 让萧锦衡的目光往哪儿落 宋昭做人八面玲珑 谁也不得罪 便说 他既然来了 大家姐妹一场 我也不好 将他拒之门外 这样吧 萍切去见他一面 随便敷衍两句 将他打发走 免得等下到了用膳的时辰 还得把他留下 说着 看着姚萍面前 除岸上准备的精致备菜 笑着说 娘娘这样好的手艺 萍切一人还吃不够呢 怎舍得分给她 姚萍这才笑了 你若喜欢吃 本宫等下多倍嫌 宋昭回到西片店的时候 刚一进门 萧长在就舔着笑脸 迎了上来 他表现得与宋昭十分亲密 牵起他的手 拉着他坐在暖座上 妹妹今日曾有这样好的兴致 想着要亲自下厨 宋昭道 左右也是闲着 便想随手做两道家乡菜 呀 那我可有口福了 萧长在话都说出去了 才故作尴尬地问了一句 倒是我唐突 也没问妹妹 欢迎不欢迎我 就自作主张 要留在你这用午膳 不知妹妹可欢迎我 宋昭婉儿 姐姐这话说的 就见外了不是 天双筷子的是 姚萍娘娘 也是喜欢热闹的人 咱们当然是欢迎姐姐的 我与你性子相投 就喜欢跟你待在一块 萧长在说着叹了口气 你可不知道 我在昭春宫受了多少气 惠萍娘娘孩童心 倒是好相处 就是那刘长在 我自入宫就事情过一回 刘长在仗着她事情过三回 总是明里暗里地 给我脸色瞧 我日日对着她 心里实在不痛快 她说别人的是非 宋昭当然不会接话 于是只当没听见 转了话锋问道 过两日就是皇上的万寿节了 姐姐给皇上准备了什么贺礼 萧长在嘴里打了个绊子 说 我打算在皇上的寿宴上 献舞一曲 跳的是水秀舞 萧锦衡的生辰 也是后妃集体在御前露脸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来 尤其是像宋昭和萧长在这种 今年才入宫的嫔妃 宋昭一早就将萧长在调查了得清楚 她的看家本领是唱曲 怎么可能在御前跳舞 只不过她看破不说破 笑着说 姐姐身姿曼妙 水秀舞又最能展现女子柔美 相信姐姐定能一舞动京城 得皇上另眼垂涯 萧长在白白手说 都是小家子 上不了台面的 可比不上你 长得心疼人 又在御花园里英勇护主 眼看着当下除非陈妃娘娘外 就属妹妹最得皇上宠爱 我没猜错的话 皇上今夜肯定又要翻你的牌子吧 宋昭羞答答地说 姐姐就别取消我了 今日六爷进宫了 皇上晚上应该会陪她去寿康宫 一起看望晋贵太妃 估计也没有做那事的心思 萧长在默默点头 也不知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她坐在暖座上 总觉得自己大腿跟 好像被什么东西割着 身子挪一挪 才发现原是一本唱本 被她压在了身子底下 刚将唱本拿起来还没翻开 宋昭却慌了 她一改往日地沉浸自迟 毛躁地伸手 想要将唱本抢过来 萧长再眼急手快 抬手闪开后打去道 这是什么呀 看把妹妹紧张的 说着将唱本翻开 瞄了两眼上面的唱词 这是昆曲《玉簪记》的唱本 妹妹喜欢唱琴 宋昭摇头窥探道 倒也不是我喜欢 是皇上前两天跟我提了一句 我见皇上很喜欢这一曲《玉簪记》 便想着学来 奈何我是个没天分的 练了几次 却连调都找不到 萧长在听罢 眼底心芒流转 昆曲正是她的强项 宋昭不会 她会 萧锦衡若当真喜欢听昆曲的话 说不定这就能成为她上位的契机 萧长在心下撕存了片刻后 忙将唱本还给宋昭 起身道 我突然想起 宫中还有些事 只怕今日就不能留下和妹妹共进午膳了 改日 我再来找妹妹 姐姐这就走了 这午膳马上就好了 姐姐不如留下吃了午膳再走吧 宋昭跟在萧长在身后换着 奈何萧长在 像是只撒了欢的野兔子 一溜烟的功夫 就已经出了姚华宫的正门 宋昭丽在庭院摆树下 目光悠然看着 萧长在仓促离去的背影 萧薄的朱唇勾起好看的弧度 用唇语淡淡地念了一句 蠢货 萧长在走了大约一刻钟 萧锦衡便来了 三个人一同用午膳的时候 姚萍一直殷勤地给萧锦衡布菜 而萧锦衡在整个午膳期间 只看了她两眼 跟她说了一句话 姚萍的厨艺愈发精进了 便是这么一句夸奖 就足以让姚萍高兴许久 午膳过后 萧锦衡自然是去了 宋昭的西偏殿武器 她说话倒是算话 心里惦记着宋昭后背的淤痕 日日都会来帮她上药 这几日 真看你后背的淤痕恢复得很好 看来很快就会不着痕迹彻底痊愈 那还不是皇上的功劳 宋昭披上外衣 凑到萧锦衡的怀中 用指尖抹扎着她下巴上的胡青 皇上日日亲自来给嫔妾上药 您对嫔妾这般好 嫔妾都不知该如何报答 怀中少女声音交苏 指尖微凉 媚眼如丝 每一分看似无异的接触 实则都是赤裸裸的挑逗 哦 萧锦衡尾吊上阳 反手托起她的下巴 笑得恶脸 那便让朕来告诉你 该如何报答朕 说着 温热的手掌便越过重重阻碍 缓缓探向了花蕊 自打宋昭在御花园英勇护住之后 萧锦衡心疼她后背有伤 每每跟她亲近的时候 都十分克制 但今日她却像是出关的猛虎一样 闹得宋昭直呼 腰酸腿软 缠绵过后 萧锦衡将宋昭揽入怀中 爱妃如今愈发能晓得朕的心意了 宋昭修笑了一声 翻过身来 半幅在萧锦衡的身上 纤细的食指 在她薄龙的胸肌上打着绕 皇上的心与嫔妾贴得近 皇上喜欢的 嫔妾自然也喜欢 萧锦衡场上笑着 打去道 妮子愈发贫嘴了 说把猛的探手 擒住了她的唇绊 二人便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探索 宋昭和别的后妃不一样 他们做那事的时候 多半有些娇羞 喊也不敢喊 动也不敢动 也就成妃花样多些 但要和宋昭比 也是差了点 宋昭不仅懂得迎合 还知道如何与萧锦衡 一块探索新鲜的事物 他虽然不爱萧锦衡 但也贪着这个男人的好样貌 与好身材 总归是彼此都快乐的事 他也放得开 就当是个屈所需吧 云雨过后 两人相拥着小气了一会儿 萧锦衡午后 还有正是要忙 不便多留 临行前对宋昭说 安王今日入宫 晚上朕要陪他去看望静贵太妃 今夜便不照你了 你好声歇着 宋昭知道 这只是萧锦衡的说辞 这几天是陈飞的喜日 他多半晚上 是要照陈飞事情的 不过 今日陈飞 大抵是不能如意了 宋昭心里有底 男人总是贪图新鲜的 所以 即便萧锦衡今天晚上不来他这 也绝对轮不到陈飞事情 毕竟那萧长寨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彼时萧长寨回宫后 就关上了房门 开始吊嗓子 等瞅着时辰差不多了 他便换上了一身新作的 湖蓝色云锦常衫 画了精致明艳的妆容 偷偷摸摸去了九方回廊 这九方回廊 是去往寿康宫的必经之路 萧长寨就站在一旁的花圃里 唱起了 玉簪记 在他唱到第三遍的时候 萧锦衡果然来了 萧长寨间御驾朝他的方向行来 歌声戛然而止 神色慌张地跪了下去 贫妾给皇上请安 皇上万福 他的声音在发抖 听上去有些害怕 萧锦衡驻足打量着他 掌灯的宫人 立马将宫灯凑进萧长寨 好让萧锦衡能看清楚他的脸 不过就算是看清楚了也没用 因为萧锦衡压根就不记得他是谁 江德顺将局面僵住 盲小声提醒了他一句 皇上是昭纯宫的萧长寨 他这才道 起来吧 萧长寨却跪着不动 宫中入夜不许喧闹 平切在此处唱曲有为宫规 平切不敢平身 他以为他这么说 能让萧锦衡觉得他懂规矩 对他另眼相看 可萧锦衡又不是个傻子 若是真的懂规矩 就不会大老远从昭纯宫 跑到这地方来唱曲 他既然来了 肯定是知道了 他会路过此处 才会刻意为之 这么拙劣的演技 萧锦衡一眼就能看穿 不过萧长寨的昆曲唱得实在好 这一身湖蓝色的衣裳 也衬得他有几分姿色 萧锦衡便也没有拆穿他 无妨 朕不怪罪你 多谢皇上 等萧长寨起身后 萧锦衡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你可是江州之府的女儿 萧长寨立马道 家父正是江州之府 萧宾 萧锦衡道 朕记得萧宾是太祖皇帝时期王那一脉的 算起来 你该是朕的表妹 这表妹只能萧锦衡说 萧长寨可不敢逾越 叫他表哥 毕竟这种往上翻三代 才能沾亲戴故的皇亲国妻 他可不敢攀 萧长在默默点了点头 不敢接萧锦衡的话 萧锦衡继续道 你方才的 玉簪记 唱得不错 歌声柔漫幽远 节奏远顿挫及徐 面白也颇为儒雅 看得出是下苦工学过的 萧长在洋装亚裔 皇上也喜欢昆曲 贫妾在江州的时候 是跟着柳先生学曲的 可是柳远之 皇上认识尊师 从前先帝时常召他入宫来唱曲 朕听过他几出戏 不过那时他年事已高 嗓音有些浑浊 朕觉得倒比不上你今日 皇上谬赞 萧长在低着头红着脸 含羞带骚地说 若皇上喜欢 日后皇上得空的时候 萍锦衡淡淡地恩了一声 算是回应了他 萧长在也不敢语举 府里厚道 那萍锦衡便先告退了 才走出两步 就听萧锦衡在身后叫住他 今夜月色朦胧 此情此景道让朕想起了白念川的 出云记 你可会 萧长在听见这话 激动到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他深吸一口气 平复自己的情绪 回过身来 面色如常道 这出戏萍锦衡也很喜欢 那便来朝阳宫唱给朕听 是 萍锦遵旨 星号半个时辰后 永和宫 陈飞一早就准备下了满桌子的佳瑶美酒 却热了三遍 还是没等到萧锦衡来 他让银香去打听情况 银香回来的时候 面露难色 支支吾吾道 娘娘 皇上今日怕事来不了 来不了 陈飞眉头紧锁 怒火煞时窜了上来 皇上又召了宋昭 银香摇头 并未 没有 方才不是说六爷已经出宫了吗 那皇上今夜是自己 在朝阳宫卸下了 陈飞撕困了片刻 忙到 那便快准备着 本宫去一趟朝阳宫 陈飞坐起时来风风火火 说风就是雨 眼见他起身 就要往宫门外走 银香吓得立马跪在了他面前 战战兢兢道 娘娘去不得 皇上今夜 今夜召了萧长寨 萧长寨 乍然听到这个名字 陈飞想了好半天 才记起来他是谁 他又是个什么东西 陈飞他用力拍打了一记桌案 随手将边上摆放着的几碟子菜 打碎在地 怒道 说 皇上好端端地 为何会想起那个贱人 银香一早就打听清楚了 萧长寨今日之所以会成宠的来龙去脉 等他事无巨细地向陈飞陈述了一遍后 陈飞的脸色便更难看了 不入流的货色 他是把皇宫当成青楼了吗 唱曲卖艺地勾引皇上 不要个脸 银香劝道 娘娘也不必 为了这是生气 皇上待他 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 在皇上心中最重视的人 始终还是娘娘 话谁都会说 可皇上一个月入后宫的次数 就那么几次 今儿个去了他这儿 明儿个去了你那儿 留给本宫的机会 还有多少 陈飞宁眉看着朝阳宫的方向 声音发狠道 他既喜欢唱歌 那本宫就让他唱个够 星号姚华宫 今夜萧锦衡不来 宋昭乐的自在 晚上后赏了一颗月 看了两卷书 正打算让人伺候他洗漱休息的时候 内务府去派了人过来 宋主 皇上让奴才来给您送些东西 宋昭看着他手中提着的石盒 好奇道 什么呀 是御用的安神茶 皇上说 小主今日劳累了 要小主喝了这茶 好得安枕 内奸将清玉湖取出来 毕恭毕敬地给宋昭到了一盏茶 又殷勤讨好着巴结了一句 这宫中能得此殊荣的 除了皇后娘娘和陈飞娘娘 可就要属宁了 宋昭娇羞一笑 汉手间从梯子里取出了些碎银子递给他 有劳公公跑这一趟 内奸收下银子 笑得更欢喜了 从前宋昭不给下人赏赐 只不过是为了装个样子 要想在宫里把日子过下去 花钱打点下人 买通消息走动关系 那都是必须的 刚给完银子 就见小福子匆匆入内 他看有外人在 便富尔宋昭说了句 小主 今夜事情的是萧长在 不过皇上并未留宿 这会儿人已经送出朝阳宫了 宋昭略一私存 将清玉湖往内奸面前推了几寸 笑着说 我见公公面善 好像皇上拆内务府 送什么东西来我这儿 每次都是公公负责跑腿的 宋主好记性 奴才是专门负责给东六宫送赏赐的 你当差辛苦 我看你机灵 也愿意帮衬你一把 今日 事情的是萧长在 按说 他也算是皇上的表妹 他非迟于 迟早有飞上之头的一日 我听说他身边还没有个伺候的内奸 你若能巴结上他 当得东六宫主子身边的奴才 这前途可不比在内务府要宽广多了 内奸想了想说 宋主提醒的是 可奴才人微言轻 如何能让萧长在对奴才另言 眼下就有现成的机会 宋昭取来一个普通的紫沙湖 把清玉湖里面剩下的安神茶 全都倒进去后 将他递给内奸 萧长在事情辛苦 这极好的东西 你去送给他 一来让他同目圣恩 二来也可要他觉得 你是个懂事理的 宋昭话里的意思 是要内奸拿了御赐的安神茶 去讨好萧长在 这是不合规矩 但是宫里面的奴才为了上位 比这更铤而走险的事 也愿意干 那内奸犹豫了片刻后 跪地扣谢了宋昭恩德 带着安神茶快步去了 宋昭此举 倒要小夫子有些蒙在鼓里 皇上赏赐给小主的东西 小主为何拿他去做了人情 还要嫌一个最莫等的奴才 宋昭将茶盏捧在手心里 浅浅作了一小口 就不继续喝了 你拿去下去 帮我倒了吧 小夫子愣了一下 小主是喝不惯 宋昭摇头 这安神茶是御用之物 当然是极好的东西 喝了它便是梦魇惊记之人 要安安稳稳地睡到五更天 都不成问题 可皇后娘娘 明日召集后妃 提前半个时辰 就去她宫里请安 一同商量皇上生辰的事 我可不敢耽搁 闻言 小夫子立马明白了宋昭的意思 小主睿指 满宫里都知道这两日 是陈妃的喜日 这个时候 萧长在用下三滥的手段 抢了皇上的恩宠 肯定是会得罪陈妃的 要是萧长在入夜 再喝了安神茶 明日给皇后请安再去晚了 这恃宠而交的罪名落实 同时也得罪了皇后 如此一来 她往后的日子可就 别乱说 宋昭笑着白白手 截断了小夫子的话 我送她安神茶 试看她事情辛苦 想要替皇上成全 我可没有那么多 弯弯绕绕的想法 是是是 小夫子收着力气 在自己嘴巴上拍打了两下 奴才胡言乱语 小主别见惯 宋昭的心思 其实很简单 她不愿意 陈妃在这个时候游喜 又不能明目张胆地 分走她的宠爱 所以 一心盼着圣宠 又有一技之长的肖长寨 就成了她最好的一枚棋子 再者说 现在李长寨死了 后宫中心入宫的嫔妃里 最惹眼的 就要数她 皇后和陈妃 都眼巴巴盯着她的错处 她做什么事都束手束脚的 这个时候 让肖长寨突然冒出来 分走他们的注意力 代替她成为枪把子 才是上策 第二天 宋昭起了个大早 天还没亮 她就已经到了皇后宫中 小做了片刻 后妃陆陆续续都来了 却是迟迟不见肖长寨和陈妃的身影 云妃看了一眼 正在吃糕点的惠平 拿枪拿掉地说 陈妃晚来不是西汉市了 怎么你宫里的肖长寨 今儿个也不来了 惠平嘴里塞满了糕点 喝了口牛乳茶 将糕点咽下去后 才胡伦道 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 肖长寨姐姐去朝阳宫找皇上了 我睡觉的时候 她还没回来 皇后娘娘 说今天请安要早早来 我贪睡起来晚了 赶着过来 也就没有注意别的事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地 开始议论起来 宋昭全程不接话 只是默默观察着皇后的表情 她是中宫 后妃请安晚来 本来就是对她的大不敬 从前有个陈妃 就够她头疼的了 现在又冒出来个肖长寨 她就是再大度 也不可能一点都不生气 可后来 肖长在神色慌张赶来 在堂下冲皇后行礼请罪的时候 宋昭眼睁睁 瞧着皇后脸上挂着的不满 煞事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她一贯端然和晚的微笑 没关系 你伺候皇上辛苦 今日本宫又提早了请安的时辰 你晚来一时半刻地不打紧 快起来落座吧 皇后当然不会训斥肖长寨 因为陈妃比她来得还晚 她要是训斥了肖长寨 那陈妃怎么说 所以 她只能隐忍着 但这却并不代表她不介意 肖长再来后 众人又等了好一会儿 陈妃才姗姗来迟 她十分敷衍地向皇后请了个安 落座后见众人目光都齐刷刷地盯着她看 她眼珠子向上翻了个白眼 羊眷捂着鼻尖打了个哈欠 慵懒道 不是说要商量如何给皇上庆祝寿臣吗 你们一个个盯着本宫 是能看出朵花来 被她呛了这么一句 后妃收回目光来 在皇后挑起话头后 纷纷说着自己准备了什么节目 或是贺礼为肖锦衡庆祝寿臣 轮到宋昭的时候 她怯怯地说 嫔妾身无常计 唯有琵琶一记上能拿得出手 这几日在秦家练习 想着等皇上寿臣的时候能献上一句 皇后笑道 好啊 琵琶音色清脆饱满透亮 演奏难度也颇大 后宫之中 也只有嫉妒不压身的陈妃略通一二 却也做不到专精 陈妃用眼角的余光 瞥了一眼宋昭 冷笑道 那你就好好谈吧 本宫也等着看你的表现 说着 转头看向萧长寨 萧长寨今日的气色 看着可真好啊 本宫听说 你昨日一举动地心 可叫皇上好生喜欢 等皇上寿宴的时候 你也给咱们唱唱 好让姐妹们也开开眼 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歌声 才能让皇上对你侧目相待 陈妃话里的醋味都快慢出来了 萧长寨再傻 也听得出话音来 他立马惶恐道 嫔妾这些都是小家子气 上不了台面 哪里敢在各位娘娘面前 搬门弄斧 这话 倒叫陈妃抓住了错漏 上不了台面 皇上因为喜欢听你唱曲 才召了你去朝阳宫 你现在说这是上不了台面的事 呵呵 陈妃猝然发笑 锐利的眸光上下打量着他 怎么 你是想说 这上不了台面之人 是皇上吗 宋昭等了一上午的好戏 这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萧长再被陈妃一句话 吓得花容失色 做也不敢做了 忙站起来 冲他屈膝欠身下去 萍妾不敢 陈妃娘娘恕罪 萍妾是一时失言了 并不是那个意思 她一紧张起来 就笨嘴捉舌的 话都说不明白 陈妃连他看都不看 由着他 在自己面前居着里 余下的后妃 也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连一个肯替萧长 在打圆场的人都没有 偏这个时候 皇后清了清嗓 道 陈妃 萧长在话里的意思 有没有不敬皇上 咱们都听得出来 他无心之失 你也莫要为难他了吧 陈妃闻言瞥了皇后一眼 继而静 笑着搀扶起了萧长在 本宫跟你开个玩笑 你怎么这样害怕 你这一把好嗓子 本宫也是羡慕 你哪日得空了 也教教本宫可好 萧长在这才长出一口气 忙到 娘娘哪里的话 贫妾捉忌 娘娘能瞧得上 便是贫妾的荣幸了 你这张嘴可真甜 难怪皇上喜欢你 话敢话的 都说到这儿了 择日不如壮日 你今日可得空 萧长在连连点头 自然是有空的 陈妃便道 那等下给皇后娘娘请完了安 你便随本宫回宫去 也好好教教本宫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陈妃和萧长在身上 唯有宋昭在看皇后 皇后嘴角 琴着若隐若现的笑意 看着端然 可总让宋昭感觉寒津津的 方才明面上 皇后是在帮萧长在说话 可谁不知道 陈妃和皇后之间不对付 皇后帮萧长在说话 便会让陈妃觉得 皇后是在刻意拉拢萧长在 在陈妃眼里看着 萧长在昨日抢了她的恩宠 今日又被皇后抛了橄榄枝 她如何还能容得下萧长在 皇后这一招借力打力 果然是用得极妙 后来请安散去的时候 萧长在便跟着陈妃回宫去了 去往永和宫的路上 萧长在心里还在想 陈妃在后宫的势力颇大 若是能巴结好她 往后自己也能有好日子过 等怀揣着这份期待到了永和宫 陈妃便让她先唱一遍比个例子 萧长在一曲 有缘惊梦 唱得流利嘹亮 声情并茂 实在是有些水准 可陈妃听着 满脑子里却都是她昨天晚上 在萧紧横龙床上时候的那副狐媚子样 于是不等萧长再唱完 她便说 你这曲是唱得好 就是听着有些不对位 你试试看 声音在嘹亮些 曲调在高些 让本宫听听如何 昆曲讲究的是水墨调 轻柔婉折 一唱三叹 又不是比谁嗓门大 音调高 那般扯着嗓子唱 反而失了韵味 可陈妃执意要听 萧长在也只能硬着头皮唱 唱到高音处时 可以听得出 萧长在已经十分吃力了 几乎是扯着嗓子硬唱上去的 陈妃听罢鼓掌道 对了对了 这便好听许多 你再唱几遍 让本宫边听边学 萧长在这会儿才发现 陈妃是在有意为难她 但她禁永和宫的门容易 想出去 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 她只能听陈妃的话 扯着嗓子 又唱了两遍 唱完后 她这嗓子也算是废了 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沙哑起来 陈妃娘娘 嗨嗨 萍妃有些力不从心 能否 你对着皇上就能唱一夜 本宫让你唱你却唱不了 怎么 你是不愿意给本宫唱 萧长在连忙将后半句话 吞进肚子里 重新道 萍妃嗓子有些不舒服 能否向娘娘讨杯水喝 陈妃笑 瞅瞅本宫糊涂的 你唱了这好半天了 连一盏清水也没给你备下 营香 快去给萧长在取水来 营香很快就将一盏水 递给了萧长在 可萧长在却看见那清水里面 满都是冰块 拿着杯盏的手指 都觉得冻得慌 陈妃见他不喝 便道 不是说 要向本宫淘水吗 怎么不喝 萧长在眼眶红色 无奈只得将那一杯冰水 一饮而尽 陈妃这才得意一笑 打了个哈欠道 本宫有些乏了 先进去歇会 营香 你负责伺候着萧长在 让他唱够两个时辰 等自己熟练了 再来交本宫 营香一面恭送 陈妃回寝宫 一面在路过萧长在身边时 刻意拔高了声调道 娘娘放心 奴婢一定 好声伺候萧长在 想也知道 萧长在在永和宫 吊着嗓子 唱足了两个时辰的昆曲 就算是再好的嗓子 怕也该废了 他回宫后 第一时间就召了太医 太医说他这情况少说 也得个把月才能恢复好 这也就意味着 萧锦衡收宴的时候 他别说是唱曲了 就是多说两句祝福的话都费力 萧长在的恩宠 本来就是 靠着一副好嗓子唱出来的 如今嗓子哑了 他又想留住圣心 只能去朝阳宫 娇滴滴地冲萧锦衡撒娇 妄图以此 来博取萧锦衡的同情 可他实在不聪明 他没有陈妃的家世 没有姚萍的身段 更没有宋昭的美貌 当他用那副破罗嗓子 在萧锦衡面前 渲燃欲气的时候 萧锦衡听着 只觉得嫌弃 听说萧长在是去陈妃宫中 唱曲唱了一下午 才把嗓子唱成这样的 萧锦衡便知道 这是陈妃又吃醋耍小性子了 他表面上哄着萧长在 说 你也是吃傻 陈妃让你唱 你若觉得 不是拒绝了就是了 何必傻傻地 将嗓子唱成这样 萧长在文言愣了一下 他是想拒绝 可他一个常在 哪里敢拒绝陈妃 委屈的话刚想说出口 就听萧锦衡又道 嗓子坏了 再哭哭啼啼地 更不好恢复 你先回去僵养着 朕明日让人给你送些 钟南山的蜂蜜去 如此 萧长在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得信心而归 而当天晚上 萧锦衡就翻了陈妃的牌子 他非但没有因为这件事 责怪陈妃 还在见到他后 笑着打趣道 你呀 好端端地跟他计较什么 陈妃当然要计较 皇上明知道 昨天和今天是陈妃的喜日 明明答应了 要来陪陈妃的 陈妃和萧锦衡独处的时候 总是规矩全无 但情趣却十足 只见他 走到萧锦衡身旁 稍一侧身 便轻盈地坐在了萧锦衡的怀中 臣妾昨日 坐了一大桌子佳肴等着皇上 可皇上说不来就不来了 臣妾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说着在萧锦衡怀中昂起头 一边舞昧笑着 一边跟只猫一样 用鼻尖在萧锦衡的下巴上蹭了蹭 皇上害臣妾伤心了一夜 今日可得好好补偿臣妾 才是他声音酥软 一双御手在身下缓缓挪动着 探向了萧锦衡龙袍的腰风处 萧锦衡灿然发笑 贴近陈妾压低声音道 满宫里就数你没规矩 手放在哪 他反手扣住陈妾的手 稍加失利 郑玉带着他探索之际 却此时 门外忽而传来了江德顺的交集声 皇上 皇后娘娘心急复发 您要不要去瞧瞧 萧锦衡一听这话 手上的动作立时停了下来 他扶着陈妾不赢一握的腰肢 将她从身上挪开 而后向门外问道 太医不是说 入秋这病就不亦复发了吗 怎么又不好了 奴才也不清楚 皇后娘娘并未让人来通传 只是召了后妃去世级 陈妾看着萧锦衡那一脸关切的表情 愈发恨得牙痒痒 他心下了然 皇后这分明就是在装病 于是他性子一上来 也没说什么好听的话 怎么每回臣妾一伺候皇上 皇后娘娘就这里不舒坦 那里不得尽的 知道的是皇后娘娘犯了心急 不知道的 还以为臣妾才是皇后娘娘的心急呢 萧锦衡知道 陈妾心里不痛快 便牵着他的手哄他说 朕今夜翻了你的牌子 自然是要陪着你的 皇后不舒坦 朕知道了 也不能坐视不理 你若是不喜欢 便留下等朕回来 皇上都去了 臣妾不去 算什么事 臣妾陪皇上走一趟吧 也好关心关心皇后娘娘 敬一敬后妃的职责 两人来到凤兰宫后 后宫中的嫔妃 除了淑妃还在养病外 几乎都已经来齐了 宋昭跟着众人想萧锦衡行礼后 见他静止走到皇后踏前 魏问道 皇后觉得如何 皇后对于萧锦衡的突然到访 有些讶异 皇上怎么来了 他想起身给萧锦衡请安 却被萧锦衡按了一把 不许他起身 你身子不爽 不必拘礼 他一看过了怎么说 皇后道 臣妾没事 只是觉得胸口有些闷 刚好尹妃来看臣妾 见臣妾不太好 就传了后宫的姐妹们来是急 不曾想 却叨扰了皇上休息 萧锦衡牵起她的手 按了按 无妨 你没事最重要 宋昭不动声色地 看着皇后演戏 如果不是她的意思 尹妃怎么会好端端地 将后妃都招来是急 且皇后也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后妃集体来凤鸾宫 是及时多大的动静 遇前的人知道了 怎么会不告诉萧锦衡 她做这事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就是不想 让萧锦衡在臣妃喜日的时候 照她事情罢了 这道理宋昭看得出来 臣妃当然也懂 便听她指桑骂怀的斥则尹妃 皇后娘娘 让你帮着协礼六宫 不是让你拿个鸡毛当令箭 娘娘并着你不第一时间找太医 反而让后妃都来是急 本宫到纳闷了 按说后妃里也没个名义 你大半夜的闹这么一出 是诚心要给皇上和皇后娘娘添赌吗 尹妃不甘示弱 直接对了回去 咱们都是心甘情愿来伺候皇后娘娘的 也不知道这事是添了谁的赌 你眼见两人还要争执下去 萧锦衡沉下脸色来说 好了 皇后病着都各自少说两句 说着又问道 太医说入了邱皇后的心急 就不容易发作 今日突然觉得不舒坦 太医可有说了是为何 萧长在抢着回话 太医说皇后娘娘是积劳成疾 让娘娘平日里不要太过操劳才好 云飞疑惑道 按说皇后娘娘在开春的时候 就已经将六宫的繁杂琐事 交给了尹妃去搭理 娘娘理应没有什么操劳的地方 怎还会是积劳成疾呢 贺臣妃吃笑道 要臣妾说 皇后娘娘就是平日里不该操的心操得太多 才会累积自身 这心急就得好生歇着 娘娘还是早些休息吧 皇后自然听得出臣妃话里的讽刺 奈何萧锦衡也不出言制止 她只能一如往常露出贤惠的笑容来 缓声道 今夜之事要皇上担心了 臣妾没事 皇上还是快些和臣妃妹妹回去休息吧 东皇后劝离的话才说完 一阵撞击的闷响声 从前厅的方向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见是皇后身边的大宫女 双弱不知道将什么东西塞进了柜子里 神色慌张地关上了柜门 双弱惶恐不安 眼神时不时偷瞄一眼身后的寝柜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她是不是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见大伙都盯着双弱看 皇后的表情也显得略微有些不自然 双弱 你最近做事是愈发笨手笨脚了 这茶水凉了 你去帮本宫添心地来 双弱领命正要退下 臣妃看出了这主仆俩的不对劲 忙道 慢着 臣妾看她鬼鬼祟祟的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常言道 家贼难防 皇后娘娘病着 这婢子不伺候娘娘 反倒在您的请柜里倒腾了起来 店内气氛一时焦灼不已 臣妃 趁着萧景衡还未发话 便让银箱去将请柜打开 看看双弱在里面藏了什么 怎料到柜子一打开 便有一件明黄色的请衣掉了出来 幸好双弱眼疾手快 扑上去抓了一把 才没让请衣掉在地上 双弱捧着请衣 十分慌张地检查着 口中还不识喃喃道 还好 没有弄脏 不然皇后娘娘的心意 可就糟蹋了 众人目光落在她手上 才见捧着的 是一件尚未完工的请衣 请衣的材质 用的是明黄色的上毫颈段 上面刺绣着九条五爪金龙 寓意九五至尊 一看就知道 这是皇后亲手制作 打算送给萧景衡的 请衣上闻秀的金龙栩栩如生 针法讲究 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 店内短暂地寂静过后 萧景衡问道 一件请衣 你藏她做什么 双弱抿唇偷瞄了一眼皇后 硬着头皮说 回皇上 这请衣是皇后娘娘专门为了皇上的寿臣制作的贺礼 早在开年就已经开始准备 从选料 裁剪 纹绣 揭示娘娘亲力亲为 半分未曾假手于人 娘娘本是打算瞒着皇上 到皇上生辰那日 再给您一个惊喜 可是今日皇上突然到访 奴婢害怕藏在鹅鱼软垫后面的请衣 会被皇上给瞧见 这才想着将她收起来 没想到却 双弱洋洋洒洒说了这许多 其实无外乎是要告诉萧景衡两件事 第一 皇后为了她的生辰礼物 足足准备了八九个月 第二 皇后之所以会寄劳成吉 就是为了给她日夜缝制请衣 皇后抛足了诚意 萧景衡如何能不敢动 毕竟真心向来是后宫中最难得的东西 凭她是皇帝 也是如此 被拆穿后的皇后面颊通红 有些羞涩地低下头念叨着 臣妾手艺不惊 要皇上看笑话了 萧景衡示意 双弱将请衣递上前 细细抚摸着柔软的棉料 和精致的绣样 半赏才道 这金龙出云的绣样繁复 你又用的是香绣之法 最精细也最困难 可想而知 你费了多少心思在这上面 如此心意 朕着实感动 皇上喜欢便好 其实 这些本就是臣妾的分内之事 为人妻 自然希望自己的夫君 能穿着自己亲手制作的情衣 这样才是贴心贴面的情意 萧景衡淡淡汗手 牵着皇后的手说 你有这份心意便极好 只是日后万事 要先顾着自己的身子 明白吗 皇后清浅汗手 笑意暖絮 绽放了一世的春光 这一幕旁人看着 是地后情色和谐 可陈妃瞧着 却只觉得恶心 后来萧景衡说 既然皇后身子无恙 你们也别在这耗着 都各自回宫休息去吧 陈妃文言 立马上前两步 想要挽着萧景衡的胳膊 跟他一起回朝阳宫 可人还没凑近 就见萧景衡满目温柔 看着皇后 温声细语道 震惊夜留下陪皇后 陈妃愣在原地 已经伸出去一半的手 将在半空中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皇后道 皇上今夜 翻的是陈妃妹妹的牌子 就这样留下来陪伴臣妾 似乎不大好吧 无妨 萧景衡看向陈妃 我而不是那样小性子的人 他这句话 无异于直接堵住了陈妃的嘴 高帽子都扣上了 他还能说什么 只能抢几出一丝别扭的笑容来 皇后娘娘有急 皇上陪伴在侧也是 情理之中的事 左右臣妾 常常能陪伴在皇上左右 也不差这一日两日 当天晚上 萧景衡毫无意外地 留在了皇后宫中 后来的几日 萧景衡都没有来看过宋昭 反倒是陈妃的恩宠又回来了 萧景衡五日照了他两次 看得出来是有意要哄他开心 萧景衡不来找宋昭 宋昭也一点不将此事往心上放 他日日抱着个琵琶 在宫里练习 倒是云山先坐不住了 小主 皇上好些日子 都没有来咱们宫里了 要不咱们明日去给皇上送点点心 也好在狱前露露脸呀 云山是好心 帝王的恩宠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是怕宋昭没了恩宠 再受人欺负 可宋昭却说 皇上若想见我 纵是天上下刀子 他也会来 他若不想见我 我上赶着去也是讨人嫌 又何必呢 他看上去浑然不在意 继续淡动着皮吧 但他心里却是有底的 就算萧景衡近日接连宠信陈飞 又能怎么样 陈飞是小产过的女人 且还伤及了宫体 是很难再有孕的 他的喜日 就是太医院和青天间一起推算出来 适合他受孕的日子 这日子难得 三五个月才能盼来这两三日 错过这个机会 他还不知道得再等多久 陈飞满心欢喜 落得一场空 心中如何能不泣 这件事 从头到尾 可以说是皇后和宋昭联手起来 坏了陈飞的好事 可陈飞却不知道 这里面有宋昭什么事 只知道将怨气和怒火 撒在皇后和萧长在身上 宋昭知道 以陈飞的性格 他是绝不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 而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需要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站得圆圆的 看戏就是了 临近萧景衡的万寿节 按照宫规 各宫都得派出宫人 去宫外的万佛四焚香祝导 代替各宫主子为皇帝祈福 宋昭原本打算是派云山去的 小福子听了这安排却说 出宫祈福要整整七日 头三日还得避古 十分艰辛 云山一个女孩子受不得这样的苦 不如还是奴才去吧 小福子和云山也是自由的交情 他虽然挨了一刀断了子孙福根 但作为男人的担当 却仍是十足 自打他跟了宋昭后 宫中内外琐事 他都打点得井井有条 对云山也是颇为照顾 云山听了他这样 明目张胆关心的话 害羞起来 觉得脸上挂不住 口是心非地说 要你说 为了小主我什么苦都能吃得下 我才不落你这人情呢 小福子也打去道 我又没说是为了你 你倒白捡起来了 你是女孩子 你留在小主身边照顾 肯定比我要方便许多 宋昭见他俩一人呛声一句 反而被逗笑了 见过抢着利好的 还没见过 抢着去佛寺当和尚尼姑的 我觉得小福子说的有道理 云山近身伺候 我到底方便些 枝花和西影再怎么说 也不算自己人 我信不过 文言 小福子十分自得地 冲云山扬了扬下巴 云山气得跳脚 用力拍打了两下他的肩膀 嘴里胡沦了两句鱿鱼话 两个人又开始扮起嘴来 宫里的日子日复一日 总让人觉得枯燥厌倦 但有云山和小福子陪在身边 再无趣的日子 也不会叫宋昭觉得烦闷 第二日 小福子出宫去了佛寺 当天晚膳的时候 萧锦衡来了摇华宫 算起来 宋昭有七八日都没见到他了 他看上去神采奕奕 愈发风神俊朗 可见陈飞将他伺候得很好 他一见到宋昭 就显得十分亲密 牵着他的手 落作暖作厚道 几日不见 朕十分惦记你 宋昭罕见地使了小性子 将手从他掌心抽离出来 跌过身去沾着粗一说 贫妾还以为皇上 把贫妾给忘了呢 朕若忘了你 如何能知道 你弹得一手好皮吧 宋昭谋底闪过几分惊讶 娇称道 皇上怎么这样 凭些好心给您编排寿臣的节目 您却叫人偷听了去 萧锦衡笑着 将他揽入怀中 镇念着你 总让狱前的人来瞅瞅你在做什么 到了门口 就听见你屋里琵琶声 日夜无止休 也不是故意 要人听了去 宋昭娇哼了一声 洋装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和萧锦衡致着气 当时正错了好不好 萧锦衡低头在他的狱颈上前吻一记 道 宋人说你琵琶弹得极好 取来 让朕也听听 不要 宋昭别嘴摇头 模样既可爱又娇羞 说了 是给皇上寿臣准备的惊喜 若是现在弹了 还和来惊喜一说 皇上总不好在寿宴的时候 独独将瓶切晾在一旁吧 他一撒娇 萧锦衡心都化了 忙将他抱得更紧 哄着他 好好好 那朕便等着爱妃在朕的寿宴之上 一鸣惊人 后宫那么多嫔妃 都在为萧锦衡的生辰做准备 不过大家都是藏着掖着 不肯让外人知道 生怕被人抢了风头去 可宋昭却不一样 他老早就告诉了 众人他要谈皮吧 还日日在宫里练习 让姚萍听着 他越是如此 萧锦衡便越觉得 他是个没心计的 在后宫这个大染缸里 越是纯粹干净的人 才越招人喜欢 二人共进晚膳后 萧锦衡原本是打算将宋昭带回朝阳宫的 与此时江德顺呼而萧锦衡 不知嘀咕了两句什么 萧锦衡便道 那今日你好声歇着 朕也不照旁人 回朝阳宫批阅奏折去了 他走后没多久 内务府的人就给宋昭 送来了上好的红糖浆茶 这东西在兴棋的时候 喝起来最好 彼时宋昭一边喝着温热的红糖浆茶 一边以澜望月 云山小声揣测道 小主的小日子都过去五天了还没来 该不会是他伺候宋昭许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宋昭的兴棋不准 自然会往友韵这件事上去联想 宋昭淡淡地说 哪就那么容易了 其实心里也犯着嘀咕 想着 莫不是他之前为了坐实理事的罪名 给自己下了些砒霜 从而导致月姓紊乱 未保万全 他便想着第二日找个太医 来给他把把脉瞧瞧 一日给皇后请完安后 正于回宫之际 一向和他私底下没什么交际的云飞 却叫住了他 听说皇上寿宴之上 你准备琵琶献去 本宫那儿刚好得了一卷 幻兮必先的孤本 正适合在寿宴这种喜庆日子弹奏 你拿回去研究研究 云飞盛情难却 宋昭唯有却之不公 他知道云飞没这么好心 只想跟着去看看 他想玩什么把戏 却不想到了长春宫后 云飞进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直接将驱本给了宋昭 宋昭翻阅两页 瞧着果然是幻兮必先 一世一世的下半卷 对于爱屈之人 这东西算得上是无价之宝了 宋昭盲道 平妾怎好受娘娘如此大脸 云飞不以为然的白白手 都是伺候皇上的 皇上受宴 当然要以皇上欢愉为主 再说了 本宫只是让你拿去学习 又不是送给了你 你不必这般客气 宋昭谢过云飞恩德 又跟他品茶闲聊了两句 怎料正说着话 他忽而觉得 胃里一阵翻涌 忍不住干呕了起来 云飞忙轻扫着他的后背 关切道 这是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舒坦 宋昭没有微醋 摇了摇头 平妾没事 许是近来天气转寒 有些受凉 本宫瞧着不是 你这样子 倒和从前陈飞与淑飞有孕的时候 有些像 云飞说着 压低了声音问道 本宫问你 这个月的鬼水来了吗 宋昭娇羞摇头 云飞立马道 哎呀 这保不齐 就是有好消消 刚好赵太医来给本宫把平安卖 此刻人 就在偏殿候着 让他为你把卖吧 说完也不等宋昭回话 牵着他的手 就急着将他送去了偏殿 本宫小厨房上还未着火 让赵太医先给你瞧瞧 本宫马上来 他说完就走了 徒留宋昭一人和赵太医共处一室 赵太医面向老程 抚着胡须 恭请宋昭落座 在他手腕上盖了块薄杀素布后 便开始提他请卖 宋昭眼睁睁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从淡定变为欣喜 半晌 他双眸放光 喜出望外 退后两步攻身一一道 恭喜小主 喝喜小主 根据小主迈向所示 您已经有了月鱼的身孕了 相较于赵太医的欢喜 宋昭却隐约觉得这件事 透着些说不出的古怪 云山倒是开心得很 恭喜小主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赵太医也笑着说 皇上为着淑妃娘娘小产一事 心情一直不佳 现在有了小主这一胎 也算是有所未解 宋昭沉默虚欲 才笑着说 全是脱了赵太医的福气了 后来赵太医说 是要去会平宫中问安麦 便急匆匆走了 他前脚走 云飞后脚就折返回了偏殿 怎么样 赵太医怎么说 云山欢喜道 回云飞娘娘 赵太医说 我家小主她 确实是受凉了 宋昭抢先一步 截断了云山后面的话 也是我自己贪凉 入秋了睡觉时 还总是开着窗户 云飞闻言脸上的笑意略有凝质 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 本宫瞧着不像 你看你宫里这丫头 一副喜滋滋的模样 你若病了她还不心疼你 她凑近宋昭 压低声音问 可是妹妹有喜了 想暂时按下此事 好在皇上受臣的时 给皇上一个惊喜 宋昭玩耳 没来由的是 嫔妾怎么敢拿黄丝的事玩笑 如此 云飞也不好再说什么 又闲聊了两句 便让宋昭拿着取本回宫去了 芷兰将宋昭送出宫后 折回云飞身边伺候 娘娘 您瞧着宋常在信了此事吗 云飞狭长的眉眼向上一条 神情自私道 由不得她不信 就算她心下有疑 回宫后再传太医来验证 又能如何 她的位分只在常在 只能使唤的 动态医院的胡太医 和徐太医来给她诊卖 他们都长了同一条舌头 只会说她 确实有了身孕 她说着 脸上浮现出一抹轻浮的笑意 她只要信了她有孕 哪日沉不住气说出来 让人拆穿了她假孕争宠的事实 她这恩宠 便算是彻底断送了 星号回宫路上 宋昭一路都闷闷的也不说话 云山私心里想 这宫里的女人满心都是算计 宋昭不想告诉云妃 有孕之事也正常 毕竟淑妃的例子就在那摆着 认谁也得多个心眼 可就算瞒着后妃 萧锦恒那里总得知会一声 云山拿了个鹅鱼软垫垫 在宋昭的后妖处 小主打算什么时候 将这好消息告诉皇上 宋昭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先别急 我有一事觉得古怪 方才整出我有喜脉 赵太医为何不告诉云妃 且云妃不是说 赵太医是来给他请平安麦的吗 怎么只探完我的麦 他就急匆匆走了 云山一惊 小主是怀疑这是个局 可是不对啊 咱们若是将这件事说出来了 到时候证明小主没有怀孕 那赵太医满嘴胡言乱语的 他也逃不了关系 他是放着自己的前程 不想要了吗 宋昭台没看向云山 那么谁又能证明 赵太医跟我说了这话呢 毕竟他说 我有身孕的时候 偏店里听着的 就只有你我主仆二人 云山听罢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那他就是有意要害小主了 幸好方才奴婢要报喜的时候 小主拦住了奴婢 若不然这事肯定闹得人尽皆知 反倒成了 是小主在甲运争宠 针针是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 奴婢这就去太医院 请旁的太医 来给小主再行诊断 宋昭淡淡地说 你去请救世了 约莫半个时辰后 云山带着徐太医 来了摇华宫 徐太医在给宋昭准脉过后 也是一脸欣喜地报喜道 恭喜小主 已经有了一月有余的身孕了 宋昭闻言乍然欢喜 有些手足无措地说 竟然有这样的喜事 那便劳烦太医 将此事告诉皇上 徐太医却说 这是天大的喜事 总得小主亲口告诉皇上 才更让皇上欢喜 眼瞅着马上就是皇上的寿臣了 小主若在寿宴之上说出此事 这可不比什么贺礼 都更合皇上心意 宋昭略意沉吟 连连汉首道 太医言之有礼 那我便等到皇上寿宴时 再亲口告诉皇上 这个好消息 还请太医 帮我暂且瞒着此事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徐太医走后 宋昭轻抚着自己平坦的小妇 冷笑着说 我位分只在常在 宫里面专门伺候常在的 就只有徐太医和胡太医两个 他们要是受人指使 匡骗于我 我倒还无计可施了 他身子慵懒得向后一矣 目光落在指甲的扣单上 轻轻抚弄着 语气悠然 对云山说 我让你请太医来 并非是要从他们嘴里 听到什么实话 而是要让幕后算计我的人 以为我已经入局了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放下戒备 露出马脚来 云山道 凭他们怎么算计 小主聪慧 绝不会让他们的奸计得逞 他们就是有再多的心思 也猜不到小主身边 还有个医术着群的小福子在 三日后 离宫齐福期满 小福子回到姚花宫后 第一件事 就是替宋昭仔细整脉 果不其然 脉相显示 宋昭并无身孕 他有些不解 我没有身孕 是意料之中的事 可这月我的鬼水 确实未来 你可知道是什么原因 小福子皱着眉头 撕捉了片刻 道 小主迈向气血略虚 精血亏损 怕是用了什么 不干净的东西 云山盲说 不会的 自从披霜那件事后 小主在吃食上 就格外谨慎 御膳房送来的膳食 皇上都让御前的 常膳公公 亲自查验过 不会有差池 宋昭想了想说 错不在咱们宫中 可我每日去 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他赏赐的茶点 我是不能不吃不用的 我记得 这两日皇后宫中的 那些茶点 都是云飞 送去的家乡特产 他若有心安排 这事便不难 云山道 小主可要将此事 告诉皇上 宋昭挑眉摇头 从容微笑道 云飞既要害我 我只管以牙还牙 用更狠更独的法子 去害他就是了 皇上日理万机 我又何必 给他徒增烦恼呢 一日晨起的时候 日光被厚厚的云衣遮蔽着 微凉秋风 卷起庭院里 第一片枯黄的落叶 顺着临窗飘入殿中 落在了宋昭的手里 他抬眸看了一眼昏暗的天 一场秋雨 便这样毫无征兆地 落了下来 今日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因为下雨的缘故 许多嫔妃都来晚了 而平日里 就从来没有准时到过的陈妃 今日更是直接 让迎香来回了皇后 说她不来了 所幸皇后向来大度 从不与陈妃计较什么 等人来齐了后 皇后便将她拟定好的 萧锦衡寿宴的流程 拿出来与大伙分享 从前请安的时候 糕点茶品吃个不停的人 一直都是惠平 可今天宋昭却比她吃得还多 尹妃瞄了她一眼 打句道 宋常在 这是怎么了 今日瞧着 比惠平妹妹胃口还好 惠平塞帮子塞得鼓鼓的 像只小松鼠一样 看向宋昭 娇俏笑道 宋姐姐一定是跟我一样 也觉得皇后娘娘宫中的点心 特别好吃吧 宋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惠平娘娘说得极是 今日瞧着下雨 害怕误了给皇后娘娘 请安的时辰 所以 凭妾未用早膳 就急着赶来 这惠子 在各位姐姐面前失礼 倒是我闹笑话了 无妨 近来你们请安用的茶点 都是云飞家乡的特产 皇后端和一笑 指着宋昭面前 御盏中的蜂蜜水 道 就好比你面前的穷花蜜 还是云飞身边的纸蓝 日日来本宫这儿 提前帮你们冲泡好的 云飞心思细腻 说怕旁人掌握不好 滚水的火候 再烫坏了这上等好蜜 反倒是暴殿天雾了 宋昭一听这话 心里就有数了 他之前还在想 云飞如何能精准地 将脏东西下给他 毕竟来皇后宫中请安 这些吃食 可是人人都在吃的 他总不能给人人的 茶点里都下药 让后宫全都月行推迟 集体假孕吧 可若是这穷花蜜 是云飞身旁的 芷兰亲手冲泡 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过了他的手 他自然是想给谁下药 就给谁下药 也不会被人察觉出什么来 宋昭心里默默盘算着 在喝完了一盏穷花蜜后 有些不好意思地 对云飞说 这穷花蜜实在好滋味 凭借失礼 想再讨一杯 云飞闻言笑道 妹妹既然喜欢 那本宫便让芷兰 取些给你带回宫中去 顺便让她将冲泡的法子 告诉你身边的婢子 日后你随时想喝 便随时都能喝到 宋昭受宠若惊道 这如何能成 贫妾听说穷花蜜十分珍贵 怎好都是自家姐妹 你与本宫客气什么 云飞表现得十分阴切 忙招呼着 让云山跟着芷兰去取花蜜 他这举动 倒让宋昭心里犯起了嘀咕 心想着 云飞也不像是个吃傻的 他怎么就敢把 夹了脏东西的花蜜 这般在众目睽睽之下送出去 而在宋昭回宫 让小夫子验过穷花蜜后 才知道 而是因为他实在太过精明 小夫子说 和上回云飞送给小主的 陈宁香露里面添加了婆罗香一样 这穷花蜜里面 混进去了一味除甘草 若是单独服用的话 并无无碍 可此物最即红糖 若和红糖一起服用 便会导致女子性妻推迟 云山愤愤道 上回小主披霜中毒后 太医交代过要小主多补气血 小主每日晨起要喝一碗红糖水 那可是宫中人尽皆知的事 又是要识相课的手段 足以见得云飞通小药理 并且是一个做事十分谨慎的人 怪不得他敢把穷花蜜给宋昭 因为他知道 就算东窗事发 他也能全身而退 宋昭精致的眉眼 卷起了几分玩味 冷笑着说 他道 真是看得起我 云山道 小主以后不喝这东西 看他还能费什么心思来害小主 奴婢这就去将这脏东西丢了 他说着 抱起蜜罐 就要往外走 宋昭唤他一句 这东西可金贵得很 你拿去到了 也是可惜 且留下吧 我自还有旁的用途 星号这两日 因为宋昭信妻的缘故 萧景恒并没有招他事情 但萧景恒对他 到底还是跟对别的嫔妃不一样的 即便不事情 他也没有彻底冷落下宋昭来 这不 今儿个夜里 就有御前的人来给宋昭传话 说是萧景恒要他明日 去朝阳宫共进午膳 第二天一大早 宋昭吩咐小夫子说 你去趟花鸟丝 帮我要两盆他们培育的枝子花来 而后便带着云山 往御花园去了 昨日新雨过后 御花园拧了许多的丘鹿 宫里人说拿丘鹿取来洗脸 最能润则肌肤 所以 今儿个御花园很热闹 各宫娘娘 几乎都派了人来收集 宋昭和云山收集丘鹿的时候 远远瞧见了 陈飞身旁的银箱也在 主仆二人 绕到了银箱身后两丈远的地方 云山一边收集丘鹿一边说 要奴婢说 皇上还是很在乎小主的 小主这两日不能事情 但皇上还是念着您 昨儿个 不是还特意让人来咱们宫里传话 说今日要和小主共进午山吗 宋昭羞的脸红 在云山的肩膀上拍打了一击 好啊你 连我的玩笑 也开得愈发顺嘴了 他们有说有笑地走远了 但方才那两句无心的话 却让银箱听得真切 宋昭回宫后 就在小厨房里忙碌了起来 小福子将枝子花 从花鸟丝取了回来 宋昭用新鲜的枝子 花瓣入扇 正在制作一道甜品 云山好奇道 小主这是要带去给皇上吗 可皇上也不喜欢吃甜食啊 宋昭一边熟练地和面 一边笑着说 皇上这几日 为着南方水患的事 操劳得很 这枝子红糖糕饼 是最不气血的好东西 皇上吃与不吃的 总归我心意 到了就是 小主心思细腻 难怪皇上喜欢您做好了糕点 瞅着时辰也差不多了 宋昭便提着石河赶去了朝阳宫 一入宫门 江德顺便亲自迎着他 往御前去 只是和从前的笑脸相迎不同 今日江德顺的脸色 明显有些犯难 迎着宋昭才过了门廊 便小声说了一句 宋主 陈飞娘娘 这会儿也在圣架旁伺候着 闻言 宋昭缓下脚步来 略显局促地说 既然皇上有陈飞娘娘伺候着 那我便先回去了 他转身要走 江德顺忙不迭拦住他 宋主误会了 今日皇上是邀您来共进午膳的 便是陈飞娘娘来了 皇上也还刻意提醒奴才 说等您来了 直接带您上殿 宋主要是这样走了 皇上可要责怪奴才办事不力了 宋昭默然虚愚 汉手道 我明白了 皇上这是在替我考虑 不想让我觉着受了冷落 我若再走 多少有些不实抬举 江德顺笑着打起了哈哈 宋主哪儿的话 您快请吧 到了正殿外 江德顺叩门三声 殿内立时传来 萧锦衡低沉抓耳的嗓音 进来 江德顺躬身推开殿门 对宋昭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紧了紧手中提着的石盒 缓步入内后 便见萧锦衡和陈飞坐在扇桌前 已经开始用膳了 他远远立在一旁 屈膝向二人请安 嫔妾见过皇上 见过陈飞娘娘 娘娘谦安 皇上万福 彼时 萧锦衡的目光才落在宋昭身上 眼瞅着嘴唇微起 便要说出平身二字来 陈飞却忽而夹起了一块制牛肉 递到萧锦衡嘴边 娇媚了惹地说 皇上这制牛肉可得趁热 等下凉了 口感便不好了 萧锦衡情下牛肉 先是对陈飞道了句 爱妃有心 而后才对宋昭说 不必拘礼 平身落座吧 陈飞这才不好意思地笑道 哟 瞧瞧臣妾可真糊涂了 只顾着让皇上吃好 倒忘了妹妹还拘着你 说着起身 将一旁的椅子向后挪了挪 冲宋昭挑眉道 妹妹快起来落座吧 方才皇上还和本宫念叨着 你那陈飞此刻的笑意 在宋昭眼里 看着更像是尖锐的刀 而萧锦衡方才的态度 也已是精畏分明 陈飞递到他嘴边的制牛肉 代表着他在萧锦衡心中的地位 何时让宋昭平身落座 代表着宋昭在萧锦衡心中的地位 陈飞赢得彻底 但这也是意料中事 宋昭规规矩矩 坐在了陈飞和萧锦衡的对面 看着陈飞和萧锦衡有说有笑的 他倒跟个局外人一样 其实攀谈间 萧锦衡也有在乎宋昭的感受 他一分巧妙地截了下来 不给宋昭一个插嘴的机会 后来萧锦衡瞧见宋昭放在了手边的石盒 便问带了什么来 是嫔妾亲手做的只子红糖糕饼 近来皇上为着南方水患的是神思忧虑 嫔妾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好做些补气血的吃食送来给皇上 还望皇上能不嫌弃 宋昭一边说一边将石盒起开 把糕点从里面取出来 他专注于此 丝毫没有察觉到陈飞脸上表情微妙的变化 萧锦衡余光瞥了一眼陈飞微醋的眉头 又看向正在专心不善的宋昭 觉得这女人倒当真是一点心眼都没有 他做了补气血降着火的滋补糕点 而陈飞却为了他容易上火的炙牛肉 这不是明摆着说陈飞不懂得照顾他吗 这样没脑子的话 放眼后宫 怕也只有他宋昭敢说出口了 宋昭将糕饼分别呈给了萧锦衡和陈飞 毕恭毕敬道 请皇上和陈飞娘娘尝尝看何不合口味 常善的内奸来厌过 是一只吃食没有问题后 萧锦衡才拿过来尝了一口 他知道自己这会儿要是再夸赞颂招 只会让陈飞醋意更浓 于是只淡淡说了一句 尚可 倒是陈飞用过后笑着说 皇上不喜欢吃甜食 妹妹的心意倒是白费了 不过 臣妾倒觉得这红糖枝子糕饼甚是不错 萧锦衡道 朕记得你是最喜欢用枝子花入扇的 也难怪和你口味 皇上带臣妾 针针是极好 连臣妾这样小的喜好竟也记得清楚 只是单论这道菜 宫里头的玉橱手艺可是远远比不上宋常在的 陈飞笑意温柔 转眸看向宋昭 道 不知妹妹可否方便也做一些 送到本宫宫中来 宋昭盲说 陈飞娘娘能瞧得上萍妾的手艺 是萍妾的福分 萍妾怎会不方便呢 陈飞道 那就有劳妹妹了 两人你来我往说了几句话 都被萧锦衡看在眼里 虽然陈飞位分比宋昭高 但两个人都是后妃 这样做糕点的事 说难听了 就是伺候人 后宫之中唯一一个可以使唤别的后妃伺候自己的 也就只有皇后一人而已 陈飞让宋昭做这件事 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但宋昭却没有因此事表现出半分为难 正因为如此 反倒愈发让萧锦衡觉得他乖巧 所以 当天下午的时候 萧锦衡忙碌完了正式 特地去姚华宫看望宋昭 他将宋昭揽入怀中 一边抚摸着他脸颊柔嫩的肌肤 一边宠溺地问道 今日陈飞对你是小性子 你却全然不在意 心里可觉得委屈 宋昭含笑摇头 怎么会呢 宫中妃妾都是伺候皇上的 便都是自家姐妹 陈飞娘娘喜欢吃嫔妾做的东西 嫔妾做来既不费事 厨艺又能得到娘娘的认可 为何心里会觉得委屈 闻言 萧锦衡将他拥得更紧了些 如获至宝般 稳着他的额头 能得你陪伴在镇身旁 是镇的信使 宫里面争风吃醋的是 萧锦衡见得多了 像宋昭这样 不争不强 又善解人意的 实在是不多 做皇帝的女人 家世 容貌 身段 那都不是最重要的 食食物 懂进退 才能得长久 可若真心喜欢一个人 又岂会不在乎 不吃醋 萧锦衡原本想留下 多陪伴宋昭一会儿 可宋昭却说 皇上还要批阅奏折 还是早些回宫去吧 嫔妾还得给 陈飞娘娘制作糕点 早些送去那是啊 这糕点是得早些送过去 毕竟打铁要趁热 萧锦衡走后 宋昭就把自己 锁在了小厨房里 夜色如墨 烛火摇曳 他眉烟的脸庞 在烛火的跳跃下 忽明忽暗 从神情上来看 他似乎心情很好 他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将云飞赏赐 给他的穷花蜜 一股脑倒进了面粉里 一并活面用了 萧锦衡不喜欢吃甜食 可宋昭却一早就知道 陈飞喜欢用枝子花入扇 今日在御花园 他就是故意要让营乡 听见他午膳 要去朝阳宫的消息 陈飞最讨厌 被人分去他的宠爱 知道了这消息 他怎么能耐得住 陈飞去了 就是要给宋昭一个下马威的 所以见到宋昭八姐 萧锦衡送去了糕点时 那最好的下马威 不就是让宋昭 也给他做一份送过去吗 可陈飞却不知道 这样的下马威 却是此刻的宋昭 最想要的结果 这糕点送去了 陈飞吃了 怕是也要和宋昭一样 怀上身孕 宋昭想 陈飞那么盼着 能有个自己的孩子 这会让他如愿以偿了 他应该做梦都会笑醒吧 想到这儿 宋昭可真是 忍不住要为了陈飞开心 所以脸上的笑意 也就一直都没有淡下去过 宋昭连夜将糕点送去了永和宫 在宫门外的时候 他就隐约听见了 宫里面传出了唱戏的声音 宫人一路引着他 到了陈飞的请殿外 唱戏的声音便听得愈发清楚 郎官入了妾室房 要那独娘媚了良心去 恨哉怨哉 含了妻情 管教他拜堂下十八叩手 小得的尊卑 守在门外的银箱 瞥了宋昭一眼 也不向他行礼 欲气冷漠道 陈飞娘娘正在里头听戏 你站在门口等会儿吧 宋昭微笑汗手 有劳姑姑 房里头的歌姬 唱的是玉句 三秀娘 这戏曲上不了台面 讲的是原外郎宠妾灭妻 导致家门不幸的故事 唱戏的人在里面 可这唱词 却是要唱给宋昭听的 宋昭不急不躁在门外 后了足足一个时辰 等歌姬退出来后 殿内才传出陈飞慵懒的声音 带人进来吧 宋昭入内时 陈飞正盘腿坐在暖座上 手边放着一本话 本弦弦翻阅着 连他看也不看一眼 宋昭屈膝里下去 平妾见过陈飞娘娘 陈飞不抬头 不回应 由着宋昭居着礼 宋昭私损片刻 默默将石盒放在暖座小机上 而后端正跪在陈飞面前叩手道 平妾给陈飞娘娘请安 娘娘万福今安 陈飞轻斥一声 这才合上了画本 他用纤细白细的手指掀开石盒 从里头捏了一块 才出涕的红糖枝子糕饼出来 端向了半赏后 冷笑着说 你的手艺可真是不错 这糕点制作流程繁复 你都能做得这般好 可见平日里伺候皇上的时候 也没少给皇上 做些精致可口的吃食吧 宋昭盲道 平妾一时冒事 还请娘娘恕罪 你是皇上的后妃 你给皇上送吃食 何来冒犯本公义说 陈飞将糕饼送入口中 好齿轻动 细细咀嚼着 只是糕点虽好吃 但皇上素来不喜欢甜品 你可知道 有时好心办了坏事 还不如什么都不做来得好 宋昭在门外听了一个时辰的戏 如何不明白 陈飞要跟他说什么 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在告诉宋昭 他可以让宋昭示请 但是绝对不容许宋昭 分走萧景衡半分的宠爱 如果宋昭做了语举的事 惹了他不痛快 那么 他就会像唱词里面 袁外郎的正妻一样 打他个魂飞魄散 永不超生 宋昭说 今日事事贫妾糊涂 冲撞了皇上 犯了皇上的忌讳 陈飞娘娘教训的是 贫妾日后一定安守本分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陈飞低眉含笑看着他 微微汗手道 本公也是为了你好 你懂事便最好 这糕点本公收下了 夜深路重 早些回去歇着吧 陈飞不喜欢任何 和他争宠的女人 但宋昭上 能在他的控制之中 他也确实需要 制衡皇后的棋子 所以这件事 他暂且不与宋昭再去计较 而且 宋昭做的红糖枝子糕饼 确实好吃 这甜品从前 他在家中的时候总吃 还是母亲亲手做给他的 后来父亲生迁 举家都搬去了川山一带 母亲就不能再常常 托人将东西送到宫中来了 陈飞的跋扈自私 多半都是 在家中的时候 让家人给宠出来的 他念着家人的好 不自觉间 也就多吃了两块糕饼 星昊最近这几天 和宋昭他们一起 入宫的刘长 再总往永和宫跑 他示好巴结陈飞 想要在后宫得一个倚靠 但陈飞瞧他没家事 长得也不算漂亮 总是不乐意搭理他的 奈何刘长在像个狗皮膏药似的 日日都殷勤侍奉在侧 陈飞也就只当他是个下人那样使欢者 这日 刘长在伺候在陈飞身旁的时候 见他午膳的时候 要吃一道生冷的海味 便劝道 贫妾记得 这两日是娘娘的小日子 生冷之物可要计时 陈飞筷子都已经夹起了一块被骗了 却在听见了这话后 一阵恍惚 转头向银香问道 迟了几日了 银香说 娘娘的月姓 本该在三天前就来了 现在 他顿了顿 乌黑的眸子一转 喜色灯时漫上眉头来 娘娘甚少有兴期推迟的时候 加上这几日 奴婢瞧着娘娘 时常神思倦怠 又总是犯困 这不正和娘娘 头一次有孕的时候 是相同的症状吗 闻言 刘长在也立马拍起了马屁来 恭喜娘娘 若是当真又得了身孕 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 陈飞日夜发梦 都盼着能有身孕 平常就算是单纯的肝偶两生 都要急着 让人去传太医来给他瞧瞧 这次怀孕初期的症状 他 基本上都已经凑齐了 他哪里 还能坐得住 立马便让银香去请来了 宫中千斤一颗的圣手 来替他诊断 结果满心的欢喜 却落了一场空 太医道 从脉象上看 娘娘这并非是喜脉 反而有精血亏损的迹象 微臣斗胆揣测 娘娘似乎是被人下了药 你说什么 陈飞脸上喜色顿失 他用力拍打了一记捉案 震得自己手心都有些发麻 下药 这宫中谁活得不耐烦了 敢对本宫下药 陈飞叫来了自己宫中 负责常善的内奸 将他近日来吃过喝过的东西 都一一查验一番 最终在红糖枝子糕饼中 发现了问题 陈飞怒不可恶道 宋昭奈斯是活腻歪了吗 银香 你即刻将此事报给皇上去 银香领命便赶着要去 而刘常在却拦了他一把 娘娘莫及 贫妾总觉得 这事有些古怪 你想说什么 哪有人下毒这样明目张胆的 且宋常在是想和娘娘亲近的 他做这样的事 一下子就会被戳穿 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陈飞略意私存 对常善的内奸说 你倒是说清楚了 这糕饼的问题出在哪 回娘娘 这红糖枝子糕饼里面 多出了两味食材 分别是穷花蜜和除肝草 而问题就出在除肝草上 此物和红糖相克 是不能一同服用的 除肝草是什么东西 陈飞不知道 可穷花蜜整个后宫里 就只有云飞有 听说他前几日 还送了些给宋昭 他默默理了李头绪 很快就反应过来 怕不是云飞想要算计宋昭 给宋昭安一个 假孕争宠的罪名 而宋昭以为 穷花蜜是好东西 所以在制作 红糖枝子糕饼的时候 才加了进去 这才阴差阳错 让他给吃了 陈飞拧起眉头 短暂的静默过后 对刘长在说 今日这事 你只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若是说出去半句不该说的 仔细你的舌头 刘长在连忙答应着 打发他退下后 陈飞又沉下 脸色来的银香说 你去烫长春宫 把云飞那个蠢货给本宫叫过来 云飞来到永和宫的时候 已经接近紫时了 他来的时候穿着朴素 一点也没有平日 身着华服的惹眼 方一入内 他就小声与陈飞嘀咕起来 不是说了 私下里少见面吗 你让银香来我宫中 就不怕让人看见 你 啊 怕陈飞不等云飞说完话 抬手便裹了他一耳光 云飞捂着烧红的面颊 眸子瞪得浑圆 你与我同在飞位 你怎能打我 本宫打你都是轻的 陈飞将手边的石盒拨弄在地上 摔落了一地的红糖枝子糕饼 这些东西 若是送到了皇上面前去 扇在你脸上的这巴掌 就该是由皇上打得了 云飞看着那些糕饼 尚未反应过来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红糖枝子糕饼 里面加的是你宫里 送出去的穷花蜜 陈飞犀利的眸光 在云飞身上狠狠弯了一下 你现在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闻言 云飞脑海中好一阵嗡鸣 将愣在原地 不知该如何收场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明明是他用来陷害宋昭的东西 怎么会好端端地 跑到陈飞宫里 陈飞道 要不是宋昭为了巴结本宫 给本宫做糕点的时候 夹了你送给他的穷花蜜茎去 你这心思 本宫还不知道呢 皇上最恨后妃之间相互算计 他一个常在爱着你什么事了 要你吃成了没事做 搞这些不入流的脏事 云飞怯切地说 可这是他又没有证据 你脑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陈飞食指用力戳着云飞的太阳穴 不遇到 宫里头有谁不知道 李氏给宋昭下披霜后 太医便让宋昭日日 多用红糖滋补气血 且你让纸兰在后妃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单独将除干草下给了宋昭 到时候东窗事发查验六宫之际 只查出宋昭的身体有问题 你当人都是傻子 看不出你的心思吗 云飞原本还以为自己的心思天衣无缝 但听陈飞这么一说 他只觉得后脊阵阵发凉 好一阵后怕 陈飞瞧他 脸色都下白了 语气才温和些 这件事本宫替你瞒下 你立刻彻手彻得干干净净 别再自己做死 云飞俯着胸口 心有余悸地说 这件事多谢你了 陈飞指负划过云飞上有些烧红的面颊 声音轻柔道 本宫打你你也别往心上去 想你父亲在齐州占地为王的事 本宫的父亲为何要帮他隐瞒这么久 还不是因为本宫将你当作妹妹看待 不想瞧着你家道中落吗 云飞抿着嘴唇颤抖地点头 这些我都明白 陈飞笑着说 好了 这件事便算过去了 对了 本宫给你香粉 应该用完了吧 迎香 去给云飞娘娘再取些香粉来 说着 牵起云飞的手 在手背上轻轻拍打了两下 已是亲密 皇后近日和你走得愈发清静了 虽然尹飞会拍马屁 落了个协理六宫的权力 但是这一年来 你和我试成水火 也算得了些皇后的信任 他复耳云飞 低声而语道 他是忠公 你理应多多陪伴在他身边才是 说话间 迎香已经将香粉取来 呈给了云飞 云飞并没有接陈飞的话 而是握紧手中盛放香粉的锦盒 瞧着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走后 迎香对陈飞说 云飞倒是很听娘娘的话 那香粉他日日都用 且也时常陪伴在皇后身边 那香粉里面的好东西 会加剧皇后娘娘的心急 让她的病一直好不全 但也不会让她病情太严重 同时也不会被太医察觉 陈飞轻抚病脚 不懈地笑道 他父亲没脑子 他也不是个聪明的 要不是 看在他人在飞味 方便和皇后亲近的份上 本宫才不愿意替他 兜着他母家那摊子烂室 其实一直以来 陈飞和云飞表面的布盒 都是在作秀给皇后看 陈飞的心思很简单 他给云飞的香粉里有一味药 可以让闻到的人血流微微加速 寻常人闻到并不会有损害 但皇后有心急 她一直闻着这味道 并就一直好不全 有心急的人 即便有了身孕 那也是不能生产的 否则很有可能生产之际 心急恶化 落个一尸两命的下场 陈飞是一定要把孩子 生在所有人前头的 皇后最好一辈子都不能生育 那么她的孩子 日后成为太子的可能性 才会更大 星号今夜云飞 来陈飞宫中十分隐秘 他们都以为没人撞见 殊不知这几天 小福子一直在暗中 窥探着永和宫的动静 这会儿 他回了姚华宫 对宋昭说 小主猜得没错 云飞果然去了永和宫 不过却安然无恙地出来了 宋昭这便知道了 陈飞肯定已经发现了 红堂之子糕饼里面的猫腻 并且选择帮云飞瞒此事 如此也就坐实了 云飞和陈飞是一伙的 不过这件事 当真是陈飞想要瞒下 就可以瞒下的吗 这后宫的天塌与不塌 从来都是他宋昭说了算 宋昭笑意从容地放下 正在练习的琵琶 披着夜色入了小厨房 不知道在忙碌些什么 第二天晨起 六宫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宋昭却是最晚一个来的 他一进来 就听尹飞美好气地说 宋昭在最近给皇后娘娘请安 可是来得越来越晚了 你向来懂规矩 这才入宫多久 怎就把规矩全都忘了 宋昭也不为自己狡辩 先是向皇后服了服 继而态度十分诚恳地认错道 给皇后娘娘请安晚来是贫妾的错 贫妾甘愿受罚 无妨 皇后也没怪罪她 反倒是看见 她今日贫安带了两个奴婢 两人手中还都提着石盒 便问 你宫中的婢子 手上提着什么 宋昭说 是贫妾做了一些糕点 所以今日才耽误了贫安的时辰 她宠云山和枝花使了个眼色 二人便将石盒缝了上来 宋昭笑着说 这糕点 皇上和陈飞娘娘吃过后 都觉得不错 于是嫔妾便多做了些 想着给各位娘娘都尝尝 时刻方起开 一向贪吃的惠嫔 就第一个凑上前去瞅了一眼 是红堂枝子糕饼 说完也顾不上什么规矩 拿起一枚 就笑着吃了起来 看着那满满两屉子的红堂枝子糕饼 陈飞旋即脸色一沉 而云飞更是被 吓得坐立难安 手上不安地搅动着眷怕 勒得手指 都有些发白了 惠嫔静的香甜 对宋昭的厨艺 更是赞不绝口 宋姐姐做的糕点 比御膳房的糕点好吃多了 日后姐姐做了好吃的糕点 能叫我去宫里也尝尝吗 宋昭笑着说 那是自然 惠嫔娘娘肯来 嫔妾宫中多走动 倒是嫔妾的福气呢 他二人有说有笑的 却不见云飞这会儿 脸色都被下青了 他一个劲地给陈飞实眼色 眼皮都陷得累了 陈飞思存片刻后心生一记 才道 这糕饼本宫是尝过 甜而不腻 是很不错 说着冲银香掠一条眉 你去帮宋长再把糕饼分下去 让姐妹们都尝尝她的手艺 银香应了一声 动作极快地 将云山和枝花手中提着的石盒 一把抢了过来 他左右手各提着一个 石盒朝皇后走去 可才走出两步 他就像是撞了鬼一样 左脚半右脚 在平地上摔了一跤 这一摔 石盒被打翻 糕饼滚了一地 后妃们的目光 齐刷刷向银香投来 他一脸惶恐 咕噜着从地上爬起来 朝着皇后叩手道 皇后娘娘恕罪 奴婢是无心的 糊涂东西 陈飞恼了 指着银香高声训斥 宋长再好哈的心意 偏要你这蹄子这般 给糟蹋了 陈飞娘娘息怒 奴婢不是有意的 还敢分辨 掌嘴 紧接着 一声声清脆的巴掌声 便在店内响起 银香一边哭 一边手下不留余力地 抽打着自己的脸颊 打得嘴角都流泻了 也不敢停下来 这场景吓得慧萍缩在座位上 声音发颤着劝了一句 陈飞姐姐就饶了她吧 她也不是故意地 闻言 陈飞轻辅并搅 话里有话道 今儿个皇后娘娘和宋长再 要是不肯原谅你 那本宫便将你打发到新者库去 日后也别跟在本宫身边伺候了 宋昭也跟着劝道 平妾 做了糕点 本来是要孝敬各位姐姐的 若因此伤了和气 反倒是平妾的罪过 银香也是一时不慎 娘娘就别跟她置气了 银香叩谢宋昭不与她计较 转而又冲皇后一个劲磕头赔罪 皇后听她哭得过躁 冷着声音说道 陈飞 你要管教你的婢子 大可回你自己宫中慢慢管教 别闹得本宫的凤鸾宫乌烟瘴的 陈飞瞪了银香一眼 不忠用的东西 等回宫本宫再好好教你规矩 说着 眸光一转看向宋昭 轻描淡写道 倒让宋长在你白白辛苦了一场 这样吧 本宫宫里新做了些茯苓糯米枣糕 清清淡淡的 也和皇后娘娘的口味 银香 你带人去娶来 也好让姐妹们说事的时候 有个半嘴 在座的后妃 除了宋昭 陈飞和云飞外 只有刘长在知道 这红糖枝子糕饼里面 藏着什么玄机 她知道 陈飞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脑筋转得很快 忙起身道 宋妹妹给大伙做了糕点 小姐姐也总拿些石令加果来 和姐妹们分享 倒是我最没规矩 这会儿 让我给大伙添盏茶 也好说自个儿不是个仙人 她拿过茶壶奔走于店内 殷勤地给众人添茶 那吊在地上的红糖枝子糕饼 被她来来回回踩弄着成了面泥 已经分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云飞一直害怕皇后 怀疑到糕饼身上 见状忙道 这糕饼脏了吃不得 还弄得皇后娘娘宫中脏兮兮的 芷兰 听兰 你们两个手脚力所先 帮皇后娘娘将地上收拾干净 她说这话的时候 皇后刻意瞟了她一眼 皇后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游移 等云飞飘忽的目光和她撞上后 她才笑着点了点头 皇后脸上表情细微地转变 被宋昭看在眼里 她物字笑笑 倒没说什么 其实 宋昭今天拿过来的那些糕饼 是没有问题的 她如此做 只是想让陈飞和云飞的心虚 被皇后看在眼里 平日里在懂得伪装的人 只要心乱了 就必然会露出马脚来 今日云飞再见到糕饼后 一直给陈飞识眼色的时候 这举动不单是宋昭看见了 皇后也看见了 且平日里 云飞和陈飞之间 表现得水火不容 几乎是陈飞说什么 云飞都要对她两句 但是今日 云飞非但没有在陈飞 出了错落的时候数落她 反倒还抢着 要自己的工人 帮陈飞收拾烂摊子 这种种蛛丝马迹 都在昭示着一件事 那就是 从前云飞和陈飞之间的不合 都是在做样子罢了 当天夜里 云山伺候宋昭沐浴的时候问她 小主觉得今日的是 皇后娘娘能看得出来吗 宋昭美目清和 水面阴晕而起的蒸汽 笼罩在她如此般的玉姬上 愈发衬得她明念动人 皇后若是看得出来 倒霉的人就会是云飞 她若是看不出来 倒霉的人就会是她自己 无论谁倒霉 他们明争暗斗 都是对我有利的 云山笑 他们斗得越厉害 就越不会一直盯着小主不放 小主这一招实在是妙 宋昭聊起一泡水 淋在自己的锁骨上 玩耳道 我不过是喜欢看热闹罢了 我又有什么坏心思呢 云山取过帕金来 小主该出狱了 奴婢帮您擦身子 不急 宋昭泡在木桶中 并不起身 再等一等 云山正好奇着 宋昭要等什么的时候 忽而听见门外 传来了三声别扭的不鼓鸟叫 而后便听宋昭说 这水有些凉了 你出去 帮我打些热水进来 等云山退下后 宋昭便玩起了浮在水面上的鲜花瓣 他将鲜花瓣拢在自己胸前 捧起一泡水抛向空中 由着花瓣沾着水珠 纷纷洒洒落在他身上 而他则像个涉事未深的孩子一样 傻呵呵地乐着 正这般玩着水 突然觉得身后有新的热水 被缓缓注入 宋昭闭上眼睛 舒服地靠在筒壁上 小声说 云山 你瞧着我后背的伤好拳了吗 我想着 若是没有好拳 吓唬我事情的时候 你用水粉帮我遮一遮吧 他说着 语气变得有些郁郁寡欢 若皇上瞧见了 总免不了要想起 当日我护着他的事 我不想让皇上总想起这件事 也不想让皇上 是因为这件事才宠着我 云山 你在听吗 身后迟迟无人回应 倒是一只宽阔的手掌 附在了他的后背上 吓得宋昭在水中一个机灵 溅起层层水花来 他末地回头 在看清了身后所立之人的面容后 瞳孔猛地一颤 黄 皇上 宋昭美眸瞪的魂园 眼中闪烁着不可置信的碎光 愣愣地盯着萧景恒 不得不说 他的五官升得十分优越 尤其是他的鼻子 直而挺拔 阴气十足 此刻殿内烛火昏黄 交错疏落的影 折射在他的脸上 更衬得他的五官 深邃硬挺 萧景恒之所以升得一副好皮囊 全然归功于他的生母岳贵妃 传闻中 岳贵妃荣姿绰约 凤一万千 是先帝后宫中最貌美的女子 她从答应生至贵妃 只用了不到十年 十年看起来长 可是后妃入宫后 从生熬到死 位分一直都没变过的 也是比比皆是 只不过岳贵妃美人命薄 在萧景恒十四岁的时候 她便病堵不治 撒手人寰 而萧景恒对这个生母的印象 也并不怎么生 宫中的规矩 只有妃卫的嫔妃 才可以将孩子养在自己身边 余下的妃嫔生了孩子 多半是要交给高位嫔妃 代为照顾的 岳贵妃生下萧景恒的时候 尚不过是个贵人 年幼的萧景恒 一直都被养在如今的太后 当时的顺义皇后膝下 等岳贵妃晋升到妃卫的时候 萧景恒已经年满八岁 从顺义皇后宫中 搬去了皇子所 所以 萧景恒和岳贵妃之间的母子勤奋极浅 倒是对如今的太后十分孝顺 彼时 萧景恒立在玉筒旁 唇角情侦暖絮的笑意 淡化了他身上的帝王霸气 反倒给人一种 值得依赖相信 均是良人的错觉 他像是安抚受惊的猫一样 轻抚宋昭的额发 与其温柔道 你怕朕因为当日之事才带你好 这想法没错 说话间 他的手从宋昭湿漉漉的额发上 向下游易到了 他瓷白滑嫩的脸颊上 可那就是真实的你 为何不想让朕念着 你代朕与别的后妃不同 朕代你自然也不同于旁人 萧景恒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水中的宋昭看 看得宋昭有些不好意思 红着脸护住胸口 低垂眼眸怯怯思语 平切明白 是平切一时多虑了 无妨 萧景恒轻轻掐了一把他的脸颊 你心里念着朕 才会多思多虑 朕如何会怪罪你 宋昭娇一笑 这才敢抬起头来迎上萧景恒灼热的目光 他问 皇上 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萧景恒道 爱妃受了委屈 正心里念着你 今日你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陈飞又为难你了 宋昭转眸间心念一动 听说 这是 他能听谁说 可不就是皇后以为 今日这一遭事 是陈飞故意要为难他 才会说给萧景恒听的吗 皇后知道 如今宋昭是萧景恒的心宠 所以 宁愿让萧景恒多宠着他 也要在萧景恒面前 旁敲侧击说着陈飞的不是 眼见着他们斗起来了 正也是宋昭 坐收渔翁之力的好时候 他浅笑着 脸上挂着一副 不以为然的表情摇了摇头 今日之事是迎相不小心而已 陈飞娘娘向来带人大度 何来为难嫔妾一说 萧景恒似乎对他的回答很是满意 汉手道 陈飞大度 而你却至真至纯 须知你身上的纯与真 才是朕最看重的 宋昭羞一笑 心下去暗吃着 瞧瞧 这位爷又开始睁着眼睛说胡话了不是 论起纯真来 那慧平连男女之事都不通 成日里只知道吃喝玩乐 毫无城府算计 可不是比谁都要纯真 可怎不见萧景恒多看他一眼 说到底 他还不是先看上了宋昭的这副皮囊 才就着这皮囊挖掘出了许多他别的好处来 秋日天气渐凉 玉桶里又采加了热水 热气阴云腾起 雾气渐渐将屏风隔断出的空间填满 如薄沙微龙 暧昧且朦胧 宋昭瞧着萧景恒 脸色微红 喉结滚动 骨结分明的手指在他身上不安分地游走着 宋昭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也知道该如何配合他 方才漠然转身之际 溅起的水花弄湿了萧景恒的衣裳 宋昭洋装自己才瞧见 忙取过搭在玉桶边上的帕金 在水中凑精力在桶边的萧景恒一些 平妾不慎弄湿了皇上的朝服 外头晚风微凉 若不擦干要寒气轻涕了 平妾可又要不安了 他一边擦拭 一边缓缓向下 直到抵到了敏感之所 才察觉出几分异样来 宋昭捏着帕金的手 柔弱无骨 微微颤动后想要挪开 却被萧景恒 疏然攥住了手腕 既然已经湿了 索性由着他全湿掉罢了 话落单手撑着桶壁 一个轻巧的侧帆坠入桶中 激起水花片片 玉桶就这么大 容下两个人之后 近乎是摩肩擦肿的 想躲都没地方躲 宋昭休急了 背过身去搭着玉桶的边 咬了咬薄唇 怯怯地说 皇上 平妾不由他羞涩的话说出口 只觉一把霸道的力量 揽住了他的疯妖 迫使他回过身来 坠入一个坚实的怀抱中 萧景恒汗手抵着他的鼻尖 温热的鼻息喷洒在他的脸上 酥得他心痒痒 他还想说些什么 可才张开口 萧景恒的唇便覆了上来 熟练地抵开他的唇齿 霸道地索取着 事业 萧景恒毫无意外地闯入了禁区 不过此番交融之际 二人倒是将《雨水之欢》这四个字 践行了个透彻 因为全城都是在水中行事 所以 即便萧景恒以为宋昭来了鬼水 也丝毫没能削减他的兴致 一开始 宋昭还劝他 说宫中有见弘不利的说法 将着不肯 萧景恒听了 反而不正经地打去道 百无禁忌的事 若见弘不利 何以年节却到处张弘挂彩 可见作为皇帝 他想做什么事 本就不需要守着规矩 所以如果能真正成为他心家上的人 那么所有的束缚和规矩便都是摆设 宋昭当然也想做一个无拘无束的人 所以他知道 要如何握住萧景恒的心 等规中密室尽兴后 小福子将萧景恒送上鸾架后折返回来 低声对宋昭说 小主 赵太医被革职贬出宫去了 宋昭坐在庄台前 一边取出神仙玉女粉来云面 一边轻描淡写地问 犯什么事了 小福子说 听说是给云飞抓药的时候出了披露 医术不惊才被贬斥 宋昭冷笑道 赵太医伺候云飞都敢出岔子 可见他医术是有多不惊 那么他给我请卖的时候 错把我的卖相当成是喜卖 也便情有可原了 宋昭知道 赵太医被贬出宫 不过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罢了 云飞经过陈飞那么一点波 自是怕着会东窗事发 所以急着撤手 不过不打紧 反正宋昭也不会蠢到 当真在萧景衡的寿宴上 说出自己有孕的消息来 这件事 原本是云飞要算计宋昭 最后算计不成 反倒让他在皇后面前露出了马脚 多了这么一大圈 除了证明了 他是个十足的蠢货外 他什么好处也没捞着 等宋昭云完面 小福子伺候他漱口的时候笑着说 小主猜得真准 皇上很少夜里来咱们宫中 今儿个竟然来了 宋昭笑了笑 没有接他的话 萧景衡今夜会不会来 一开始 宋昭也只是揣测 想着皇后为了拉踩陈飞 怎么也少不得 要将今日是在 萧景衡耳边念叨两句 宋昭想着 萧景衡若是念着他当真来了 那他总得给他好好开开婚 毕竟欲句还迎的重点 是在赢 而不是在拒 要想操控男人的心 就先得做到松弛有度 收放自如 这事缘和垂吊是一个道理 鱼线绷紧了容易断 垂松了又容易脱钩 要想让大鱼上钩 这是弯弯绕绕的都是学问 提前让小福子放哨 要是萧景衡来了摇华宫 便让他在门外学三声不鼓鸟 叫做通传 宋昭听见鸟叫声 立马就让云山出去打热水 算到了 他这会儿出门 肯定会和萧景衡个打个照面 以宋昭对萧景衡的了解 他并不是一个古板不通情趣之人 那么 只要萧景衡进来了 今夜便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浴室温香 男人嘛 总得给他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才好让他将自己区别于别的女人 记得更深 更牢 那两日后 9月16 皇宫上下筹备了这么久 终于迎来了萧景衡的万寿节 这日宫中上下都装扮得十分喜庆 天红天彩的 瞧着比年节的时候还要热闹些 今日萧景衡休暮 晨起便带着皇后 一同去京郊的地灵 也拜了列祖列宗 回宫后又去给太后请安 说起太后来 自宋昭入宫后 还曾和她见过面 太后的身子一直不大好 在仙寿宫里僵养着 从不出宫走动 为这敬养 平日里也免了后妃去她宫里请安 不过 听宫里面的老人说 太后生性随和 待人宽容 是很好相遇的一位主子 当了下午的时候 后妃们各个盛装打扮 先去了举行寿宴的童话台等待 宋昭是和姚萍结伴去的 姚萍这个人 做什么事都很谨慎 今日更是提前半个时辰 就拉着宋昭入席 就怕出了什么岔子给耽误了 后来后妃陆续入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因为小产一事伤心了许久的淑妃 今日也来了 她看起来气色好了许多 也不总是自怨自艾 脸上重新浮现出了笑容 她一来 简直就成了全场的焦点 所有人都围过去 或虚情或假意地问候她 陈妃也是 失去过孩子的人 她虽然瞧不上淑妃 但两个人也算是同病相连 所以 她也向真性关心了淑妃两句 等围着淑妃的人差不多散了 宋昭才过去给她请安 淑妃娘娘万安 今日见娘娘荣光焕发 凭借打心底里 替娘娘高兴 往事不可追 娘娘是有大福气的人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淑妃笑着汗手 惩你急言 李氏先前对本宫母子俩 做下那样的事 她是死不足惜 倒是本宫听说 当日你遭了冤枉 幸好皇上圣明还你清白 不然为这件事再牵连了你 本宫心里也是不安的 两人闲话了一会儿 瞧着时辰差不多 便也该落座了 今日寿宴 后妃皆按着各自的位分落座 上守卫自然是萧锦衡的 次座则是皇后 不过他们这会儿还没来 似非便以臣妃为首 相继落座 宋昭是挨着萧长寨和刘长寨 一起坐的 经过上次的事 萧长寨的嗓子还没好全 听起来还是有些沙哑 听说今日和皇上手足群众的 几位王爷也会来 刘长寨目光在店内扫视了一圈 道 说是如此 但眼瞅着都要开席了 怎还不见人 他话还没落音 就听见店门外传来了几声 男子阔朗的笑声 宋昭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 只见有三名男子有说有笑地入了场 这三人都穿着蟒袍 身份不言而喻 令宋昭多看一眼的 是走在正中的那名男子 他看上去很是年轻 约莫十七八的样子 生得健眉心目 薄唇好齿 很是俊美 身上穿着的蟒袍 衣角略微上翘 被他随意地塞进腰间的白玉腰风里 不过看着并不邋遢 与旁边两名穿着周正的王爷相比 倒还显得更随性些 他与人谈笑间从容自信 笑声爽朗 一举一动 颇有几分嚣张的味道 论其长相来 他与萧景衡当属伯仲之间 但少了几分萧景衡身上的沉稳威严 反多了几分独属于他的不羁于脾气 萧长在小声说 中间那是哪位王爷 朝服穿戴的都不起整 刘长在道 瞧着 像是六爷安王 六爷打小 和皇上一同被养育在太后膝下 两个人兄弟情义最深 他散漫惯了 皇上倒也总是宠着他 这种小事从不与他计较 宋昭正瞧着 安王不经意一瞥 眼神正巧与他对上 他舌尖抵着下颚轻浮一笑 向宋昭微微汗手示意 那模样像极了城中那些不入流的混子 宋昭并未给予他回应 很快将眼神挪开 继续和萧长在他们说笑起来 皇上驾到隋江德顺在门外的一声通报 殿内煞时静下来 众人纷纷起身 攻迎萧景衡与皇后 萧景衡与皇后并排入内 彼此指手 瞧着恩爱 皇后今日也换上了独属于他的凤袍 趁得他雍容华贵 仪态端庄 待萧景衡落坐上守卫后 皇后缓步行至堂下 带领着众人屈膝下去府里 众后妃齐声道 公祝皇上生辰极乐 万事顺遂 福如东海 寿彼天齐 萧景衡仰手道 平身 今日同花台宴席之上都是自家人 大伙一同乐一乐 也便不用这般守着规矩 众人谢恩起身 各自回位后 听安王第一个说 皇兄总是躲着不与臣弟喝酒 今日是皇兄的寿臣 咱兄弟几个可得好好喝上一番 不醉不归 他这话一说出口 齐王和瑞王的脸色便瞧着有些不大好 萧景衡跟他们称兄道弟 那是客气 他们跟萧景衡称兄道弟 那可就是僭越了 再者说 这满宫上下 都是劝着萧景衡少赢几杯 莫要贪酒伤身的 也就只有安王敢这般堂而皇之的 对萧景衡说出不醉不归这四个字 瑞王坐次距离安王近一些 他小声规劝道 六弟 皇上政务繁忙 咱们该劝着皇上少饮酒才是 安王拍了拍瑞王的肩膀 笑道 五哥闷闷地总是无趣 今日皇兄寿臣 难得躲闲一日 若还不痛快玩乐 竟是拘束 反而不美 哈哈哈哈 萧景衡闻言场声笑着 举起酒杯来隔空对着安王 老六所言极是 只是你别再喝醉了酒赖 在镇宫中不走 叫朕头疼才是 三位王爷共同举杯 同庆萧景衡生辰喜乐 彼此有说有笑 不谈国事正事 只当是寻常兄弟 私下相聚一般 等开席后 大伙一边赏着歌舞表演 一边吃喝尽兴 皇后向萧景衡敬言道 各宫的妃嫔 为着皇上的寿臣 都精心准备了节目 来为皇上庆寿 皇上可要瞧瞧 萧景衡自是汉手默许 皇后这个时候 当然是不能出风头的 不然总显得小家子 于是便让各宫的姐妹先开始 大伙各自谦让 唯有臣妃不遑多让 在他们还正商量着 谁先表演的时候 他宫里的人已经 将他的姚琴取来了 他弹了一曲 秋风词 赛音松沉而旷远 范音则轻如剑玉 颤若龙吟 琴记造诣之身 执法之熟忍 便是宫中最顶尖的乐姬 也不能与之相较 这是宋昭第一次 见识到陈妃的本事 连他也在心中暗叹 原以为陈妃被赞为姚琴国首 乃是谬赞 今日一闻 才知所言非虚 陈妃一曲谈闭 殿内掌声雷动 萧锦衡也道 爱妃的情谊 是愈发精进了 陈妃自得地露出了 一抹傲娇的笑容来 许久不碰未免生疏 也就是为了能让皇上高兴 最近才重新操练起来 皇上喜欢就好 萧锦衡自然是喜欢的 甚至还让人 将陈妃的座挪到他身旁来 执欲与皇后比肩 皇后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全程看都不看陈妃一眼 懒得瞧他那副得意样子 之后 尹妃表演的 则是胡人的踏旋舞 他本就是胡人出身 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 一舞一动肩 力量感十足 让人为之眼前一亮 淑妃身子尚未缓过来 但也提前为着萧锦衡的生辰 做足了准备 他特意做了一首诗银语众人 同样也赢得了满堂彩 总之一番表演下来 切切实实是让宋昭开了眼 这些女人 就如同过海的八仙一样 个个都身怀绝技 不容小觑 不过也有例外的 就比如说惠平 她是真的什么都不会 皇后倒是有意 让她在萧锦衡面前露露脸 可她却对着面前的一品 佛跳强吃的津津有味 以至于回话的时候 嘴里头的东西还没咽下去 各位姐姐都好厉害 不像我 什么都不会 陈飞扫了一眼她桌上的狼藉 眼唇笑道 不如你给皇上表演一下 瞧着你是 如何不到半个时辰 就将桌上的吃食 横扫一空的 哈哈哈哈 陈飞这话 逗得满堂啼笑皆非 连慧平自己也是 跟着笑了 嬉嬉 不过虽然凭倩没有给皇上准备节目 但是前几日 父亲在家书里跟我说 最近家中 好像又多开了几家钱庄 收益甚好 皇上寿臣 父亲说 要进万两黄金入国库 只算略表心意 这话一出 所有人脸上的笑意都僵住了 他们的笑容 倒是转移到了萧锦衡的脸上去 毕竟这一万两黄金 可不是小数母 别的后妃就算家里头有 也不敢光明正大的拿出来 因为他们的母家 都是在朝廷当官的 这些钱拿出来 明摆着 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 可惠平不同 他家父的官职 本来就是个虚位 家中世代都是经商的 是将这一代的财头 首富 他家中拿出多少钱上 供给朝廷 那都是合情合理的 别的后妃这会儿都酸死了 可惠平孩童心性 压根就没有察觉到不妥 只觉得自己面前的 佛跳墙见底了 便对萧锦衡说 皇上 这佛跳墙 像是贫妾家里的味道 可好吃了他嘎嘎 馋猫似的回味着 萧锦衡含笑道 既和你口味 便多用些 来人 去给惠平担上一份佛跳墙 熙熙 多谢皇上这件事告一段落 大家继续推杯换盏 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来取悦萧锦衡 刘长在举起茶盏来 小声对宋昭说 姚萍娘娘表演完 就该你上场了 我不剩酒力 便以茶代酒 祝你等下一曲琵吧 寄今四座 宋昭方才给萧锦衡进了酒回来 喝了盏茶压了压酒味 这会儿 茶盏是空的 他盲添了一盏热茶 笑着说 多谢姐姐了 二人碰杯之际 不知怎跌 这碰杯的声音很响 像是谁 故意要为难对方一样 宋昭才满了茶盏 茶汤溅出来 躺在他的手背上 他痛呼了一声 下意识将手松开 茶盏便快速向地面砸去 今日是萧锦衡的寿臣 要是在寿宴之上摔碎了东西 那可是大不敬之罪 所以 宋昭几乎是下意识 伸手将茶盏 从半空中捞了回来 虽然茶盏没有摔 但滚烫的茶汤 还是烫红了他的指头 所有人都开始关心起了宋昭的情况 萧锦衡更是从座位上坐了起来 焦急问道 怎么样 可有伤着 宋昭忍着痛将手藏在身后 皱着眉摇头 云山抓着他的手腕 瞧着他的手指头 都被烫红了 心疼道 小主还说没事 这手指头全都烫红了 一听这话 萧锦衡立马快步朝宋昭走来 余下的后妃 也跟上去凑热闹 唯有立在宋昭身旁的刘长在 心里是又慌又纳闷 方才碰碑的时候 他明明就没有用力 不过轻轻碰了一下而已 宋昭怎么就焦弱到 连茶盏都抓不牢 还把自己给烫伤了呢 常言道 食指连心 而且 烫伤与别的伤伤且不同 刚开始的痛感 或许还能忍耐 但过不了一会儿 被烫过的地方就像针扎一样 钻心地疼 萧锦衡动作轻缓地将宋昭的手 放在他的掌心 眼神里裹满了心疼 去传太医 宫里头这种大型的宴席 太医都会在偏殿随试着 萧锦衡患得急 太医近乎是从偏殿一路小跑着过来 替宋昭诊治 简单查看了一番伤势后 太医道 所幸 茶汤的温度不算太高 小主的伤势也不算严重 微臣替小主涂抹些治疗烫伤的清凉膏 三五日的功夫就能彻底见好 三五日 宋昭疏然将手撤回来 闽唇摇头 我等下还想给皇上弹奏一曲琵琶祝寿 不知太医可否等我奏完一曲 再替我医治 这 太医明显犯了难 支支吾吾的没有接话 萧锦衡关心则乱 略有不遇到 胡闹 琵琶时时都能弹 手伤着落下病根 可当如何 楚太医 去取药来 萧锦衡看得出来 宋昭脸上表情的失落 于是揽着他的肩膀 柔声劝慰 好了 朕明白你的心意 但要让你负伤弹奏琵琶 岂不是每一个音 都要朕听来揪心 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宋昭 萧锦衡对他的关心 也是毫不掩饰 他这个时候 要是矫情一下 恐怕又会招惹来许多妒忌 所以他识趣地说 是贫妾手脚粗笨 扫了皇上的心 萧锦衡心里觉得奇怪 在他看来 宋昭从不是一个冒失的人 今日这样的场合 他更不会连一个杯盏都拿不稳 思绪流转间 他下意识抬眸 看向了刘长在 刘长在被他锐利的眼神 吓得一领 正要为自己辩驳之计 却听宋昭抢在他前头说 皇上 这是不关刘姐姐的事 是贫妾一时疏忽 没有抓稳杯盏 刘长在解释的话 都挤到了嗓子眼 又生生咽了回去 顺着宋昭的话说道 也是我反应太慢 若我能替妹妹挡一下接一把 妹妹也不会被烫伤了 说完便凑到宋昭身旁 轻轻对着他的手指吹气 表现出一副心疼的模样来 萧锦衡瞧着他们姐妹情深的样子 心里的怀疑是一点也没有消散 他觉着这件事实在蹊跷 或许刘长在就是故意为之 毕竟方才他二人碰杯的声音大道 坐在上手位的他都听得清楚 而宋昭的性子向来柔弱怕事 或许他是不想招惹是非 所以才将委屈又都验了下去 啊 就在萧锦衡准备继续追问下去的时候 太医帮宋昭涂抹清凉膏时 他忽而痛叫了一声 少女紧咬薄唇 唇瓣青上了一层薄薄的粉色 绢绣的眉微微醋着 明晃晃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萧锦衡看得心都要碎了 对太医的语气也严厉了几分 你下手没个轻重吗 太医见宋昭涂抹了药膏的手指 一个劲打着颤 于是连忙取来清水 将指腹上的药膏冲洗干净 再度细细查验后 才发现宋昭的指腹上 有许多肉眼不易察觉的细小伤口 皇上恕罪 小主恕罪 微臣糊涂 先前并未察觉到 小主指腹上有许多细微的伤口 这清凉膏 是不能用在窗面上的 不然药膏渗入伤口 是会觉得折腾 微臣给小主另开一些温和的膏药来 相信很快就能减轻小主的痛楚 太医手脚麻利 重新取来了药膏 这一次萧锦衡却说 东西拿来 阵替宋昌在上药 他捧着宋昭的手 占取药膏后 动作十分温柔地涂抹在宋昭的指腹上 旁的后妃原本是要看热闹的 谁曾想尽瞧见了萧锦衡 如此温柔相待宋昭 尹妃余光 瞥见陈妃的表情有些不大好 便借机小声讽刺道 皇上带宋昌在 还真是贴心 陈妃 按说皇上最宠年 皇上可这般带过你啊 和陈妃脸上的醋意一扫而空 转而化作满面的不屑 本宫自入宫以来 就少有病痛缠身的时候 唯一一次小产 皇上也足足在本宫身边 陪伴了两个月 尹妃 你这问题 应该问皇后才对 她含笑看向皇后 阴阳怪气道 皇后娘娘倒是时常心急有犯 你该问问皇上 可曾这般带过她 皇后温婉而笑 却是连一个眼神都不给陈妃 只当她不存在一般 反而上前留步 走到宋昭身前 关怀道 本宫听姚萍说 你本是不通小乐器的 但是为了能在万寿节上 让皇上开心 所以在宫中 没日没夜练习琵琶 入夜后怕打扰姚萍休息 更是冒着寒风去涌道上操练 是不是 宋昭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摇头说 贫妾天资蠢拙 唯有以情捕捉 才能练得一二 萧锦衡这便明白了 所以手指上的伤口 是被琴弦所伤 宋昭闷唇不语 一旁的云山实在耐不住了 道 小主没日没夜地练习琵琶 又手生不懂什么技巧 怎么会不受伤呢 再说了 小主要 不是因为练习久了 手腕没力气 怎么会连茶盏也端不稳 云山 皇上面前不许乱说话 不许乱说话 话也已经说了 至于是不是乱说 说者无心 听者自然有意 就比如说 正在给宋昭上要的萧锦衡 他看向宋昭的眼波里 明显又多了几分怜惜与温柔 你这样 如何能不叫朕心疼 贫妾只是想给皇上一个惊喜 宋昭情绪十分失落 略有哽咽地说 只可惜连这样的小事 都被贫妾给搞砸了 宋昭的委屈昭然若揭 他辛苦 准备了这么久 现在好好的心意 却叫自己给搞砸了 自责与懊悔是肯定的 其实 如果这个时候 他在萧锦衡怀里哭两声 反而能让萧锦衡心里好受些 偏是看着他这极力阴忍 将所有委屈都往肚子里咽的样子 才更像是有无数把吊刺的钩子 在抓闹着萧锦衡的心 他拥着宋昭 生生温柔宽慰 而宋昭总是十大体的 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只是泪意盈盈 却嘴角含笑看着萧锦衡 见萧锦衡心疼的醋眉 便伸手斩平他的眉头 今日是皇上的生辰吉日 姐妹们都用心准备了节目 皇上该高高兴兴才是 皇上欢喜 凭借便欢喜了 偏就这时候 乐器方的人赶着烫来了 工人双手捧着一个黄梨木托盘 上面盖了块墨蓝色的绒布 将东西乘到萧锦衡面前后 才将绒布掀开 皇上 奉手琵琶取来了 殿内所有女人的目光 几乎同一时间 都盯在了那把琵琶上 那是一把通体泛着流光的 紫檀木奉手琵琶 品为蓝梨竹 相则由纯白象牙雕刻 琴弦丝线呈现黑红色 用的是陈红木刃丝 一寸之数 更加比千金 这把琵琶之奢华 便连奢迷惯了的陈妃 瞧着也是咋舌 她小声与皇后嘀咕了一句 皇上到当真瞧得起她 先帝也遇赐给圣母皇太后的 奉手琵琶 这都被请出来了 皇后笑意端然 只要是皇上喜欢 又有什么不能够的 宋昭不晓得这琵琶的来历 但只见品相做工 便知绝非凡品 皇上 这是 萧锦衡解释道 这是先帝赠予圣母皇太后的 奉手琵琶 乃天下琵琶之罪 朕原本想着 你今日刚好要弹奏琵琶 便取来为你天才 他说话的时候 一直注意着宋昭的表情 见他有些失落 忙转了话风道 无妨 待你伤好了 再奏语朕听 话落白白手 是一宫人将琵琶带下去 便在此时 一直闷闷不说话的萧长在 却突然开了口 皇上 其实凭借今日准备的节目 也是弹奏琵琶 这话一说出口 陈妃立马就开枪阿扎他 本宫当是谁在说话 声音糙哑的 还以为是哪位王爷 原来是萧长在 他吃笑着瞥了 萧长在眼 怎么 你最擅长的 不是唱昆曲吗 连琵琶你也会弹 萧长在见识过陈妃的厉害 他连陈妃的眼睛都不敢看 但又实在想争取这一次机会 于是只能低着头 默默汗手 陈妃冷哼一声 喝萧长在 还真是博学 皇后眼见 陈妃的醋意都要慢出来了 萧长在僵着 也不好收场 于是道 既然萧长在准备的 也是琵琶献取 不如就让他弹奏一首 只当是给皇上助助兴 陈妃道 皇后娘娘这话 臣妾可不敢苟同 这奉手琵琶 是圣母皇太后的遗物 那是谁人都能用的 皇上原本也只打算 拿给宋长再用 他手伤了用不了 这琵琶 理应奉还回去才是 皇后并不理他 而是看向萧锦衡说 皇上觉得如何 宋昭看着皇后 和陈妃交手的这一个回合 表面看上去是陈妃占了上风 殊不知 皇后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可要比陈妃高明多了 由着陈妃去呛 去得意 皇后只管 将这问题 抛给萧锦衡 今日在场的还有三位王爷 陈妃主张 不让萧长再谈 皇后主张 大伙儿尽兴就好 萧锦衡在这种场面上 必然是要顾忌 皇后脸面的 于是他意料之中的说了句 萧长再既然会谈 秦也送来了 就让他谈吧 陈妃一听这话 脸色立马沉下来 倒是皇后脸上的笑意 瞧着愈发灿烂了 萧长再你还愣着 快准备着吧 萧长再忙不迭 谢了恩 抱着琵琶 就开始准备起来 其实萧长再也是个有心眼的 之前他嗓子不好了 就想着在萧锦衡宿宴上 表演些别的 让萧锦衡对他侧目 但是适合女子弹奏的乐器就那么些 个公娘娘 几乎都已经战全了 他表演人家表演过的 演得好了得罪人 演不好了 自己闹笑话 总是为难 后来当他知道 宋昭要表演琵琶 且还是个新手的后 他便知道 他的机会又来了 他多少也有些琵琶的功底在身上 加上宋昭和他一样都是常在 他是不怕得罪宋昭的 到时候两个人一起表演 他既能风光 压过宋昭一头 又不怕得罪别的娘娘 何乐而不为 等准备功夫做好了后 堂下正中偏右的位置 挪来了一把椅子 萧长在身姿笔挺端座椅上 由抱琵琶挽起衣袖 露出一小街白皙的手腕 含羞带骚地说 今年年初之时 启朝大破西戎 全然仰仗皇上的足智多谋 运筹帷幄 今日贫妾献上一曲 十面埋伏 以赫我朝全胜而归 话落 他便操起了架势 清隆漫年起来 萧长在琴记贤熟 琴因宛若玉珠走盘 流畅且轻重缓及分明 先用话 排 弹 排的交替弹法 模拟出或千军万马骑奔 或兵器碰撞之声 后用拼双弦 推拉等技法 将曲子逐渐推向高潮 最激昂之处 萧长在轮指的速度极快 几乎在琴弦上 拨弄出了残影来 使得这曲子不单好听 还好看 萧锦恒一开始 只是随便听听 也没想着 萧长在能弹出个什么名堂来 可随着曲子 阵阵高潮迭起 倒要他眼里 多了几分多萧长在的赏识 从前后宫之中 陈飞算是各类乐器 样样精通 琵琶摇晴更可堪称双绝 皇后侧目瞧他这会皱着眉头 一脸不耐烦地别过脸去 那模样 像是恨不得将耳朵都给堵上 于是笑着说 萧长在的情义可堪与妹妹相比 看来 往后皇上若再想听琵琶 也不用 只去妹妹宫中了 陈飞眯着眼睛 打亮了皇后一番 凌然道 是啊 皇上想听琵琶时会想起臣妾 可若要是想滋补时 自然是只能想起皇后娘娘的 毕竟这后宫之中 除了娘娘的凤鸾宫 也没有什么地方 成日里都透着一股子药味了 这曲子弹得恰到好处 倒像是在给皇后与陈飞的舌枪 纯占配音 皇后刚想回陈飞一句 却忽而听堂下琵琶 发出一阵刺耳的插音 紧接着 便听萧长在惊呼了一声 将琵琶脱手丢在了地上 众人寻声望去 见萧长在左手捂着脸颊 有烟红的血迹 从他的指缝中蔓出来 再看地上躺着的琵琶琴弦断了两根 断弦刚好弹擦在了萧长在的左脸 在他光滑细嫩的皮肤上 拉出了一条长长的血口子 看着触目惊心 直叫人后脊发凉 意外来得很快 快到萧长在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见大伙都像他投来 或惊恐或诧异的眼光 又见凤手琵琶 被自己摔在地上 品相破碎 方知是闯了大祸了 他吓得两腿一软 从木椅上滑落在地 顺势双手撑地叩手下去 哆嗦着说 皇上恕罪 皇后娘娘恕罪 嫔妾是无心的 然而请罪的话才说了一半 萧长在的余光 便瞥见了左手上沾染的淋漓鲜血 他不禁打了个寒颤 原地愣住 宋昭和刘长在距离他最近 两个人不约而同朝他走去 将他从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搀扶起来 宋昭刚好立在萧长在的左侧 最能看清楚 他脸上的伤口 伤痕又深又长 从下巴的位置斜向上 一直蔓延到全宫处 若再偏个几分 只怕眼睛都要被伤着 余下的后妃 这会儿也都站起身来 点着脚尖 查看着萧长在的情况 唯有萧颈横稳坐高台之上 不动如山 只神色淡淡地吩咐了一句 让人将太医传来 皇后则走到萧长在身旁 见他抬手想要抹脸 忙拦了他一把 一脸关切地说 你别乱动 先让太医来瞧瞧 回过神来的萧长在这才感觉 自己左侧脸颊火辣辣的疼 他惊慌失措道 我的脸 皇后娘娘 我的脸是不是受伤了 众人长久的沉默 无声地给予了 萧长在一个肯定的答复 他情绪忽而激动起来 挣扎着甩开皇后的手 捂着脸颊痛苦不已 宫里头的女人 脸皮就是他们的第二条命 凭你在能歌善舞 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 只要这张脸皮出了问题 那恩宠基本上也就彻底断了 太医来给萧长在处理伤口的时候 他情绪还是没能得以平复 哭声更是一生 盖过一生的凄惨 无奈之下 皇后只得让人先将他挪到偏殿去 由太医好生医治着 萧长在走后 众后非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原以为萧锦衡会追究这件事 可在殿内沉寂了片刻后 却听他跟个没事人一样 道 萧长在有太医照料应该无碍 一件意外 倒闹得你们一个个愁云惨淡 老五 老六 杯中酒可该满上了 萧锦衡将这件事定性成了意外 他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他就是不想管这件事 既然他都放话了 也就无人深究下去 店内歌舞继续 公愁交错间 刘长在挨着宋昭小声嘀咕道 谈个琵琶而已 怎么会闹出这样凶险的事来 我瞧着 萧长在脸上的伤极身 八成是要留八的 宋昭闷地想着心事 一时恍惚 没有接他的话 刘长在喝了口茶缓了缓 又自顾自地说道 姨妹妹所见 你觉得那琵琶弦 是自己无端断裂的吗 那可是奉手琵琶 是圣母皇太后 留存于事不多的遗物 且还有专人看顾定期保养 怎会一首曲子都没弹完 琴弦就拨断了 他凑到宋昭耳畔 压低声音补了句 我看着皇上 一点都没有 想处理这件事的意思 只是可怜了萧长在了 你说这件事 会不会是有人动了手脚 宋昭愧叹着摇了摇头 萧长暂时时运不济 但这话姐姐可不能乱说 皇上都不追究了 姐姐这话要人听去 难免会说姐姐搬弄是非 反倒不好 刘长在默默汗手 也就没再继续说下去了 宋昭面色 如常用着面前的真修 偶尔用余光扫视一眼 高座之上的萧锦衡 他与安王他们推杯换盏 相谈甚欢 一点也看不出不妥来 但宋昭知道 萧锦衡如此表现 不过是在伪装 他定是要追究这件事的 但是不能在这个时候 他不能在自己的手足面前 丢了帝王脸面 让旁人窥见他的后宫是这般乌烟瘴气 而宋昭对于方才发生的事 也是心有余悸 这件事 如果是意外的话还好说 倘若不是意外 那么布局之人真正想要对付的 压根就不是萧长在 而是他 因为萧长在 将他要在萧锦衡宴上弹琵琶的事 瞒得密不透风 而宋昭要弹琵琶 却是人尽皆知 其实从一开始 宋昭告诉仲厚飞 他要弹奏琵琶 为萧锦衡助寿时 这整件事就只是一个幌子 宋昭在护国公府 过得是水深火热的日子 将是恨不得把他当奴仆拆使着 又怎么会让他去学习乐器 便连读书识字这一项 也是宋昭自己有心 在长姐宋昭学习的时候 他猫在角落里偷学来的 他既然对乐器一窍不通 速称也不是个法子 勉强弹奏 只会在萧锦衡面前露窃 还不如不谈 再者说 他入宫是要上位的 又不是来伺候人的 他凭什么要在萧锦衡面前 跟个乐府的歌姬舞姬一样 用这些不入流的手段 去妖宠讨好 宋昭心里明镜式的点 其实表演什么并不重要 毕竟就算表演得再好 他也不可能把琵琶 搬到萧锦衡的笼床上去 只要能让这个男人心疼他 知道他付出了多少 就足够了 所以 今日在和刘长在碰杯的时候 宋昭故意打翻茶盏 让滚烫的茶汤 浇在自己手上 至于指腹上的细小伤口 也是他头一天晚上 自己用琴弦划出来的 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萧锦衡被他哄得一愣一愣的 是既心疼又感动 可即便聪明如他也想不明白 那凤手琵琶 到底是被谁给动了手脚 如果不是他 一开始就有心思要以退为进 那么今天毁容的人 可就该是他了 宋昭眸光缓缓扫过在场的 一个个阴阴艳艳艳 他们穿着最华丽的衣裳 添着最精致的妆容 一个个表面光鲜亮丽 可暗地里的脏心思 却叫人防不胜防 宋昭细想此事 愈发觉得寒意沉沉 他明明已经这般谨慎 却还是险些 着了旁人的道 看来这宫中的人心 也不是他预想的那样 容易被揣摩 被算计的 不得不说 宋昭入宫的时间虽然不久 但对于圣意的揣测 他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这日久过三巡之后 安王 瑞王和齐王结伴离宫 待他们撤席之后 坐在上手卫的萧锦衡 脸色灯湿阴沉了下来 他手中把玩着一串八宝密拉佛珠 忽而抬手 用力将它摔砸在桌岸上 巨大的声响 截停了乐师的奏乐声 皇后率先起身行至堂下 领着众后非齐齐跪下 皇上息怒 将得顺宫身上前 将断了的凤手琵琶 呈给萧锦衡 皇上 宫中乐师已经检查过了琵琶的断弦之处 乐师说 琴弦之所以会断裂 是因为弦目受潮 加之方才萧长在弹奏的 十面埋伏 又是慷慨激昂之曲 这才会萧锦衡横了他一眼 语气森然 你是要告诉朕 这件事纯属意外 将得顺下的双膝砸地 奴才不敢 萧锦衡道 这凤手琵琶 向来都是由专人负责看管 去将看管之人传来 他看向跪了一地的后妃 眸中闪着寒光 一一打亮了他们一番 才叫他们平身起来 所有人都起了身 唯有皇后起身后 又屈膝下去 道 这件事无论如何 都有臣妾的责任在 臣妾一时疏忽 没有提前派人查看 凤手琵琶的情况 才会闹出这样的祸事 只是皇上说 此事不是意外 皇后顿了顿 迟疑地说 那可就要好好彻查一番 看是谁想出 如此歹毒的法子 要算计萧长載了 没人要算计他 此事不过是物重覆车 萧锦衡目光 缓缓落在宋昭身上 眼底的寒光散了些 语气也缓和了许多 今日献奏琵琶的 原本只有宋长載一人 要不是他因意外伤了手 该是他了 宋昭文言 眼中闪过几分 不可置信的碎光 继而便见他 肉眼可见的惶恐起来 自然垂落在身前的双手 一直不安地搅动着衣摆 他想要说什么 却才张开口 就将话声吞了下去 而后怯懦地低下头 身子略有些色缩 就像是受了委屈的焦吐一样 让人不免疼惜 正此时 却听尹飞窝说了一句 方才萧长在说 要弹奏琵琶的时候 臣妾瞧着 好像臣飞并不想让他 碰那奉手琵琶 唉 算来也是萧长在自己浮薄 明明都有人上赶着劝他了 却还是劝不住 尹飞这话乍一听 好像是在替萧长在的 境遇惋惜 可但凡细品 这话里头的深意 就能觉察出一些不对劲来 他无缘无故念了这么一句 可不就是在拐弯抹角地说 陈飞有嫌疑吗 听起来倒像是陈飞要对付宋昭 结果出了岔子没对付成 所以 他索性就拦着萧长在 不让他碰奉手琵琶 免得想害的人没害成 还要承担 毒计被人拆穿的风险 陈飞的撼度在 后宫之中无人不小 而最近萧瑾横宠着宋昭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 一来二去的 倒连他做这事的动机也有了 没想到这尹飞平日里不怎么说话 一说话就能一针见血地 说到了要害上 陈飞也不是个傻子 当然听得出尹飞话里的深意 他回眸瞪着尹飞 没好气地说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觉着 是本宫在琵琶上动了手脚 尹飞道 这话是陈飞 你自己所得 本宫可什么都没说 你二人争执之际 御前的人 正好将负责看管 奉手琵琶的工人带来了 那工人一面胜 就吓得双腿打颤 脸色煞白 扑通一声跪在堂下 唇齿打颤地说 皇 皇上恕罪 圣母皇太后的奉手琵琶 一直都是由奴才负责看管 只是自圣母皇太后先世之后 奉手琵琶 就被先帝封了裤 一直都没有取出来过 奴才一时被懒 上个月忘了给琵琶涂抹树油 所以才会使得琴弦过硬崩断 奴才无心之失 还请皇上宽佑奴才 给奴才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工人认得倒是利索 一股脑说完这番话后 就冲着萧锦衡一个紧磕头 萧锦衡抹撒着拇指上的碧玺扳指 脸上仍旧阴晕着一色 他显然是不相信这工人所言的 可在沉默了半晌后 他却还是道 当差如此不上心 拖下去 乱棍打死 那工人连身边的机会都没有 就被侍卫无嘴拖走了 萧锦衡今日喝了不少的酒 这会儿手肘抵着桌案 掌心撑着额头 看上去晕晕乎乎的 皇后顺势搀扶了他一把 皇上 臣妾宫中熬了醒酒汤 您喝了也能舒坦些 萧锦衡并未拒绝 皇后便搀扶着他 先行离去 这主角都走了 后妃也该散了 散场之际 臣妃叫住了尹妃 那气势汹汹的势头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 宋昭一刻也不多留 带着云山匆匆告退 走的时候路过偏殿时 他刻意朝闲窗望了一眼 他听见萧长在问太医 你跟我说实话 我的脸还能不能恢复如初 这 我一臣也不敢欺瞒小主 小主脸上的伤痕极深 要想完全恢复 是不大可能了 但来日用水粉遮盖住疤痕 不细看的话 也瞧不出什么不妥来 而后就在听不见 殿中的攀谈声 只剩下了萧长 在撕心裂肺地哭嚎 云山掺了宋昭一把 低声道 夜深了 小主快些回宫休息吧 回宫后 云山伺候宋昭洗漱时说道 看来皇上今天是在装罪 哦 宋昭挑眉看他 怎么说 云山道 宫里面的奴才 没几个是蠢笨的 平日里就算自己犯了错 也不会直接认下 多半都要找些借口 想搏一搏活命的可能 可那个看守琵琶的太监 却认罪认得利索 像是生怕自己死不了一样 奴婢觉得他像是刻意 要当旁人的替死鬼 宋昭端向了云山片刻 越有些欣慰道 跟了我这么久 你总算是有些长进了 那小主觉得会是陈飞吗 我不知道 宋昭摇头 无论是不是他 我日后都更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 今日真是瞧着 我收敛锋芒这么久 却还是被人给盯上了 回想起萧长哉的惨状 云山不禁打了个寒战 还好今日摊上这件事的不是小主 不然皇上可要心疼坏了 宋昭文言冷笑了一记 想着才夸完云山有长进 他却又糊涂了起来 他心疼什么 你要庆幸着 我的脸没伤着 不然你以为皇上会怎么样 你以为 他会为了我去惩罚陈飞吗 不会 他最多是假情假意地关心我两句 随后色衰而爱迟 他便不会再多看我一眼 砰砰砰 几声急促地扣门声 打断了宋昭的话 他问 什么事 小福子在门外道 小主 皇上来了 宋昭不慌不忙里凭了请一下摆的褶皱 这才起身去赢 方至请殿门口 殿门便被人从外拉开 他忙屈膝下去 想要给萧景恒请安 而萧景恒则轻轻拉住他的手腕 私下里和阵相处 不必有这么多规矩 说完很自然地去牵他的手 许是惦记着他手上有伤 萧景恒牵手的力道也很轻 他走在前面 目不斜视 宋昭侧目偷瞄他一眼 见他并脚扶着细密的汗珠 便知他这一路赶来是有些心急的 二人并排落坐暖坐 萧景恒板着宋昭的肩膀 将他拥入怀中 这一次 他手上的力道沉了几分 手指轻轻在他的肩甲上抹撒着 宋昭依靠着他的肩头 嗅见他身上的酒气很淡 言谈举止 看上去也清醒了许多 皇上不是去皇后娘娘宫中卸下了吗 怎么这个时候 来了嫔妾这儿 朕不放心你 萧景恒毫不吝啬地 将他对于宋昭的关心宣之于口 说话间顺势捧起了他的手 对着指腹被烫红的地方吹了吹 还疼吗 宋昭轻巧地摇头 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 而是转而关心起了他 皇上饮酒醉了 漏夜来贫妾 这儿又吹了风 要是明日头疼起来 岂不是要贫妾的心更疼 萧景恒回眸凝望于他 眼神里裹着灼灼深情 今日你伤了手 也算是因祸得福 不然被情嫌划伤脸颊之人 就有很大的概率会是你 他轻轻抚摸着宋昭的脸颊 像是在抚摸着一块西式美誉 眼神不觉明亮起来 幸好你安然无恙 这句安然无恙 自然指的是宋昭这张国色天香 艳冠后宫的脸 宋昭还不至于被他这两句情话 就给绕进去 他要让萧景恒知道 他宋昭不但有脸 还有一副菩萨心肠 于是他面露愁容愧叹了一声 道 这算奶门子因祸得福呢 虽然凭借没有伤着 但是萧姐姐却受了大罪 他抬眸注视着萧景恒的眼 流转的眼波里满是清澈与纯真 女子都是重视自己容貌的 嫔妾希望皇上这几日 能多去看望看望萧姐姐 别让她含了心胡思乱想 日子更不好过 萧景恒不嫌不但地印了一句 爱妃以己夺人 实在心善 萧长再怎么说 也算是朕的表妹 朕字不会亏待她 这不会亏待四个字 就已经说明了 萧长在日后注定是无宠的 宋昭听得出话音 也就不再劝说 今日萧景恒来看望宋昭 总觉得妮子神色相较以往略显凝重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于是正说着话 萧景恒忽而手掌伏额 舒展的眉头略微隆起 做出一副头疼的样子来 宋昭忙 替她按压着太阳穴 皇上头疼了 萧景恒无奈道 喝酒误事 这次也是 朕耽搁了 醉意涌上头 竟一怒之下 处死了看守奉手琵琶的工人 在皇后那儿喝了醒酒汤 清醒后愈发觉得 不该那样茫然行事 她将手搭在宋昭 替她按摩太阳穴的手背上 轻轻拍了拍 这件事 朕总觉得有蹊跷 当时应当让慎行司的人 将她带下去严刑拷打 问清楚这件事 还有没有内情 也好叫你安心 萧景恒自具恳切 且一字一句都流露出了 对宋昭的无限关心 可宋昭却不这么想 整件事从表面上来看 最有社局动机的人 就是惯爱争风吃醋的陈飞 而萧景恒之所以会按下此事 是因为她心里也在怀疑陈飞 所以才想草草将这事了解 且不说陈飞是伺候她的老人了 罪合她心意 就说陈飞有那样显贵的出身家事 要真是查出了端倪来 又当如何处置 前朝和后宫的关系错综复杂 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次出事的人是 本就无宠也无家事的萧长在 且无凭无据的 也就没了深究的必要 其实原本也是有证据的 但是那证据 不是被萧景恒酒醉之下 给乱棍打死了吗 她这一招快刀斩乱麻 倒要整件事 便得无从追究了 萧景恒今日是不是真的饮醉了酒 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不过 既然她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那么宋昭就索性比她还要糊涂 贫妾从未得罪过谁 且李氏也已经伏法 相信宫中没有人再要算计贫妾了 要贫妾说 这件事本就是意外一桩 是皇上您多虑了 萧景恒显然是没料到宋昭会这么说的 所以 没心处明显跳动了一下 她原先只知道宋昭没有算计人的心思 今日看来 她是连防备人的心思也没有 其实她不多想 对于萧景恒而言是好事 这样 她就不用夹在陈飞和她之间左右为难 不过萧景恒是实在很联系宋昭的 她越是单纯 就越能激发起萧景恒的保护欲 她嘴上没说 但心里有所考量 觉得日后更得护着宋昭些 不叫人欺负了这样一个又纯又美的人间有物才是 这件事虽然萧景恒没有明着惩罚陈飞 但她也没有完全不计较 从她对陈飞态度的转变上 便可见一斑了 后来有将近半个月 萧景恒都没有翻过陈飞的牌子 甚至于陈飞去朝阳宫找她 她都多次以国事繁重为由给推了 也算是给了陈飞一个下马威 但这件事究竟是不是陈飞做的 宋昭总觉得还有待商权 毕竟这后宫里的任何一个女人 她都不信 但这也不妨碍她先将此事 假定成就是陈飞做的 因为萧长在那里实在需要一个答案 她总得知道了是谁害得她毁了容 才有目标去报仇不是 这日午后睡起来 云山伺候宋昭洗漱的时候对她说 小主 萧长在脸上的纱布拆下来了 打听过了吗 怎么样 云山摇头 刘疤了 还不浅 疤痕是 心得红得很 再好的水粉 怕也遮不住 宋昭看着镜中 自己精致到无可挑剔的五官 惋惜地叹了声 哎 都是女子 我见她那样 也实在不忍心 说着起身搭了云山一把 你去库里挑些润泽肌肤的东西 随我去看看她吧 其实宋昭一直都想去探望萧长在 只不过她之前一直在病中 脸上的纱布没拆 合起门来 除了萧景衡外 谁也不肯见 宋昭先前就对萧景衡说过 她说她觉得萧长在是帮她挡了灾 觉得 是她连累了萧长在 总也不能昧下难安 便求着萧景衡 能让她带着太医院得高望重的楚渊盼 去替萧长在诊治一番 也算是图个心安 这诉求合情合理 萧景衡自然应语 今日出发前 宋昭先是打听好了 这会儿 有太医正在给萧长在问诊 于是便对小夫子说 我和云山去一趟昭成功 你去趟太医院 让楚渊盼也来 就说是皇上吩咐了 宋昭从库里拿出了 从前萧景衡赏赐给她的封王胶 这东西外用在疤痕上 效果是最好的 等到了昭成功时 听出在西偏殿的萧长在 正在对太医发脾气 我不管这么闲 总之 我的脸一定要治好 再贵的药我也能用 我月份不够 我母家也会将银子帮我补齐 小主 这不是用什么药的问题 实在是您的脸姐姐好些了吗 宋昭连步入内 打断了太医接下来要说的话 萧长在许是觉得自己的脸见不得人 便侧过身去 只用右脸对着宋昭 你来做什么 我什么人都不想见 你出去 宋昭好生好气道 我这里刚好有些封王胶 想着拿来看姐姐能不能用上 说着将东西交给了太医 太医也瞧一瞧 这东西对萧长在脸上的疤痕 有没有作用 在宫里面 可不能随便给人送东西 不然送出去的东西 就很有可能会变成杀自己的刀 宋昭让太医当着萧长在的面 咽过了封王胶 萧长在日后就算是发疯 也不能用这封王胶 来想法子陷害她 太医验过后道 是品相极好的封王胶 取来敷在疤痕上 是有淡化的作用 有劳太医了 宋昭将封王胶 放在萧长在床榻旁的小机上 而后对太医说 我与萧长在 还有话要说 太医若是整完了 便先下去吧 等太医退下后 宋昭也打发云飞下去 指自己挪了个椅子 坐在萧长 在床边 关怀道 事已至此 姐姐也别伤心了 忧疾伤身 反倒对自己不好 你倒说得轻巧 萧长在捂着脸 将身子又向床里面挪了挪 被毁了容貌的人不是你 你当然说 什么都可以了 其实 那日谈琵琶的人 本该是你 出事的也该是你 偏是我替你当了灾 倒要你如今 在我面前 欣欣做太起来 宋昭听了这话 眼泪立马悬在眼眶里打着转 我心里也是如此想着 终究是我对不起姐姐 所以我去求了皇上 让楚太医来给姐姐医治 楚太医医术高明 或许姐姐脸上的伤痕 能有转机 楚太医是太医怨怨判 只伺候萧景衡 皇后和太后 平日里连陈飞也使唤不动她 萧长在一听她的脸 还能有机会复原 对宋昭的态度也缓和了些 你哭什么 该哭的是我才对 宋昭抿唇汗手 我是比不上姐姐坚强的 这件事纯属意外 姐姐还得向前看才是 意外 萧长在醋眉摇头 你当真觉得是意外吗 这件事本来是冲着你去的 你那样得宠 难免会有人想要算计你 宋昭一时哑口 表情看着有些不自然 沉默虚愈后 他故意另挑起了话头来 这两日 姐姐谁也不肯见 但我听说 皇上还来看了姐姐两次 说明皇上心里 还是记挂着姐姐的 也只是看看我罢了 像是在应付差时 打个过场就走 一刻也不愿多留 萧长在抚摸着脸颊上的伤痕 物字神伤道 我心里知道 我成了这副模样 皇上心里肯定是嫌弃我的 宋昭道 近日皇上国事繁忙 能来看姐姐 已经是在百忙之中抽空出来了 哪里会有嫌弃姐姐一说 姐姐要知道 自从上回皇上受宴之后 连陈飞娘娘 都还一次没见过呢 如此一笔 足见皇上对姐姐关心 萧长在文言愣了一下 没看过陈飞 萧锦恒来见他的时候 彼此少不得寒暄两句 他明明听萧锦恒说 近来国泰民安 常得闲暇 可既然他有空 为什么不去见陈飞 萧长在心里暗暗盘算着 莫不是这件事 是陈飞做了手脚 但是碍于他母家的势力强大 萧锦恒不愿追究 才会这般草草了事 而之后 靓着陈飞不去看他 则是为了 给陈飞一个教训 容不得萧长在细想 楚怨盼就来了 他查看了萧长在脸上的伤痕 面色看起来有些凝重 想要说什么之际 却听宋昭咳嗽了一声 将楚怨盼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萧长在偷偷看着 宋昭似乎是给楚怨盼使了个眼色 而后便听楚怨盼说 小主脸上的伤痕不算严重 微臣用心医治着 过段时日 还是有机会 可以恢复如初的 萧长在听了这话 忙不迭道 那就有劳楚怨盼了 嘴上如此说 但他还是觉得 楚怨盼和宋昭之间有猫腻 等两个人一同离去后 萧长在便在身后偷偷跟着 直到到了脚门的拐角处 二人要分道扬镳之际才驻足下来 萧长在躲在脚门后头 偷听着二人的攀谈 宋昭说 有劳楚怨盼了 还希望楚怨盼能一直瞒着萧长在 也算是给他一个希望 叫他不要胡思乱想 毕竟人活着 总得要有个盼头 楚怨盼道 微臣明白 宋主心善 虽说萧长在脸上的疤痕 是不可能彻底复原了 但长久医治下去 疤痕肯定也会比现在淡化一些 宋昭叹了口气 也只能如此了 萧姐姐实在可怜 盼着皇上日后能带他多关心些吧 简单交谈了两句后 他们便在岔路口背下行 各自离去了 在脚门后面躲着的萧长在 将他们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他的眼泪断了线 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一样 无力地倚靠着红墙 一点点滑坐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眼泪哭干了 眼神里的绝望无助 也被不甘和恨意所替代 他抬起头 看向陈飞所住的永和宫方向 双手死死钻拳 指甲都欠尽了肉里 也不觉得疼 后来的一段时间 宋昭得空总会去看望萧长在 也不做什么 就是陪他聊聊天 开解开解他 好叫他别事事 都闷在心里 旁人看在眼里 只觉得宋昭实在愚蠢 萧长在毁了容貌 明摆着是不可能再得宠了 他们不理解 宋昭为什么会对他心思这么重 但宋昭知道 偏偏是这样的人 被逼到绝路上去了 才更容易破釜陈舟 做出害人的事来 毁容一事 宋昭让萧长在以为 是陈飞在琵琶上动了手脚 萧长在是有可能去对付陈飞 但萧长在也有可能会对付他 毕竟萧长在 也算是做了他的替死鬼 当然心有不甘 宋昭可不想招惹这样的麻烦 他可不想算计人 最后将自己给算计进去了 所以 他才会格外关心萧长在 他要成为萧长在绝望困境里的一束光 总不叫他愿对到自己身上来 月底的时候 宫里面新得了岭南进贡的乳菊 岭南距离京都路途遥远 乳菊又金贵 对于运输的条件要求十分苛刻 加上今年是流年 品相好的果子也不多 所以送到宫中的时候 就只剩下了不到两斗 不到二十斤 太后是最喜欢吃乳菊 所以他那里送去了一斗 余下的便依照往年的例子 皇后和陈飞分得最多 尹飞 云飞和淑飞 也能分到些 但是评位就没有了 不过也有例外 比如 宋昭未分 虽然只在常在 但也分到了些 内务府分发赏赐的时候有祭荡 这是宋昭 想瞒也瞒不住 不过他很会做事 将这些乳菊给各公姐妹都分了点 倒也不会招惹多大的嫉妒 这日来看望萧长在的时候 他一边帮萧长在包橘子 一边说 楚院盼医治了十来日 瞧着姐姐脸上的疤痕淡化了许多 他将包好的菊瓣递给萧长在 又道 再过几日就要入冬 听下人说 梅院的梅花已经开了孤朵出来 下个月十五 是后宫赏梅的日子 姐姐也去吧 我去做什么 萧长在接下菊瓣 并没胃口吃 随手放到了石盘里 物资神商道 人人都赏花 我这残花去了 反而扫兴 皇后娘娘驾到工人的通传声 才报出来 眼见着皇后 就已经步入寝殿了 宋昭和萧长在 连忙起身府里 皇后十分和蔼地叫他们平身 而后看向宋昭说 这几日 你总是陪在萧长在身边 可见你待人真心 其实本宫一早就该来了 但知道萧长在不愿见人 所以也没抢求 但心里也记挂着 总问着太医他情况如何 说着抬起手 温柔轻抚过萧长在的脸颊 是大好了 你要记得忌口 这样才能将疤痕养好 萧长在欠身道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后来三人落座后 皇后一直在关心萧长在的情况 宋昭则毕宫毕竟坐在一旁 他看着皇后端向和善的模样 实在是配得上母仪天下这四个字 后宫中无论是谁出了事 他都会十分上心 倒像是真把人人都当做了姐妹看待 可这究竟是他的本性 还是他伪装出来的表象 宋昭也看不清楚 就好比方才皇后说的那番话 乍一听也没什么 可惜想想 他既说宋昭日日陪伴萧长在待人真心 又说他知道萧长在脸上了 不愿意见人 所以这才没来 这不就是在隐喻宋昭的关心 是在强人所难吗 幸好萧长在不算是个聪明的 不然他只要一戏想皇后这话 那么宋昭这么多天的陪伴 对他而言 反而要成了罪过了 皇后牵着萧长在的手 劝说道 本宫知道你脸上有伤 心里自然也不痛快 可是你入了宫 皇上与本宫 还有后宫中的许多姐妹 就都是你的家人 谁又会嫌弃自家人什么 你总把自己困在房中 多思多虑 反而对你不好 你若觉得心里实在不舒坦 日后也可随本宫一同礼佛 参悟佛法之际 内心亦能得到平静 皇后都开口了 萧长在还能说什么 他半个多月没有去给皇后请安 已经是他的不是 要是在乎了皇后的好意 他在宫中就更没了立足之地了 所以 后来的一段日子 萧长在虽然还是没有去请安 但日日后非请安散去后 他也会独自去找皇后 陪着皇后一同送经礼佛 最近这段时间 陈飞沉寂下来 宫中最得宠的人 就又变成了宋昭 萧景衡对他的新鲜感还没过 仍旧将他比作西式珍宝一般 爱不释手 这不 今天上午过后 竟是房又传来了消息 今夜萧景衡 仍旧翻的是宋昭的牌子 但和从前不同的是 晚上鸾鸣成恩教停在姚华宫门外时 领教的太监却成了张九贵 他是近视房总管 按说只在后非第一次侍请 或是萧景衡有特殊吩咐的时候 他才会来领教 于是宋昭便问他 今日怎是公共来了 张九贵斜肩产孝地说 奴才今日正巧得空 便想亲自送一趟小主 说完从怀中取出了一个簪子 奉给宋昭 这簪子是陈飞娘娘赏赐给您的 上面的心仪玉碎栩栩如生 您皮肤生得白 趁您一定好看 宋昭接过簪子攥在手中 当下就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 张九贵是陈飞的人 他的话就是陈飞的话 至于这心仪花 宋昭一早了解过后非的喜好 知道心仪花是陈飞最终爱的花卉 听说当年 陈飞正是因为在心仪花开时 于树下舞了一场 醉了夕阳 也从此俘获了萧景衡的心 如今 陈飞让宋昭带着心仪花簪去侍请 为得就是让萧景衡能看见此物 独物私人 回忆起他们从前的美好点滴 自从上回那件事后 萧景衡已经快有一个月 没有见过陈飞了 宋昭想 陈飞这个时候送来簪子 应该是有两重意思 第一重意思 自然是想重获圣星 而第二重意思 其实也是对他的一个试探 萧景衡今天见到了簪子 要是还没有理会陈飞的意思 那就说明 宋昭已经在萧景衡心中 有一定的分量了 到时候 陈飞肯定会提防他 甚至是算计他 宋昭用十分短暂的时间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思绪 而后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笑着 将簪子粘在他的发际上 对张九贵说 劳烦公公帮我告诉陈飞娘娘 这簪子我很喜欢 明日自当亲自去娘娘宫中谢恩 到了朝阳宫 洗漱装扮过后 工人便将宋昭领去了内井 他入内的时候 步子迈得很小 见到萧景衡屈膝行李时 也是眉心一粗 萧景衡看出了他的不是 忙搀扶着他 坐在暖座上 爱飞怎么了 可是哪里不舒坦 皇上还问 宋昭羞红了脸 轻轻在他的胸膛上拍打一击 而后看向一旁的龙岸 都怪皇上前天晚上那般 个德平妾被疼不说 腰也酸了好久 前天夜里 宋昭来事情的时候 两个人换了个战场 只在龙岸上垫了个靠枕 就开始了最原始的探索 当天夜里 彼此都很惊心 萧景衡喜欢从正面 看着宋昭映照于烛火下的 那张美艳的脸 尤其是做那事实的一平一簇 更显得极为撩人 这会儿听着宋昭撒娇 他将手扶在宋昭的腰之上 轻轻按揉着 压低声音笑道 全都是震的不是 也不知是谁抱得震那样紧 后背都叫你抓烂了 宋昭娇称了一声 将头埋在他怀中更深一些 皇上总说这些 要嫔妾修得慌 哈哈哈哈 萧景衡笑得爽朗 十分宠溺地 俯着宋昭的额发 他就喜欢宋昭这样 踏上踏下宛若两个人 他的那份娇媚与羞涩 更让萧景衡对他着迷 他本想再说些什么不正经的话 逗一逗宋昭 但在辅到了他发际上的簪子后 动作忽而凝滞下来 目光落下 看清了发簪上面的心仪花碎后 他很自然就能联想到另一个人 宋昭见他没动静了 便问 皇上想什么呢 你喜欢心仪 嗯 宋昭乖巧点头 心仪一花 夜落尽了才开花 花拜完了才结果 小时候听父亲说 这世上唯有此花这般专注 嫔妾喜欢他的品格 同样的问题 萧景衡也问过陈飞 不过陈飞胸无点末 回答的没有宋昭这样有深度 他只说 自己喜欢心仪的娇艳与香气 还说因为他是在心仪树下 与萧景衡结缘 所以这花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他便更喜欢 脑海中正回忆着昔日事时 听怀中的美人闷哼了一声 便问 可是难受得很 宋昭道 今儿个晨起的时候 就觉得有些不舒坦 原以为没什么事 也就没传太医 不曾想到了夜里 却愈发严重了 萧景衡见他在自己怀中微微发抖 哪里还忍心在折腾他 于是便说 怪朕那时失了分寸 朕亲自送你回去 再让留职的太医为你诊治 萧景衡送宋昭回宫的路上 为了照顾他 便和他同成了一个轿子 往常这种事 宋昭都是会拒绝的 但可能彼此的关系 已经更近了一步 所以 今日宋昭也没说什么扫兴的话 回宫路上 宋昭依偎在萧景衡怀中 撒娇着说 萧景衡妈撒着他的肩头 那怎么办 朕今夜留在摇花宫 陪你如何 宋昭芒摇头道 只有一宫主位 才能让皇上留宿 萧景衡可不敢渐远 他透过被风卷起的窗纱 看着墨蓝色的夜空 洒满了碎玉般的星子 欣喜道 今夜万里无云 夜色格外动人 皇上陪萧景衡赏赏夜色可好 萧景衡道 好 都一你 临近入冬 天气开始阴冷起来 下轿站在风口上赏月 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 两个人只能在轿子里坐着 透过小小的一扇窗上的景 从朝阳宫会摇华宫 最近的路走的都是长街 长街红墙高深 是不利于赏景的 姜德顺在知道主子要赏心赏月后 便吩咐抬轿的工人 走另一条稍微远些的路 虽然路程远 但盛世视线开阔 也能让主子尽兴 原本萧景衡将宋昭揽在怀中 陪他赏月的时候 还有说有笑的 但在经过广阳门的时候 萧景衡却忽而变得沉默了许多 这条小路 是必定会经过广阳门的 而广阳门的两侧 正是宫中大面积 种植心仪的地方 路过此地时 因着不是心仪花开的时节 树枝光秃秃的 脚白的月光披萨下来 更显树影 孤寂冷清 萧景衡想起 当日与陈飞出见时 这满树的心仪风吹花落 花雨中舞动的女子婀娜曼妙 那时的陈飞 和如今的宋昭一般大 天真烂漫 爱识小性子 虽然也会争风吃醋 但却不会在背地里 做什么手脚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人 看似什么都没有变 但什么也都已经不同了 宫教落在摇花宫门外 萧景衡搀扶宋昭下轿 嘱咐他 太医等下会来替你看诊 你用了要早些歇息 明日晨奇奥 还是觉得不舒坦 便向皇后那告个假 好好休息两日 多谢皇上关心 宋昭勾着萧景衡的脖梗 点起脚尖 来在他的脸颊上 前吻了一记 夜深露虫 皇上也快些回宫去吧 萧景衡宠溺一笑 在他精致小巧的鼻头上 刮了一下 朕明日得空再来看你 他目送宋昭回宫后 回身上轿之际 江德顺一挥手中浮沉 道 皇上摆驾回宫 却才走出两步 就听教内的萧景衡说了句 朕去看看陈飞 江德顺明显僵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 又速声说 摆驾永和宫 永和宫 乍起的寒风 卷起庭院枫树枯黄的叶 打了个悬飘落在 倚靠在寝殿门框的陈飞族边 他浅浅昂首 孤身望月 任由梁峰吹乱了他的病法 营香披了一件斗篷 在他的肩上 心疼地说 娘娘在宫门口 已经站了一个时辰了 您自小产后身子就弱 太医交代您是不能吹风的 还是回宫卸下吧 陈飞仍旧昂着头 没有半分 想要回去的意思 他问营香 皇上会来看本宫的 对吗 营香文言一时雨色 眼瞅着现在都快紫时了 张九贵先前来回话 说他亲眼看着宋昭 将心衣花簪佩戴上 营景衡要是想来的话 也早就来了 短暂的沉默过后 营香顾左诱而言他 又劝了一句 娘娘要等 还是回宫等吧 要是为此事再伤了身子 皇上可要心疼你 陈飞不为所动 仍旧痴痴地看着明月 说来也奇怪 从前他与萧景衡不知一起 赏过多少次月 看他圆如银盘 只觉得 人月两团圆 是极美满的事 但今日号月依旧圆满 可陈飞却只看他 行单影只地挂在天上 觉得无限悲凉 他怅然若失地喃喃一句 营香 你说皇上 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本宫了 营香忙到 娘娘多思了 皇上带娘娘的好 便是连皇后娘娘 也要看着眼馋 怎会有不喜欢娘娘一说 可他若是喜欢本宫 便该相信本宫 本宫虽然不喜欢 他宠爱别的女子 可奉手琵琶 是圣母皇太后的遗物 本宫怎么舍得毁了他 要皇上去伤心呢 陈飞清楚地知道 萧景衡冷落他的原因 他就是将琵琶弦断之事 记在了他的头上 所以 他心里更觉得委屈 他不明白 究竟是从何时起 他在萧景衡的心中 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 不堪的女子 明明从前的他 即便是犯了错 萧景衡都会 义无反顾地 站在他身边啊 想着想着 觉得心里酸酸的 眼前的视线 也开始模糊起来 温热的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他抬起手 掌心向上将眼泪扶去 苦笑着摇头叹了句 罢了 罢了 陈飞搭了银箱一把 在他的搀扶下 转身欲回宫之际 忽而听见身后 传来了一道熟悉的男声 天寒了 怎独自在廊下立着 那声音钻进他的耳朵 混进血流里 直抵心事 方才还含着的心 一瞬间变暖了 陈飞欣喜回眸 见萧锦衡 正阔步向他走来 银色的月光 洒在他明黄色的龙袍上 绣样上的金线 折射出浅淡的光芒 而这光芒在陈飞眼中瞧着 却是那样的耀眼 他顾不上嫔妃的仪态 盲奔向萧锦衡 紧紧地还住 他尽瘦的腰肢 将头埋在了 他的胸口 忍不住带着哭腔说 臣妾还以为 皇上再也不会来看臣妾了 萧锦衡也拥着他 宽阔的手掌贴紧他的后背 轻轻拍扫着 正这两日国事忙 忽略了你 你别往心里去 是不是国事繁忙 是不是无心忽略 陈飞心里清楚得很 可他也不能去计较什么 更不能去向萧锦衡解释 奉手琵琶断弦的事 与他无关 毕竟萧锦衡从头到尾 都没有将这件事挑明过 他现在要是说了 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皇上心里念着臣妾就好 臣妾就怕皇上有了心欢 便忘了就爱了 这样僭越的话 也就陈飞在耍小性子的时候 敢对萧锦衡宣之于口 萧锦衡也不怪罪他 反倒贴心地替他扶去眼泪 灿然笑道 瞧你 风口里立着鼻尖都冻红了 他将陈飞护在右侧 帮他挡着风 一边牵着他的手 朝寝殿走去 一边道 你宫里的羊枝干露是最好的 这会子倒有些饿了 可曾皇上喜欢 臣妾日日都背着 不等萧锦衡把话说完 陈飞就已经开始 吆喝着银箱下去准备了 当天晚上 萧锦衡留宿在了陈飞宫中 永和宫上下的口风 向来都是最紧的 所以这件事 也就没有传到别的后妃耳中去 第二日宋昭 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看见许久不在人前露面的萧长寨 竟是破天荒地来了 各宫嫔妃许久不见他的面 就算是虚情假意的 也少不得要问候两句 淑飞说 你肯出来 走动就好 伤心有时 可日子总还得过下去不是 本宫也才经历了丧子之痛 自然能明白你 尹飞道 这些日子你总不来 咱们心里也是惦记着你的 云飞也说 瞧着你脸上的疤痕 也不算严重 不仔细看 都看不出来呢 面对众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关心 萧长在一一谢恩后 道 对亏了皇后娘娘不嫌弃 这些日子 日日带着嫔妾礼佛诵经 参悟佛法之际 许多事也便看得通透了 皇后端和笑道 也是萧长 在你有佛缘 旁人来本宫这儿 说不定还嫌着香火气重 连坐都坐不住呢 皇后口中这坐不住的人 自然是陈飞 她今日又是没来 尹飞便接着皇后的话说道 怎么今儿个陈飞又来晚了 她从前得宠 伺候皇上来晚些 也就罢了 现如今 皇上都不惜地搭理她了 她还白不给谁看 云飞也顺势讥讽了一句 有些人没规矩惯了 就得给她立立规矩 皇后娘娘 您不能总这么顺着她 多少也要给她些教训 让她常常记性才是 陈飞给皇后娘娘请安 众人正说着话 呼听门外太监速声通报了一声 大伙寻声望去 见陈飞正在一大批工人的簇拥下 缓步而来 她的人停在宫门外没进来 只有银箱搀扶着她连步入内 她今日穿着酱红色白鸟 银雀图样的长衣 井上挂着和冬珠 极像的浮云珠 通身珠光宝气 异常名艳华贵 这白鸟银雀的图样 仿的是白鸟嘲讽 而浮云珠则仿的是冬珠 这两样东西 都是只有中宫才能使用的 即便后妃们 对于陈飞的跋扈自私 早已司空见惯 但今日她这般盛装而来 明显就是要给皇后一个下马威 后妃们 还是不由变了脸色 宋昭偷偷看了一眼皇后的表情 她依旧笑着 波澜不惊 而陈飞则一路 朝她走去 连两侧的后妃看都不看一眼 立在堂下时 也不过慵懒地去了下溪 就算行了礼 不等皇后让她平身 她就迎着众人的目光 趾高气昂地坐在了属于她的位子上 陈飞是一点脸面 都没打算给皇后留 沉稳如皇后 这会儿脸色也是肉眼可见的 变得难看起来 云飞逮住个机会 就急着向皇后表忠心 于是呛声陈飞道 陈飞 你到底还有没有规矩了 你请安婉来也就算了 你瞅瞅你这身打扮 你想做什么 是想越祖带袍吗 呵呵 陈飞轻蔑一笑 不以为然地抚摸着 场衣上繁复的秀样 你是说 本宫衣裳上的孔雀纹样见月了 还是说 本宫脖子上的这串浮云珠见月了 她身体后倾 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目光悠然落在皇后身上 不嫌不淡地说 这些东西 你们觉得稀罕 可本宫宫中 却是要多少有多少 皇后娘娘如果喜欢的话 臣妾也可以给您送下来 从来都是皇后 在吃穿用度上 打赏别的低位嫔妃 哪里有低位嫔妃 陈妾打赏皇后的道理 可皇后也不挑她这错处 仍旧笑着说 本宫如何能要妹妹你的东西 再说 本宫瞧你身上的孔雀绣样 衬得你娇俏 锦上配的浮云珠 也衬得妹妹皮肤白皙光泽 这些东西 原就是最适合妹妹的 妹妹好生留着就是 宋昭在宫中 日子也过得清闲 她最喜欢看的 就是皇后和陈妾掐起架来 不过不得不说 比起陈妾的骄纵外放 皇后的沉稳大气 就显得高级多了 她说 孔雀和浮云珠 最适合陈妾 言外之意 不就是在告诉陈妾 凭她再嚣张 再谏阅 也只能用这些仿照 中公用度的东西 可仿品终究是仿品 仿得再相 也是上不了台面的 陈妾也听明白了 皇后的弦外之音 短暂私存过后 见她毫不避讳地 盯着皇后奉袍上的绣样 道 其实臣妾觉得 有些东西 或许更适合臣妾一些 她话不敢明着说 皇后索性就不接她的话 由着她发疯 尹妃事实插了一句 你从前失省后晚来 还算有个由头 今日无缘无故 又来吃算什么意思 陈妃 本宫看你是仗着皇后宽和 月发灯鼻子上脸了 陈妃满不在乎地 瞟了尹妃一眼 你协理六宫 连昨天夜里 是谁伺候皇上的 你都不清楚吗 也不知道 你是如何帮皇后 看顾这后宫事的 尹妃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昨天晚上 难不成还能是你失的情 皇上昨日明明翻的是 宋长哉的牌子在 怎么会 那又如何 陈妃笑得自私 轻力地凤眸向上一飞 语气挑衅道 这事儿 别人想不通 你还想不通吗 你又不是没有过 轿子 都抬到朝阳宫门口了 却要皇上照了本宫去 又牵你回去歇着的时候 这处完毕归照 按说你唱了也不止一两次了 怎么这惠子道 大惊小怪了起来 尹妃身上流着胡人的血 性子 本就强硬泼辣 从前陈妃才得宠的时候 尹妃就因为这样的性子 得罪过陈妃 所以 后来有一段时间 萧锦衡每每翻牌子 要尹妃事情的时候 陈妃都会从中作梗 将尹妃的恩宠截了去 这事儿 大庭广众之下 提起来未免丢人 尹妃被噎得面红耳赤 愣是不知该如何还嘴 气氛焦灼尴尬之际 听皇后劝了一句 皇上盛心有变 也是有的 就比如 上回本宫心急发作 皇上不也撂下了陈妃 来陪伴本宫吗 说着看向宋昭 宋常在 这是 你别往心里去 宋昭立马说 贫妾不敢 陈妃娘娘伺候皇上日子久 自然比贫妾 更能让皇上舒心 陈妃文言含笑看了宋昭一眼 没有说话 后来大伙都闷闷地不说话了 一直安安静静坐着的萧常在 突然起身 向众妃服役 道 贫妾与皇后娘娘礼佛时 特意为各位娘娘 制作了护身香囊 她的婢女银芝 拿出了一个竹边的篮子 里面放了许多颜色各异 腾抄了金纹在上面的香囊 萧常在一边给众人送香囊 一边道 这些香囊 都是嫔妾亲手所做 且都焚香助导过 希望能为各位娘娘 骑得平安顺遂 众人得了香囊后 多有夸赞 等萧常在将香囊 送到陈妃身边的时候 陈妃自上而下打量了她一眼 而后给 银香使了个眼色 让她将香囊收下 这才语气冷淡地说了一句 你有心了 等萧常在送完香囊 皇后提议道 入冬了 梅院的梅花也开了大半 明日是宫中立定赏梅的日子 姐妹们就别来本宫宫中请安了 明日晨起 一同去梅院赏梅吧 众后妃齐声道 是 回宫路上 宋昭听见有人在身后叫她 一回头 见是陈妃身旁的营香 给宋常在请安 陈妃娘娘说 您昨天的事情办得很好 让奴婢将这东西赏赐给小主 营香递给了宋昭一封信 信上面的笔记 宋昭一眼 就能认出来是宋氏成的 宋昭收下书信 表现得十分激动 位分低的后妃 是不能随意 和家人有书信往来的 我入宫三个月 也实在思念家人得紧 陈妃娘娘 待我这样用心 我总得亲自登门谢恩才是 营香道 娘娘说知道 宋常在有心 但近日天气转凉 娘娘也不忍 宋常在奔波两宫之间 若是有什么事 奴婢可替常在代为转达 宋昭明白 陈妃这是怕皇后 看出他们之间的猫腻 所以有意要避嫌 于是他道 那有劳姑姑 替我多谢娘娘了 回宫后 宋昭这才将宋氏成 写给他的家书拆开 偌大的性质被展开后 上头只写了十六个字 无女安好 无心甚畏 帮扶陈妃 争取敬畏 这每一个字 都透着宋氏成的野心 他和陈妃的母家 私下里关系走得很近 让宋昭帮扶陈妃 一来可以巴结陈妃的父亲 二来也可以让宋昭讨到好处 最好是早日生成个义公主位 能在萧锦衡面前说上话了 他这个女儿 才算是没有白养 宋昭看完书信后 随手将他点火聊了 他看着香炉里的灰烬飘渺而起 眸光中跳跃着星星之火 忽而笑了 他就这么一个父亲 他当然要帮衬着 帮衬他早日和宁家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 帮衬他早日下九泉去 将那刀山火海兜走一遭 再去见他枉死的妾 自聚提血 叩首认罪 等香炉里的灰烬进了 宋昭吩咐云山道 你去叫小福子进来 我有话要问他 彼时小福子正在庭院里 带着枝花吸引 他们修剪花草枯枝 一听宋昭找他 忙将手指上粘着的泥土抹在裤边 看得云山直嫌弃他埋态 你怎这样拉里拉他的 小姑娘脸上满是嫌弃 但还是拿着眷帕 替他将裤边的浮灰胆去 小福子有些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 盯着云山傻呵呵地笑 云山白泰眼 没好气道 笑什么 小主叫你呢 哦对对 我这就去 他紧赶慢赶进了正殿 枝花却笑着对云山说 云山姐姐可真关心小福子 我和西影手也脏了 倒不见姐姐问上一句 云山被这一言鱼 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我 我猜没有 他是要进去见小主的 脏兮兮的 我怕他爱了小主的眼 说完羞答答地低下头 帮着枝花和西影 一起修剪起了枯枝 这边相入了请殿 给送招回花的小福子 脸上也忍不住挂着笑 宋昭打量了他一番 婉尔问道 你得了什么高兴事了 也跟我说说 小福子忙收敛了笑容 略有几分局促道 没 没什么 小主找奴才 有何吩咐 宋昭将萧长在宋的香囊 取出来递给他 你瞧瞧 可有什么不妥 小福子接过香囊 手脚力索将它拆开 里面装着的干花与草药 被他详细咽了一遍 半赏才道 回小主 都是些凝神禁弃的东西 没什么不妥 宋昭默了默 迟疑道 这里头都是些什么东西 你一一说给我 小福子道 里面有薄荷 绒毛香茶 白蓝 荷环皮 蛇蝇草 叶椒藤等等 你说这里头有蛇蝇草 小福子汉手硬下 顺势将一株草质挑出来 呈给宋昭 东西刚操到面前 宋昭就闻到了一股浓烈的异香 我记得这东西 是捕蛇人拿来饮蛇用的 香囊里为何会有此物 小福子解释道 蛇蝇草散发出的特殊气味 确实会对蛇类有吸引 令它们嗅之兴奋躁动 但是这味道对人却没有害处 反而有极好的安神作用 如今入了冬 蛇都已经冬眠了 这香囊里面的香料 最多维持两三个月的功效 就没了味道 等来年开春有蛇出没的时候 里面的蛇蝇草 也就没有了饮蛇的作用 所以 小主不用担心 这香囊会将蛇给引来 宋昭丝损片刻 柔指轻巧拨弄着面前的蛇蝇草 不可能会冬眠 可宫里头这么热闹 人都睡不踏实 何况是那些个爬虫走兽 说着 将蛇蝇草丢回了面前的 干花药草堆里 这香囊 到底是萧长代的心意 我也不好直接丢了 你将这香囊拿到库里去 用不透风的锦盒 好生存放着 宋昭吩咐的是 小夫子从来不会多嘴问为什么 只知道 宋昭要他去做 他将差事做好就是了 午休起来后 宋昭说 要去正殿给姚萍请安 便带着小夫子一同去了 宋昭的称呼着 闲聊了一会儿后 宋昭笑着说 昨儿个听娘娘说了一声 好像是寝殿里的黄霓木桌腿 有些松动了 我宫里的小夫子 是最会羞羞整整的 让他给娘娘瞧瞧吧 那便麻烦妹妹了 姚萍引着小夫子往桌岸旁走 宋昭在他身侧跟着 余光瞥见他 已经将萧长再送的香囊 佩戴在腰间了 于是 宋昭一个亮呛 朝他扑了过去 在贴到姚萍肩膀后 姚萍下意识搀扶他一把 怎么了你 宋昭稳住心神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凭借糊涂 凭地里走路 也能伴着自己 险些冲撞娘娘了 他撞到姚萍的时候 右手抓着姚萍腰间的香囊 用力一扯 顺势将香囊丢到了地上 这会儿 他看着香囊说 小夫子 快把香囊给姚萍娘娘捡起来 小夫子躬身去捡香囊之际 故意拿在手上 用力握了握 将香囊的味道 留在了掌尖些许 等给姚萍修完了桌子 宋昭带着他 回到西片殿后 听他说 回小主 姚萍佩戴的香囊 和您的那没一样 里面也有蛇蝇草 宋昭听了这话 倒有些想不明白了 他原以为 萧长在是把他当成了仇人 所以想了什么 恨毒的法子来害他 可姚萍从始至终 都和萧长在无冤无仇 为何萧长在 送给姚萍的香囊里 也会有蛇蝇草 还是说 不单单是姚萍 萧长在给所有人的香囊 是愈发叫宋昭看不穿了 不过心中有了疑问 也好提前提防着 眼瞅着再过两天就要下雪 皇后那边也该停了请安 各宫嫔妃都在宫中 甚少有出门走动的时候 所以 不管萧长在是要害谁 明日六宫同去梅院赏梅 就是他最好的机会 小福子似乎看出了 宋昭在担心什么 于是道 小主明日可还要去赏梅 宋昭含笑看向他 从容汉手道 我当然要去 要是旁人都去指我不去 那明日 梅院若闹出什么怪事来 可不就都要算到 我投上去 冬日的天 总是亮得很晚 一日天还黑着的时候 宋昭就已经起身了 洗漱过后 他交代云山道 我瞧着今日冷得很 又要去梅院赏梅 你帮我取了厚一点的礼裤 和鞋袜来 宋昭要穿上厚一点的礼裤 和鞋袜 并非是为了预寒 毕竟谁知道 已经冬眠的蛇 会不会突然就醒了 然后莫名其妙地 从什么地方钻出来 咬上他一口 能被咬到的地方 衣裳穿厚点 全当作以防万一 临出门的时候 宋昭又对云山说 宫女扶持单薄 你跟着我去 还不得把你冻坏了 说着看向站在一旁的小福子 今日让小福子陪我去吧 他皮操肉厚的 也不怕冻着 一开始 云山是不愿意的 他觉得小福子 到底是个男人 伺候起人笨手笨脚的 害怕他照顾不好宋昭 但实在拗不过宋昭 执意如此 云山也只好勉强硬下 又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模样 乃凶乃凶地对小福子说 你可得把小主照顾好了 要是小主受了风回来病了 你看我饶不饶过你 小福子被他凶了 却还是一脸的嘻嘻哈 你放心 我自会将小主照顾周全 去往梅院的路上 小福子问宋昭 小主是害怕云山跟来 会出意外吗 宋昭道 他胆子小 我怕他真见到什么脏东西 慌乱起来 反而被伤着 小福子说 奴才明白 小主不提前将这件事告诉云山 也是因为 他心思太过纯凉 怕他担心您 宋昭浅汗手 交代道 等下你眼明星亮些 万一真出了意外 你也得顾着自己 别被伤着 小主放心 奴才一定会好好护着您 这段时间 宋昭有许多事 都没有挑明了告诉云山 反倒是和小福子有伤有凉的 云山这丫头是忠心 但她实在是不够机灵 其实所谓忠仆 倒也不是世事都非得 要她知道的一清二楚 宋昭来到梅院的时候 招纯公的惠平 肖长寨和刘长寨 已经到了 他圆圆地瞧见 惠平在梅院里跑来跑去 欢喜地跟着孩子似的 肖长寨和刘长寨 则在后面紧跟着 生怕他磕了碰了 宋昭遇着惠平 理应问安的 方才屈膝下去 一个没注意 惠平就与他撞了个满怀 惠平的个头不高 直到宋昭的下巴磕 他茫然撞上来 倒是自己没有站稳 亮腔着险蟹摔倒 幸好宋昭眼疾手快掺了他一把 惠平娘娘当心 站稳后的惠平 依旧兴高采烈地 他反手握住了宋昭的手 笑呵呵地说 宋姐姐你来看 这梅花开得可好了 宋昭被他这么一路拽着 来到了一棵梅花树底下 宫里头是寄会白色的 所以 梅院里种植的都是红梅 眼前这一棵梅花树 算是开得最旺盛的 冰枝嫩绿 书影清雅 花色烟红 香味悠然 果真是冬日里 不可多得的一抹好颜色 本是正高高兴兴赏着梅 可宋昭却瞧着惠平脸上的笑意 一点点淡下去 很快就搭拉起了眉眼 憋着红彤彤的小嘴 看上去有些伤心 从前冬天的时候 母亲都会以梅花入膳 给我做梅花烙齿 说着眼眶红红的 语气也更委屈了 我想母亲了 惠平一番话 倒也勾起了宋昭的回忆 年幼时 护国公府片院里 也种了两株红梅 一到冬日白雪飘落 梅花绽放 宋昭的生母也会取梅花来 给宋昭坐上许多梅花烙 那味道甜糯 充斥着宋昭整个童年 关于冬天的回忆 只可惜 后来那味道 他再也没尝到过 他看着惠平思念母亲的样子 多少也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不过相比之下 惠平还算是幸运的 他虽然自十岁入宫后 已经有四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 但他所念之人 起码还活在世上 人只要还活着 就总有在相见团聚的一日 飘忽的思绪 很快被拉扯回现实 宋昭脸上没有显露出丝毫悲伤之色 反而笑着对惠平说 从前贫妾的姨娘 也会做梅花烙给贫妾吃 娘娘的母亲和贫妾的姨娘 同是将这一代生人 果然在饮食上 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惠平问 那你会做梅花烙吗 宋昭点点头 那是自然 惠平娘娘如果喜欢的话 贫妾过两日做好了 拿去和娘娘一起吃 可好 真的吗 惠平到底心思稚嫩 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听宋昭说 要做好吃的给她 就立马又露出了笑容来 那咱们一言为定 说着 伸手翘起小拇指 与宋昭拉钩作数 后来余下的后妃 也都陆陆续续来了 最后登场的 当然是皇后和陈妃 皇后有心急 也是吹不得冷风的 所以 她今日来的时候 怀中抱了个汤婆子 那汤婆子里面 也不知煮沸的是什么水 闻起来香味悠悠淡淡的 让人舒心 后妃琪琪向皇后请安后 听皇后端然道 十月十三赏梅日 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梅花有傲骨 也有着谦虚 无畏 坚韧不拔的品格 赏花品当如做人 老祖宗定下这规矩 也是希望 咱们后宫女眷虽为女子 但也能和梅花一样 拥有这些美好的品格 众人齐声道 皇后娘娘所言即是 臣 贫 妾受教 而在这整齐华一的回话声里 却多出了一把 轻挑野鱼的声音 事事都颇有心得 臣妃慵懒地俯着病发 含笑瞟了皇后一眼 赏个花而已 皇后娘娘也能说出 这么些道理来 臣妾当真是自愧不如 那皇后微笑着说 瞧妹妹一声傲骨 便知这道理 妹妹也懂 又何必妄自菲薄 臣妃冷吃一声 没有接皇后这话 等到皇后领着大伙赏梅的时候 臣妃尽快走了两步 故意越过皇后一个身位 走到了她身前去 这举动渐躍至极 奈何皇后一句话也不说 别的后妃 也只能小声发发牢骚 宋昭听尹妃小声 跟淑妃念叨了一句 皇后娘娘是中宫 臣妃竟来时常挑衅 这事儿 皇后娘娘大度不跟她计较 本宫却要寻个时机 告诉皇上去 淑妃愧叹一声 劝她说 你告诉皇上又能如何 她这么些年来都是这样 你见皇上里过吗 呀 有蛇 宋昭正听着热闹 竖然听见 刘长在于人群中惊呼了一声 她吓得花容失色 一边仓皇向后退着 一边指着面前松软的泥土 只见从前方的梅花树后头 窜出了两条身长近半丈的蛇 头部成三角状 体粗而微短 背部成暗褐色 体侧腹有圆形的斑纹 蛇本是会避人的 但这两条蛇却十分反常 他们吐着杏子 扭动着身躯 正快速向后妃们所在的方向爬过来 后妃们吓得惊声尖叫 纷纷逃窜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宋昭因为早有防备 所以即便见到了蛇 也没有乱了阵脚 他跟着人群一并后退 小福子则在他身前护着他 蛇是从正面窜出来的 因此走在最前面的陈飞 如今反而是跑在最后头的 工人护着他一路后退 便在他退到宋昭身旁的时候 慌乱中不知怎跌 他好像是被谁给绊了一跤一样 突然身体前倾扑倒在地 而身后那两条穷追不舍的蛇 正吐着火红的杏子 朝着陈飞飞窜而去 别 别过来 陈飞被吓得腿软 一时没办法站起来 一边朝蛇爬来的方向踢踹着 一边笨拙地向后挪动着 难点小心 电光火石之间 宋昭几乎是想都没想 就冲上前拉住了陈飞的胳膊 用力将他向后拖拽 等把人拽到身边的时候 又赶忙俯身架住陈飞的胳膊中 将他从地上拽起来 与此同时 伺候陈飞的工人也乌泱泱围了上来 两条蛇也于此刻爬到了众人脚下 眼见着他们拱起前半截身子 撕撕吐着杏子 不给人留足反应时间便要弹射出击 宋昭搀扶着陈飞 而蛇攻击的方向也是他二人的方向 是分不清这两条蛇会先咬到谁的 小夫子距离宋昭不算远 但蛇攻击的速度很快 他来不及护住宋昭 而此刻在他的身前 正挡着一名明显有些害怕蛇的宫女 小夫子认得 这宫女是陈飞宫中的报下 从前他在新者库当差的时候 就听永和宫被罚来的宫人提过他 说他是最爱在主子面前搬弄是非的小人 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小夫子索性把心一横 趁着大伙把注意力都在陈飞身上时 用力从身后推了报下一把 啊 报下失去平衡 仰面朝着两条蛇攻击的方向栽下去 蛇灵敏躲闪 同时也受了惊 蛇口张得老大 朝着报下的胳膊和腿就咬了下去 且下口极狠 像是发狂了一样 咬住后 任凭报下如何挣扎也不撒口 陈飞和宋昭早已被宫人们护送着 推到了安全的距离 他们和别的后妃站在一处 看着报下被蛇攻击 发出阵阵惨叫声 而众人除了大声呼救外 也是无计可施 动静闹大了 眉院寻守的侍卫闻声赶来 见此场景当即拔剑出鞘 朝着蛇头劈砍下去 手起见落 蛇之身手分离 饶是如此 蛇头却还是死死地咬住报下 看得人寒意沉沉 报下平日里就胆子小 刚才迎向他们都护着陈飞的时候 偏他一人躲得稍远些 这会儿被蛇咬成这样 他更是吓得连句全话都说不出 宋昭余光瞥见小福子的脸色有些不自然 想起方才他好像是站在报下的身后 便猜测会不会是小福子为了护着他 这才将报下给推了出来 若当真如此 报下这时候要是将小福子供出来 那宋昭也脱不了干系 于是他立马说 陈飞娘娘 这宫女方才是为了护着您 才会扑出来被蛇咬到 还是快些传了太医来为她诊治吧 陈飞尚未从惊慌中缓过神来 痘大的汗珠从额头低落 净得他脸上的妆都化了 听宋昭这么一提 他才心有余悸地说 快 快去传太医 眼见局面被控制住了 皇后才道 这地方不安全 侍卫先开道 将咱们护送出去再说 今日的显示和陈飞有关 而梅院距离陈飞的永和宫又最近 所以 皇后便带着大伙 一同去了永和宫 陈飞安排了伺候 他的齐太医 专门来为报下诊治 后妃们坐在正殿 一个个想起方才的事还是一阵后怕 云飞说 这大冬天的 怎么还会有蛇呢 淑飞道 梅院不比御花园 日日都有工人排茧撒扫 或许正因如此 才让那恶心东西钻了空子 正议论着 人群中呼而传出了一阵哭声 慧平蜷缩在椅子上 哭个不停 呜呜 我最害怕蛇了 那两条蛇好可怕 像是和咱们有仇一样 奔着咱们就来了 呜呜 可吓死我了 坐在他身旁的姚萍 轻抚着他的后背 安抚道 好妹妹别怕了 好在咱们都没伤着 他顿了顿 心下觉得有些奇怪 又道 慧平也是说到了点子上 蛇都是怕人的 便是在野外 人不踩着他 他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怎么今日那两条蛇胆子那样打 皇后紧了紧手中的汤婆子 念了声佛道 阿弥陀佛 只盼着蛇无毒 那小宫女平安无事才好 话音刚落 其太医就入了正殿 声色凝重给众后妃请了安 臣妃忙问 抱下呢 怎么样了 其太医傲丧地摇头 回娘娘 咬抱下的是腹蛇 此蛇有剧毒 那宫女被咬得实在严重 毒牙身能入骨 微臣不才 无力回天 闻言 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飞虽然跋扈嚣张 但他对自己的宫人 却不算差 他立时起身 一言不发 朝着武房快步走去 皇后悲天悯人地长叹一声 可怜那孩子了 宋昭起身静言道 皇后娘娘 抱下救了陈飞 也是救了平妾 平妾也想去看看她 皇后汗手硬下 方才你奋不顾身 扑出去护着陈飞 也是吓了本宫一跳 以后遇见危险 可不敢这样 要救人 也得先护着自己 明白吗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 宋昭府里退下 快步跟去了武房 他来时 陈飞正坐在抱下的病榻旁 牵着他的手说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 只管跟本宫说 本宫定替你成全 抱下脸色煞白 身子止不住地打颤 听陈飞说了这话 他也知道自己活不长了 他本想将小福子推他的事告诉陈飞 娘娘 其实 你若是放不下你的家人 陈飞娘娘和我都会替你好好看顾的 宋昭快步上前 立在抱下的床头 眸色阴冷地看着他 陈飞背对着宋昭 是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的 可抱下却看得一清二楚 因此 他也听得出宋昭的弦外之音 宋昭说这话 无非就是两层意思 其一 若是抱下不说出 是小福子推了他 那么今日他的举动 就是英勇救主 他死了 朝廷会补偿他家中清倦 陈飞也会让他家人一生衣食无忧 其二 如果郭抱下供出了是小福子推了他 那么宋昭的背后 是整个护国功夫 宋昭没有好日子过 可以想见抱下的家人 自当也会死无葬身之地 抱下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他当然不希望他死后 自己的家人会遭遇不测 于是他转了话风 寒泪对陈飞说 还请陈飞娘娘 能替奴婢看顾家人 陈飞用力握住他的手 连连点头 你放心 本宫会替你好生照顾他们 听完陈飞这话 抱下像是了却了心愿一般 长舒一口气后 便永远闭上了眼 宋昭看着抱下断了气 忍不住弱泪道 抱下他实在是忠心 陈飞抬眉看了他一眼 神色和缓道 方才若不是你奋不顾身扑出来 先拉了本宫一把 恐怕本宫今日也等不到抱下尽忠的时候了 他起身 缓一缓又低声喃喃了句 多谢你 宋昭忙说 娘娘带嫔妾好 嫔妾如何能看娘娘置身水火 而袖手旁观 其实陈飞这样的态度 倒叫宋昭 也觉得意外 一直以来 他都觉得 陈飞是一个心思很辣 冷漠跋扈的女子 可今日无论是见他对抱下的态度 还是方才口中的那句多谢 都让宋昭第一次见到了 他有血有肉的模样 反而觉得有些不适应 陈飞让银香好生 安排抱下的后事 继而和宋昭一并折返回正殿 皇后无奈叹道 今日之事意外来得突然 幸好没伤着妹妹 意外 陈飞隐忍着心头怒火 目光锐利地审视着皇后 咄咄逼人道 皇后是觉得 冬日里有蛇是意外 还是觉得 蛇不怕人是意外 又或者 臣妾撤离之际 被人故意绊了一脚 皇后觉得 也是意外吗 话落 她眯着眼睛扫视着在座嫔妃 虽是一言不发 但气场却十分害人 吓得大伙都不敢说话 也不敢与她直视 生怕这一对上演 就得被她怀疑到头上去 而陈飞的目光 却轻巧地掠过了一个人 那人自然是对她舍身相救的宋昭 彼时宋昭坐在靠门的位置上 气定神闲地看着店内的气氛 变得越来越紧张 她心想 这好戏果然还是来了 其实 刚才梅院出事的时候 她哪里愿意去救陈飞呢 要是真被蛇咬上一口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可她却不能不救 事发突然 支电光火石一瞬间的当下 宋昭就已经想明白了 陈飞早不绊倒 晚不绊倒 偏偏在经过她身边的时候 被绊倒了 这是说明什么 说明 有人想要谋害陈飞不假 但往身里揣测 那人 又何尝不想 将此事嫁祸给宋昭 让所有人都以为是宋昭 故意将陈飞给绊倒的 与其到时候百口莫辩 还不如壮着胆子搏一搏 所以才有了 方才宋昭舍身 护着陈飞那样的英勇场面 这会儿心静下来了 宋昭仔细回忆着 方才混乱之际 她身边都有谁 她低着头 余光不经意扫过在座的后飞 有萧常在 刘常在 淑飞的婢女清月 好像还有两个面生的宫女 但宋昭记不清是谁了 面对陈飞的质疑 皇后的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妹妹的意思是 今日之事 是有人要故意害你 陈飞面色骤阴 话里带刺道 臣妾不知道 臣妾只知道 今日赏梅是皇后邀请的 荒唐 皇后听了她口空白蛇无限的话 罕见地动了怒 十月十三赏梅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你说这话的意思 难不成是在暗指 要害你的人是本宫 陈飞轻蔑一笑 冲皇后挑眉道 臣妾还什么都没说 皇后怎么先恼了呢 这或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那腹蛇今日伤着的 是臣妾宫里的报下 要是伤着皇后 可不就是罪过了 她挺直腰杆 架起气势来 一字一句道 有人要谋害中宫 这是绝对不能草草了之 理应报给皇上 让大理寺的人入宫详查才是 陈飞三言两语 立马就将事态的严重程度升级了 皇后主张 此事是意外 再不计 也只是死了个宫女 事情也闹不大 可陈飞却将矛头对准皇后 说这件事 很有可能是有人要谋害中宫 那这事的性质 就变成了 有人意图谋逆了 宫里头的女人 听话都是听音的 谁都知道 陈飞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摆明了就是怀疑 今日种种 皆是皇后为了害她而做的局 然而皇后却自诩 深正不怕影子邪 毫不心虚地说 陈飞所言有理 双若 你即刻将此事告之欲前 看皇上这会儿 可否得空 双若扶身硬下 恰逢一阵瑕促的风吹过堂 含得对门正座之上的皇后 微微一领 双若便说 皇后娘娘的汤婆子凉了 奴婢顺便去给您换个新的来 皇后随手将汤婆子交给她 她捧着汤婆子便下去了 约莫半个时辰后 双若带着姜德顺回了永和宫 姜德顺冲皇后打了个签 道 皇上此刻正在和户部上书议事 一时疼不开空 要奴才先来了解一番情况 他手中扶尘向前一扫 换了在门外候着的一名工人入内 向皇后引荐道 这是花鸟寺的小穗子 对蛇虫一类十分有研究 小穗子向皇后请安厚道 回禀皇后娘娘 这个时节理应是覆蛇冬眠之际 突然窜出来还会攻击人 可能是她闻见了什么不该闻的味道 至于这蛇是自己没有冬眠 还是有人故意将她放在了眉院 这就不好分辨了 奴才只知道 覆蛇在京都室友 但还从未在宫中见到过 不该闻的味道 陈飞看今日后飞 多半都佩戴着 昨日萧长在送的护身香囊 她虽没戴 但是身旁坐着的尹飞却戴了 于是她直接上手 一把将香囊从尹飞腰间扯下来 尹飞恼了 信心道 你做什么 陈飞压根不搭理她 只将香囊递给了小穗子 道 你看看这东西有无问题 宋昭打眼里瞧着 陈飞将香囊递给小穗子的那一瞬 萧长在脸上的表情 就已经变得不自然起来 小穗子将香囊拆开 很快就发现了里面的蛇蝇草 于是立马说 回陈飞娘娘 这香囊里面有一位蛇蝇草 正是捕蛇人专门用来引蛇所用 此话一出 满座接近 佩戴香囊的后妃们 纷纷将香囊摘下去 丢到一旁 小穗子一一咽过 证实了所有的香囊里面 都添加了蛇蝇草 又说 若是这些分量的蛇蝇草 加在一起 是有可能引发腹蛇躁动 变得极富攻击性 一语落 后妃们纷纷向萧长在 投去了惊叉的目光 萧长在吓得花容失色 连忙从座椅上起身 小跑到堂下正中的位置 冲皇后跪下 慌张失措地辩解道 皇后娘娘明察 这件事 不关贫妾的事 店内很静 静到萧长在因紧张 而导致的剧烈喘息声 听来格外的突兀 宋昭不动声色地 看着他那副惶恐样子 瞧着道真相是个不知情的 不过这宫里人人都在眼 铁证摆在面前 凭你登台 就能唱上一出痘鹅冤 也无济于事 只是萧长在这局 不得实在过于潦草 可谓是漏洞百出 他既然出手了 怎么也应该做好 东窗事发的准备 最起码 也得提前想好一些 应对的说辞 总不至于在叫人指摘的时候 只会闷着头 说自己的冤枉的 这宫里面 只要是犯了事的人 上到嫔妃下到奴才 哪个嘴里面 蹦出来的第一句话 不是喊冤 可谁又会听呢 在座的主子们 大都已经在心里 直接认定了 萧长在的罪名 尹飞呛声道 你怎么这样歹毒 给人人的香囊里面 都放了蛇蝇草 你是想让咱们 都被蛇咬了 你才痛快吗 云飞一道 本宫就说 这大冬天的 怎么会无端 窜出两条蛇来 看来 你是早有此打算 说不定这蛇 也是你提前安排的 你是容冒毁了 心也跟着黑了吗 姚萍也忍不住 指责两句 按说你毁了容 咱们也没人讥讽 嘲弄你 人人还都捡着 好听的话对你说 想不到 已经能做出 这样风魔的事来 质疑声 唾骂声 从四面八方 向萧长在涌来 她哭着解释 萍妾也不知道蛇 是从哪来的 萍妾没有做过 真的没有 还请皇后娘娘明察 贱人 萧长在正说着话 陈飞却忽发作起来 她也顾不得她妃威的仪态了 抬起一脚 就踹在了萧长在的肩膀上 将她踹倒在地 你当本宫不知道 你安得什么心思 你私心里以为 昔日是本宫在 凤手琵琶上动了手脚 害得你毁了容貌 所以才要伺机报复本宫 陈飞居高临下地 瞪着萧长在 声音发狠道 你是什么身份 本宫是什么地位 凭你也值得 本宫毁了 圣母皇太后的遗物 来算计 呸 甜不知耻的东西 说完又要去踢打萧长在 还是迎香上前拦了一把 劝道 娘娘别跟她置气 仔细伤身 奴婢倒想起来了 方才咱们 在没愿躲避覆舌的时候 娘娘绊倒之前 好似萧长在 就在娘娘身边 说不定 是她故意 将娘娘给绊倒的 眼见自己的嫌疑 又加深了一层 连做这事的动机 也被人给补全了 萧长在冒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冲着陈飞磕头如捣蒜 平切没有做过 当时 她竖然抬起头 手指一一划过几人 道 当时在贫妾身边的 还有刘长在 宋长在 好像还有清月姑姑 那时人人都慌了 说不定是他们 谁在慌乱之中 不小心绊倒了娘娘 萧长在可不能乱说 萧长在的话几乎才落音 就听刘长在 立马急着解释道 谁忙着逃命的时候 眼睛不是瞅着 自己脚底下的路 好端端的 谁又会莫名其妙 把脚伸到 陈飞娘娘的足下 对此 宋昭漠然不语 小福子 则替她解释了一句 那就更不可能 是我家小主了 要是我家小主 存了那样歹毒的心思 又何必事后 连命都不要了 也要扑出去 就陈飞娘娘 淑妃也看向清月问了句 你伴着陈飞娘娘吗 清月有些难为情地说 奴婢当时 理应要跟在娘娘 您身边伺候的 但因为一些影集 所以才走慢了 陈飞白了她一眼 你是足下生了茧 自己主子不护着 倒在本宫面前晃悠 清月无奈地撩开裤白 将她的弓鞋露出来 那鞋子小得很 完全不像是能裹住 一个成年女子的脚的大小 奴婢是月人 月人女子 是有缠族习俗的 虽然奴婢八岁 被卖去跟了淑妃娘娘时 宿族已经拆了 但脚骨畸形 所以脚掌尤尾小 平日里走路 步子都卖不大 如何还能去办陈飞娘娘呢 淑妃跟着解释了一句 清月打跟着本宫在母家的时候 就已经走不快了 这是不怪她 这下可好了 陈飞被绊倒的时候 人人都有证据证明 不是自己 虽然刘长哉的证据很薄弱 但她早先有意示好陈飞 明里暗里 也住了陈飞不少次 所以 陈飞自然不会 怀疑到她头上去 如此一来 更加加深了 萧长哉的嫌疑 陈飞闷哼一声 速声下令道 来人 将这贱人 给本宫押入 慎行司严刑拷打 且看她还能嘴硬 慢着 皇后沉声道 事情还没有定论 萧长哉到底还是皇上的表妹 总不能稀里糊涂地处置了 要真把她发落去了慎行司 受了刑折磨掉半条命 才证明她是清白的 岂不让人寒了心 陈飞冷痴一声 阴阳怪气地说 皇后可真会做人 那你说怎么办 由着她纵着她 是指望她这回没害成臣妾 下回再接再厉吗 陈飞 你别太失了分寸 皇后斥了陈飞一句 也不管她再是什么小性子 而是看向萧长哉 尚算平心静气地问她 此事最大的疑点 还在你送出去的香囊上 好端端的 你为何要给大家送香囊 萧长哉道 这香囊 是淑妃娘娘让我做的 淑妃娘娘 说我这么久 不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已经是罪过了 所以才让我给大家 做些香囊送过去 一来祈福保平安 二来大家也不会跟我计较什么 淑妃淡定道 本宫是让你做香囊 可没让你往里面放什么蛇蝇草 即使如此 萧长哉你又为何 要放蛇蝇草进去 皇后轻抚着怀中 双若心送回来的汤婆子 又补了一句 这蛇蝇草虽然能安神 但绝不是寻常香囊中 会放的东西 萧长哉解释道 凭借根本不通药理 只是吩咐御药房 送些能安神的干花草药来 皇后闻言看了一眼江德顺 她便立刻派人 去将御药房的人找来 而要同来后 却更是将萧长哉作恶的事 在板上定了钉 回禀皇后娘娘 当日确实是奴才负责 给萧长哉配药的 但那蛇蝇草 却是 她说着 看向和萧长哉 一并跪在地上的银芝 道 却是萧长哉身边的银芝 点名要要的 萧长哉然转眸看向银芝 她的瞳孔阵战 震惊到无以复加 而银芝则 则直接将此事认了下来 声音发颤地说 奴婢只知道 那是安神的好东西 奴婢也不知道 那东西会招惹来蛇虫 此时此刻 迎知这样的解释 便显得十分苍白了 无边的绝望 缠入空气中 犹如一股股澎湃的浪潮 向萧长哉席而来 巴不能将它碾碎 柔烂 许是因为过于紧张 和害怕的缘故 萧长哉本想开口解释 却一时胸腔翻涌 忍不住当堂作呕起来 皇后看她这样 怕是也问不出什么来了 只得道 既然如此 本宫不得不先将你扣押起来 等皇上忙完了国事 再行定夺 来人将萧长再押送至暗牢 好生看管着 这日的闹剧 至此才告一段落 宋昭全程也没太关心 那些女人在闹腾什么 反正不管是谁要害谁 终归是狗咬狗的事 由着他们去咬就是了 只是他心里面 尚有一事觉得疑惑 蛇飞人 尤其是发狂之后 更是不可被操控 今日梅怨赏梅之际 在场的厚飞那么多 萧长在做这事的时候 难道就没想过 万一不小心 让蛇咬到他自己了怎么办 那可是腹蛇 被咬上一口命就没了 是萧长在当真蠢顿至此 还是此事并不像宋昭表面 看到的这么简单 他一时也参不透 所以回宫的路上 他闷闷地一言不发 心下一直在揣夺此事 小福子一路护着他 见他脸色沉郁 只等走到一处 稍微僻静些的地方 他冷不丁突然跪下 对宋昭说了一句 请小主恕罪 宋昭一愣 不过很快就明白了 小福子这突如其来的请罪 是什么意思 于是淡淡地说 起来吧 小福子跪得笔直 奴才不敢 奴才冒失 方才为了护着小主 一时情急糊涂了 将豹下推了出去 幸好小主聪慧 堵住了豹下的嘴 没让他把奴才供出来 若不然 奴才见命一条死不足惜 可要是迁累了小主 那可真是奴才的大罪过 宋昭公身搭了把手 将他从地上扶起来 你是比云山聪明的 今日要是云山在 只怕会自己冲出来 不要命了护着我 今日如果死的不是豹下 他会难受至极 说着 又在小福子的肩膀上 轻轻拍了拍 眼神坚定地看着他 道 你亦是如此 这句看似寻常的话 却叫小福子十分感动 他原先以为 宋昭会怪罪他 没有舍身护住 反倒是把豹下推出去 给他添了麻烦 可小福子也是人 也会怕死 情急之下 他第一反应 是要护着宋昭 但也不想自己丢了性命 所以才会将豹下推出去 这是人的本能 但事发之后 他又觉得傲丧不已 总想着宋昭将他 从新者库那个 活死人墓里面挖了出来 他口口声声说着 对宋昭忠心不二万死不辞 但却并未做到 自己允诺的那般 心里着实不适滋味 宋昭从他的表情上 看出了他的心思 于是看似无意间浅笑着说 跟着我伺候的人 我永远都希望你们 能先护好自己 再紧着我 若是连自己的性命都不珍惜 这样莽撞之人 又如何能护得好旁人 他温柔的目光和小福子对上 冲他略一条眉 温然汗手 你不要多想 你跟着我主仆荣如本事一体 今日得由你先能护我周全 我才能有命 去堵住抱下的嘴 比起要你豁出性命来护着我 这反而让我轻松 明白吗 小福子越听宋昭说下去 越觉得自己今日 这是做得不敞亮 心中对宋昭的亏欠 也就越深 他红着眼用力汗手 语气坚定道 小主放心 小主用心带奴才 奴才日后 必定更用心护着小主 宋昭浅汗手 瞧着他打去一句 我说过跟着我的人 我只会让他笑 不会让他哭 你这会子 要是在我面前掉了泪 仔细我把你重新打发回心者哭去 小福子忙眨巴着眼睛 将眼泪憋了回去 回心笑了 其实对于宋昭而言 他十分理智地知道 这世上人人都是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当他得了云山 这样一个世事 以他为先的忠仆 亦或是妹妹 他便格外珍惜 即便他知道 云山不聪明 可能会耽误他的事 他也从未想过 要将云山打发走 云山自幼跟着他 算是他在这世上 唯一的亲人 若将云山打发出宫 将是将他视为眼中钉 只怕出了宫门 还没走出京都 就得被人给活活打死 而小福子也算忠心 又是个机灵的 这样的人留在身边当差 是不能让他心里 有不舒坦的地方的 不然这不舒坦的地方 积累多了 他心中有了压力 做起事来 反而未手未脚 得不偿失 临近摇华宫的时候 宋昭突然问了小福子一句 我总觉得 今日这事儿 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你说 万一那蛇 要是咬了萧长在他自己 他该怎么办 小福子道 他能害人 必是有万全之策吧 就他那个脑子 呵 宋昭忍君不禁地摇头 我觉得难 转过脚门 宋昭打老远 见到云山 在宫门外守着 他也瞧见了宋昭 忙不迭朝宋昭跑过来 路上险些亮呛着 快要摔上一跤 你慢些 跑那么快做什么 云山喘着粗气 立在宋昭身前 前后左右环顾了他好几圈 嘴里还犯着哭腔 一直念叨着 小主没事就好 小主没事就好 宋昭看他 急得直掉眼泪 忙懒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快别哭了 小福子将我护得很好 我这不是好哈的吗 云山悬着的心 这才放到肚子里 回头冲着小福子 闷哼了一声 哼 算你长眼 要是伤了小主一根豪吗 我可跟你没完 他们两个 如今打情骂靠起来 是愈发不避人了 宋昭看在眼里 却也只是笑笑 看破不说破 主仆三人回到西片殿后 刚一推开请殿的门 宋昭迎面就闻到了一股清淡的香味 这味道十分香熟 宋昭深吸了一口气 仔细回想着 忽而将这味道 和今日在一处闻到的味道 匹配了起来 这香味 和今日皇后怀中抱着的那个汤婆子 散发出的香味 竟有六七分的相似 小福子也闻出来了 他和宋昭对视了一眼后 向云山问道 宫里什么味 云山说 我听说闹了蛇 害怕得很 刚好宫里面 还剩下了一些驱寒的熊黄酒 听说蛇最怕那味道 我就煮废了 在寝殿里撒了些 算是图个安心 文言 宋昭末地心面一沉 眉心微微隆起 眸色暗淡下去几分 云山见宋昭的表情不太好 便道 小主肯定是被今日的事吓着了 还没缓过神来 奴婢在小厨房里 围着安神汤 小主用一碗吧 宋昭淡淡汗手 又交代他 顺便给姚萍娘娘也送去些 他也受惊了 云山满口答应着退下 方一出门 小福子便低声对宋昭说 小主 看来这件事 当真另有隐情 皇后 宋昭喃喃一句 目光放空看向窗外 修长的手指 轻轻敲击着桌案 发出毒毒响动 小福子道 皇后与陈飞不目已久 这回陈飞赴宠后 更是愈发不把皇后放在眼里 皇后要是想借着肖长哉的手 来铲除陈飞 也不是 没有这个可能 没想到 皇后平日里看起来不争不强 端和持重 却在背地里 也会有这样的心思 小福子越说越起敬 慢慢就试了分寸 宋昭台眉瞥了他一眼 截断了他的话后 陈生道 皇后娘娘贵为中宫 不是咱们可以议论的 且仅凭着熊黄酒这一件事 你能说给他什么 他未寒又有心急 熊黄酒可以驱寒 也利于活血 皇后将他对了 水暖成了汤婆子 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奴才失言 小主莫怪 小福子做事在嘴巴上拍打了两下 不敢再望一下去 宋昭也没继续责怪他 转了话锋说 你去帮我准备些熊黄酒来 宫里头闹了蛇 我说不害怕 也是假的 他为何眼帘 深锈了一笔店里 洒扫过熊黄酒的味道 我觉得云山这法子 就很不错 要说宋昭也确实古怪的很 他嘴上说着 云山的法子不错 又要小福子去准备熊黄酒 可一黄眼的功夫 又让枝花和西影 将寝殿的门窗全都打开 说他闻不惯这骨子味道 让人将味道都散了去 后来喝完了安神汤 店里的味道也散得差不多了 他刚想着小气一会儿 工人便来报 说萧景衡来了 还没等宋昭起身出店去营 萧景衡就已经入了西片店 宋昭在门前和他撞上 忙屈膝府里道 皇上万安 萧景衡和往常一样 牵着他的手将他扶起来 不是说了 私下里与朕相处 不用守这么多规矩 宋昭很自然地与萧景衡 食指相扣 又满眼欣喜地看向他问道 这个时候皇上怎么来了 今日吓着了吧 萧景衡紧了紧牵着宋昭的手 眸光影热且温柔 宋昭抿着薄唇 有些后趴地点点头 亲眼见到毒蛇那样凶猛 抱下也死得实在可怜 萧景衡安慰他道 最重要的是你没事就好 其实宋昭一早就料到了 今日萧景衡肯定会来看他 所以才提前将内殿里的 雄黄酒味道全都散了去 今日皇后怀中抱着的 那个汤婆子飘出来的味道 绝对不止宋昭一个人闻到了 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后妃 也怀疑到了皇后头上去 又莽撞将此事告诉萧景衡 那么萧景衡自然会联想到 他早前在宋昭宫里 也闻到了这味道 帝王心思诡诀 谁知道他到时候会不会以为 宋昭这是在旁敲侧击地 告诉他皇后有问题 宋昭可不想 他在萧景衡面前 苦心经营出来的 少爱的形象 就这样前功尽弃 不过皇后的汤婆子里 装着雄黄酒的事 宋昭肯定是要将消息传出去的 但绝对不是传给萧景衡 此刻两人并坐暖坐上 听萧景衡解释道 江德顺将这事告诉朕的时候 说得稀里糊涂的 只说在梅院发现了蛇 咬死了一名宫女 朕原以为是花鸟丝的人 当差不尽心 那时大臣们又在跟朕说事 所以朕就打发了 他下去处理此事 却不想你和陈飞 和你竟兜兜牵扯其中 萧景衡一边说 宋昭一边暗自私存着 那江德顺是什么人 他可是萧景衡身边 伺候的大太监 是整个皇宫里面 最老道的奴才 宋昭如今胜券优渥 陈飞又是一贯的宠官六宫 他若是知道了 这两个萧景衡心肩上的人 差点遇险 怎会瞒着不报 那么他没有说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连他也不知道事情 多半是皇后身边的双弱 去遇前通报的时候 避重就轻 只说死了个宫女 没说别的事 皇后这么做 当然也有他的道理 当时陈飞只见到江德顺来了 却没见到萧景衡 他的表情是难掩的失落 皇后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想要陈飞觉得 萧景衡没有那么从前 那么重视他了 想要他 又开始换得换失起来 宋昭虽然看得通透 但在萧景衡面前 还是得装傻子 他问萧景衡 皇上可去看了陈飞娘娘 萧景衡并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 很快就换了话题 萧氏此番行事实在太过歹毒 为着他毁容之事 朕已经多番宽慰过他 没想到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蠢事来 宋昭又问 皇上打算如何处置他 萧景衡道 原本是想和李氏一样的下场 但念在他父亲 萧兵也是皇族后裔 且办事勤恳 从未出过差错 再加上皇后也出面替他说情 让朕念在他心绪烦忧一时糊涂 才会酿成大错的份上 从轻发落 故而 朕决定网开一面 留下他的姓名 只将人打入冷宫 算是教训 言外之意 萧景衡不仅见过了陈飞 还见过了皇后 论起在他心中的牌位 宋昭至多不过排到第三 不过他也很满足了 毕竟他才入宫三个多月 比起皇后和陈飞入宫都快四年了 他并不觉得自己 有输给他们什么 不过比起这些论高低的排名 宋昭此番 更在萧景衡身上 看清楚了一件事 原来在宫里面犯了错 只要能得萧景衡的爱重 那便等于拥有了免死金牌 萧景衡以为琵琶断弦 是陈飞的手笔 此事不单害的萧长 再毁了容颜 还毁坏了圣母皇太后的遗物 视为重罪 可因为是陈飞 所以萧景衡只不过冷落了他一个月 连向征信的惩罚都没有 反观这一次 萧长再犯了错事 萧景衡却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 就将他打入冷宫 遥想昔日 萧长在凭借昆取 一举夺得地心的时候 不也是得萧景衡另眼相待的家人 如今没了歌喉 毁了容貌 饶是家人 却也是转瞬就可以 被丢到九霄云外去 当真实命比草芥还要低贱 宋昭依偎在萧景衡怀中 紧紧地贴着他坚实的胸膛 他的心跳那样蓬勃有力 富有温度 但却不能给宋昭带来丝毫的安全感 即便他如今得宠 又能如何 二十年光景 犹如白居过戏 等他容颜衰老后 谁又能保证 抛弃萧长在一样 也这般果决地抛弃他 宋昭一直都明白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想要让一个人保持高度的专一 本身就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 所以 在看清了这个事时候 他也从不奢望萧景衡 待他会有不同 与其期待奇迹发生 不如先将自己活成一个传奇 他的手很自然地垂落在萧景衡的大腿上 不由地倾抚着龙袍一摆上秘枝的金线 他盯着那条栩栩如生的金龙 忽而觉得 比起此刻将他拥入怀中的这个男人而言 好像他身上这件象征着无上权利的衣服 对他更具有吸引力 毕竟只有实权在手 才是女人不会被男人当作玩物的唯一证捷 P.S 书中人物三观 仅为了贴合背景和人设 不代表作者 新时代女性 完全不需要依附任何男人 想什么呢 萧景衡妈撒着宋昭精致小巧的下巴 缓缓失利 要他在自己怀中抬起头来 宋昭明眸剔透相往于他 不自觉又靠得更近了些 贫妾在想 要是今日被咬的人是贫妾 恐怕贫妾日后 就再不能陪伴在皇上身边了 现在想想 实在是觉得后怕 傻逆子 静说胡话 萧景衡俯身在少女的唇瓣上 落下浅长折纸的一吻 而后道 今日是陈飞与朕说了 你为了救他 连自身安危都不顾 就扑了出去 你总是这样 事事以旁人为先 用心待人 却总忽略了自己 宋昭修煞 平倩哪有皇上说得那么好 其实他心里也觉得有些惊讶 他是没料到 陈飞竟然会在萧景衡面前 替别的女人说好话 看来这次他的舍身相救 已然博取到了陈飞更多的信任 萧景衡扶着宋昭的后背 让他坐正起来 灼热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宫中尚无厚非在贵人的位分上 正想着再给你抬一抬位分 你也担得起 闻言 宋昭几乎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平倩入宫才将将三月 资历尚且 且也于皇寺无宫 不敢舔居高位 凡世民不正则言 不顺 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宋昭清楚地知道 后宫之中的位分 其实是最虚的一层面子罢了 若不是萧景衡心家上的人 让他当了贵人 又能如何 从前 李氏不也是贵人 现在尸骨怕是都喊了 且在这之前 宋昭才进了一次位分 如今再进位 不过两个月 就被连抬了两极 岂不更要成了后妃的眼中 钉肉中刺 所以他一味地推辞 后来萧景衡实在是拗不过他 只得作罢 期间还不忘打句道 你既说有了身孕 才能名正言顺 言外之意 朕需得多多努力才是 皇上 萧景衡朗声一笑 旋即将宋昭打横抱起 也不顾少女在他怀中 欲惧还迎的挣扎 便一路将人抱到了踏上 开始对他温柔恋爱起来 星号次日 应是皇后的休暮日 所以六宫不用去凤鸾宫请安 不过宋昭还是起了个大早 洗漱装扮过后 在用早膳的时候 对云山说 昨日陈飞娘娘受惊 我等下要去他宫里 看望看望他 云山说 今儿得降温了 小主可得多穿险 话音才落 就见小福子 取了个烟青色的斗篷来 小主等下将这斗篷披上 就不会动着了 云山闻见了斗篷上面 有很明显的熊黄酒的味道 便夸了小福子一句 算你聪明 还知道陈飞娘娘的永和宫 距离梅院最近 所以给斗篷上面 撒了熊黄酒 也好让那些脏东西 离咱们小主圆圆的 小福子憨憨地笑道 这还不都是 跟你学下的 云山自得地冲他 扬了扬下巴 等宋昭用完早膳后 便帮他披上了斗篷 随他一同去了永和宫 来时 宋昭瞧见刘长在也在 他最近总是巴结着陈飞 在这儿也不奇怪 嫔妾给陈飞娘娘请安 娘娘万福 起来落座吧 宋昭平身后 和刘长在相视一笑 算是打了照面礼 今日宋昭芳一落座 就有工人给他添了新茶上来 他和刘长在坐得近 瞧着刘长在茶展里面 是普通的碧罗春 而他面前这一盏 却是极好的雨前龙井 看来陈飞 还是念着他昨日恩情的 可宋昭才坐下喝了两口茶 还没和陈飞说上两句话 陈飞却突然又恢复了以往 那一脸嫌弃的表情 翻着白眼问他 你身上一股子什么味儿 他搅动着帕子掩在鼻下 闻起来呛人得很 宋昭笑着看了一眼 身旁伺候的云山 解释道 这丫头机灵 想着熊黄酒能避蛇虫 所以在贫妾的斗篷上撒了些 也算图个心安不是 梅院距离娘娘的永和宫这样静 娘娘也可以在宫里撒一些 以防万一也是好的 陈飞不屑地冷吃一声 哼 萧世言瞅着都要入冷宫了 往后皇宫里 要是再有毒蛇 也该到冷宫去寻他才是 后来宋昭又说了几句 殷切的关心话 只是他身上的熊黄酒 味道实在太浓烈了 陈飞又一直捂着鼻子 表情渐渐开始不耐烦起来 宋昭便拾去 先行告退 等他走后 刘长在忽而压低声音 对陈飞说 娘娘 您闻着宋长在身上 那斗篷上的气味 觉得熟悉吗 陈飞默然思存片刻 又深吸了一口气 才道 你不说 本宫还没觉着 你这么一提 好像这两日 他身上的味道 那么呛鼻就是了 刘长在谋色一阴 昨日去梅院赏梅的时候 皇后娘娘怀中抱着的 那个汤婆子 就隐隐飘出过这股味道 嫔妾觉得 应该是熊黄酒 过了水又被煮沸了 所以味道才清淡了许多 陈飞又不傻 经刘长在这么 旁敲侧击的一点波 他立马就明白了 竟然是皇后那个贱人 他气得拍案起身 毛躁道 平日里装得满口仁义慈悲 被地理手段竟这样阴毒 本宫这就去将此事告诉皇上 非要把那贱人伪善的脸皮 撕下来不可 贱臣妃火急火了的 就要去面圣 刘长在立马跟在后面阻拦他 娘娘稍安勿躁 只是熊黄酒而已 再者说 还是咱们闻着觉得像 有没有实证 那趟婆子早就被换掉了 无凭无据的 皇上也不好 去问罪皇后 那怎么办 就由着他 把本宫当猴耍吗 两人正说着话 忽而见银香 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是他 他 你吞吞吐吐的 要说什么 他挪去冷宫了吗 没有 银香低着头 不敢直视陈飞的眼睛 声音渐弱道 皇上将他放出了暗牢 还 还给他抬了贵人的位分 闻言 陈飞和刘长在 双双震惊到无以复加 几乎是一口同声地 用惊叉的语气问出了一句 你说什么 宋昭回到姚华宫时 本是要直接回西片殿的 却听见正殿传来了一声 类似于婉展被摔碎的翠香 他将斗篷脱下来 交给云山 我去瞧瞧怎么回事 等到了正殿 看姚平正在训斥着一名小宫女 他见宋昭来了 脾气才有所收敛 冷着脸色对那宫女说 还愣着 快把碎瓷片收拾下去 宋昭含笑凑上前 冲姚平服了服 道 可是下人办事不称心 冲撞娘娘了 姚平无奈地笑笑 他们称心不称心的 有什么用 在宫里面伺候的 总得让皇上称心了 才是头等大事 宋昭将姚平的话 暗自拒绝了一番 疑惑到 贫妾愚钝 倒不明白娘娘的意思了 姚平带着几分嘲弄的语气说 你听不懂不要紧 去你库里挑些礼物 跟着本宫一起去招纯宫 给萧贵人贺喜吧 宋昭不解 萧贵人 哎 还不就是暗牢里关着的那位 姚平叹了口气 这才跟宋昭解释到 萧氏被挪去冷宫前 宫人须得给他验身 害怕他想不开了 再冷宫自枪 所以不许他带脏东西进去 结果验身的时候 萧氏情绪十分激动 嘴里一直嚷嚷着 说他是冤枉的 他要见皇上 后来也不知怎跌 竟激动到自己绝了过去 他人还没入冷宫 就不能算是废非 带他去冷宫的奴才 怕他出什么意外 便叫来了太医诊治 结果这一诊渴了不得了 姚平柔皱手中攥着的帕子 不甘地说 他天赐的福气 竟然在这个时候有了身孕 皇上得知了此事 立马就下旨 将人挪回了昭纯宫 太医说他情绪过于激动 对他而不利 于是皇上又当场 给他抬了贵人的位分 他说着 不自觉将守护在 自己平坦的小腹上 横横地道 只怪本宫不争气 偏要眼睁睁瞧着 有那样歹毒心思的人 有了黄色 听姚平说完了事情的额全貌 宋昭自视心下一景 暗道萧氏真是好福气 不过这事也算是一件好事 萧氏毁了容不得萧锦衡宠爱 出身也不算好 让他生下萧锦衡的第一个孩子 奉为贵子 可比皇后 或者陈飞仙淡子 要好得多 那没冤欲蛇的事 皇上怎么说 宋昭问 姚平冷笑道 还能怎么说 左右又没伤着谁 死了个宫女而已 也不是什么他天的大事 听御前的人口风转了 皇上也将那事定性成了意外 和萧贵人 当然是一点关系 也不沾了 姚平性子直爽 他之所以会弃成这样 是觉得萧氏在宫里 做出放蛇咬人的坏事 却因为一招有孕 而一笔勾销 这才心中气闷 于是宋昭便劝他 娘娘也别恼了 皇上既然说了这件事是意外 那这件事 也就只能是意外 咱们还是快些 去给萧贵人倒洗吧 二人结伴去往昭纯宫的时候 圆鱼儿的在永道上瞧见 萧锦衡才从昭纯宫出来 上了教年 他应该是才看望完萧贵人 脸上凝着笑意 看起来很是开心 姚萍不禁双手发力钻拳 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瞧皇上那高兴样 怕是即便昨日腹蛇咬了陈飞 皇上也得等着萧氏肚子里的孩子出事了 才会追究他的责任 他声音渐弱下去 又难掩失落之情 可见宫里面的女人膝下有四 比什么都重要 宋昭压低声音提醒了他一句 娘娘 皇上那是议论不得 如此 姚萍也便不再说什么 瞧见叫脸走远后 才和宋昭入了昭纯宫 其实萧瑾恒开心也是尝试 他接连没了两个孩子 萧贵人这一胎 当然显得更为珍贵 若萧贵人这一胎苍天见连 还能让他一举得子 那么就算他没有宠爱 仅凭着贵子的身份 他也能母凭子贵 风凭风飞 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宋昭和姚萍来到萧贵人房中的时候 除了陈飞和刘长在外 后飞几乎都已经到齐了 这里头显着皇后尤为关心萧贵人 皇后坐在萧贵人踏前 握着他的手 脸上擒着和煦的笑意 正在一一叮嘱着萧贵人 一些需要注意的事 而萧贵人则还是诚惶诚恐的 一个竟跟皇后说梅月闹蛇的那件事 不是他做的 皇后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安慰道 皇上说了那时是意外 那时便就是意外 本宫和诸位姐妹也都信任你 你便不要想太多了 眼下将身子养好 为皇室天丁才是头等钥匙 明白吗 淑妃也从旁跟萧贵人 交代了许多怀孕的禁忌 鸡里咕噜说了一大堆 而后轻抚着他的小父 感慨道 本宫的孩子没了 你这一胎可一定要保住 陈飞娘娘驾到 隋宫人内奸 一声奸细的通报声传来 陈飞踏着阔步迈入殿内 他板着一张脸 走起路来足下生风 气场强大到 让人不敢直视 萧长在见识他来 立马色缩到了床榻里侧 贴着冰冷的白墙 瑟瑟发抖 皇后则起身护在了他身前 拦住陈飞不许他接近 陈飞皇上已经说了 昨日的是纯属意外 你就不要本宫听说萧贵人有了 那可恭喜你了 陈飞看都没看皇后一眼 越过他去 居高临下递着在床上浑身打颤的萧贵人 你可得好好养着身子 这天子的福气得守得住 才算是你的本事 说完 犀利的凤眸一转看向皇后 这件事是不是意外 皇后娘娘心里不该最清楚吗 她眸光鄙夷 自上而下打量了皇后一番 冷笑着说 皇后还真是替国座考虑 知道自己身子孱若生不了 一听萧贵人有孕 就巴巴地赶来了 怎么 这会子你倒不觉得身子冷 连汤婆子也不带着了 这话家枪带棒的 皇后一听 灯石变了脸色 尹飞冲出来 替皇后说了一句 陈飞 你别太过分 陈飞瞥她一眼 本宫关心皇后娘娘 还有错了 陈飞的身段略比皇后高些 说话间微微汗手 凑近皇后的耳畔 她脸上挂着英质的笑意 用只有他们两个人能听得见的声音 对皇后说 你既敢做初一 就别怪本宫做十五 宫中时日还长 你和我 且还有得斗呢 说完瞧 也没瞧皇后 灰败如土的脸色 疏然转身 拨开挡路的后妃 饶食她那一贯的跋扈劲 就这般扬长而去 云飞对陈飞前来示威的举动 表现得尤为不满 她耍威风 是要给谁看 而皇后也显然被气得不轻 她的呼吸声 逐渐急促起来 不禁抚着胸口 向后踉枪了两步 坐在了椅子上 看她这样子 八成是被陈飞气得心急犯了 后妃们立马围上去 关心她的情况 姚萍站在人堆外面 高声吩咐工人说 皇后娘娘心急犯了 快去召太医来 别去 皇后须着力气拦了一句 簇眉摇头道 萧贵人得运势喜事 别闹大了动静 让皇上知道 本宫和陈飞又起了口角 好好的喜事 反而又要让皇上头疼了 尹飞道 皇后娘娘 哪里是和陈飞起了口角 分明就是她欺人太甚 让皇上知道也好 欺压中宫 总得给陈飞点 厉害瞧瞧 本宫说了 不要去就不要去 皇后显然有些急了 脸色都开始憋得通红 好在双弱随身 带着能缓解心急的药丸 取来让皇后和水服下 又不停地顺扫着皇后的胸口 替她顺着气 过了半晌 皇后的情况才缓和些 她长舒一口气 道 后宫和睦 皇上才能在前朝 专心处理好朝政 这点小事 就别让皇上心烦了 宋昭打眼看着 也不知道 皇后是真的被气犯了病 还是故意在众人面前装枪做事 总归闹了这么一出 道更坐实了皇后 贤良淑德 陈飞骄纵跋扈的名 后来皇后交代 要萧贵人好好休息 便先摆驾回宫去了 回宫的路上 皇后坐在教年里 而双弱 则贴着教年外侧行走 随是皇后 冬日里的教年 为了防止透风 教乡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皇后觉得有些闷 索性掀开了教帘透透气 方才的是 双弱心里一直有气 憋了半道路了 等皇后掀开教帘后 她看见皇后一脸虚弱的样子 更是心疼 便忍不住说道 陈飞未免也太张狂了 娘娘总得给她点教训才是 萧贵人差点把她害死 她对萧贵人上能装作和颜悦色 反而对皇后娘娘 却是这般 她说着压低了声音 凑近教乡些 又道 方才她在娘娘耳边说的那句话 奴婢听了的大概 她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她觉得 是娘娘和萧贵人 联手要害她 皇后默然片刻 方道 陈飞是见萧贵人有了身孕 皇上免了 对她的惩罚 才一时恼了没处发现 在本宫面前耍威风罢了 她胳膊肘抵在窗框上 卸了护甲的食指 轻轻揉捏着发酸的太阳穴 略有些疑惑道 可本宫也觉得奇怪 按理说 皇上都赦免了 应该对梅怨的事只字不提才是 可她为何还要一直拉着本宫 反复申诉 她是冤枉的 或许 是在装样子给人看 双若想了想说 毕竟她脱罪 是因为皇嗣的功劳 又不是她真的清白 如果这件事 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等来日皇嗣淡雨 难保皇上和陈飞 不会秋后算账 皇后向征性地点了点头 陈莹片刻后 才到 她身边伺候的丫鬟 是小银芝吧 本宫记得 是她擅作主张 向御药房讨来的蛇蝇草 这件事 皇上定性成了意外 那宫女是她的家生奴才 多半也得放了 你盯着慎行司 等人放出来后 直接带到本宫这儿来 本宫要亲自审问她 信号与此同时 昭纯宫中的热闹 也已经散了 后妃来看望萧贵人 不过是 因为她有了身孕 所以不得不来报喜 但是大多数人还都以为 是她做出了在梅院放蛇的事 对于这样的人 后妃们自然是敬而远之的 从前宋昭庄的和萧贵人 走得清静些 所以她留到了最后 萧贵人也是看人 都走完后 才冷不定问了宋昭一句 你可信我 宋昭默了默 缓缓点头道 我自然是相信姐姐的 之前的相处 让萧贵人对宋昭有了几分好感 眼下能说知心话的 也只有宋昭一人 于是她便开门见山地说 这事是有人想推我出去做替死鬼 从头到尾 我什么都没做过 我承认 但我知道我的脸 很有可能是因为遭了陈飞的暗算 才会如此 我是想过要报复她 可后来冷静下来 我一想到 万一我真的害了陈飞 日后事情败露了 陈飞家中那样士盛 别说是我 就连我母家满门的性命 怕也难保 萧贵人越说越激动 她一把抓过宋昭的手 不住地摇头道 我不能牵连我的家人 所以 我当时就放弃了报仇的想法 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做的 你信我 我说过 我相信姐姐 宋昭反握住她的手 语气坚定地说 这件事到了这个时候 宋昭已经有九成的把握可以笃定 这件事和萧贵人无关 可她又不能直接告诉萧贵人 她心里怀疑 整件事是皇后部的局 于是只能旁敲侧击地提醒她 其实整件事最反常的人 就是营芝 没有姐姐的嘱咐 她好端端地跑到御药房 去拿什么蛇蝇草 现在皇上说 这件事是意外 营芝是姐姐的家生奴婢 她应该马上就会获释 重新回来伺候姐姐 到时候 姐姐可得找她问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萧贵人连连点头应了一声 而后愤怨地说 那个吃里扒外的贱奴 等她回来 我就是活活把她给打死 也要从她嘴里 套出真东西来 星号当晚 夜深时分 入冬后 御花园西边的千里池 便嫌少有人路过 前阵子这地方彻夜燃着的宫灯也坏了 入了夜 更是连巡逻的侍卫都懒得过来 而今夜 这池边却站着一名女子 女子立在树下 树鹰将她没入黑暗中 并看不清她的长相 不多时 有一名内奸鬼鬼祟祟 跑来了此处 和女子会合 回顾过 事情已经办妥了 银芝被伪装成了 受不住行猝死的假象 不会被人察觉出不妥 做得很好 女子从怀中 取出了一个小巧的锦盒 在手中颠了颠后 递给内奸 这是娘娘答应给你的赏赐 你瞧瞧 看够不够数 内奸笑着说 多谢娘娘赏赐 奴才拿了钱 明日自然会跟着水车 偷溜出宫 这辈子都不会回来 反请姑姑告知娘娘 让娘娘安心 她说吧 急忙将锦盒起开 却在盒子被打开的一瞬 忽而有大片的白色粉末 朝她迎面扑来 她只吸入了一鼻 便瞬间失去知觉 翻了个白眼 昏厥倒地 女子低眉看她一眼 笑意森然地喃喃了一句 娘娘只相信 这世上唯有死人 能守得住秘密 她对着倒地 内奸的腰身踹了一脚 借着斜坡的地势 内奸轻易就滚入了千里池中 被做成了溺斃的假象 女子亲眼看着内奸一点点沉下去 直到湖面上再犯不起一丝涟漪 这才披着月光 急匆匆地走了 夜深 和宫寂静 唯有姚华宫的西片殿 却在此时还燃着烛火 宋昭独一暖作暗头 手中正翻阅着一本情谱 萧锦衡的生辰 虽然已经过去了 但是该练的情谊歌迹 她还是得用心练着 毕竟这些 都是日后 可以用来讨好萧锦衡的筹码 男人总是需要被新鲜感吊着的 什么时候 他对你的新鲜感彻底没了 那才是失去宠爱的开始 喷喷喷 门外传来清脆的叩门声 宋昭轻声回了句 进来 小福子躬身而入 仔细将房门和尚后 走到宋昭身旁低声感叹道 小主妙算 钟翠公果然有动静了 哦 宋昭淡定自若的和尚情谱 我才叫你盯了两日 他就按捺不住了 你且说 你都瞧见了什么 小福子说 奴才守在钟翠宫外面 过了子时 见清月披了剑斗篷出了宫 他一路去了御花园西边的千里池 那地方在皇宫一语本就偏僻 入了冬 更是鲜少有人过去 再加上前两日 宫灯坏了黑得很 便是连寻守的侍卫也懒得过去 清月在到了千里池后 没多久就有一名内奸来寻他 奴才在暗地里瞧着 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只看见没说两句话 清月就取了个锦盒递给他 内奸将锦盒打开后 锦盒里面铺出了大量的白色粉末 似乎是迷药 他闻见后 立马昏厥过去 清月就顺势将人踢到了千里池里面 眼看着人沉底了 这才匆匆离去 宋昭静静听着小福子回完了话 问了句 没让人瞧见你吧 小福子道 小主放心 奴才藏的隐蔽 并未暴露 他这才浅浅汗手 凌然叹了句 淑妃 我原先没把他往眼里放 没想到他才是手段最阴毒的那个 小福子问 只是奴才不明白 这好端端的 淑妃为何要将一个小太监 溺毙在千里池中 可是他办事不当心 得罪了淑妃 宋昭冷笑着摇头 那内奸应该是盛行司的人 明日 银芝就要从盛行司出来了 谁吩咐银芝去御药房拿了蛇蝇草 谁便定然是不想见他 能从盛行司活着出来的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淑妃安排盛行司的人 将银芝秘密处死 而后淑妃再让清月假借给 动手之人好处的由头 顺便连他也给解决了 好落个死无对证 小主的意思是 没怨欲舌的事 其实是淑妃做了手脚 小福子越听越糊涂 拧着眉头抓了抓头皮 又问 可是这件事在明面上 咱们一直怀疑的人都是皇后 小主是什么时候瞧出来 淑妃不对劲的 许多是诈衣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却经不起细细推敲 宋昭抬眉看向小福子 反问一句 你可记得事发时 萧贵人曾说过 是淑妃教他做了香囊 送给后宫众人 小福子回忆了片刻 连连汗手 宋昭又道 后来梅院遇着蛇了之后 陈妃在我身边跌倒之际 我身边站着的人 除了萧贵人 刘长在之外 还有一个 那就是淑妃身边的清月 小福子渐渐明白了 宋昭的怀疑 越有几分惊讶到 所以这件事 其实是淑妃牵的头 而半倒陈妃的人 也很有可能 就是看起来最没有可能的清月 宋昭淡然汗手 低垂眉眼 俯弄着手指甲上的扣单 私存虚余后 也将此事 在心中彻底里清除了 当时我以为 这件事是冲着我来的 所以我 才会冲出去救陈妃 可你想想 若当日我没有冲出去 事情会朝着 怎样的方向发展 小福子道 那陈妃肯定是活不了了 这样一来 居要防拿蛇荫草的人 是萧贵人 上赶着做香囊 送给一众后妃的人 是萧贵人 没怨御蛇的时候 站在陈妃身边 最有可能绊倒陈妃的人 也是萧贵人 所有的是一环扣一环 那么大伙顺理成章的 就会认为 是萧贵人因为容貌 被毁一世 恨毒了陈妃 才会设局想要害死陈妃 要是陈妃真的死了 只怕萧贵人都没机会 被诊断出 腹中怀有黄四 就已经被皇上一怒之下 给处死了 小福子的分析 与宋昭心中所想 不谋而合 而他之所以怀疑淑妃 其实还有一件 一直都被人忽略的事 他道 梅怨御蛇那日 咱们一直都以为 雄黄的味道 是从皇后怀中 抱着的汤婆子里 传出来的 可你想想 当日淑妃 几乎是和皇后一起来的 且她全程 一直都站在皇后的身边 要说那雄黄的味道 是从淑妃身上传出来的 也不是 没有这个可能 小福子细细回想当日场景 记起了淑妃 果然是寸步不移地 守在皇后身边 这才激动地一拍大腿 恍然大悟道 对啊 小主睿智 咱们只见皇后抱了个汤婆子 就先入为主地以为 那气味 是从汤婆子里传出来的 但如果淑妃用雄黄 做了香粉的话 那味道从她身上传出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宋昭成音片刻 才说 这便是淑妃 这一步棋厉害的地方 因为就算淑妃没有死 淑妃也可以撇清自己的干系 反而还能 将皇后拉下水 小福子叹道 没想到淑妃表面上 看起来田径和晚 背地里却有这么多的脏心思 她的脏心思 远不止于此 宋昭清澈的眸光 渐渐笼上了一层阴影 沉声道 我怀疑昔日她小产一事 也是她自己搅弄出来的风波 这 小福子闻言诧异不已 您的意思是 淑妃是自己划了自己的胎 她想了想 觉得这是有些离谱 连连摇头道 可是她那一胎 已经怀胎了将近七个月 又是皇上的第一子 视为贵子 小主您位分旨在常在 淑妃实在犯不着 为了陷害您 而失去一个淡妃贵子的机会 宋昭听罢 忽而抬头看向小福子 她唇角 擒着浅淡的笑意 冲她略一条眉 可若是她这一胎 原本就保不住呢 宋昭撕心里 对于上回淑妃小产 她成为众矢之地 被禁足的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当日她以为 整件事都是李氏对她的算计 虽然这件事逻辑不通 且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 但当时的她为了自保 只能将所有的罪名 都抛到李氏头上去 宋昭永远都记得 她去送李氏最后一程的时候 李氏到死也不肯承认 淑妃小产的事情 是她的手笔 她都是要死的人了 又何必执着于一个清白 这件事 一直萦绕在宋昭心间 也就是最近这两日 她才算是想明白了 当日我被千夫所指 皇上也对我不信任 我未求自保 只能让你们给宫外递出去消息 联系药方将整件事 都推到李氏身上 可现在想想 当日有可能将脏东西 放在我宫中的 除了李氏外 淑妃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册封常在 六宫妃平街送了李来 不过大多都是差遣宫必来 只有淑妃人在妃位 却是亲自代理而来 我才在内井招待了她 而且 咱们一直都觉得 李氏送出去的人参 是在他送礼的时候 就做了手脚 但是人参送去了淑妃宫中 一个多月 他要是想自己动手脚 不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宋昭虽然说得有理有据 可小福子仍旧觉得 这是说不通 可淑妃 他实在没有陷害您的必要 若如您揣测那般 淑妃这一胎原本就保不住 他要是有了害人的心思 完全可以去害陈妃 甚至去害皇后 毕竟除掉了他们 淑妃才能得到既得利益 既然如此 那他为何要选择害财成宠 且对他 没有任何危险的宁 宋昭不急不徐地继续与他分析道 陈妃形势乖张 后妃之中 他谁也瞧不上 也不愿与人亲近 也就是 我选择依附于他 他才能给我几分好脸色看 淑妃如果想将那些能伤胎的东西 丢在陈妃宫中 他必得亲自登门 以陈妃那骨子傲尽 怕是淑妃连宫门都进不去 就得吃了闭门羹 再说皇后 他宫中就更不可能了 一来 皇后是绝对不会在自己的寝殿里面 招待任何后妃的 二来 皇后礼佛讲究一尘不染 宫中上下一日得撒扫三次 淑妃要是将东西 丢在皇后宫中 妄图栽赃 只怕他还没小产 那脏东西 就已经被皇后给发现了 宋昭缓一缓 继续道 可若放在我这里 那就不一样了 我出入宫围 圣宠并不稳固 人为言轻 也没人会相信我 如果我没能力自保 那么这件事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洗脱嫌疑的 到时候 皇上彻查一番无果 只怕也会狠心将我处死 要我落得个礼事昔日的下场 但皇上生性多疑 他不可能不怀疑 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我 那么 你想想看 皇上若是起了疑心 他最先会怀疑谁 小夫子想了想说 淑妃有孕的事 几乎是和陈妃小产同时发生 陈妃心里一直 对此事耿耿于怀 所以皇上自然也会怀疑他 他停顿片刻 忽而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到 还有皇后 毕竟 如果淑妃平安生产 那么他淡玉的皇嗣 就是贵子 贵子身份贵重 即便是皇后来日淡玉下的嫡子 彼此地位 也是伯仲之间 皇上如果对此事生疑 肯定会怀疑到他们头上去 宋昭浅浅汗手 冷笑着说 正所谓疑心生暗鬼 皇上一旦起了疑心 就会开始疏怨他们 你想想看 我是皇上的心宠 陈妃独得皇上圣宠这么多年 皇后又是中宫 淑妃这一杆子 可以说是将我们三个人 全都打下了水 而她又可以借着小铲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来博取皇上的同情 此番若她奸计得逞 不正是她独占圣心 借机上位的好时机吗 听完宋昭所言 小福子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顿感头皮发麻 小福子自诩是有点小聪明在身上的 但今日宋昭的这些分析 饶是要她想破脑袋去 只怕也想不出来 表面上看 舒飞生的慈眉善目 温柔和顺 日常为人处事 也是甜淡和静 与人为善 任谁也想不到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最没心机的人 却会在背地里 谋算这么多心思缜密的烟杂事 如此心机成腐 实在令人折舌 小福子漠然片刻 冲宋昭拱手一一道 小主心细如尘 可从蛛丝马迹中洞察先机 奴才佩服 今日清月在千里池做出那样的事 也算从侧面证实了小主的揣测 舒飞如此公于心机 实在不是个好对付的 不如小主将此事告诉陈飞 只当是卖他个人情 也能借着陈飞的强势 将舒飞一举击溃 宋昭文言不做任何表情 只摇了摇头否了 小福子的建议 这是我说了 陈飞就会信吗 反倒还会要他觉得 我能想出这么多弯弯绕绕的事 也是个有心眼的 说着摆摆手 叹道 罢了 这件事 咱们自己知道了 懂得提防就是 至于别人 由着他们自求多福吧 后来 他只说自己倦了 让小福子退下去歇着 还刻意叮嘱他 今日这件事 要守住口风 不能告诉任何人 只等小福子走后 宋昭随手取过一把银剪子 用他闲闲挑弄着 快要没入蜡油里的花烛心 跳跃的火光 在他的脸上 忽明忽暗地闪烁着 他叶儿薄的唇 微微扬起好看的弧度 擒着不明深意 甚至瞧上去 有些阴冷的笑 他当然不会将这件事 告诉陈飞或者皇后 他不仅不会告诉他们 还要替淑妃好好瞒着 如此 他便可以眼睁睁看着皇后和陈飞 愈发誓成水火 而他只需要和淑妃 一起躲在暗处 静悄悄地坐山观虎斗就是了 等到皇后和陈飞 他们两个后宫最势盛的人 斗到两败俱伤 淑妃以为自己 可以独占熬头之际 宋昭自然会想法子 将淑妃做的所有好事 都旁敲侧击地让萧锦衡知道 只等那时 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就能连肖带打的 除了皇后 陈飞与淑妃这三座大山 更能距离他心之所念的皇后宝座 更进一步 这般想着 他唇角的笑文欲深 物字难难一句 眼瞧着这宫中的时日 是越来越有趣起来了 他想 这些女人单是自己斗起来 就已经足够精彩了 倒也剩了他亲自出手 正好也给他腾出手 让他能有时间 好好在萧锦衡身上下下功夫 这般想着 使俭的守护而用力 剪断了花烛的灯心 于他身后摇曳的影 也瞬间归隐于黑暗之中 一日清晨 慎行司果然传出消息 因之受不住行 于昨日深夜暴毙而亡 隔天 一名慎行司刑官的尸体 也在千里池中被人发现 死了个奴才 原是宫中最微不足道的事 慎行司的人也不想声张 这事儿 索性都没有报给内务府 就由他们私下将尸首给处理了 故而 梅怨欲舌一事 到此就成为了悬而未决的悬案 萧贵人注定是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了 不过 他仗着肚子金贵 倒是也能得上好一阵子萧锦衡的圣券 后来的几日 后宫中最风光的 可不就要数他了 萧锦衡将他宠上了天 什么好东西都紧着先往他宫里送 皇后也会做人 眼瞅着天冷了 各宫都开始烧起了炭盆 萧贵人位分只在贵人 按理说 只能用银炭 但皇后却给他换成了 只有飞味才可以使用的红螺炭 要他冬日里住着更暖和些 萧锦衡和皇后的态度都十分明显 所以 梅怨欲舌的事儿 渐渐也就没有人再提及了 不过经此一事 皇后和陈飞 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 从前陈飞虽然跋扈嚣 但到底还是顾忌着皇后中宫的身份 即便不来也总有个能说得过去的告假理由 可近来他告假的理由是 愈发荒诞起来了 左儿个竟然让银箱给皇后说 他豢养的妈死了 心情不佳 就不来给皇后请安了 皇后听了这理由 脸色阴沉下来 可到了也没训斥陈飞 糊弄着也就这么过去了 接二个晨起 送昭去给皇后请安的时候 陈飞倒是罕见的没有迟来 只是他神情商欲 落座后就一直哀声叹气个不停 皇后许是觉得 他们彼此这样 僵着也不是个事 便先笑着向陈飞示好道 听说妹妹养的雪蓉死了 实在是可惜 本宫知道妹妹很喜欢她 便这人寻了一只 和雪蓉顶向的白猫送给妹妹 妹妹瞧瞧看 可还喜欢 她抬眉看向双若 双若立马去内殿 爆出了一只毛色雪白的白猫来 凑到了陈飞面前去 陈飞见着白猫勉强笑了一声 也算给皇后面子 将她从双若手中接过来后 还客气地说了句 多谢皇后娘娘 后来后飞闲话的时候 皇后说了句 眼瞧着这两日的天 是越来越冷了 本宫想着等出雪落了 就先停了请安 让大伙都在各自房中走动着 免得摔了碰了的 总是不好 众人纷纷多谢皇后体恤 陈飞一道 皇后娘娘这话说得有道理 皇后娘娘可知道 臣妾宫中的雪蓉 是怎么死的 皇后摇了摇头 陈飞则一边抚摸着 怀中猫儿雪白柔软的毛发 一边窥探道 说来也是那小家伙命数不好 平日里就窝着不愿意挪动 花鸟寺的奴才来瞧过 说是他生来心跳 就比别的猫儿慢了半拍 算是娘胎里带出来的病症 没得医治 如今到了冬日里 被冷气那么一击 没熬过去就死了 堂下原本还是一派和谐 只待陈飞这话一出 众人脸上的笑意煞食将助 一个个都开始用饮茶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他的猫有心急 熬不过这个领冬 这话里面暗讽的意味 未免也太浓了些 在座的 除了只知道吃的慧评 还有谁听不出来 陈飞这明摆着 是用他那只死了的猫来 隐喻皇后 皇后的脸色 也是难看得厉害 可陈飞对此却视而不见 他抱着怀中猫儿 逗弄了两下 继续自顾自地说 要说还是皇后娘娘宫中好 这宫里面 除了皇上的朝阳宫 太后的先寿宫 就只有你的凤鸾宫通了地龙 自然暖和 不比臣妾 只能用些红螺炭 在宫中烧来取暖 连只体弱的猫儿都养不活 说着 将白猫随手往地上一丢 由着他受惊窜没了影 这猫 还是留在皇后宫中养着吧 等哪日臣妾 有福气了 宫里也和皇后宫中一样 暖和的时候 再养也不迟 他物资起身 杨俊遮面打了的哈欠 腔调慵懒道 皇后娘娘宫中暖和得很 臣妾待了一会儿就乏了 先告退了 陈飞一贯是如此 耍完了威风 把皇后气个半死 然后一脸得意的灰灰衣袖 扭头就走 不过这些 宋昭爱看 这日看完好戏 回宫后的宋昭 坐在暖座上 继续研究起了情谱来 内务府的人 新送来了炭火 云山正往暖座旁的炭盆里添着 皇上总是惦念着小主的 小主您瞧 内务府给您送来的 是只有飞味才能用的红螺炭 满后宫里 也只有萧贵人有着待遇 不过他是因为有着身孕 若抛开这些不谈单说恩宠 那定是比不过小主的 他说着 声音低了些 问道 小主 姚萍娘娘用的还是银炭 要不奴婢则一些 给他送过去 就说是内务府的人 专程送给咱们摇花宫的 就按你说的办 宋昭瞥了一眼炭框里的红螺炭 继而含笑看向云山 死我总觉得 你最近好像机灵了不少 换作从前 就算是要给姚萍送过去 你莽撞的怕事也会说 这红螺炭 是皇上独独赏赐给我的 我心善分给了他 听着导向是 人家占了多少便宜 云山有些不好意思地吐了下舌头 这些还是小福子教我的 他说入了公布匹府上 凡事都要我多长得心眼 免得说错了话得罪了人 叫人记仇到小主身上 那可不好 宋昭有些心为地点点头 小福子机灵 你多听听他跟你讲这样 对你总没有坏处 哎 云山笑着硬下 力所挑剑出了一筐好碳 就给主店住着的姚萍送了过去 没多久 他折返回来的时候 人还没进店内 宋昭老远就听见了他的欢喜声 小主 您出来瞧呀 下雪了 闻言 宋昭将临窗推开了一条幽窄的缝隙 窗外 大雪纷飞如鹅雨飘落 妆点的红墙绿瓦如画镜一般 他将窗户再推开些 伸出手接下一片雪花 看着他在自己掌心里 渐渐缩塌成一滩无色的水 不知怎变 他的心也跟着凉了一下 他总记得 他的母亲 也是在这样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 永远地合上了眼 宋昭痴痴地望着窗外的雪景 陈锋的记忆从心底涌出来 随着他的血液游走于他的全身 仗了他的眼 他仿佛又再次见到了 活在他记忆中 永远年轻的母亲 星号男男 你看 外面下雪了 白氏立在寝殿门外 指着漫天飞舞的雪片 笑着对房中正在剪指的宋昭喊话 宋昭朝门外看了一眼 圆嘟嘟的脸上 立马扬起了灿烂的笑容 哇 好漂亮 他兴奋地朝门外跑去 却在出门的时候 脚下不留神 被门框给绊倒了 小姑娘扑倒在廊下冰冷的地面上 疼得哭了 白氏心急如焚 三步并两步 跑到了女儿身边 他本是想俯身将宋昭搀扶起来的 身子都蹲下去了 但却迟迟没有伸出手 宋昭哭得鼻尖通红 满腔委屈地看着白氏 娘亲 你抱抱我 而白氏却说 喃喃 人总是会摔跤的 摔倒了不要紧 要紧的是 要懂得学会 如何自己爬起来 他轻抚着宋昭的额头 眼底满是心疼 男男最坚强了 姨娘陪着你 小姑娘手掌擦破了皮 膝盖也疼得厉害 尝试了两次 都没能站起来 但他好似 生来就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越是起不来 他就越和自己赌气 最后挣扎了三五次后 他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爬了起来 奇怪的是 当他自己爬起来的那一刻 他突然就不哭了 好像身上的伤 也没那么疼了 白氏看着他 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这是宋昭第一次看见母亲 笑得这样开心 母亲将他抱起来 重重地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男男真棒 姨娘带你去堆雪人好不好 好 娘亲手最巧了 娘亲要给我堆一个大大的雪人 行好小主 小主 您看奴婢堆的雪人好看吗 飘忽的思绪 随着云山在耳边的声声呼唤 被拉扯了回来 后面的事 其实宋昭也不想回忆起来 因为就在白氏给他堆雪人的时候 将是突然发难 当天就将白氏活活鞭打至死 而年幼的宋昭那时候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还以为母亲是睡着了 一直心心念念着 明天天一亮 母亲就能起来 用满院子的落雪 给他堆一个最漂亮的雪人 却不料这一等 就等到了如今 此刻 宋昭看着云山手中捧着的雪人 眼睛有些发酸 却还是含笑点了点头 洛英很重地说了句 好看 很好看 云山笑着指着窗外 外头雪越下越大了 等雪落住后 奴婢再给小主堆一个大的 白氏教过宋昭 悲伤有时 欢乐有时 要他永远不要沉溺于悲伤中 要学会往前看 所以 宋昭从来都不会自怨自意 悲伤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很快就缓过境来 从云山手中接过雪人 将他放在了桌岸上 又牵着云山的手帮他搓了搓 低声责备道 你呀 只顾着贪玩 也不必怕把手给冻着 说着 牵着他的手 放在了探盆 蒸腾而起的暖气上 让他烤火暖一门 云山是很喜欢下雪天的 他昂着头 看向灵窗外 口中念叨着 今儿是十五 十五出雪 真是极好的兆头 听他这么一说 宋昭突然想到了什么 便道 出雪日祈福 是有着好一头的 但是听说太后这几日礼佛 皇后要随事 宫中的法庙 都不许妃子进去 这喜气总要沾一沾 既然法庙就不得 不如咱们找一个 寓意火红吉祥的地方 夜里去祈福吧 云山想了想说 今日是十五 每月的十五皇上 都是要塑在皇后娘娘宫中的 今日也不会照小主事情 小主要想祈福得一好兆头 也不是不可 只是冬日里百花凋零 唯有梅院的红梅开得好 是个吉祥地方 但是 那地方才闹了蛇 咱们还是少去吧 宋昭道 出事之后 花鸟丝的人 把梅院上下都快翻烂了 要是还能出问题 他们的脑袋 还要是不要 无妨 就去那儿吧 说是要去祈福 但是宋昭看起来 却一点也不着急 晚上到了亥时 九点 云山都以为他不去了 他却在这个时候整装待发 新天绣装 道 走吧 这会儿宫里走动的人少 也落个清静 主仆二人一路踏着雪 不行到了梅院 十来日没来 梅院的红梅 开得更茂盛了 打眼望过去 红白相见连成一片 美不胜收 宋昭随手解开天水闭色的大场 刚要将他脱下来 云山见了 立马揽着他的肩膀阻止他 小主这是做什么 冰天雪地的 小主内衬单薄 脱了大场万一动坏了 可怎么好 宋昭笑他 人又不是纸糊的 哪能随便就被动坏 说着 执意将大场脱下来 递给云山 我是来祈福的 这事讲究心诚则灵 畏首畏尾 连双寒的天气都要怕 如此祈福 要漫天神佛瞧见了 倒是我不敬 他说着 整理好自己的衣衫 毕恭毕敬地跪在了雪地中 云山拗不过他 只好跟着他一起跪下 他故意跪在了宋昭的左边 挡住了风口 好让宋昭不直接被冷风吹着 宋昭看起来十分虔诚 闭上眼帘 双手合十 口中恭敬道 出血祥瑞 天降富贵 萧姐姐喜得身孕 望苍天庇佑 让萧姐姐这一胎 怀得平安顺遂 为皇上天丁天福 说完叩首一计 继续道 信女私愿 还望天佑无朝 世代顺心 天佑无皇 万岁万福 话落又连着叩首三计 云山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宋昭 见他额发上沾满了雪字 心疼得很 小主 咱们祈福也骑完了 奴婢扶您起来吧 他想要搀扶宋昭 却被宋昭轻巧地闪开了 宋昭仍旧双手合十 跪姿笔挺 笛声说 祈福一事 绝非临时抱佛脚 是得怀揣着诚心和敬意的 我心里盼着皇上一切都好 怎能就这般只做表面功夫 便是三桂九寇的大礼都成了 我还觉着不够诚意呢 云山文言愣了一下 死心里想着 这要是在雪地里 将三桂九寇的大礼行全了 自家小主明日肯定是要缠绵并榻的 他刚想再劝 却觉身后有一道阴影遮蔽下来 继而一抹黄眼的明黄色 从他的眼尾掠过 定睛一看 才见是一双骨节分明的手络下 正将一件墨黑色的狐皮大肠 披在了宋昭的肩头 宋昭觉着肩上一沉 这才猛地一惊 下意识回过头去看 直到 他的眼神撞上了萧锦衡灼热的眸光 他一时无措 慌乱之际 险些跌坐在地上 皇 皇上 皇上万福 宋昭顺势给萧锦衡行了礼 又有些疑惑地问 雪叶忧寒 竟然是十五 皇上理应在皇后娘娘宫中才是 怎么会 萧锦衡好像压根就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 在雪地里瑟瑟发抖 心里觉得不舍极了 他躬身下去 轻揽着宋昭的腰肢 想要将他从雪地里搀扶起来 宋昭下意识想要拒绝 却不料萧锦衡手上力道更甚 霸道地将他扶起后 拥入怀中 祈福一事心成则灵 若漫天神佛要见你被冻坏了身子 才肯庇佑阵 那世人也不必都送上一句 我佛慈悲了 宋昭在雪地里跪得久了 身上沾满了蓬松的雪子 尤其是一双白嫩的玉手 扣手时需要双手撑地 整只手没入雪中 此刻更被冻得通红 萧锦衡看在眼里 眉头不觉皱起 肉眼可见地心疼起来 他亲手帮宋昭将身上的雪子胆去 又将他冰冷的小手护在掌心里 轻轻揉搓着 手这样凉 是诚心要震心疼 他的动作很轻柔 却还是令宋昭腾的口中轻丝了一声 不自觉要将手往后撤 察觉出异样后 萧锦衡牵着他的手仔细瞅了瞅 才看见 手不仅仅是冻红了 许是因为埋在雪地里过久的原因 指尖处已经隐隐有些发子 他忙道 这怕是要生冻疮了 快随朕回宫去 朕帮你上药 他不敢再牵着宋昭的手 生怕弄疼了他 所以掌心上仪 攥住了少女纤细的手腕 宋昭不敢忤逆 只得被他牵着向前走 将德顺赶两步走到萧锦衡身侧 用极弱的声音问了句 皇上 宫里人来报的时候 朕已经和皇后写下了 萧锦衡冷着声音截断了江德顺的话 漠然扫紧后 又嘱咐了句 去试给他送一盏御用的安神茶 此物对证梦魇效果最佳 宋昭听罢问道 可是陈飞娘娘 御体欠安 御蛇的事儿吓着了他 近来总是梦魇 也不是什么大事 萧锦衡敷衍地回了一句 便带着宋昭上了叫念 回朝阳宫的路上 宋昭没少劝萧锦衡去看看陈飞 但萧锦衡才见了他不顾自身在雪地里替他祈福的场景 心里正感动着 哪里还有心思去顾忌旁人 再者说 陈飞是真的身体不适 还是故意耍小杏子 他还是分得清的 看萧锦衡的态度 他今夜是执意要将宋昭留在身边了 如此 宋昭也就不再说杀风景的话 乖巧得跟只猫一样 依偎在萧锦衡怀中 由着叫念 一路向朝阳宫行去 今天是十五 每月十五 萧锦衡都是要塑在皇后宫中的 陈飞和皇后闹成那样 宋昭料到了他 肯定会耍心眼 想尽办法将萧锦衡从皇后宫中请出来 若萧锦衡当真弃皇后而去 去往陈飞的永和宫 是必须要经过梅院的 所以才有了宋昭今夜执意要在梅院雪地中祈福的一幕 宋昭摆明了 就是要截断陈飞的恩宠 但他可不是从前的萧贵人 抢人恩宠那样光明正大 显得没脑子急了 今夜 是萧锦衡自己决定从皇后宫中离去 要去陈飞宫中瞧瞧的 路过梅院的时候 又是他自己看见了宋昭在雪地里跪着 所以才停叫上前查看究竟 他又碰巧听见了宋昭祈福的内容 看见了他浑身的雪渍 和动得通红的双手 自己心生爱怜 执意要将宋昭带回宫去 这一切怎么看都不像是宋昭蓄意争宠 而是萧锦衡单方面对他把持不住 当然 宋昭走这一步棋 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 教年停在朝阳宫外时 他忧心忡忡地对萧锦衡说 皇上 嫔妾惶恐得很 今夜您本该塑在皇后娘娘宫中 恰逢陈飞娘娘身体不适 您去看望他的路上遇见了嫔妾 如今您让嫔妾留在朝阳宫 既不回皇后娘娘那儿 又不去看望陈飞娘娘 十五是元日 嫔妾身份低微 如何能独占您的恩宠 萧锦衡一贯是知道宋昭的 这娇滴滴的美人 向来不喜后宫之争 又从来不会去争抢什么 哪怕是得了他的宠爱 偏他越是如此 越让萧锦衡打从心底里 对他怜爱 他牵起宋昭的手 目光温暖且坚定地看着他 朕陪伴在自己心爱的女子身旁 旁人不敢议论 若你怕朕的宠爱 会让你招惹旁人的是非 今夜事情 可不叫静世房将录下忌惮 说着轻抚着他并边的碎发 含笑问道 怎么 你不愿陪着朕 宋昭害羞地垂下眼帘 若而柔的声音 像钩子一般 撞入萧锦衡的心底 贫妾愿意 静世房没有今日的忌惮 就没人知道宋昭今夜事情的事 萧锦衡为了护着他 肯定会皇后与陈飞两边都瞒着 皇后那边会以为萧锦衡 撇下他是去找了陈飞 而陈飞那边 又会以为萧锦衡为了陪伴皇后 连他身子不是也不在意了 如此一来 可不要他们更互相记恨着 宋昭才不理会这些 左右他们闹得越凶 萧锦衡就会越疏远他们 毕竟喜欢争风吃醋的女子 哪里比得过 不顾己身也要为他祈福的女子 更惹人恋爱呢 当晚 宋昭不出意外地留宿在了朝阳宫 他几乎是一夜都没有睡着 第二日四更天 萧锦衡晨起的时候 动作很轻 生怕会吵到他 他也就没睁眼 继续装睡 毕竟昨天晚上和萧锦衡折腾了三次 他身上又酸又乏 是想多躺一会儿 且为女子者在男人面前 是要懂得示弱的 他今日越是贪睡 萧锦衡就越会觉得自己 昨夜的十分勇猛 虽然在那件事上 萧锦衡也是 的确厉害 宋昭闭着眼 侧耳听着房中动静 江德顺伺候萧锦衡洗漱更衣时 听萧锦衡交代了他一句 今年是冷冬 正想着过几日 带母后去温泉山庄小住一段时间 也让皇后安排一下随行的后妃 江德顺巴巴地应了一声 又听萧锦衡补了一句 告诉皇后 让宋长再跟着一起去 凤鸾宫 打从昨天夜里萧锦衡走后 皇后几乎一夜都未合眼 她看着窗外的雪越落越密 看着他们一点点堆积在墙头上 就像是堆积在了她的心底 含得彻骨 晨起 双若入内 打算伺候皇后洗漱的时候 见皇后穿戴整齐立在岸前 正提笔腾抄着佛经 她不敢提及昨夜的事 怕惹皇后伤心 直到 皇后娘娘 外托雪亭了 今日可要免了六宫请安 皇后漠然少请 只等写完了手下一行 才道 冰天雪地 就别要他们来回奔走了 你这人去六宫通报 打今日旗帜除夕 他们都不必来给本宫请安了 双若领命 很快吩咐人着手去办 等她再度折返回来的时候 却带回来了一个人 皇后娘娘 江公公来了 皇后台眉看了一江德顺一眼 上算和颜月色地说 江公公这个时候 怎么来了 江德顺攻身打了个签 道 回皇后娘娘 皇上说 今年是冷冬 想这几日收拾着去温泉山庄过冬 特拆奴才来告知皇后娘娘一声 皇上说 此去温泉山庄的名额 由娘娘您来安排 她缓了缓 语气略微有些尴尬地补了一句 只一点 皇上此番想将宋长再也带着 皇后笔尖一顿 原本写满了一整页捐秀自己的佛经 被十分突兀地晕上了一滩刺眼的墨迹 不过她脸上的表情倒没什么变化 不着痕迹地冲江德顺点点头 温声道 本宫知道了 近来天良 你在皇上身边伺候着 早午记得给皇上添一盏身茶 补气血 也好暖身子 江德顺笑着说 皇后娘娘慧至兰心 对皇上关怀备至 奴才当谨尊皇后娘娘教会 将皇上照顾周全 说完了事 她也没多留 直到御前还有事要忙 便躬身退下了 江德顺走后 双弱将皇后手底下那卷写毁了的佛经 撤到一边 缓缓将她卷起 期间不由念叨一句 没想到 皇上竟如此看重宋长再 这随是温泉山庄的殊荣 按理说 只有评位以上的主子才可得 宋长再位分低微 同行显然是不合规矩的 她说着压低声音 提醒皇后一句 此番前往温泉山庄 太后定要同行 太后娘娘最重规矩礼数 到时候 免不得要说到几句 皇后娘娘 可要提醒皇上 皇后铺开一张心纸 一边流利地书写着佛经 一边轻描淡写地说道 你没听见江德顺说 皇上要本宫你定同行的名册吗 你想想看 到时候 太后如果因为宋长再跟去温泉山庄的事闹了 她问及本宫的时候 难不成本宫还能说 是皇上执意要将宋长再带去的吗 她笑着摇头 皇上是天子 天子怎会有错 太后要是问起来 本宫也只能说 这一切都是本宫安排的 如此 太后眼中不守规矩的人 也就只能是本宫了 双弱文言谋光一暗 无奈地说 这样一来 可又要委屈皇后娘娘了 本宫委屈什么 皇后将重新写好的佛经拿起来 瞧过满意后递给了双弱 方道 当得后宫之主 自然就要替皇上成全 你去将温泉山庄的布图拿来 给本宫瞧瞧 双弱将佛经规制好后 很快就取来了温泉山庄的布图 奉给皇后 皇后粗略地看了一眼 而后指着里面的两处殿语 问道 这迎春阁和听雨轩 本宫记得皇上生辰后庄子里的人报了 要进行休憩 算来才一个月 想来应是尚未完工吧 双弱汉手应下 皇后便看着布图犯了难 京都一直都是暖冬 像今年这样的冷冬 数十载也难遇一次 所以 温泉山庄能用得上的次数 和避暑山庄比起来 可谓是少得可怜 就说萧锦恒登基后 今年也是头一次要过去 因为温泉山庄去得少 所以庄子修建的时候 便主张一切从简 能住主子的殿语 一共就只有八个 现在迎春阁和听雨轩又在休憩 那么能住主子的殿语 就只剩下六个了 且这些殿语都没有配殿 是不能几个主子一起混着住的 双若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皇上和皇后娘娘 是肯定要去的 太后也会随行 皇上又点名 要宋长在同去 那么 分给余下后妃的宫室 岂不是就剩下两所了 皇后摇了摇头 不是两个 是一个 萧贵人有着身孕 如何能将她撇在宫中 双若私存片刻 近年到 反正皇上让娘娘选 娘娘在尹妃 云妃 或者淑妃 这三名妃位里面 选一个跟着去就是了 昨日十五 皇上本该塑在娘娘宫中 偏臣妃不懂规矩 使手段把皇上给哄了去 她喜欢妖宠 娘娘就把她撇在宫中 要她腰个够 瞧谁还能搭理她 双若的语气有些急了 皇后不免训斥她一句 臣妃好歹也位列非位 你背地里这样议论主子 自己觉着合适吗 双若忙道 皇后娘娘教训的是 奴婢失言了 皇后也不与她计较 继续道 你说让本宫不许臣妃去 本宫还偏就要 让她跟着去 不然总要皇上以为 本宫和陈妃一样 是心胸狭隘的俗人 可要她跟着去 她时常冒险渐远 皇上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娘娘岂不是要日日受她的气 她能气到本宫什么 皇后不屑一笑 本宫压根就没打算跟去 淑妃没了孩子 心情总是郁郁寡欢 本宫想腾出自己的位置来 叫淑妃跟陈妃同去 全当是散散心 双若听皇后如此说 心里愈发不是滋味 萧锦衡到温泉山庄是去过冬的 如今才十月末 她这一去 起码要除夕才会回来 如果皇后不跟去的话 就有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 见不到萧锦衡 可她只是个奴婢 就算再心疼自己的主子 许多规劝的话 她也不能说出口 于是也只能心疼地对皇后说 皇后娘娘 您就是太心善了 什么事都想着顾全大局 陈妃与您相比 实在该自残行贿才是 皇后对此一笑置之 本宫是皇后 是皇上的正妻 跟她一个妾室计较什么 说着 将温泉山庄的部图 递给双若 去让人将这消息 小于六宫吧 双若先去了淑妃 和陈妃宫里报信 等来宋昭这儿的时 刚好是用完武善武器的时候 姚萍歇着 她也就没有惊扰 静止去西偏殿见了宋昭 她言简意该地 将随式温泉山庄的事 告诉了宋昭 皇上要成行温泉山庄 要皇后娘娘 拟定随式的后妃 皇后娘娘 挑了淑妃娘娘和陈妃娘娘 还有有孕的萧贵人 余下的一个名额 娘娘给了你 双若说了 这一切都是萧景恒 交给皇后安排的 又说是皇后挑选了宋昭 给了她一个随式的名额 宋昭虽然知道 这一切都是 萧景恒的主意 但皇后要装 她也得配合她演戏不是 于是听双若说完后 她忙道 这如何能成 皇后娘娘是中宫 怎能独留宫中 她一脸的难堪 将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皇后娘娘若是因为要安排 我去温泉山庄 所以才决定留在宫中的话 还请姑姑让娘娘收回成命 否则我心里实在难安 双若道 皇后娘娘素有心急 即便是去了温泉山庄 也是泡不了温泉水的 且娘娘喜尽又不愿折腾 所以才选择留在宫中 与常在宁实在没有关系 总之 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常在还是快些准备着吧 宋昭只好道 多谢皇后娘娘成全 等一下我亲自去娘娘宫中 叩谢恩德 他这么说 双若倒也没拦着 只等将人送出去后 云山才到 皇后娘娘好端端的 为何要卖给 小主这样大的一个人情 奴婢觉得这件事 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宋昭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哦 那你说说看 他为何自己不去 云山沉阴片刻 分析道 要小主去温泉山庄 是皇上的意思 双若刚才那么说 是以为小主不知道 所以才把功劳都揽在 皇后娘娘身上 让小主能记皇后娘娘的好 至于皇后娘娘 为什么自己不去 她脱腮想了半声 忽而一拍手掌 毛子都亮了 奴婢想到了 这次去温泉山庄 太后肯定也会跟去 太后是宫里面最重规矩的 而后妃 无论是随式避暑山庄 或是温泉山庄 都只能是平位以上的主子 才能跟着 萧贵人有孕令说 可小主 您位分只在常在 跟去本就是不合一的事 让太后知道 难免会说 皇后安排得不妥当 可是现在皇后不去了 将她自己的名额让了出来 这件事在太后眼里 就变成了 皇后是顾忌皇上的喜好 所以才舍己为人 牺牲自己 成全了小主 云山越说 情绪越激动 脸色也变得愈发难看起来 那么到时候 太后对皇后 肯定不会有意见 反而会觉得 皇后贤良淑德 顾全大局 但是对小主 多半是要觉得 小主狐媚或主了 小主第一次见太后 就给太后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那往后 要再想让太后对小主另眼 可就难了 听完云山这一场串 有理有据的分析 宋昭倒是当真 对他有些另眼相看了 他含笑打量着云山 打句道 我抽空到真要问问小福子 私下里是交给你什么了 你跟着我那么久 还从来没有过 看事情这样通透的时候 其实 小福子又能教云山什么呢 他只是告诉云山 如果他想事情不通透 凡事还是跟在府上一样 只看表面的话 那么 他作为宋昭的家生奴才 总有一天 会因为他的不精明 而连累到宋昭 云山把宋昭看得 比他自己还要重要 他怎能允许 因为他的过失 而牵连宋昭分毫 所以打那之后 云山就变得愈发谨言慎行 多思多虑起来 方才他的分析没有错 但也只是看穿了 这背后的一层深意 宋昭知道 皇后这么做最大的目的 并非是要太后对他有意见 而是想在某些事上 撇清自己的关系 就比如萧贵人腹中的那一胎 萧贵人有着身孕 他那肚子就像是一颗烫手的山芋 谁撞上了便属谁倒霉 后宫已经接连没了 陈飞和淑飞的两个孩子 萧贵人的肚子 还不知道得被多少人 在背地里惦记着 皇后现在将萧贵人 弄去了温泉山庄 而他人又在京都 那么到时候 如果萧贵人腹中的皇寺 在温泉山庄出了什么问题 皇后就可以躲得圆圆的 任谁也不能将脏水 泼到他身上去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其实宋昭也不大 想去温泉山庄了 但这一次 他又不得不去 他已经拒绝过萧景恒太多次了 拒绝男人一次两次 或许会让他觉得 你与众不同 觉得新鲜 但若拒绝了三次四次 凭你国色天香人间有物 也总会要人觉得 你不识抬举 凡事都讲究一个张弛有度 该给萧景恒填头的时候 宋昭从不会吝啬 这日双若走后没多久 宋昭就赶去了皇后宫中 他来时 圆圆的在门外 就闻到了一股子浓烈的香粉味 那香粉是云飞常用的 宋昭总觉得那味道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出来怪在哪里 后来见到皇后时 皇后也说 云飞前脚才走 你就来了 也是敢巧 宋昭此番来 是为了叩谢皇后恩德的 他和皇后好一番客气 但还没说一会儿话 皇后脸色就开始有些不太好 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宋昭见过他心急发作的样子 知道他这是老毛病又犯了 双若拿了药丸给皇后服下 宋昭则伺候皇后饮水 只等皇后情况缓和些后 听他自嘲地说道 本宫这身子一到冬日 便愈发不中用了 宋昭听说过 皇后的心急 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弱症 是没办法根治的 他也只能不痛不痒地安慰皇后两句 可正说着话呢 才缓过进来的皇后 却突然下起了逐客令 宋昭在 本宫还要出趟门 就不留你了 宋昭疑惑道 外头积血还未融化 又冷地面又湿滑 皇后娘娘才犯了心急 还是在宫中好生休养着 莫要走动了吧 双若也跟着劝了一句 是啊娘娘 您还是 本宫得去 皇后执意起身 云台那供奉的平安符 到了时辰就得取回来 否则便不灵验 双若 你去安排人被叫吧 皇后口中的云台 是当年先帝为了笃信佛法的 太皇太后修建的 云台共计999阶台阶 是宫里面最高的建筑 用先帝的话说 这叫接天 讲究着礼佛的时候 距离天越近 便越虔诚 云台之上 供奉着一座石殿菩萨庙 里面常年供奉香火 也是宫中祭拜祈福的圣地 不过因为云台实在太高 又没有捷径登顶 哪怕是皇帝要想上云台礼佛 那也得一接一接地走上去 久而久之的 宫中 主子祈福 也就懒得来这地方了 可谓有皇后不同 她每月十五 都会亲自登顶 将自己亲手撰写的平安符 供奉在石殿菩萨庙里 受一夜香火的熏也 再亲自取下来 将它交给萧景衡 以护得帝王平安祥瑞 萧景衡觉得 此事劳神费力 多次劝说皇后 不要再费这功夫 但皇后仍旧每月如此 说这是 她对萧景衡的一番心意 但求萧景衡成全 故而 皇后每月十五十六要登云台 已经算是宫中人尽皆知的事了 可今时不同往日 她才犯了心急 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雪 即便是有宫人洒扫过 云台还是会有残血冻住 必然失华难行 有一名小宫女跳出来说 娘娘 要不奴婢帮您去娶吧 可才说完话 就听双若训斥她 平安符是主子放的 咱们做奴才的 怎能去娶 如此可不要玷污了皇后娘娘的心意 宋昭将在一旁 听着双若话里的意思 皇后这病奄奄的样子 肯定是去不了了 她今日要是去了 万一在云台上摔上一跤 到时候 萧景衡追究起来 宋昭对此事做事不理 反而成了罪过 双若又说了 宫女和太监都是奴才 是不能去娶的 那么眼下最合适 去替皇后将平安符取回来的 就只剩下宋昭一人 她被架在了半道上 去也不是 不去也不是 莫然伴赏后 她见皇后还是执意要走 这才拦在皇后身前 试探地说 不如让凭借帮娘娘去娶吧 皇后当然不会同意 便说 云台台阶陡峭得很 雪后更是湿滑 本宫如何能让你去 还是本宫自行前往吧 听她这话说的 宋昭不能去 她这后宫之主 倒可以冒险 这话料下 宋昭即便不想去 如今也不得不去 娘娘替皇上祈福时 亲自将平安符送上去 已经向漫天神佛 表明了诚意 如今 嫔妾也想替皇上祈福 还请皇后娘娘 能给嫔妾一个机会 由嫔妾将平安符取回 如此 皇后才半推半就地说 那好吧 你此去小心些 从皇后宫中出来走远些后 云山低声对宋昭说 小主 您真的要去吗 奴婢总觉得 这件事古怪的很 皇后要是想将平安符取回来 她大可以 在清晨雪还没有冻住的时候去 何必要等到这时候 宋昭道 皇后话都说道 那份上了 我不去也得去 总归一切小心就是了 等主仆二人到了云台后 正好瞧见 有工人正在台阶上撒扫着 底部台阶的积雪 已经被扫干净了 上面还撒了盐巴 云山在头几节台阶上 来回夺了两步 确定不会打滑后 才对宋昭说 小主 这台阶没问题 宋昭自己也试了两阶 撒了盐巴的台阶 即便还有些水迹 但却不会结冰 也不会打滑 可饶是如此 宋昭还是多长了一个心眼 毕竟云台高耸陡峭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从上面摔下来 可是要丢了性命的大事 他站在台下 瞧着一名凤香的宫女 从低处一阶阶爬上了云台顶 全城如履平地 没有任何闪失后 才对云山说 走吧 咱们慢点 云台一侧靠山 一侧悬空 靠山处在右 悬空处在左 起朝上左 原本应该宋昭走在左边 云山走在右边 可云山害怕宋昭有什么闪失 便也不顾着规矩了 主动跑到了左侧不靠山的一处 小竹走里面 更安全些 主仆二人相互搀扶着 却才走了十几街 忽而听见 身后响起了一道傲慢的女声 站那儿 宋昭默然回首 见陈飞的轿子 恰好路过此地 陈飞掀开轿帘看向宋昭 一双凤眸微微眯着 瑞丽的眸光正自上而下打量着她 你这是要做甚 宋昭已经爬了十几街台阶了 站位比陈飞高出好一节 她是不能站在比陈飞高的地方 给陈飞请安行礼的 于是傅又折返下去 立在陈飞的轿前 毕恭毕敬地失了一礼 道 回陈飞娘娘 皇后娘娘拆平切来 取回在十殿菩萨庙里 供着的平安符 和陈飞冷吃一声 语气冷力道 你依附本宫 却还巴巴地想着讨好皇后 你倒还真是懂得左右逢源啊 宋昭忙道 平切并未想要讨好皇后 实在是 她将方才在凤鸾宫里发生的事 一五一十地跟陈飞讲了一遍 说把无奈叹气道 这事儿正好让平切撞上了 平切也没法子了 这云台这般高 昨日又下了雪 说实在的 平切心里也害怕得很 陈飞压根就听不进去宋昭的解释 她轻腐并发 朝着宋昭翻了个白眼 语气阴阳怪气地说 你仔细看着脚下的路 别行叉踏错 就没什么好怕的 本宫桥你手上升了洞窗 云台两边护身的铁链 冬日里冷得跟冰筷子一样 能不碰就不碰了吧 免得把你这双娇贵的手给冻掉了 来日倒不好伺候皇后 说吧闷哼了一声 负气势地甩下叫帘 吩咐工人台叫走了 虽说陈飞的性子向来如此 但宋昭却总觉得 她今日有些有说不出的古怪 许是因为陈飞提及了一句 所以宋昭攀爬台阶的时候 全程都没有触碰云台两侧维护的铁链 她虽没碰 但是目光却一直盯着他们 走到半山腰的时候 她渐渐放慢了脚步 云山回眸看她 小主怎么了 宋昭漠然驻足 将身体的重心靠向云山 继而随手拉住一侧的铁链 稍微用力向下拽了一下 便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拽 铁链的连接处 竟吃不住力 瞬间脱钩掉落 叮令光昂的声音 吓得云山打了个哆嗦 小主小心 她牢牢搀扶着宋昭 看着松动落地的铁链 心有余悸道 幸好小主没有扶着铁链 不然力道都吃在铁链上 铁链突然断了 小主肯定会摔下去的 身处高处 凛冽的寒风不断往宋昭衣领里灌 可她却愣是被吓出了一身的汗来 这铁链上是有急云纹的 宫人不得触碰 唯有主子才能搀扶 刚才咱们在底下瞧着的那个宫女 就是在菩萨庙里伺候的 她日日都爬云台 早就被训练得不觉得累了 可宫里的主子 不比宫人干惯了粗活体力好 谁若是爬得累了 在这铁链上搭把手 只怕人都得跟着飞出去 被摔成了肉泥 云山文言炸惊 惶恐不已道 是皇后要害您 宋昭默然看着身后陡峭的台阶 口中吐出了一阵温热的雾气 是陈飞要救我 主仆两人都靠着山壁 每走一步都才稳了 才敢继续向前 登上云台 入了十殿菩萨庙 于佛向前叩首跪拜后 宋昭将奉在佛看前的平安符取了下来 用圈帕仔细包好 放入妖风中 临走时 她对再次侍奉的宫女说 云台两侧护身的铁链断了 你安排人快些修好 别伤着人 宫女连声应下 但脸色却满是疑惑地嘟囔了一句 明明上个月铁链才重新固定过 这才几天呀 怎么会断了呢 宋昭听霸道也没说什么 下山路上 宋昭脑海中 一直都萦绕着一句 方才陈飞说过的话 云台两边护身的铁链 冬日里冷得跟冰筷子一样 能不碰就不碰了吧 免得把你这双娇贵的手给冻掉了 来日到不好替皇后周全 要是没有陈飞这句 听起来十分突兀的话 宋昭这会儿 只怕已是生死未卜 从云台平安下来后 云山长舒了一口气 好险的路 皇后娘娘每月都要登云台两次 原以为只是辛苦些 却没想到 这地方一不小心 竟是会要人丢了性命的 宋昭冷笑着说 非得这样才能显出 他带皇上的好来 不是吗 要是只为了让皇上觉得他好 连命都能舍出去 奴婢觉得 这样得来的情意 还不如不要呢 这件事上 云山倒比皇后看得还通透 后非人人都对萧锦衡关心 可皇后的关心 未免有些太过了 关心失了分寸 便妻不像妻 反倒像娘 也不怪萧锦衡 对他总是相敬如宾 却没什么夫妻间的情爱 走出云台十来丈远 云山心有余悸地回过头 看着半山腰挂在悬崖边上的铁链 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方才真是好险 要不是陈飞娘娘挖苦小主的时候 阴差阳错提了一句那铁链 只怕小主浮上去 可就危险了 他不是阴差阳错提了一句 宋昭沉声道 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故意 他说陈飞一早就知道 那铁链有问题 宋昭默然不语 目不斜视看着前方的路 云山想了半赏 忽而恍然大悟道 还是说 那铁链根本就是陈飞他 宋昭侧目看了云山一眼 宫中隔墙有耳 连风都有窃听的能耐 云山会议 立马拍打着嘴巴进了声 其实这件事到如今 已经很明朗了 陈飞以为没愿欲蛇的事 是皇后要害他 所以一门心思想着 要报复皇后 皇后每月十五 十六要登云台的是 宫中几乎人尽皆知 所以 陈飞要想害皇后 最直接的法子 就是在云台的铁链上动手脚 这法子最简单 也最没脑子 若东窗事发 很容易就能被人给查出来 不过 这倒很像是陈飞一贯的做事风格 再者说 陈飞又不理佛 他的轿子好端端的 怎么会往云台去 八成是他一直躲在暗处 想亲眼看见皇后摔死 才能解心头之恨 而整件事的意外 便是突然出现的宋昭 宋昭将平安符送还给皇后后 彼此寒暄了两句 他便退下了 于皇后宫中出来后 宋昭并没有直接回宫 而是绕路去了趟陈飞宫中 他来时 陈飞正在宫中听戏 他便站在一旁 喉了约莫半个时辰 等戏子走后 宋昭第一时间走到堂下 正中的位置 毫不犹豫地跪在了陈飞面前 向他行了跪拜大礼 凭借多谢陈飞娘娘 陈飞饶是一副 谁都瞧不上的模样 冲宋昭翻了个白眼后 道 你谢本宫什么 本宫又没做什么 你要谢 便多谢你自己吧 陈飞当然得装着 听不懂宋昭在说什么 不然岂不是变相承认了 云台的铁链 是他动的手脚 宋昭也是明白人 直到 平妾手上升了洞窗 玉涵更会加重伤势 今日要不是陈飞娘娘提醒 平妾一定会扶着兵手的铁链 登上云台 到时候 这双手被动的麻木 怕是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 陈飞默然叙语于 养手吩咐宋昭起身 继而冷笑道 你这双手保住了 更得知道 日后要用他去侍奉谁 明白吗 宋昭连连汗手 公声道 平妾能有今日 全然仰仗娘娘一路提拔 娘娘待平妾有大恩 平妾自不会忘本 陈飞目不转睛地盯着 宋昭那张美婢无瑕的脸 每一每与她独处时 陈飞都会暗自赞叹 这女子 生得实在惊为天人 尤其是 当她看见萧锦衡看向宋昭的眼神 是那样灼热 那样迎窃时 她就恨不得 要将宋昭这张脸皮给扒下来 她本事可以这么做的 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 让她妒忌的女子 却救过她的命 陈飞眯着眼睛 眼中心芒静视锐气 恶狠狠地在宋昭身上弯了一下 而后满腔嫌恶地说道 你自然不该忘本 否则本宫能把你送到皇上的龙榻之上 就也能把你送到飞灵的后土底下 银香 请她走 这日最后 宋昭是被陈飞给赶出永和宫的 不过她一点也不恼 只心下觉得 陈飞好蠢 蠢到让人实在恨不起来 比起这后宫中 人人都躲在暗地里下黑手 像陈飞这样 铭刀铭枪爱增分明的人 反而倒显得不那么叫人讨厌了 回了姚华宫 宋昭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 将要贴身带着的行囊 放在了床头 打算等下再归制归制 于此时 萧锦衡却来了 她依旧没让工人通报 给宋昭送上了一个 猝不及防的惊喜 彼时 宋昭正在倒固着 床头放着的行囊 见萧锦衡来了 她立马有些慌张地 将行囊用背钦盖住 而后迎上前去 向萧锦衡俯理 皇上万福 这局促的举动 被萧锦衡看在眼里 她不动声色将宋昭扶起 牵着她的手 静直朝床榻走去 藏什么好东西 连朕也不给看 没 没什么 里面都是些凭借 要贴身带去温泉山庄的东西 宋昭回话回得结巴 眼神闪躲 更要萧锦衡觉得她有问题 她疏然一把掀开了背青 连带着系好的行囊 也被摔到了地上 萧锦衡躬身将行囊捞起来 正打算解开一探究竟时 瞧着宋昭紧张地咬着嘴唇 红着脸窃窃地说 里面都是些寻常日用的东西 皇上还是别看了吧 宋昭今日的言行举止实在奇怪 和昔日 他与萧锦衡面前 展现出的落落大方 大相径庭 他越是如此 越让萧锦衡觉得 这行囊里面有古怪 他眸色略冷 动作略显生硬地 将行囊的寄带解开 可打开之后 瞧见了里面的东西 却完全出乎了 萧锦衡的意料 和宋昭说的一样 行囊里面装着的 都是些日常用度 什么茉莉干花 薄荷脑油 棉井护膝匀匀 如此 萧锦衡更觉得奇怪了 你说行囊里 是你要贴身带着的东西 可真记得你不喜欢薄荷的味道 这是可皇上喜欢 宋昭红着脸 将行囊从萧锦衡手中夺了过来 指着里面的 务实羞答答地说 皇上喜欢茉莉的味道 这茉莉干花 是带着打算 让皇上泡温泉的时候用的 至于这薄荷脑油 取来嗅着 最能提神行脑 皇上心细国事 即便去了温泉山庄 肯定也有批不完的折子 处理不完的朝政 贫妾想着带着此物 也好让皇上乏累的时候 能得以缓解 至于这棉井的护膝 他将护膝取出来 有意无意地 向萧锦衡展示着上面的龙纹 龙纹绣宫不算出众 隐约还能看见 没有藏好的针脚 不像是宫中绣娘的手艺 这护膝是贫妾亲手缝制 只是上面的绣样 实在有些不美观 所以贫妾想着 等缝制好了 再送给皇上 萧锦衡接过护膝打量了一番 道 这里面有你的心意 朕觉得就好得很 只是温泉山庄 四季如春 为何还要 给朕缝制护膝 宋昭道 温泉山庄附近就是围场 贫妾记得 安王的府邸也在那附近 到时候 万一皇上一时兴起 要和安王一同狩猎的话 带着这护膝 一来可以护体 二来也能预寒 说话间 萧锦衡灼热的眸光 一直凝望于宋昭 脸上的笑意 也愈发藏不住 宋昭被他看得有些害羞 便不再说下去 只羞怯怯地低着头 弱弱地说 皇上干嘛 这样看着贫妾 哈哈 萧锦衡敞声而笑 回首将个宋昭拥入怀中 你如此 替朕思虑周全 朕心里觉着高兴 他揽着宋昭肩膀的手 不禁紧了紧 高兴是真的 可愧疚也有 宋昭凡事都在为他考虑 可他方才竟还要怀疑 他是不是藏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在行囊里 如今细想 实在是他疑似过重了 宋昭被他搂着 行囊在手上一个没拿吻 腹又掉在了地上 落地的一瞬 藏在最里面的一幅画卷 被摔了出来 他慌了 立马攻身要剪 可胳膊却比不过萧锦衡长 倒要萧锦衡先剪了起来 是什么 宋昭急了 上手欲 将其夺回来 皇上别看 您还给嫔妾 萧锦衡将画卷举得高高的 故意斗他 是什么东西 要爱妃在乎成这样 方才误会了宋昭 让萧锦衡心生些许愧疚 这画卷 他本是不打算看的 想着举起来斗一斗宋昭 就还给他 但宋昭点起脚尖来 拼命勾着 反倒无意间 松开了记着画卷的戏绳 画卷一瞬被展开 萧锦衡这才瞧见 宋昭的画中人 竟是他自己 画中的萧锦衡 独坐龙岸前 正低着头 专心致志批阅奏折 此画十分精致 连衣衫上的褶皱和头发丝等细节 都画得十分精细 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 趁萧锦衡惊诧之际 宋昭一把将画卷抢了过来 怎好在皇上面前现眼 你这若算捉笔 恐怕如一方的人都改被赶出宫去 见宋昭脸红得很 萧锦衡轻轻妈撒着少女柔嫩的脸颊 笑着说 害羞什么 这话早晚都要送给朕 朕瞧着 现在就已经很好了 等下让江德顺拿回去裱起来 放在朝阳宫显眼的地方 让朕日日都看着 才不是 宋昭别了别嘴 有些傲娇地说 这话不是送给皇上的 嫔妾要自己留着 哦 萧锦衡略一挑眉 饶有兴致地问道 这是为何 宋昭默然片刻 神色忽而变得有些伤情起来 他低下头 默默将画卷在手中攥紧 低声道 嫔妾日日思念皇上 可皇上却不能时时陪伴在嫔妾身旁 所以 嫔妾便想将皇上的模样画下来 若是想念了 也可随时拿出来瞧一瞧 宋昭的声音 酥酥软软的 萧锦衡听着就觉得心疼 近来萧贵人有孕 陈飞又总是妖宠 她是有些忽略宋昭了 可这小丫头 却从不抱怨什么 见不到她的面 便安安静静画了画来 以为思念 这份纯粹而浓烈的爱意 如何能不让萧锦衡为之动容 她牵起宋昭的手 自句恳切道 你贴身的行囊里 所有的物识都是关于朕的 一样都不见为着自己背下的 你这般待朕 朕又如何舍得冷落了你 她凑近宋昭 在少女红嫩的唇瓣上 落下清浅的一吻 朕答应你 日后你若想朕 可随时来见朕 朕再忙 也会腾出空来陪伴你 宋昭听了这话 先是像那小姑娘一样欢喜地笑了 不过很快 她又别扭地摇着头 皇上国事繁重 嫩妾不想成为皇上的负担 说着乖巧地意味到了萧锦衡怀中 嫩妾不在乎 皇上能有多少空闲 陪伴在嫩妾身边 只要皇上的心 与嫩妾的心贴地近就好 她柔指 绕在萧锦衡的胸前 指尖勾起一惊 毫不避讳地叹了进去 直至抵到萧锦衡坚实的胸肌 才被她一把将手腕擒住 萧锦衡一个附身 便将宋昭按在了身下 彼此面贴着面 呼吸交织 暧昧异常 萧锦衡抓着宋昭的手 紧紧按压在她的胸膛之上 用低哑的声音问道 那么爱妃觉得 朕的心和你贴得近不近 宋昭感受着她 蓬勃有力的心跳 羞答答地抿唇点头 她这样子 更勾起了萧锦衡心底的一团火 她完全俯身下去 贴着宋昭的耳畔 在她的耳垂上 轻轻咸了一口 低喘着说 朕能让你和朕的距离更近些 春宵雨雨过后 第二日 宋昭起了的大早 今日是成行温泉山庄的日子 也是宋昭入宫这么久 第一次要与太后见面的日子 宫里人都说 太后是最重规矩的 所以初次和太后见面 一切都得正式起来 后妃入宫时 依着各自的位分 造半处都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巢符 宋昭的巢符 只穿过三次 第一次是后妃初次拜见皇后的时候 第二次是她事情过后 第二日去谢恩中宫 第三次 则是在萧锦衡的寿宴上 为了给太后留下一个好印象 在得知自己 要随时温泉山庄后 宋昭就提前让工人 将巢符送去换衣局清洗 今儿个早上 宋昭洗漱天庄之际 枝花捧着巢符 从换衣局回来了 她入寝殿时 脸色瞧着有些不大好 云山也少不得要念到她两句 怎么去了这样久 还说要吸引去找找念 再晚 可就要耽误时辰了 她一边碎碎念 一边从枝花手中接过巢符 但刚一上手 云山就察觉到了不妥 怎么是湿的 她摸着巢符外层深褐色的断料 有很明显的潮气 从表面透出来 似乎清洗过后 还没有彻底晾干 枝花盲解释道 奴婢去取衣裳的时候 发现衣裳没有干透 也问了换衣局的工人 工人说 这两日东寒 衣裳洗净后不易晾干 所以才会这般 宋昭将这件差事 交给她去办 如今出了岔子 她心里自然惶恐 见大伙闷闷地不说话 她立马找不起来 但是也只有外面 这一层是湿的 奴婢摸过了 里面的内衬是彻底干了的 她将巢符的内衬翻出来 云山上手摸了摸 确定内衬干透了后 才道 内衬是干的 最起码不会沾上寒气 要不小主先穿上吧 等下沉时 咱们就要赶去宁华门和行队会合 太后今日也在 小主不宜婉去 她凑上前 想要替宋昭更衣 而宋昭却白手 截停了她的动作 不急 她略意沉吟 抬眸 看向神情傲丧自责的枝花 柔声问道 你仔细与我说 换一局的人 是怎么跟你交代的 枝花窃窃地说 他们说 这两日天寒 赶上又下了一场大雪 衣裳不容易干 他们干活不上心 竟找些唐色人的借口 云山愤懑道 从前在府上的时候 这些活都是 我亲手给小主做的 京都冬日虽然天寒 但也干燥 下雪后 游是如此 这一上洗干净了 即便不在暖室里轰着 只挂在通风的地方 一日的功夫 也该干透了 她瘪着嘴 小声嘀咕了一句 肯定是换一局的人 忘了咱们宫里的差事 这朝府两日前就送了过去 他们怕是昨儿个 才想起来 把这差事办了 云山的语气虽然不太好 但话说的没错 幻衣局就是负责给 宫中主子洗衣上的 这点活 他们不会干不明白 而且 宋昭的位分 虽然旨在常在 但萧锦衡对他的宠爱 却是众所皆知的事 宫里头的奴才 向来是根据皇帝的喜好 来巴结厚非 所以 也不该存在幻衣局 对宋昭宫里的差事 不上心这一说 宋昭默然私存 将所有的可能都逐一排除掉后 这事情 就变得诡异了起来 他道 就算是他们昨天才想起来 将衣上洗了 一夜的功夫 要用碳盆烘干 也不是什么难事 说着看了一眼小福子 小福子玄机会议 从暖坐 暖挪了的碳盆过来 宋昭从云山怀中接过朝服 扯着衣袖的一脚 在碳盆上烘烤着 云山见他面色凝重 不敢多说什么 只拉着小福子 小声嘀咕了一句 小主这个时候 想将衣上烘干 肯定是来不及了 朝服是深褐色 本就不显水渍 其实穿着也不打紧 今日是小主触见太后的日子 要是耽误了 总归不好 小福子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朝服 被烘烤的衣角 低声对云山说 你又忘了 我教过你的 凡事事出反常必有妖 主子谨慎些 总是没错的 两人说话间 忽而听宋昭冷叹了一句 果然 众人目光聚焦到衣角上 赫然发现 被烘干的地方 原本深褐色的断料 竟逐渐褪色 成了淡黄色 大伙神情皆是亚弈 唯有宋昭仿佛早就料到了 只冰冰然地盯着衣角看 又烤了片刻 衣角彻底被烘干 颜色也从淡黄色 固定成了明黄 整件朝服的颜色 都是深褐色的 故而这一抹明黄 就显得格外扎眼 云山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 原来是有人 在朝服上动了手脚 朝服的取送都是 知花负责的 他见到这场景 也吓傻了 急得结巴起来 与宋昭解释道 小主 奴 奴婢 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奴婢依着您的吩咐 前天将朝服送去了换衣局 还特意叮嘱 他们要一切仔细 今儿四更天 换衣局还没开锁的时候 奴婢就赶去候着 想尽快将她取回来 小丫头急得都快哭了 宋昭也压根就没有怀疑她 这件事摆明了是 有人指使换衣局这么做 所以即便换座 是云山去取送朝服 只怕结果也是一样 宋昭轻轻拍了拍 枝花的肩头 安慰道 我知道这件事和你无关 你不用自责 这件事我也不想声张 你只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下去忙你的吧 枝花用力点头 红着眼眶退了下去 小夫子从宋昭手中 接过朝服查看了一番 他摸着断面有些粘手的质地 沉声道 应该是断面上 被人涂抹了一层特殊的颜料上去 浴水褪色 水干色险 小主幸好没有穿着这衣裳去见太后 否则一开始 衣裳表面潮湿 还什么都瞧不出来 但此去温泉山庄的马车里面 都是凤了碳盆的 只怕走到半道上 衣裳就会被彻底烘干 到时候 原本深褐色的朝服 就会变成了 只有地厚可用的明黄色 这可是大机会 云山也心有余悸地说 小主的行囊 又都放在后车里 到时候 小主就算想换件衣裳 也没得换 太后最重规矩 若到了温泉山庄 看见您穿着一身明黄 肯定会严惩小主的 宋昭陌生不语 谋色阴沉 盯着小福子捧在手中的朝服 没心处嵌出了浅浅的纹路 小福子和云山的分析 宋昭一早就想到了 可这是难就难在 即便他能洞察先机 也无法将此或是轻易避过去 朝服他只有一件 今日见太后 又必须得穿 否则旁人都穿偏他不穿 是为对太后的大不敬 但他要是 真把这朝服穿过去了 等到了温泉山庄一下马车 他一身明黄色闪亮登场 岂不等于一只脚 踏入了坟墓 陈时就要去宁华门 与行队会合 如今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 要是迟到了更是麻烦 情急之下 小福子帮宋昭想了个法子 要不小主就穿着这湿了的朝服去 反正只要他是湿的 就仍是深褐色 看不出端倪来 到时候 小主随身再携带一件衣裳 上了马车都是独行 小主在马车上将衣服换掉 不就成了 云山也硬喝道 那奴婢 这就去给小主找一件便于更替的衣裳 不必 宋昭拦下他 速声道 我此去温泉山庄 本就不合规矩 太后必然会觉得 我是个狐媚祸主的 我要是在做个马车的功夫 还要换身衣裳 岂不更要太后看我不顺眼 那怎么办 也不知是哪个黑心的 要这样算计小主 是谁要算计他 宋昭已经懒得去猜了 反正这后宫 不是你害我就是我害你 也没几个省心的 短暂的沉默过后 宋昭的神情 疏然变得从容起来 他不慌不忙地拿起朝服来 小福子说得不错 我是得换衣裳 但不是自己主动换 他让云山伺候 他将朝服换上 又要小福子 去准备一个汤婆子 等衣裳换好后 宋昭将已经烘干的衣角 重新沾湿 见他立马就从明黄色 重新变回了深褐色 与此同时 小福子也暖了汤婆子来 云山急着 要从小福子手中 将汤婆子接过来 小福子却躲闪了一下 偏这一闪 动作幅度有些大 将汤婆子里面的水洒了出来 云山有些责怪他 罗文也不起警 你这样 让小主拿着 烫着小主了 可怎么好 他夺过汤婆子来 想要将铜盖拧紧 却发现 方才洒出来的水 不是烫的 而是温的 这一下他更显得无奈了 你做事怎么毛毛躁躁的 这汤婆子里的水 都是温的 你要小主拿着 如何预寒 给我吧 宋昭婉儿 将汤婆子取来捧在手中 而后冲小福子点了点头 做得不错 小福子有些不好意思地 挠着后脑勺 是小主聪慧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想出绝好的法子 云山见他们主仆二人 你来我往打着哑谜 好半场才缓过神来 见他用力一拍脑门 傲丧地说 属我是个糊涂的 小主穿着巢服 先给太后请了安 然后上马车之前 不小心将汤婆子里的水洒出来 冬日天寒地冻的 皇上瞧见 小主衣裳湿了 肯定心疼 是会主动让小主去换一身衣裳的 这样太后即便瞧见了 也不会说什么 宋昭笑而不答 起身搭着云山的手 道 走吧 别耽误了时辰 一路紧赶慢赶的 到了宁华门时 总算没耽误时辰 今日虽然只有宋昭 陈飞 淑飞 和萧贵人 四人随时同行 但因着 是要送萧景衡和太后离宫 所以后飞全都到了场 一众人中 有身孕的萧贵人 俨然成了全场的焦点 大伙都围着他虚情假意地问长问短 刚好也没人注意到宋昭 他就往边上 一站静静候着 和他一样 不爱凑着热闹的 还有陈飞 他朝着人头攒动的方向 翻了个白眼 物字走到了一边 路过宋昭身边的时候 小声嘀咕了一句 你说围着萧贵人 嘘寒问暖的那些人 有几个肚子里是憋着坏水 想要将他腹中黄死给害死的 这种话 也就只有陈飞才敢说出口 宋昭当然是不敢答的 只低下头默默听着 后来萧景衡也来了 后飞齐齐 向他请安 皇后领着众人 说了些送行的吉祥话 等萧景衡喊了平身后 他上前两步 将他亲手绘制的平安符 递给了萧景衡 皇上辞去温泉山庄 臣妾不能照顾在皇上身侧 还望皇上一切多好 你有心了 萧景衡收下平安符 牵起皇后的手紧了紧 冬日里心急一犯 前二哥下了雪 你还要去云台帮朕祈祈福 你这心意 朕自当好生保管着 皇后笑得腼腆 但也没有独揽功劳 反倒韩孝看了一眼宋昭 也不只是臣妾一人的心意 这平安符 是臣妾放去供奉 由宋长再亲自娶回来的 哦 萧景衡回眸看向宋昭 眼神里满是温柔 昨日怎没有听你提及此事 宋昭忙道 能为皇上和皇后娘娘 祈福天运 是嫔妾的福分 萧景衡笑道 你们的心思正明白 只是这是实在辛苦 雪后云台更是寸步难行 日后便在为这些冒险了 萧景衡的两句关切 瞬间将一众后妃的目光 都牵引过来 皇后当着众人的面说这些 不是明摆着要让宋昭人钱显贵 招人妒忌吗 好在后来太后及时驾到 皇后要引着众人向太后请安 也就没再说下去 这是宋昭第一次见到太后 她屈膝行礼 汗手垂眸之际 偷偷用余光窥着她 太后虽年过四十 但却保养得当 十分精神 半点也看不出老者的颓态来 她穿着一件武服团兽的 风毛狐皮大肠 一身宿静 并不穿金带银 但化从古中来 气质自不凡 新入宫的后妃 是都没有和太后见过面蝶 皇后含笑 向太后介绍道 太后 这位是萧贵人 萧贵人得换上前一步 屈膝向太后俯理 太后端向了她虚余 笑着说 你有着身孕 不必多礼 皇后又看向萧贵人旁边的刘长在说 这是刘长在 刘长在同样也是礼数周全 但太后只瞥了她一眼 神色淡淡地恩了一声 并未过多评价 等皇后向太后提及宋昭后 宋昭立时上前一步 宫身下去行了万福礼 宫紧地说 嫔妾见过太后 愿太后娘娘千岁万福 祥康金安 太后虽然足不出宫 但也知道 宋昭是萧瑾衡的新宠 此番去温泉山庄 宋昭同行不合规矩 而太后最重规矩 所以 她一开始看向宋昭的时候 眼神是裹着不欲的 可就在她目光落在宋昭脸上的一瞬 她的情绪却骤然变了 眼中的戾气灯时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几分惊差的心芒 她盯着宋昭看了半晌 一时恍惚念了一句 若儿 这两个熟悉字眼 顺着寒风卷入宋昭耳中 重重地砸向她的心房 她猛然抬头与太后对视着 心间不受控地打着颤 若儿是宋昭生母的小字 只有与她关系极为亲密的人 才会这般称呼她 太后口中恍惚念出的这个名字 宋昭已经许多年都没有听见过了 宋昭的美貌 近乎有八分事 继承了她的生母白氏 尤其是母女俩的眉眼 几乎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 但相较于白氏的温婉 宋昭则要生得更明艳一些 彼时 她拘着礼看向太后 试探地回了一句 平切生母白氏的小字 却是若儿 太后认识白衣娘 太后略微一致 眼中欣喜更甚 她牵着宋昭的手 免了她的礼 于其未免激动道 你竟是若儿的女儿 说不了一句话 却先红了眼眶 太后一贯端庄自持 甚少有失态的时候 故而她如今这般 不仅是后妃们看傻了 连萧锦衡也是云里雾里的 她问 母后与宋常在的姨娘 是就相识 太后深吸一口气 极力平复着激动的情绪 缓缓点头应下 哀家的母家 在江这一带的航城 做的是丝绸生意 那时 白家与哀家的母家 仅有一强之隔 做的正好是刺绣生意 故而两家多有来往 她说着 紧了紧攥着宋昭的手 哀家与你母亲 算是自幼的交情 我俩都是家中的独女 兄长们总有男娃的乐子 要寻不愿带着我们 我们便自己寻自己的乐子 哀家长 与你母亲一室共处 分享一盏茶蜜 共用一顿午膳 夜里 还总会贪玩 爬到屋顶上去瞧心的 太后说这些的时候 唇角微微擎着笑意 放空的眼神里 流淌着炼焰的光芒 看得出来 这段哀家长 对于太后来说 是无限美好的 人被困在深宫中数十载 日复一日 过着相同的生活 要守着礼法 端着规矩 自然是越年迈 越向往求而不得的自由 他继续说 后来啊 哀家奉旨入宫 自那以后就和惹儿断了联系 哀家也曾往白家的旧址 寄去过许多书信 但皆没有回音 宋昭解释道 听姨娘说 叔公死后 白家后来发生了内斗 姑爹将姨娘赶出了府邸 家中也不再做刺绣生意了 姨娘离府后 一路辗转多地来到了京都 开了一家小小的绣房 仍以刺绣活迹谋生 太后听罢 忽儿想起了什么 你是护国公家的女儿 所以蕊儿 嫁给了护国公 宋昭汉手应下 太后便道 没想到竟是同处京都这么些年 又要彼此糊涂着错过了 护国公的嫡妻 倒是入宫拜见过哀家几次 若哀家早些知道 蕊儿嫁与了护国公府 这些年总是要相见的 她笑着看向宋昭 语气温柔地问 你母亲如今可一切都好 闻言 宋昭原本附和的笑一旦弱下去 她鲜长的语节垂下 略显几分神伤地摇了摇头 用极弱的声音说 回太后 姨娘在十年前 就已经去世了 太后鼻尖一酸 悲怆地抿着薄唇 想说些什么 却是欲言又止 缓了好半晌后 她才又将宋昭的手握紧了些 哀家从前在病中的时候 常怀念先帝 也常追忆于你母亲少时的情谊 哀家与蕊儿 是朝夕相处十数仔的龟中密友 如何能不惦记她 本想着人活着总能再相见 却不料 太后的声音逐渐哽咽起来 宋昭连忙劝慰她 逝者已已 姨娘若在世 定也不愿见太后 为了她伤心落泪 太后长舒一口气 抬手将宋昭编的碎发拨到了耳后 好在蕊儿 还有你这么个好女儿 你与你母亲一样 生得亭亭玉利风姿绰约 不怪皇帝会忠意于你 萧锦衡原本还以为 太后初见宋昭 少不得要为难一番 却没想到 他们两个人之间 竟还有这般渊源 太后也是实在喜欢宋昭 打桥见她后 就一直牵着她的手 没撒开过 萧锦衡也顺势 向太后说了两句 宋昭的好 宋长在温柔体贴 又实大体 是很不错 太后笑着说 和她母亲一样 都是个温柔如水的性子 有她照顾在皇帝身边 挨家放心 太后是放心了 萧锦衡也乐见此态 可别的后妃 哪有不妒忌的 饶氏尊贵如皇后 也从来没有得太后如此亲近过 大伙都闷闷地不说话 也不敢将不悦之色显露出来 恰时起了风 皇后便顺势凑上前两步 笑着说 没想到母后和宋长在之间 还有这样的缘分 宋长在 此去温泉山庄 你可更得好生照顾着太后了 宋昭欠身应试 皇后又说 起风了 母后身子不好 可不敢在风口立着 还是先上了马车成行吧 太后回眸看着皇后 含笑汗首道 那便有劳皇后费心 好生看顾后宫事了 继而又对宋昭说 丫头 你不介意与哀家 同乘一辆马车吧 太后称呼宋昭为丫头 而非是常在 可见 她是实在喜欢宋昭 别的后非心里这会儿 都犯了酸水 不过宋昭可顾不得 旁人怎么看她 她若是 能让太后另眼 给她庇佑 那这份保障 可比萧景横口头承诺会 护着她 要靠谱得多 于是她立马说 能伺候太后 是贫妾的福气 何来介意一说 伺候太后上教之际 宋昭关切道 天气冷 太后暖个汤婆子吧 她给云山使了个眼色 伸手去接云山 递上来的汤婆子时 不着痕迹地 将汤婆子给打翻了 滚在她身上的 虽然是温水 但在冬日里 也是会和烫水一样 冒着热气的 宋昭一时惶恐 忙欠身下去 贫妾失礼了 云山也双膝砸地 叩手认罪道 奴婢粗笨 冲撞了太后和小主 还求太后和小主宽恕 汤婆子被打翻的时候 太后可瞧得针针的 宋昭为怕滚水 泼到她身上 一个侧身将溅出来的水花 全都挡了下来 如此 更叫太后 对这个雇人的女儿 多了几分好感 满宫里都知道 太后是最重视规矩的 但这会儿 却非但没有恼了宋昭 还仔细询问她 有没有被伤着 萧景衡也上前关心宋昭 可有被烫着 宋昭满脸愧疚地摇了摇头 萧景衡便道 瞅着衣裳都湿了 旁边就是宣礼殿 你去换身衣裳 别着凉了 太后也逆了一眼 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云山 格外开恩地说 你也别跪着了 跟着去伺候你家小主吧 三两步赶到了宣礼殿 云山一边伺候宋昭换衣裳 一边感慨道 想不到太后娘娘 竟然和妇人是就相识 宋昭斩平衣袖的褶皱 抬眼看向窗外湛蓝的天 笑意中微带几分苦涩地说 我也想不到 母亲去世了这么久 竟还会在冥冥之中护佑着我 宋昭心想 此番去温泉山庄 不管陈妃 淑妃和萧贵人之间怎么闹腾 她只要在此期间 更进一步博取到太后的好感 那么日后她在后宫的路 必然会更好走一些 因着宋昭和云山都知道 今日汤婆子会漏水 朝服会被打湿 肯定是要换衣裳的 所以一切都提前准备妥当 换起衣裳来 也没有手忙脚乱 很快就归整好了 云山对着心中的宋昭左右看看 笑着说 小主真好看 什么颜色的衣裳 您穿着都显摆 宋昭回眸 瞥了一眼镜中自己精致的五官 清冷笑道 后宫之中从来都不缺美人 缺得永远是皮囊之下 那颗清醒剔透的心 云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少请转了话头说 小主收拾好了 咱们也快些出去吧 别叫皇上和太后久等 宋昭却道 不急 她回身复佑坐了下来 闲闲地拨弄着衣袖上的金线 汤婆子撒了我一身 我定是手足无措的 这么快就换好了衣裳出去 反倒叫人觉得反常 而且我也想等一等 让太后能和皇上说话话 云山也不知道宋昭在等什么 不过主子说等 她也就没在催促 约摸过了半炷香后 宋昭这才信不而出 她老远见到 萧景衡正站在太后的马车旁 和教乡里的太后攀谈着什么 太后目光一直瞅着宣礼殿的方向 一瞧见宋昭后 立时笑着与她招手 宋昭赶快了步伐 走到马车旁时 萧景衡低声与她说 难得太后与你如此投缘 路上你便替朕好好照顾着 皇上放心 萧景衡瞧她心换了一身衣裳 愈发衬的身姿曼妙 不由在她的疯腰上 轻轻掐捏了一把 而后更是亲自将她扶上了教乡 宋昭上了马车 与太后对面而坐 马车一路稳荡前进 宋昭秀着太后身上 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气 问道 识得此香 宋昭乖巧的点头 这香味很熟悉 和嫔妾记忆中 姨娘身上的味道一样 闻着亲切 太后道 是了 寻常女儿家 多喜欢用富裕花卉 所制而成的香粉 但哀家与你母亲兴趣相投 都觉得那谷子甜香味太腻了 远不及这沉水香清淡幽远 宁心静气 所以 哀家和卵儿打小接触香粉时 就喜欢用此香 后来 用着成了习惯 数十年也再没换过 宋昭仔细听着太后说话 时不时点头回应着她 等太后缓下来时 她才试探着问了一句 贫妾记得 又是姨娘总会提及一位蓝姐姐 方才没往深处想 现在心下一合计 莫不是姨娘所念的 正是太后您的小字 太后文言连连汗手 颇为感慨道 是了 哀家念着卵儿 卵儿也念着哀家 只探命运捉弄 倒要哀家勇失了 这样一位归忠密友 其实宋昭的母亲 小时候压根就没有跟宋昭 提及过什么蓝姐姐 白氏死的时候 宋昭才六岁 即便她提了 没见过面的人 宋昭也不会有什么记忆 而宋昭之所以这么说 其实是在刻意向太后传递一个信息 一个让太后觉得 白氏这些年 也念着跟她的友情的信息 至于太后叫什么名字 原本也不算是秘密了 很明显 宋昭此言正中太后下怀 她方才平复的情绪 又有些激动起来 眼眶也再度变得红色 后来太后问宋昭 您母亲是因何过世的 宋昭闻言 眼神开始不自然地闪躲 言辞闪烁道 姨娘她病毒不治 意外身孕 她的这个答案 显然不是太后想要听到的答案 太后面色略阴 摇头道 你是想护着你那个不知轻重的爹 还是那个嚣张跋扈的嫡母 嫔妾不敢宋昭亥 立时攻身下去 太后只叹了一声 也没责怪她 你起来吧 哀家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 说着牵起宋昭的手 爱惜地轻抚着 你果然和你母亲一样 最是心善的 方才哀家问过皇帝 皇帝说 你母亲是被护国公的嫡妻僵士 因偷盗论处 杭家法 颠吃致死 她缓一缓 语气里渐渐裹挟了几分愤怒 哀家 自幼和蕊儿一起长大 比谁都了解她的心性 她生性轻傲 是绝不屑于此的 哀家不相信 她会手脚不干净 宋昭略显几分失落地说 其实贫妾也是相信姨娘清白的 可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再要追究当年的事 也已无从查证 还请太后 不要再追究了吧 太后闷哼一声 肃然道 姜氏跋扈 想来你在她手底下的日子 肯定也不好过 你放心 哀家和你母亲情同姊妹 绝不会 由着她含冤而终 等从温泉山庄回京都后 哀家自要让姜氏 对此事有一个交代 太后执意如此 宋昭故作为难 也不好再说什么 后来这一路上 两个人没再提及那些不愉快的事 直到家常 聊乐事 对于太后的喜好 宋昭一早就已经跟宫里面的老人打探清楚了 这会儿她 不着痕迹地 捡着太后喜欢听的话说 哄得太后眉开眼笑 更对她喜欢得很 其实 方才在宣礼殿换好衣服后 宋昭之所以要晚出来一会儿 是因为 她料到了太后 肯定会问及萧锦衡白氏的死因 而萧锦衡 没有必要去帮宋世成兜着 所以 肯定会跟太后说实话 那么 等太后再问及宋昭的时候 宋昭只需要做一个不愿意挑起事端 且隐忍善良的形象 给太后看就成了 毕竟这样一个乖巧懂事实大体的女子 又有哪个长辈会不心疼 不喜欢呢 宋昭越是表现的乖绝 就越能挑起太后对僵尸的不满 太后是什么人 她可是全天下最尊贵的女子 得罪了她 只怕僵尸作威作福的好日子 眼瞅着也就要到头了 时光如白居过戏 日日荒度着 就像是 算在掌心的沙 不知不觉就溜走了 转眼的功夫 御驾成行温泉山庄 已经整整半个月了 以往随事行宫 陈飞几乎都是独占恩宠 旁人连平分秋色都做不到 按说此番随事温泉山庄 萧景衡只带了四名后妃 那萧贵人还有着身孕不宜事情 陈飞的恩宠更该一起绝尘才是 但是这次 却出了宋昭这么个例外 陈飞私下里算了算 来温泉山庄十来日 萧景衡去见宋昭的次数 且宋昭还很讨太后喜欢 听说太后送给了她一个点粹的簪子 虽然款式普通 点粹也不是什么精致手工 但是这么久以来 太后只给过皇后和陈飞赏赐 如今宋昭还只是个常在 这样的福气她竟也有了 陈飞是最看不惯旁人与她争宠的 宋昭失了分寸 她自然要提醒着 于是她告诉宋昭 让她最近别总在萧景衡面前晃悠 要懂得分寸 宋昭面上应试 可就在这天夜里 萧景衡竟又留在了宋昭那 入夜正在自己房中发着脾气时 西颖正巧来了 宋昭一入宫 陈飞就安排了西颖去监视宋昭 西颖倒是事事都向陈飞通报 但从来也没找到宋昭的什么错漏 可这一次 她却眼瞅着要立宫了 她奉给了陈飞一封书信 道 娘娘 这封是宋常在写给她母家的家书 要奴婢将信送出去 奴婢瞧了上面的内容有些不对劲 便先拿来给娘娘过目 陈飞接过家书 躁愈着将她展开 问家父安 女儿在宫中一切都好 近日随时温泉山庄 更得了一桩喜事 原太后竟与姨娘是幼时归中密友 太后重情义 念及姨娘 自也带女儿甚好 相信 有了太后的庇护 女儿日后在宫中的路 也不会太难走 若女儿有幸日后 可得一好位分 定当好生孝敬父亲 代问母安 她这是要翻了天 陈飞瞧完历史恼了 随手将书信丢了出去 银香立马将书信捡起来 重新折叠好后 交给了西颖 吩咐道 你原封不动 将家书给她寄出去就是了 是了 陈飞就是在呢 也不能拿这封家书说事 一来宋昭在家书上 也没说什么僭越的话 二来若将家书拦下 反而打草惊蛇 要宋昭发现了 她身边被人布置了眼线 陈飞愤懑地问西颖 今儿个皇上去她那用碗扇 她可有说她身子不适 要皇上回去歇着 西颖摇头道 并未 反而还和皇上相谈甚欢 碗扇都没吃完 两人就去贡余温泉了 狐媚子不要个脸 陈飞怒而拍案 震得自己掌心发麻 她这两日 还做了什么狐媚或主的事 你一一与本宫说清楚了 西颖怯怒地回话 宋昭在一直都守着规矩 将娘娘的话奉为闺念 只是近来也不知怎爹 总是将娘娘的吩咐抛朱脑后 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陈飞却知道 八成是因为宋昭攀附上了太后 有了更大的靠山 所以便对她没了忌惮 银香一边劝着陈飞息怒 一边对西颖说 你回去好声盯着她 有什么风吹草动 及时过来告诉娘娘 说完 赵丽给了西颖几两岁银子 就打发她下去了 等人走后 银香才对陈飞说 娘娘如今是得提防的宋氏了 从前她在后宫无之可依 所以选择了投诚娘娘 现如今太后对她很是喜欢 她必是对娘娘也升了二心 护国公到底也官至正二品 虽说庶出女 没有进风飞位的先例 但瞧着如今皇上对她的宠爱 只怕是 话才说了一半 陈飞忽而眯着眼睛瞪着银香 声音发狠道 你哪只眼睛 瞧见皇上宠爱她了 银香立马屈膝下去 结巴道 奴 奴婢失言 皇上只图宋氏新鲜 过不了几日就会厌倦 可太后和宋氏的生母 有那样的渊源 娘娘不得不早做筹谋 陈飞虽然心里有气 但还不糊涂 银香说得没错 后宫中最重规矩的人 向来都是太后 宋昭是述出的身份 即便她来日 有福气能待遇皇寺 萧景衡想给她抬高位分 太后肯定也会出面阻拦 但现在 瞧着太后比萧景衡还稀罕宋昭 只怕萧景衡来日 要是真的 给了宋昭高位分 太后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全当没看见罢了 陈飞想了片刻 冷笑着说 宋氏成那护国公的官衔 是沾了他祖宗的光 轮到他身上 不过是个虚职而已 皇上都懒得搭理他 要不是他哈巴一样 巴结着本宫的父亲与兄长 他私下里做的那些 上不了台面的烟杂事 只怕早就被人捅到狱前去了 还能有他今日的风光 他说着 忽而不屑地冷吃了一声 又道 他父亲尚不过是我宁家养的一条狗 他宋昭又算了什么东西 萧香道 所以娘娘才更要未雨绸缪 要想让宋长在死心塌地的 当好宁的狗 娘娘就得让他知道 他碗里的肉都是娘娘赏赐给他的 不是他自己的本事 现在娘娘不高兴了 踢翻了他讨饭的碗 让他饿上两天肚子 他自然就学乖了 陈飞想了想说 护国公家名面上也算是有头有脸 他这个庶女硬是网上贴 多少也能沾上点光 不过福西祸所福 他母家若是获了罪 这家事反而要成了他的拖累 他身姿慵懒地向椅背上依靠 似笑非笑地说 庶出女或许还有翻身的机会 但若庶出且还是最臣之女 纵是他有遗山倒海的本事 也再没了能在御前嘚瑟的时候 陈飞这话很是在理 太后或许不会计较宋昭述出的身份 但倘若宋昭成了最臣之女 那么来日萧锦衡 即便想要给他卫分 光是前朝那些安长守顾的老臣 一人念叨一句 都够他头疼的 于是陈飞善笑着说 护国公还得替父亲办事 暂时还动不得他 不过本宫听说 他那个嫡妻僵士 也不是个什么省油的 日日穿金带银招摇过世好不富贵 去写封信告诉哥哥 让他帮本宫盯着点 看能不能找出什么错漏来 本宫瞧他 还能风光几时 清晨 第一缕晨光 透过临窗的缝隙 映射在宋昭御辞一样的肌肤上 他慵懒得睁开眼 却发现萧锦衡正侧身支着脑袋 含笑凝望于他 眼底满是神情 宋昭一时慌了 忙扯过 被青来江头蒙住 皇上 嫔妾沉起棚头垢面的 您别这样 盯着嫔妾看 丑 你若是丑 这世上就再无美人了 萧锦衡将被轻拉下来 看着羞红了脸的美人低着头 眼神像仓皇失措的小鹿一样闪躲着 欲发心里痒痒 如此有物 见他兵姬似血 秀眉乌立 唇不着之 而红粉如樱桃 自当是怎么看也看不够的 萧锦衡忍不住凑近宋昭 在他的脸颊上落下一吻 富有雌性的低沉嗓音 夹杂着欲望响起 朕的招 无论何时 都美得让人惊叹 他的手已然不安分起来 可宋昭才不会碎了他的院 他灵巧地从萧锦衡壁怀中钻出来 一个月身就下了他 松散挽着的头发 随他幅度 略大的动作如扑落下 他由着发丝散落 顺势冲萧锦衡颇巨挑逗意味地扬起一笑 皇上不饿平切还饿那平切 却得皇上准备早善说吧 扭头就走 才不理萧锦衡在床上说些什么不害臊的话 萧锦衡总觉得 宋昭和他之前接触过的女人都不一样 美貌自不用说 但是晨起时 素面朝天也能精致到无可挑剔这一项 就足以让后宫的一众嫔妃望尘莫及 可其实呢 即便宋昭再美 他也是个寻常人 和别的后妃比起来 他没什么天赋异禀的地方 只是多添了些勤奋和心思罢了 别人试寝后 都是躺在萧锦衡怀中睡得香甜 可他试寝后 却几乎都是熬上一夜不眠的 每每等萧锦衡睡熟了 他都会悄悄为自己重添妆容 胭脂水粉口汁一样不落 只是淡妆点缀 要人看不出痕迹吧 宋昭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抓住萧锦衡心的机会 毕竟等他日后成了皇后甚是太后 这叫他 可以想睡到何时就睡到何时 总是不差这一时半刻的 晨起忙碌着 依着萧锦衡的喜好 给他准备了一大桌子美味 用完早膳 萧锦衡要去毕童书院处理朝政 他问宋昭今日有什么安排 宋昭便笑着说 今日太后说要教萍妾做一道菜 是太后家乡的美食 从前姨娘也喜欢 萧锦衡刮了刮他的鼻尖 一笑道 那便跟着好好学 学成了让朕也尝个新鲜 萍妾笨手笨脚的 皇上说话算数 到时候不嫌弃萍妾才是那宋昭脸上甜淡的笑意 很让萧锦衡着迷 笑不露齿 眼波含情 娇俏明艳 动人得很 他看宋昭觉得哪都好 殊不知连这样一个简单的笑容 唇角要勾起什么弧度 眼神如何媚而不妖 宋昭都是 对着镜子 反复练习无数次后 才能呈现出 这样设人心魄的完美效果 目送萧锦衡离去后 宋昭脸上的笑意 就立马逆了下去 变得冷漠如冰 他盯着门口 乔西颖窃窃入内 毕恭毕竟对他说 回小主 奴婢 按照您的意思 将那封家书给陈飞看了 也告诉了他昨天 是您故意将皇上留下来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将怀中 揣着的几两碎银捧出来 这是陈飞娘娘给奴婢的赏赐 还请小主收下 宋昭目光冷清地打量着他 他给你你就拿着 谁会嫌银子心 而后冲云山使了个眼色 云山会议 取了笔陈飞所赏 足足多出一倍的银子来 放在了西颖面前的桌案上 宋昭又道 我说过 你替我做事好处只多不少 这些是你该得的 西颖连连谢恩 欢喜得跟什么似的 捧着银子就下去了 那封所谓的家书 其实就是宋昭专门写给陈飞看的 他知道宋世成 依附于陈飞的母家 所以总得想个法子 让陈飞对宋世成 有点动作才是 不然他入宫这么久 还没有好好回报 自己的父亲母亲 多少是有些不孝了 可陈飞看了家书后 会不会有所行动 还未可知 宋昭做事 向来是要确保万无一失的 过了一会儿 小福子进来了 他向宋昭打了个签 道 小主 儒菜打探清楚了 您在太后宫中看见的凤箱叫做金佛甘 那箱极为金贵 一柱支架已尽百两 这几日 宋昭日日都陪伴在太后身边 见太后礼服的佛甘前 放着一盒箱 那箱通体金色 跟拿金子做的一样 瞧着就稀罕 宋昭很想知道 那是什么玩意儿 所以 昨日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 他带了小福子去 小福子机灵 认识的各处下人又多 是最好打探消息的 这会儿 宋昭知道了 太后用的是什么箱 心里头也就有数了 今日 他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 故意晚去了半个时辰 来时正好赶上太后在凤箱里佛 他猴了一会儿 等太后礼完佛 才笑着说 今日贫妾来晚了 他将石盒放在桌上起开 里面盛的是一道炸芸酥 想着太后要教贫妾做家乡菜 于是也给太后背下了少师姨娘 尝给贫妾做的炸芸酥 不知可和太后口味 这炸芸酥 也是哀家又是与你母亲都爱吃的一道小食 不过多油多盐巴 哀家已经许久没有用过了 太后嘴上如此说 但行动却并不嫌弃 玄机取了一枚送入口中 又对宋昭的手艺赞不绝口 宋昭道 太后谬赞 嫔妾手艺平平 承蒙太后不嫌弃才是 说话间 她身锈了几鼻 忽而好奇道 太后宫中这香味 嫔妾闻这很是熟悉 礼佛须得诚心 自然要给佛祖供奉最好的香火 太后让身旁的贴身嬷嬷 清竹将佛堪前的香取来给宋昭看 宋昭一见此香 便脱口而出道 这是金佛甘吧 难怪嫔妾觉得味道这样熟悉 金佛甘有多难得 太后是知道的 见宋昭似乎很熟悉此香 她不禁好奇道 你竟也识得此香 宋昭轻巧地点着头 像是见惯了此物一样 随口说道 从前在家中的时候 母亲日日都焚烧此香 母亲和太后一样 都是笃信佛法之人 相信和太后 应该也是能聊得来的 太后一听这话 脸色立马变得不对劲了 心中更是一斗横生 金佛甘金贵 是连她都真知甚用的香 怎么护国公的嫡妻僵士 却能富贵到日日都用 太后暂且将此事按下不表 等到晚上萧锦衡来给她请安的时候 才直接挑明了话头说 皇帝登基四在 严打了前朝近两年的贪腐之风 精才略见成效 可哀家万万想不到 竟还会有人在这风口上 一头撞上来 萧锦衡向来不喜欢女人说话的这些弯弯绕绕 便语气淡淡地回了一句 母后有话 但说无妨 太后手中钻动着一串蜜蜡佛珠 陈英片刻道 宋世成一家子有多富贵 皇帝竟丝毫没有察觉 萧锦衡不明白 太后好端端地 为何会突然提及宋世成 但宋世成不干净 她是一早就知道的 其实不单是她不干净 前朝的那些官员 又有哪几个 是真正经得起彻查的 但治国之道向来都是如此 正所谓 鱼不过糖不肥 办事没有油水 便不会有人尽心 之前萧锦衡严打之际 也只是将她的最厉害的人 抓出来做了典型 杀鸡锦衡 别的官员 看了 自然会收敛 可收敛并不意味着 一点也不贪了 要是人人都成了清官 这国事反而难治理 萧锦衡之所以没有动宋世成 就是因为她知道收敛 也没贪得太过 但今日太后将这事提到了明面上 萧锦衡也免不得要装糊涂 问上一句 母后何出此言 太后取过手边的香盒 递到了萧锦衡眼前 是皇帝孝敬哀家的心意 此物奢靡 哀家用着 都觉得心中不安 可不知护国公每个月 能有多少俸禄 能攻得他那嫡妻日日 在府中奉此香 太后见萧锦衡打量了金佛干少请 友谊又要发问 她料到了萧锦衡会问什么问题 索性抢先一步开口答了 哀家之所以会知道这些 也是碰巧 今日宋常在在哀家这儿 一下子就闻出了 哀家宫中然的是金佛干 丫头心思纯良 不知此物价值几何 说这话 只是想告诉哀家 她嫡母和哀家用的香一样 想要哀家以为彼此投契 对她嫡母少些怨怼 萧锦衡大抵听明白了 太后是什么意思 太后撕心里觉得 白氏是亡死 且这一切都和僵尸脱不了干系 所以 从僵尸身上 一旦发现了什么不好的苗头 便要深揪下去 一点情面也不留 然而这个时候 萧锦衡是不好出面 去彻查护国公府的 一来 他很清楚 宋世成背地里 在听谁的差遣办事 他想要铲除那个对朝廷威胁最大的人 就得顺着宋世成这条线查下去 所以暂时 还不能打草惊蛇 二来 宋世成是宋昭的父亲 他正宠着宋昭 自然不想 因为这些事和家人之间产生嫌隙 不过太后这边的面子 他也不能不顾及着 转念之间 萧锦衡很快就有了两权的对策 将士是郑二品告命夫人 乃为朝廷命夫 所有的告命夫人 也都算在后宫可管辖范围内 太后想查谁 是有权力越过皇帝 亲自彻查的 于是萧锦衡便道 朕查过宋世成 并未查出什么不妥 不过倒忽略了他的嫡妻将士 母后既觉得将士有问题 可这天机办暗中彻查 倘若彻查出了什么 镇定严惩不待 太后听出萧锦衡不想插手此事 便也不再说下去 过了三日后 一天夜里 陈飞事情完 刚从萧锦衡那儿回来 就听银箱给他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娘娘 长公子盯了将士几日 果然发现了问题 将士对外宣称他有路子 可大小事都与人方便 这名声打了出去 京都乃至周遭的西城 冰河一带 若乃户富贵人家遇着难处了 多少都会这人找他疏通 而他所谓的行方便 不过就是卖弄护国公的面子罢了 让人将银子孝敬给他 他再给宋世成吹了枕边风 让他去帮人办事 且办的都是些小差事 诸如耕地所属 家产纷争 又或是那些奸淫掳掠的事 闹到了衙门 护国公的身份在那摆着 他出面一句话 只要是不关乎人命的事 也几乎都能压下去 陈飞听罢善笑道 怪不得他那般富贵 一介富如 手爪子都敢往前朝身 本宫看他是活腻了 银香又说 长公子来信 还提及了一事 这几日他派人调查此事的时候 发现天机办的人 好像也在暗中彻查此事 天机办 陈飞一愣 疑惑道 那可是替太后做事的 他们去查僵事 难不成是太后 也觉得僵事有问题 银香漠然汗手 陈飞立时眉尾一飞 自私笑道 好啊 那刚好让哥哥躲得圆圆的 只将消息散到明面上去 倒也不用咱们自己出手 全荡成全太后就是了 眼瞅着打压宋昭的计划已经成型 陈飞的心情也是肉眼可见的大好 银香趁着机会递给了他一本画册 笑着说 这是长公子托人送入宫中的百真图 里面陈列着各地当下最实心的衣料 装品 首饰等 长公子说 让娘娘尽管挑自己喜欢的 他会吩咐人 赶在开春前将东西采办好 送来宫中给娘娘 陈飞傲娇得扬起下巴 都有什么好东西 本宫瞧瞧 他接过画册 柔指一页页翻阅着 越看是越欢喜 唇角也扬起了止不住的笑意 哥哥一贯是最疼本宫的 啊 将是他有钱没命花 正好让本宫替他成全了 温泉山庄气候温暖 四季如春 是个会天地灵气的好地方 这日 宋昭正闲在住所给萧锦恒缝制香囊的时候 云山突然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 一脸欢喜地说 小主 你看这是什么 他藏在身后的手突然奉到了宋昭面前 宋昭这才看清他拿着的是一捧银春花 宋昭将花束接下 凑到鼻尖绣了绣 笑着说 这才十二月初 温泉山庄的银春花竟都开了 云山道 奴婢也是刚才从善思回来的时候 正巧碰见了银香 他说三院里的地气最暖 开了银春 他要采回去给陈飞娘娘 奴婢想着 这花小主也喜欢 就也跟着采了些回来 宋昭攥着花束的手紧了紧 略意沉吟道 花儿季开了 无人观赏 导要他白白图迷 左右尖的也闲着 你陪我去走走吧 主仆二人有说有笑地去了三院里 瞧着银春开的鲜艳 忍不住就顺着花圃往深处去了 走进去四五丈远后 宋昭瞧见 有两名穿着鹤衣的工人 正猫在角落里议论着什么 温泉山装和在宫里的规矩一样 能穿褐色扶制的工人 那都是在御前伺候的 宋昭放缓了脚步 躲在柏树后头 听他们议论道 你听说了吗 皇上今日可动了大怒了 方才在碧同书院里面 见朝臣的时候 当着顾尚书 刘尚书 还有旗掌司的面 痛斥护国公夫人一番 还说要严办此事 闹得那么大 谁能不知道 只是护国公两袖清风的 倒没想到他夫人竟然那样能谈 眼瞅着这下 皇上对护国公 肯定也要心生不满了 我听说这是 还是太后手底下的天机半查出来的 太后最重规矩 现在闹出了这样的事 太后必然也要追究 你猜猜看 护国公夫人 这次会落下个什么结局 要想肃清这种风气 八成是要用些雷霆手段 能保住命 都算他幸运了 宋昭听到这儿再也耐不住了 立马就冲到了两名工人面前 他跑得很快 也没看脚下的路 险些被枯枝半岛摔了一跤 云山快步跟上他 掺着他立吻身子 小主慢斜 别摔着 宋昭哪里还顾得了庞氏 他有些失态地追问工人 你们在议论什么 说仔细点 工人怎敢回他这话 慌慌张张说了句 宋长在安 便脚底抹油跑了 宋昭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手中不断搅动着圈帕 在原地来回踱步 云山也有些慌了 小主 好像是夫人出事了 怎么办 不行 母亲闯了祸 肯定是要连累父亲的 我是宋家的女儿 宋家遭难 我若坐视不理 来日倒霉的人便轮到我 小主可得想个法子 得救救夫人 这时候我不好 直接去找皇上 我去求求陈飞 他应该能在皇上面前 说得上话 宋昭并急乱投衣 又是肉眼可见地乱了阵脚 只等他亮亮呛呛 一路小跑着走远后 站在暗处全程目睹了 一切的银箱 这才陷了身 接二个去采花 是陈飞故意让银箱 偶遇云山的 他们料到了宋昭会来 看个新鲜 所以一早就安排了 那两个育前工人 故意要他们 将将是遭难的事 说给宋昭听 眼下见宋昭谎成这样 银箱不禁吃笑 心头暗暗想着 如此蠢货 也配合自家娘娘争宠 实在是不中用 宋昭赶去陈飞住所的时候 工人说 陈飞歇着 将她拦在了门外面 情急之下 宋昭也顾不得什么规矩 竟端直跪在了陈飞请殿门外 痛诚道 陈飞娘娘 贫妾母家出事了 娘娘慈悲 求娘娘舅舅贫妾的母亲 他一边说 一边叩手 跪了片刻 请殿门开了 陈飞穿着一身酱红色的请衣 比春花还明艳地立在门口 轻挑的眼神 自上而下 打量了宋昭一番后 才慵懒地打来的哈欠道 本宫不是不想帮你 只是你母亲的罪过 是被太后查出来的 现在是太后要严惩她 你说 本宫能怎么办 她说着 假模假样地走上前 将宋昭从地上搀扶起来 一边帮她抹眼泪 一边劝道 你也别哭了 事情发生了 总得想法子解决不适 本宫瞧着太后 很是心疼你 左右这件事 也是太后先挠了 不如你去求求太后 宋昭啸气道 可是 太后会帮嫔妾吗 见面总还有三分情 你不试试 怎么知道 不过 你要去就得快点了 现在圣旨还没下 一切都还有转环的余地 你若等圣旨下了再去 那才是真的无力回天 宋昭闻言 匆匆与陈飞告退 临走之际 更是慌乱到 连帕子掉在地上了 都顾不上见 陈飞看她失了魂的样子 笑得愈发得意 后脚赶回来的银箱 随意将宋昭落下的帕子 踢到了一旁 笑着凑上前对陈飞说 娘娘 宋昭这会儿 怕是慌过头了 她现在去找太后 再在太后面前失了分寸 只怕太后对她的印象 也会大打折扣 陈飞扬眷眼面 笑得肆意 她也是个上赶着的赔钱货 那僵匙又没生她 她倒一口一个母亲叫得清静 银箱偷笑道 也不怪她慌了 毕竟僵是货罪 她日后就成了罪妇的女儿 自己的前途都没着落了 能不慌吗 宋昭是真的慌了 她慌到在温泉山庄一路小跑 这般失礼的样子 被许多工人都瞧见了 然而 就是这样三魂不见七魄的一个人 却在临近太后住所时 忽而放缓了脚步 太后修身养性 又喜清静 温泉山庄西侧 有一片竹林 她就住在后面的修竹堂 这会儿 宋昭警惕地环顾四下 见周遭并无往来工人 拉着云山就钻到了竹林深处 东西给我 她的语气忽而变得十分淡定 脸上慌乱之色 也荡然无存 云山从怀中取出了一盒水粉 递给宋昭 宋昭敏饰薄唇 用指尖占取了少量的水粉 附在了原本粉红的唇色之上 水粉颜色一遮盖下去 立马就趁得宋昭气色极差 像极了遭逢变故 被吓到面无血色的模样 她举着一面小小的铜镜 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自己的仪容 即便要让人看着憔悴 她也得先确保 自己是个憔悴的美人才行 而在她为自己添病庄的同时 云山也没闲着 她用手帕垫着手 快速将松软的泥土 挖出了一个坑来 等她把坑挖好 宋昭这边也都准备妥当了 她抬眸看向云山 故作虚弱地问道 如何 小主看起来 就像是真的生病了一样 明眸含泪 唇色发白 饶是谁看了 都要心疼死的 宋昭从容一笑 顺势将水粉盒子 丢进了心蛙的坑里 等云山将泥土填平后 主仆二人才竹林里出来 宋昭清了清嗓 脸上淡定自若的表情 须于转为失神的惶恐 而后三步并两步 跑到了太后请殿外 双膝杂地跪在地上 她一边落泪 又一边极力忍着哭腔 只用略带沙哑的嗓音 哽咽着说 嫔妾常在送室 求见太后 宋昭在门外 跪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清竹姑姑才推门而出 她快步走到宋昭身旁 躬身将她搀扶起来 太后请小主入内回话 多谢姑姑 清竹将她的魂不守舍 瞧在眼里 迎她入内的时候 低声提醒了一句 小主别怪奴婢多嘴 如今 太后为这护国公夫人的事 正在气头上 等下见到太后 小主切记谨言慎行 不该说的话 便是烂在肚子里 也别说出来 她是好心 宋昭也满嘴答应着 但如内方一见到太后 她就把清竹的交代 当作耳旁风 全然忘了 太后 贫妾的母亲打住 太后面色沉郁 白手截断了宋昭的话 你若是为了将士 来向哀家求情的话 还是莫要开口 将士身为朝廷重臣 家中女眷 又是皇帝 清风的正二品告命夫人 她所犯下的罪行 庆竹难输 必得严惩 才能肃清这不正之风 宋昭一脸苦涩立在堂下 露眼寒泪 薄唇谨敏 惹人心疼 太后也不忍心 对这样纯善的孩子语气太重 她无奈地长舒一口气 招手将宋昭换到身旁 替她抹去夺况而出的眼泪 哀家知道 你是个好孩子 哀家不会将将士所犯罪行 迁怒到你头上 皇帝也不会因为这件事 而疏远你 莫要哭了 而向来乖绝的宋昭 今日却是半分都不听劝 太后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她竟还要继续替将士求情 嫔妾只求太后 能给母亲留一条生路 这事的前因后果 陈妃娘娘都已经告诉平妾了 若不是因为 平妾昔日 在太后面前多嘴 提及了家中经佛干一事 也就不会给母亲招惹来杀身之祸 她啜泣痛臣之际 眼尾的余光 还不忘观察着 太后眉宇间微妙的表情变化 而太后在听见陈妃的明慧后 眉心处果然不受控地跳了跳 天机办彻查将士一事 并未对外说明缘由 既是如此 那陈妃又是怎么知道将士的遭难 起因源于金佛干 太后私心里揣夺着此事 怪不得天机办的人说 将士所有的罪证 都跟列在了明面上一样 好像是故意有人在引着他们去发掘 看来陈妃私心里 也想着要在宋昭的母家挑出麻烦来 好让宋昭在狱前施了宠爱 太后向来不喜欢心机深沉的女子 听了宋昭随口之言 心中对陈妃的不满 又加深了几分 宋昭乌夜者说了许多替江士求情的话 但太后方才在想事 也没在意她究竟说了什么 只听见她最后说了一句 母亲虽然不是贫妾的生母 但对贫妾也有养育之恩 贫妾口不择言牵连了母亲 心中实在难受得很 太后听了这话 脸色更阴沉几分 你说与不说 江士犯了错 都得付出她应有的代价 难不成你明明知道她恶行累累 还打算要替她隐瞒吗 宋昭惶恐 贫妾不敢 宋昭明明知道 她说出那样不分是非的话 会让太后不高兴 但是她还偏要说 一个真正慌乱的人 即便平日在守着规矩 在这种情况下 也难免会说出两句不过脑子的话 她非得这样 才能让太后相信 她心里是真的在乎僵尸 就在这一句话 让殿内气氛僵至冰点的时候 呼听门外有工人亮声报 皇上驾到 宋昭立马跌跌撞撞跑到门前 顾不上周全了礼仪 就拉着萧锦衡的胳膊 忍不住哭着说 求皇上宽幼贫妾的母亲 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宋昭哭得梨花待雨 整个人如同若柳夫婷一样 已在萧锦衡的身上 这样一个娇软可怜的美人撞上来 有哪个男人看了 会不心疼 而宋昭方才在太后面前 演了那么久的戏 流了那么多的眼泪 也正是为了迎接 萧锦衡这个郑主入场的 她知道萧锦衡一定会来 方才她在庄子里哭哭啼啼 跑了一路 沿路那么多工人都瞧见了 风声怎会传不到萧锦衡耳中 所以只要萧锦衡对她有几分喜欢 她都一定会出现 只是宋昭自己也没料到 萧锦衡会来得这样快 别哭 萧锦衡将她揽入怀中 温热的指尖 轻抚去珍珠式的泪珠 看向她的眼神里满是心疼 朕知道你心里着急 但僵士所犯下的罪行是重罪 后宫不得干政 你不该来找母后 说些没规矩的话 嫔妾知道 可嫔妾又能怎么办 为人子女 嫔妾怎能看着母亲遭难 而不闻不问 嫔妾做不到 宋昭越是执意味将是求情 太后看着就越是生气 将是做出这样的事 必得好好严惩 才能肃清不正之风 也是给朝中别的官员提个醒 让他们能回去 好生看管自家妻妾 故而 哀家已经决定 看在护国公的脸面上 次将是一个全尸 此事已成定局 你不必再说 太后是有权越过萧锦衡 直接处置朝中有品节的告命夫人的 宋昭听了这话 悲怆欲绝 伤心过度之下 竟直接在萧锦衡怀中昏死过去 昭儿 招 姜德顺 去叫太医来 萧锦衡还是很关心宋昭的 将她打横抱起后 轻轻地放在了暖座上 太后虽然言辞激烈 但气也只气宋昭糊涂 竟为了一个打死自己生母的女人求情 对于宋昭 她还是很疼惜的 修竹堂里本就有随事的太医 得萧锦衡换 几乎是后脚就来了 太医瞧过宋昭的情况 便道 皇上放心 小主是因为悲戚过度 才会导致昏厥 微臣用些药油 应该就能醒过来 太医取药油 帮宋昭医治的时候 太后从旁瞧着 无奈道 这丫头和她生母一样 心扇到了骨子里 她明知道 出面替江氏求情 会让哀家和皇帝不痛快 但她仍偏要这么做 哪怕当日 是江氏亲手打死了她的生母 她也念着江氏的养育之恩 执意要为她求情 说着 台眸看了一眼萧锦衡 如今像这样 至纯至善的孩子 是难见走了 萧锦衡一点头道 招一贯如此 世事只只为旁人考虑 也正因为她这样的性子 正才更加珍视她 二人的话 被昏死过去的宋昭 听了个清清楚楚 而她却不动声色地 继续装死 毕竟她装得越像 才能越让人心疼 其实 江氏原本是还有活路的 贪腐而已 且她贪的几千两 也不算什么大数目 只要将所贪银两 悉数上缴朝廷 做不过就是盼个十年八年的 但宋昭只想让她死 所以才有了今日这么一出大戏 她知道 太后和阿娘金兰情深 有什么能比看着 自己金兰的女儿 为杀死金兰的仇人 替似横流的求情 更叫人觉得不可理喻 心中愤懑的呢 所以 宋昭从头到尾 都是在为江氏求死 而非求生 太医用了药油后 没多久 宋昭就醒过来了 萧锦衡第一时刻抓住她的手 拨弄着她脸颊上 被泪水沾住的发丝 柔声问道 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 宋昭看起来虚弱极了 连摇头都显得十分吃力 眼泪也流干了似的 明亮的眸子变得暗淡空洞 不过这一场昏厥 也令她清醒了不少 她不再执着于替江氏求情 短暂地平复了自己的心情后 得云山搀扶起身 向太后屈膝告罪 贫妾关心则乱 一时妄言失态 还请太后责罚 看她憔悴这般 太后怎舍得责罚 便是连屈膝都不让 赶忙将她扶起 这是错不在你 哀家不会怪罪 宋昭道 母亲犯下大错 贫妾不该为难皇上和太后 更不该说出 迅思包庇母亲的话 但母亲到底对贫妾有养育之恩 贫妾恳求皇上和太后 能允许贫妾回母家 送母亲最后一程 全了贫妾的孝道 她这个时候 提出这种要求 是不合理 但却符合她善良纯真的性子 僵尸获罪 是太后和宋昭闲话时 察觉出了端倪 才会引致太后彻查僵尸 虽然僵尸死有余辜 但萧瑾恒觉得 宋昭司心里肯定以为是她害了僵尸 她心思本来就重 又爱多愁善感 故而萧瑾恒也不想 她背负这么重的心理负担 于是便问太后 母后以为如何 太后严肃道 凡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宫里头又是最重规矩的地方 后妃还从未有过 离宫回母家的先例 哀家言尽于此 皇帝自己看着办 说完 她便到自己乏了 转身回了内殿 太后这话 看似是拒绝了宋昭 实则却是隐喻成全 宫中重规矩 后妃没有离宫回母家的先例 但现如今 他们并不在宫中 而是在温泉山庄 言外之意 有些规矩是可以破理的 萧瑾恒听出了太后话里的门道 她瞧宋昭神色七创 想着妮子 单纯定然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 于是捡着好人自己做了起来 太后不许你回母家 但朕却不想你为此事责备自己 她揽着宋昭的肩膀 眼神灼灼凝望于她 朕可以准许 你回母家 去送江市最后一程 但朕要你知道 这件事 将是旧由自取 与你无关 朕不希望你将这件事 归咎于自己身上 明白吗 宋昭颇为感动 含泪用力点头 而后靠在萧瑾恒怀中 微微啜泣道 平妾知道 母亲这次是错得太过了 皇上和太后严惩是应当的 方才平妾关心则乱 在遇前失疑 做出了许多荒诞的事 还请皇上能宽恕 平妾今日的冒事 萧瑾恒自然不会 和她计较什么 反倒担心宋昭心情不好 当天晚上还陪伴她至夜深 她少见的不思男女之事 只陪着宋昭聊天逗了姐们 合起房门来 两人就像是寻常夫妻一般 丈夫费尽心思 去安慰心情不佳的妻子 时不时还会故意 闹出点滑稽洋相 只为薄心上人一笑 有那么一个瞬间 城府颇深 但对她却不可谓不用心 可她又清醒地知道 帝王心肩上 住满了三宫六院的女人 这样的用心 今日对她 明日对你 足显廉价 不要也罢 萧瑾恒准许宋昭归还母家 她携云山赶路三日 终于回到了这个生养她的地方 轿子停稳后 云山搀扶着宋昭下轿 忽而觉得脖梗一凉 抬头看去 方才还请好的天此刻阴云密布 一场大雪来得猝不及防 小主您看 下雪了 宋昭立在护国公府 昂首看着鹅毛般的雪片 不断撞击着灿金色的牌匾 半上 才黯然喃喃了一句 是啊 下雪了 宋昭很讨厌雪 童年的记忆 将阿娘的死 和漫天纷飞的大雪 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每每看见大帝心涕营装 宋昭的心便揪着疼 可今日却不同 她想 应该是阿娘 在天上正看着她吧 看着她如何手刃僵尸 让贱人一命偿命 小主 奴才扣门 月身上前说话的 是江德顺的徒弟小印子 此行萧景衡 特意让她跟着好好照顾宋昭 小印子扣门三下 门便被人从里面起开 宋昭回府的消息 早两日传回了府中 故而开门来营的人 正是宋世成和宋月 他们一见到宋昭就跪在地上 周全了礼数 微臣 臣女 叩见小主 宋昭垂眸看着宋世成 他并生滑发 眼下乌青 肉眼可见的老了许多 他和僵尸之间几十年的夫妻情分 看得出来 他为了僵尸的事 私下里没少奔走操劳 可偏是他这副深情的样子 更叫宋昭觉得讨厌 父亲 长姐 女儿怎能受你们如此大礼 快快起来 他表面装着清禾 连忙搀扶起了宋世成和宋月 云山则给了小印子一张银票 应公公一路劳顿 奴婢带您下去吃口茶吧 小印子懂规矩 收下银票后 对宋昭垂手一依 小主许久未见家人定是想念 奴才不讨扰小主一家说话 先去偏听候着 他前脚才走 宋世成立马就殷切地问宋昭 卫父听说你要回来 就知道这事情有了转机 可是 你劝皇上改了主意 要皇上留你母亲一条命 宋月更是直接牵起了宋昭的手 好妹妹 咱们到底是一家人 母亲若是真的获罪了 你往后在宫里的路 也不会好走 所以我一早就告诉父亲 你是一定会救母亲的 宋昭倒没说什么 只敷衍地点点头 便问 母亲在哪 我去看看她 母亲被关在柴房里 宫里头派人看着 今天一早 刑官入了府 拿了宫里面刺死的老三样来 说要送母亲上路 宋月一路拉扯着宋昭往柴房去 好妹妹 你一定要救救母亲 柴房门口守着的宫人 拦下宋月 独放了宋昭一个进去 他逆光而来 又随着柴房的门 被重重合上 将那道短暂投射在 僵尸脸上的光 也带走了 僵尸抬眸瞪着宋昭 亚一道 是你 你怎么回来了 宋昭冲僵尸略一挑眉 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旁 躬身下去 薄唇贴近他的耳畔 继而唇角勾起恶劣地笑 楠楠道 我不回来 谁送你去上路呢 你这也种得意什么 僵尸猛地一把将宋昭推开 故作底气十足地吼道 我是护国公的嫡妻 是朝廷清风的正二品 告命夫人 老爷与我情深义重 他见我有难 这些时日 定会替我奔走 皇上绝不会赐死我 或许吧 宋昭神色淡淡地耸了耸肩 回身坐到僵尸的对面 微笑着说 父亲原本是能替你奔走的 但我一早就给父亲去了一封家书 让父亲莫要轻举妄动 说事情 或许还有转机 一切等我回来再说 所以这几天 父亲只一心盼着我回府 除此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做 僵尸惊恐地瞪大双眸 浑身不受控地打着颤 拼命摇头道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忽而发了风 拔在封闭严实的窗户缝上 冲外头大喊 老爷 老爷救我 老爷 救你 呵 宋昭不屑轻斥 圣旨以下 救你岂非是要让父亲抗旨 且你以为遭难的只有你 父亲就没有受到牵连吗 僵尸回眸 目光凶狠地瞪着宋昭 你这一种想说什么 宋昭猝着眉 语气沉下来 我不怕告诉你 这件事 皇上已经开始怀疑 父亲对你所做的恶事知情不报 甚至参与其中 你现在还敢 让父亲去找皇上求情 你是想害的 全家都跟着你陪葬 你才满意吗 话落 他眉目一瞬舒展 一脸轻松的模样 身子随意向后一靠 弹开双手道 我无所谓 我已经嫁与帝王家 就算宋家最后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 也不会影响到我 但你可得想想 你的亲生女儿 长姐她才十八岁 她与葛大人家的公子情投意合 当初你们送我入宫去 不就是想要成全长姐和葛公子吗 你继续闹 最好闹到宋家喜宴变桑宴 葛公子对长姐情深四海 或许他到时候 还会将长姐的尸骨捡回去 奉到他家的祠堂里 也不失为美式一桩 月儿 月儿 不 不可以 江氏失魂落魄难难两句 猛地打了个机灵后 哭搞的双手 死死抓着宋昭的肩膀 用力摇晃着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伤害月儿芬豪 我定饶不了你 没人要伤害你女儿 宋昭生硬地将将士推开 想伤害她的人 从头到尾都只有你自己 江氏一时哑口 绝望地瘫坐在地上 求生是人的本能 江氏比谁都想活着 可同时 他又是宋岳的母亲 为人母者 即便在恶毒 又有几个是不心疼自己子女的 宋昭的话说得不中听 但是在理 江氏这些年 利用各种关系收敛的钱财 大多是沾着宋世成的面子 现在东窗事发 龙颜震怒 他若是还不乖乖赴死 反而叫去闹得天翻地覆 肯定会让萧锦恒彻查此事 前朝三千朝臣 有哪个能经得起 督察院那样 拔皮抽筋的彻查 到时候 不但他的命保不住 就连宋世成和宋岳 也可能跟着一起遭殃 江氏内心挣扎了许久 他如同一滩烂泥 瘫坐在地上 直到眼泪都哭干了 才用若不可闻的声音 说了一句 让人把东西拿进来 我如你愿就是了 你这是打算自枪 泽泽 宋昭仿佛听见了 什么天大的笑话 连连冷笑道 你是在装糊涂 还是真的蠢 你自枪有什么用 皇上赐你自尽 是得护国公府面子 可你若真的自枪 皇上对父亲的怀疑 就会永远都在 护国公府也会永远都被牵连 他漠然虚于 躬身下去 将将士从地上搀扶起来 你横竖都难逃一死 与其舒舒服服地死 倒要身后落下一堆麻烦 还不如死得轰轰烈烈 为家中永绝后患 将士警觉地瞥他一眼 你什么意思 宋昭深吸一口气 宁仲道 让父亲执行家法 将你活活打死 这样一来 父亲就可以在皇上面前 塑造一个 对这些烟渣是毫不知情 且对你所作所为 痛心疾首的形象 他要你受家法处置而死 是对朝廷表了忠心 也是向皇上自证了清白 他见将士悲怆欲绝 哑着声音流着泪 便知他心里也是有所动摇的 于是窥探一声 无奈道 这法子对你而言实在残忍 不过也没人强迫你 要走哪条路 你自己选 将士虽然恶毒 但对宋士诚 却是真心 他知道 今日他逃不过一死 想想夫君 想想女儿 心里纵使有再大的恐惧 咬咬牙 这辈子也就过去了 他一把将宋昭推开 抹掉脸上泪 又负了以往 对宋昭不屑于怨队的态度 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也中在想些什么 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老爷 其实你还不是怕宋家遭难 你也受到牵连 你事事都在为自己筹谋 还在我面前 装什么清高 宋昭轻描淡写地说 我从不避讳 我是为了自己 但你要不要为了你女儿 做出牺牲 你自己看着办 最终 将士还是决定 依宋昭所言 不择自尽 而选择受家法赴死 宋昭回到正殿 去见宋士诚和宋岳的时候 两个人都一脸急切地问他 事情可有转机 宋昭哭着说 父亲 女儿不孝 实在没办法救母亲 文言 宋岳情绪十分激动 拉着宋士诚的胳膊 一个劲求着他要救僵士 而宋士诚 则在短暂的沉默过后 长舒一口气 悲气道 罢了 这是是皇上和太后 一同下的旨意 任谁也无能为力 月儿 咱们好好送你母亲 最后一程吧 他这话的意思 明显就是他 为了自保 已经打算舍了僵士了 男人本性如此 宋昭司空见惯 半分不觉地稀奇 可宋岳却发了疯似的 哭着喊着 说他一定要救僵士走 还抢了宋士诚的剑 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就要往柴房冲 宋士诚一时心惊 怕他乱来经了狱前的人 更要连累了他 于是当机立断 对着宋岳的后搏梗 就劈了一掌 将他打晕后 吩咐吓人道 来人 将大小姐抬回房 去严家看管 没有老夫的吩咐 谁也不许放他出来 宋岳被抬出去后 宋士诚一副懊悔模样 垂胸顿足着 好不容易才挤出了一滴眼泪 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展示给宋昭看 这样惺惺作态的嘴脸 宋昭可太熟悉不过了 当年阿娘离世的时候 宋士诚不也是这般情深疾许 可他分明 就是眼睁睁看着阿娘 被活活打死的呀 如今的宋昭 多看他一眼都想作呕 他对宋士诚的恨意 甚至比对僵尸的还要多 不过他现在还不能将 这份情绪表露出来 他得陪着宋士诚一起装 父亲 母亲方才交代了一件事 要女儿告诉您 母亲实在是放不下您 他说他遭了难不要紧 但他害怕皇上日后 还会怀疑您 会影响您的仕途 和长姐来日的好姻缘 所以 母亲决定不受自呛 而让父亲执家法 将他鞭刑处死 以此来向朝廷表明忠心 宋昭原本以为宋士诚再怎么样 也会先装着拒绝此事一番 却不料 他只是哭得更用力了些 哽咽着呢喃了一句 同儿 你这又是何苦 宋昭也很想看看 他这戏能演到什么时候 于是故意说了句 这件事的决定权还在父亲身上 母亲虽然有此想法 但父亲明是可以拒绝的 而后 他便看见宋士诚用最深情的嘴脸 说出了最绝情的话来 既然你母亲已经做下了这样的决定 为父也不好 要他含和耳中 这件事就依他所言 只是为父与你母亲数十在夫妻情分 你要为父 如何能下得去手 说话间 宋士诚浑浊的目光 投在了一旁的家丁身上 家丁惊慌失措 没等宋士诚开口 就先跪下说 老爷 夫人带咱们向来很好 咱们怎么能恩将仇报 活活打死夫人呢 还请老爷三思 这会儿宋昭才发现 原来整个宋府上下 人人都像是那生平鼠的戏子 一个比一个会做戏 僵士向来苛待下人 动辄打骂克扣月前 哪来的他口中所言对他们很好 这家丁如此说 只不过是不想担责而已 谁要是真打死了僵士 到时候等宋月醒来 还不得扒了他的皮 且要执行家法 这件事就必须得宋家内部自己解决 朝廷派来的人 领的是让僵士自尽的圣旨 他们更不敢动手 事情一时将注 宋昭洋装纠结 好伴上才撕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 跪在了宋士诚面前 家中遭难 母亲大义 女儿不愿父亲为难 若必得有人来当这个恶人 就让女儿来当马 宋士诚表面上对于宋昭此举十分感动 但其实他心里也明白 宋昭说要动手 多少也有些想为白事报仇的意味在 但他不会拦着 僵士的死已成定局 况且也只有他死了 才能让朝廷信了他没有参与在那些罪事之中 其实许多事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而已 原本也没必要说破 宋昭将一切都打点妥当后 让御前的人在那庭院外候着 他和宋士诚则入了内庭 僵士跪在庭院正中 宋昭小声对宋士诚说 爹 你不忍心看着 就在房中别出来了 他接过宋士诚手中的皮鞭 又道 虽然女儿是替您动手 但是这件事得让朝廷的人 以为是您亲自动手的 才能有效果 等下您在房中再上奏一封 奏折中说明 今日您要执行家法编死母亲的缘由 务必要让皇上觉得 母亲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 和您没有丝毫联系 否则母亲今日就白白牺牲了 宋士诚当然知道 这封奏折必得写的字句提血 才能让他重得萧锦衡的信任 许是因为愧疚 又或者不忍分别 他连与僵士最后的告别都没有 就匆匆回了房中闭上了门 宋昭撑了 撑手中攥着的皮鞭 抬头看了眼雾蒙蒙的天 血下得很大 比阿娘死的那天还要大 他面无表情走到僵士身前 僵士还来不及害怕 宋昭已经手起鞭落 重重地一边抽打在他的腰身上 素衣煞食被抽烂 露出渐血的皮肉来 僵士浮倒在雪地里 有那么一个瞬间 宋昭仿佛在他的神情上 看见了昔日阿娘的影子 那种被绝望与恐惧步步侵蚀的表情 宋昭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啪啪啪宋昭执行边刑的时候 全程一言不发 手上的力道却是一下比一下更狠 直边的守弧口处被磨出了血痕 但他依旧将皮鞭钻得紧紧的 每一下都用尽全力挥出去 但每一边又都巧妙地避开了要害处 直到僵士被打到血肉模糊 皮开肉绽 伤口身能见骨 直到他仰面躺在地上 连歇斯底里的叫喊声都弱了下去 宋昭这才停手 他缓缓蹲下 欣赏着僵士身上以血为墨做出的话 忽而笑了 母亲 你安心上路吧 他寸寸逼近僵士 又压低声音补了一句 你放心 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会送父亲和长姐下去陪你 这黄泉路上 必不叫你孤单 僵士谋色惊恐 几乎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力 弱着声音说 也种 你骗我 宋昭笑着冲他挑了挑娟秀的眉 继而眼神疏然发狠 用力一边抽打在他的天灵盖上 眼睁睁看着僵士断了气后 宋昭才将皮鞭丢在了他的尸首旁 语气淡漠地说了句 四十六遍 昔日你打在我阿娘身上的二十三遍 今日我自当加倍奉还 话落 宋昭双膝砸入雪地中 他的名眸中蓄满了泪水 冲着僵士身后的方向扣手三计 阿娘 你可安息了 星号者返回温泉山庄 已经是三日后的事情了 宋士诚亲手将僵士打死的消息 已经早一步传入了萧锦衡耳中 这日宋昭回来 萧锦衡亲自去山庄外相迎 宋昭一见到他 就哭得我见游怜 皇上 萧锦衡将他拥入怀中 柔声劝慰道 怎么了 身子怎么都成这样 云山从旁解释道 回皇上 小主是在家中被吓到了 吓到 萧锦衡问 出了何事 宋昭像急了受惊的妈 以为在萧锦衡怀中瑟瑟难言 云山便道 老爷是当着小主的面 亲手将夫人活活打死的 小主 没见过什么血腥的场面 打那之后就心计难安 入夜总是梦魇 睡也睡不踏实 小印子从旁也道 回皇上 奴才去瞧过 罪负被打得都没了人形 也难怪小主会害怕 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封奏折 双手奉于顶递给萧锦衡 这封奏折 是宋大人托奴才 务必要交到皇上手中的 还请皇上过目 萧锦衡接过奏折来 大致扫了一眼 奏折所臣 将士的恶行后震怒不已 又觉痛心疾首 深感愧对朝廷的重用 与萧锦衡的信任 故而 他决定对将士执行家法 编刑处死 已是 他对朝廷的忠心不二 奏折陈词悲怆激昂 自聚体血 可萧锦衡看完后 心中却只有一个想法 如果宋世成当真 对将士的恶行 全然不知情的话 他为何要急着 将将士活活打死 且还要下那样重的毒手 如此行径 反倒要人怀疑他是害怕 将士在自枪前 会为求自保 对御前的人 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为了要灭口 宋世成才会亲自将他给打死 萧锦衡默然私存之际 全然没有注意到 身旁楚楚可怜的美人 正用眼角的余光盔着他 宋昭看见萧锦衡的神色 渐渐变得肃立起来 他便知道 宋世成已然成为了 萧锦衡心中 要铲除的下一个朝廷独留了 如此 他也不用在萧锦衡面前 继续推波助澜 凡是操之过急 反而容易露出马脚 反正他才16岁 他有的是时间 等宋世成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天晚上 萧锦衡原本是要宠幸宋昭的 一来算度宽慰 二来数日不见 他也实在想念 但宋昭却以自己数日未曾安枕 导致性期紊乱 小日子提前来了为由 婉拒了萧锦衡的恩宠 等萧锦衡走后 云山忙给宋昭递了汤婆子 放在小腹上暖着 奴婢糊涂 小主来小日子了 奴婢都不知道 奴婢这就去给小主热一壶红糖浆茶来 宋昭白手道 不用 我好得很 只是舟车劳顿 不想再费神跟他作那是罢了 你去把习影叫进来 我有事要吩咐他 习影来得很快 一入内就毕恭毕敬地向宋昭行了礼 小主有何吩咐 宋昭凌然道 我回了庄子 明日陈飞肯定会叫你过去问话 你告诉他 今日皇上来了我这儿 不过来了宽慰几句 态度对比 从前显得敷衍 后来我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想要皇上留下来陪伴 但皇上却以朝政繁忙为由 推却了我 等到第二日 习影将这件事告诉了陈飞之后 陈飞自是大喜 他私下里观察了两日 见萧锦衡这几日 要么是留在碧桐书院 要么就是宿在他那 偶尔也会去看看有孕的萧贵人 就连淑飞那儿也去了一次 可唯独没有让宋昭事情 如此 陈飞便更加笃定 宋昭是因为罪臣之女的身份 得了萧锦衡的忌讳 日后他若再想成宠 可就难了 自以为诡计得逞后 陈飞就开始 使手腕孤立宋昭 宋昭给他请安他 闭门不见 给淑飞请安 也总是被打发 就连去看望萧贵人 也是说不了两句话 就要吃了逐客令 不过 宋昭也不急不脑 仍就是每天各处奔走着 他们不见识他们的事 但他得去 又过了几天 云山对宋昭说 今日陈飞娘娘 他们要去联心台品名 用膳赏花 小主可还要去 宋昭晚尔 去 为何不去 姐姐们不待见我 我更要上赶着 巴结他们才是 说话间 御前的小印子来了 他这几日 几乎日日都来 原因是 萧锦衡关心宋昭 一直都叫御前的人 煮好了新鲜热乎的 红糖姜茶 每日都叫人来送着 有劳应公公 奔波了这几日 小主客气 这本是奴才的分内事 宋昭起开茶中 潜引了一口姜茶 而后随口说了句 前几日 我去碧桐书院的时候 瞧见书院里头的 花卉妆点 还用的是红梅 喜庆是喜庆 可看得久了 未免有些单调 联心台附近地气暖 听说开了许多春日花卉 美不胜收 公公得空寻人 去那采摘点新鲜花卉吧 皇上瞧着 心情也舒畅 御前的人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巴结萧锦衡的机会 小印子的宋昭这么一点波 自然将此事放在心上 连忙和宋昭告退 宋昭瞧他急匆匆的背影 笑着说 走吧 咱们也快些去联心台 别让姐姐们久等了 联心台三面环水 两岸花卜中 春花静已绽放 是个赏景的好去处 彼时 陈飞 淑飞 还有萧贵人 已经落座了 他们压根 就没有叫宋昭 等人齐了 便一起用善品名 少不了也要闲话两句 陈飞对萧贵人说 本宫听说 昨日宋常在去你宫中 做了半炷香 萧贵人略有几分不安地点了点头 陈飞不遇到 你可长点脑子吧 他如今 成了最臣之女 皇上都不待见他了 你有着身孕 更要少见他才好 免得腹中皇嗣 沾上了他那身晦气 萧贵人其实并不想疏远宋昭 毕竟他最艰难的那段日子 只有宋昭 一直陪伴在他身旁 可陈飞实在厉害 他的话萧贵人又不敢不听 只得唯唯诺诺的英试 陈飞娘娘教训的是 嫔妾知道了 而淑妃则全程都不搭话 只安安静静品名赏景 乐得自在 后来几人闲聊了一会儿 萧香上前来给陈飞报了一句 娘娘 宋长再来了 哦 陈飞打眼 往狼桥的方向一瞅 见宋昭在远处孤孤立着 显得有些局促 他笑 人都来了 你让他在花浦那儿站着 是个什么规矩 让过来吧 萧香去请人 陈飞则继续和淑妃他们 有一句没一句闲聊着 宋昭来后 给他们请安 三个人也是看都不看他一眼 场面一时尴尬至极 宋昭只得硬着头皮陪笑道 听说姐姐们今日再次小聚 妹妹闲来无事就来了 姐姐们可别嫌妹妹叨扰才是 陈飞闻言 抬眉瞥他一眼 自私道 本宫记得 从前宋长再是罪守规矩的 怎么母家才一获罪 就连规矩都混忘了 本宫和淑妃位列非位 萧贵人怀有黄四更是金贵 你见着我们不称敬语 一口一个姐姐妹妹的 你这规矩是和你那不要脸的 嫡母学来的吗